此时 双方以幻阵相斗 种种玄妙只能意会 不可言传 不过 九龙岛四圣对方扬他们的表现更加赞赏 想不到这些后辈修为虽然还不高 竟然将我们结教的上古阵法炼制到如此程度 王摩笑道 或许将来我们结教会有在心之界 老四李星霸忽然道 此言一出 九龙岛四圣似乎都有一些激动 双方人阵道相斗 整整过了三天三夜 万仙阵中的戏码逐渐上演 与仙宫幻阵相互印证 如此一来 让这里面的幻境剧本越来越精彩 当然若是稍有不慎 就会身陷其中 不得自拔 甚至原神俱灭 可以说 每一步都非常显耀 但是又非常精妙 因此 众人甚至都有些沉醉在这样的对抗之中 我看差不多了 为首的大圣王摩忽然笑道 随即在他操控下 仙宫幻阵逐渐减弱 方扬他们也立即就有所感应 随即他们操控的万仙大战也顺势而为 立即减缓运转 这几日虽然看似简单 但是对方扬他们来说也是极为凶险的考验 因为 他们必须要长时间地运用原神 来弥补阵法集中的种种情况 除非有上帝视角 谁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了陷入患阵之中 完全迷失 最后生死盗销 诸位前辈 我们算是通过了考验了吧 方扬笑着说道 也算是吧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需要询问 王摩忽然道 然后他看向了刚刚主阵的河东 小子 你是结教传人 王摩仔细地打量着河东问道 因为此时 他们四圣也没有刻意隐藏 他们那奇特的容貌也出现在了河东他们的眼中 你 你们 你们是我结教九龙岛上的四位前辈 河东立即惊呼道 他这才想起 这九龙岛四圣曾上了封神榜 最后被封为灵霄宝殿四圣大元帅 哈哈哈哈 想不到过了千万年 仍然还有人记得我们曾经的名号 为首的王摩哈哈大笑道 大哥不可如此倾斜 排行第二的杨森带着警惕之色说道 我结教已经不知道毁灭了多少个谅解 这数千万年时间之中不知道有多少 玄妙的功法流传在外 即便外人偷学了其中一二冒充我结教修士 也不是不可能 此言一出倒是让王摩犹豫了几分 你还有什么可以证明 你们是咱结教的修士 排行第三的高有前道 河东信念一动 一个昆仑玉检就直接飞了出来 昆仑玉检之上白光璀璨 一股清正之气流露而出 竟然是上古的昆仑玉检 王摩他们四个见到河东拿出自己的传承 面露尴尬之色 不过昆仑玉检 乃是上古时代三教弟子共同所用 你也有可能是产教弟子 甚至可能是人教的弟子 并不能证明你是结教的弟子 河东微微一叹 心念一动鱼骨出现在手中 各位前辈 若你们还算是结教之人 应该能认得此物 河东展示着手中的鱼骨 大老爷的鱼骨 此物一出 王摩他们四个都面露惊恶 若是他真的是大老爷的弟子 那我们岂不是都要叫他师叔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有可能是假的 譬如他身边的那位修士 就是炼器宗师 王摩双手一摊 有些耍无赖的说道 不错 我们在这里苦苦守候 就是为了等待有缘人 若是你真的是有缘人 必然能以手中鱼骨 拨动大道之音 说着四圣之手的王摩心念一动 一个玉书已经浮现在虚空之中 这与方阳手中的狼环玉书 与玄台玉书 竟然生出了某种神秘的联系 方阳确定这是真的灵霄玉书 面对此物的诱惑 方阳还是流露出了清醒克制之色 何大哥 算了 你不要再拍这鱼骨了 此物非同小可 若是你再次激发大道之音 恐怕很快就会引来其他修士 进而让大家陷入危险 我不能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而陷大家于危险于不顾 方阳真诚地说道 如今 这个虚空深渊里面 可是遍布着极多的降临而来的真弦 若是稍有不慎 就很有可能陷入绝境 因此 方阳才非常担忧地劝告道 方阳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毕竟如今虚空世界之中 处于一片混乱 所有修士都在想找寻到方阳他们 还有上谷妖亭 谁在这个黑暗森林之中发出了响动 必然会成为众矢之地 方老板 你寻找这个传承已经好几百年了 若是不能找到此物 恐怕你的修为和道徒都会被耽误 一旁的张灵道 虽然冒险 但是我愿意拼一拼 你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 今日就让我们为你也冒险一次吧 诺破也笑道 对 今日就让我们为你也拼一次吧 河东笑道 当年方阳其实可以不用去地球冒险 但是为了完成河东回家的愿望 所以才陪着河东冒险 同样 方阳也可以不用去救牧林 但是为了诺破和自己的承诺 他也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只身犯险 去九离山去拯救牧林 如今河东他们也打算 为方阳再冒一次险 说着 河东身躯一阵 随即再次运起了归零圣母 所传的遗山填海诀 一股磅礴的气息 从河东身上传递出来 此时 九龙岛四圣面露出惊喜之色 因为他们 已经从河东的运转的秘书身上 看出了 这乃是结教敌传的秘书 宜山填海诀 绝对不可能造假 这九龙岛四圣脸上 竟然露出惊喜之色 似乎非常期待 河东再次敲响鱼鼓 激发大道之音一般 这样的场景 让方阳心头微微移动 这几个老家伙 是要想趁着和大哥敲响鱼鼓 来一段rap吗 否则为何要如此期待 方阳心中胡思乱想道 似乎 九龙岛四圣非常期待 和大哥敲响大道之音一般 河东也有类似的感觉 不过他也不知道 这四个结教前辈 会有如此表现 不过河东可以确定的是 他们对自己并没有恶意 甚至对他这个结教后人非常爱护 比起上次来说 河东这次使用更加熟练了一些 他体内真元运转更为流畅 咚咚咚 三声 这如同敲在了所有修士的脑海之中一般 鱼鼓再次被敲响了 三声大道之音再次出现 随着大道之音再现 一股鼓蕴含大道的玄妙力量 迅速笼罩了整个灵霄仙殿的遗迹 这股力量看不到摸不着 却又让所有修士心有所感 似乎大道之音之中 蕴含着许多玄妙的力量 与这里的遗迹发生了一丝共振 这些大道之音 似乎还含有一丝世界意志 不断洗涤着四周的空间 当然 在诸天万界的很多修士大能 一个个都有些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没有过多久 大道之音又来了 这预示着 恐怕天道与亮节的脚步 再不断靠近 与此同时 河东的气息萎靡了下来 显然消耗不少 方阳早有准备 立即给他服用了 已经准备好的丹药和鲜物 让他修为不会因为消耗过大 而跌落境界 这时候 九龙岛四圣感应到了 灵霄仙殿一迹发生的变化 刹那间 九龙岛四圣所在的光柱 也受到了大道之音的影响 似乎出现了阵阵颤抖 至于方阳他们 也感觉在这大道之音中 元神也受到了极大的滋养 甚至微微有些提升 不由的心生欢喜 与此同时 一种大道之音 引发的连锁反应 在九龙岛四圣身上显现 他们与灵霄仙殿之间 形成的种种羁绊 开始快速减弱 似乎大道之音 让他们摆脱了灵霄仙殿的束缚 我们 我们竟然脱离了 灵霄仙殿的掌控 王某有些兴奋地说道 哈哈 太好了 我们终于脱离了 当初封神榜的束缚 哈哈 杨森大笑起来 仿佛终于脱离了苦海一般 太好了 千万年了 今日终于梦想成真 高有钱兴奋地大吼起来 果然 天道还是眷顾我结交啊 他们四个 不由得朗声大笑起来 见到这场面 方杨和何东他们 都是一脸疑惑之色 之后 王某等人快速 从自己的座骑上面下来 如同清风一般 快速飞到了何东面前 他们神情严肃 带着恭敬之色 九龙岛练气室 结交外门弟子王某 杨森 高有钱 李星霸 拜见小师叔 随即 他们四人竟然恭恭敬敬 直接向何东下拜 如此变故 让方杨他们 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这个弯也转得太大了吧 方杨 张灵 懦破 见到如此状况 都有猛 四位前辈勉劣 何东急忙说道 小师叔你 可别这样说 这可是折杀我们了 王某笑道 我们还想要小师叔原谅呢 刚刚是我们故意坑你的 你们坑我 何东面露疑惑 并不清楚 他们四个 为什么会这样说 师叔 你也别怪我们坑你 其实我们所说的天道束缚 必须需要大道之阴残的化解 杨三也笑着说道 原来他们四个 早已进了封神榜 因为被封神为 灵霄宝殿四圣大元帅之神位 天道职责就是守护灵霄宝殿 他们他们被天道所禁锢 也正是因为如此 因此 无论发生什么变故 以至于他们的本命元神 都会被封印在原地 这是封神榜所立下的天道规则 因此 无论世道如何变化 他们连离开残破灵霄仙殿都做不到 让人不胜唏嘘 自从当年被封神之后 他们就开始驻守在灵霄仙殿 成为了守护这里的仙神 然而世事变迁 沧海桑田 灵霄仙殿已经成为了 一片荒芜的遗迹之后 他们依旧因为天道规则之力所禁锢 守护在这里不得解脱 他们想要脱离这样的禁锢 就必须破坏掉 当年封神榜的天道余威 而且 他们因为规则之力限制 不能直接说出自己内心 想要摆脱封神榜规则之力的需求 否则就会被反噬 他们四个 也不得不想一些出其不意的方法 因此 他们四个干脆死缠烂打 用出了无赖的手段 逼迫河东再次使用鱼骨 拨动大道之音 如此一来 河东在他们挑唆下 再次敲响鱼骨 发出大道之音 直接就击碎了 当年封神榜之中的上古禁止 也就是说 封神榜所拟定的天道规则 他们必须遵守 但是这个规则 已经被刚刚的大道之音给 直接消灭掉了 因此 他们也就获得了自由 原来你们是真的坑 河东这时候 才知道自己 被他们这几个老狐狸一样的 失职们给忽悠了一道 这时候 王摩他们四兄弟 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说道 我们不也是没有办法吗 又因为天道规则束缚 无法开口求救 干脆就用了这个激将法 对了 还有此物 这时候 王摩就将灵霄御书 恭恭敬敬地 交给了一旁的芳阳 这是灵霄仙殿最后一位先帝 灵霄仙殿的传承 当年灵霄仙殿 王摩想起当年的灵霄仙殿 不由地长叹一声 没有继续说下去 似乎牵扯到了很多秘心一般 他们四个 因为封神榜的缘故 一直坚守在灵霄宝殿 历经了许许多多的谅节 也历经了太多的仙朝和仙帝 最终不过是历史中的浮云一般 可以说是 铁打的灵霄宝殿四圣大元帅 流水的仙界王朝和仙帝 当芳阳拿到了灵霄御书的时候 心中也不禁有些激动起来 他也隐隐感觉到了 狼环御书与玄台御书 已经发出了微弱的震动 显然与这灵霄御书相互牵绊 引起了共鸣 芳阳小心翼翼地拿起灵霄御书 这部御书与他之前得到的非常相似 但是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 却截然不同 随即 他快速拿出了狼环御书和玄台御书 三本御书开始相互牵引 随着芳阳注入法力 竟然开始了相互融合 似乎灵霄仙殿之中 又恢复了上古时代的热闹一般 不过此时却并非幻阵 而是因为三本御书融合 所发出的天地共鸣 随后 这一道道白色光芒急速凝聚 直接注入芳阳的脑海 白色光芒开始逐渐减弱 里面的内容开始渐渐显现而出 一连串的信息 出现在芳阳的脑海之中 先帝功法 帝号天书 全套 一股股玄妙的信息 在芳阳脑海之中生成 帝号天书 竟然不是一位先帝的功法 而是整整三位先帝的传承 此时的芳阳 了解了天书之中的内容 也是无比兴奋 之前 芳阳修炼的根基乃是窃天秘术 通过窃取天道 专门用来薅天道羊毛 进而走出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 如此的修炼进程 可谓是开天辟地一般 极为困难 而如今 他得到了完整版的帝号天书 就有了从合体期 到大罗金仙的先帝期 完整的修炼功法 这对于芳阳的修炼来说 可谓是如虎添翼 只是片刻之后 三本玉书合二为一 竟然形成了金色的玉书 其品质也直接上升为了上品先帝 而且 品质还在不断上升 不仅品质提升 还散发出强大的威严 竟然形成了一件地气 九龙岛四圣 也不由得面露震惊之色 自从当年的天宫破碎之后 多少年都没有见过地气了 王摩赞叹道 芳阳也是第一次听闻地气的名号 随即王摩解释道 仙气分为下品 中品和上品 而上品仙气之中 得到了大罗金仙加持的 才能成为地气 意味着先帝所用的仙气 能掌握天帝运行的规则 因此 这地号天书乃是先帝的重宝 如今 芳阳已经对仙界修饰的等级 有了更好的认识 譬如 刚刚飞升到仙界的 只是普通的仙人 也称为散仙 仙人之上才有真仙 真仙之上还有玄仙 玄仙之上才是金仙 金仙中的强者 才能成为仙君 金仙之上 才是大罗金仙 只有成为大罗金仙的强者 才能成为一代仙帝 地号天书 也就是地级仙气 也就是说 修炼这种功法最高成就 可以成为大罗金仙 而且还是是大罗金仙中的强者 恭喜方老板 获得地气 将来道徒可以直指大罗 仙 河东他们随即笑着祝贺道 方阳与他们肝胆相照 如今得到如此机缘 自然心中非常欢喜 三位哥哥 恐怕将来 我们又将见证 新一代的先帝崛起 排行第四的李星霸 笑着说道 随即 他们几个在看向方阳的眼神 都带着一丝敬畏 王魔他们虽然修炼 历经了长久岁月 但是因为被困在封神榜中 修为也只不于金仙初期 凭借灵霄宝殿的阵法 他们或许能抵挡一下 金仙后期的修士 不过如今经过了多年 当年的天宫崩碎 他们也得不到任何补充 因此 修为开始迅速跌落 为了减缓修为降低 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元神 封印在了灵霄一记之下 但是即使如此 过了千万年 他们修为也跌落得厉害 如今也不过是看看 停留在仙人境界 若是得不到补充 恐怕会跌落到大成境界 一切都是天意 排行老三的高有钱 不由得心中释然 不错 方阳小友如今得到了先帝传承 也算天命所归 而且 何东小师叔 也将我们从封神榜的 禁锢之中解脱出来 将来我们一定能修为再次提升 四圣之首的王摩 爽满地笑道 当年 他们九龙岛四兄弟 乃是抱着雄心壮志 参与到谅节之中去的 就是享有大成就 不过因为没有得到天道眷顾 因此生死倒消 修为也停留在封神榜中止步不前 如今经过了千万年的蛰伏 能活得心生 那就有恢复修为的希望 有一天甚至能超过当年的修为 进阶到更高的境界 想到这里 他们四个老家伙 自然内心欢喜 如今 小师叔以大道之音 化解了我们的禁止和因果 让我们重获自由 今后 我们就跟着小师叔了 王摩笑道 他们几个老家伙自然知道 自己这个小师叔 和他的几个兄弟 必然都是大气运之人 跟着准没错 河东自然也是不好拒绝 好在他们四个 都只是元神之体 能直接栖息在河东的昆仑玉检之中 此时 方阳刚刚获得传承 对于上古先帝的经历 也甚是好奇起来 当年过了亮节之后 又有历代先帝 在这里承载天道意志 其中这三位先帝 狼环先帝 玄台先帝和灵霄先帝 算是一脉相承的先帝 因为他们掌握天道后 理念很相似 并且保持了三代繁荣 被称为后三皇 与洪荒时期的三皇五帝中的三皇 来形容他们的丰功伟绩 后来 这些经历怎么了 为什么灵霄先功会成为遗迹 方阳忍不住问道 因为天道乱了 王摩叹了一口气 正想解释 忽然虚空之中 又来了灵力波动 糟糕仇人来了 河东他们自然知道 那是因为天地法则之力混乱 敌人无法测算因果 但是有了大盗之音 他们就像黑夜中的一把火 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里有异常 因此纷纷赶过来 跑在最前面的 竟然是那头浑身是伤的墨其林 此时 因为这四个修士的元神 都离开了灵霄先功的禁止 因此这个遗迹已经开始崩碎 用不了多久 就会化为虚空深渊之中的灰飞 河东他们 随即带着这九龙岛四圣 快速返回了妖族遗迹 你们竟然连上古妖庭也到手了 王摩他们四个 不由得瞠目结舌 结叫当心啊 结叫当心 杨森狂热地说道 钱多多看了看九龙岛四圣 又看了看一脸尴尬的河东 他长长地叼嘴一脸 流露出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钱多多如同一个老司机 一只爪子操控着妖黄大印 一只肥瘦的爪子 揉了揉毛茸茸的太阳穴位置 何大哥 我感觉你最近是迷上乐器了 你敲鱼鼓 是不是已经敲上瘾了 要不要再来断迪斯科 钱多多有些抱怨道 钱多多虽然在妖庭一记 不过他刚才也是听到了大盗之音 那大盗之音 几乎能穿越一切阻隔 钱多多他们距离不远 当然是感受很深 而且如此近距离感受大盗之音 对于元神修为提升 很有助力 只是 这大盗之音实在是太显耳了 以至于很快就惹来了追兵 钱多多此时已经融合了 不少上古妖族的记忆 自然知道大盗之音意味着什么 心里也隐隐有些担忧 何东脸上的笑容 也越发尴尬起来 竟敢对我们小师叔不敬 王摩怒道 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杨森也面露争鸣 这个小家伙竟然如此趾高气扬 气煞我眼 高有钱愤愤不平 看我不坐着毛茸茸的傻雕一段 老四里心霸更是想要冲上去 他们四个算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如今还有仙人境界 众多妖族修士 此时大部分都只是合体境界 面对他们对妖皇钱多多不敬 却也是想要冲上来维护钱多多 嗨嗨 钱多多一脸无奈 轻轻咳嗽 然后他那肥瘦的爪子轻轻一挥 优雅地泄露了一丝磅礴的气息 虽然这时钱多多只是轻描淡写的施展威能 但是瞬间在妖族一记 就爆发出上古凶兽的种种气息 嗡嗡 妖庭一记的法则之力开始震动起来 眨眼间 金光灿烂 虚影重重 金屋 麒麟 昆鹏 白泽 纪蒙 商阳 飞连 鹰昭等上古神兽的气息 如同打酱油一般 在九龙岛四圣身上轮流招呼一番 好可怕的气息 老四李星霸吓得惊呼道 好可怕的气息 九龙岛四圣中排行老大的王魔心中惊骇道 九龙岛四圣都是活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老家伙 很快就发现了钱多多身上蕴含着强大的妖族气息 这四个老家伙在天庭当保安多年 见过的大能极多 很快他们就确定了这个趾高气扬的大胖雕有些与众不同 那些就是上古妖亭中的传奇妖帅 杨森也战战兢兢地说道 这这这这恐怕是妖皇传人 他们四个老家伙瞬间就变得像小安传一样老实起来 见到他们四个吃扁 方扬不由地笑了起来 河东对于他的这几个老实直也很是无语 他们油滑起来是真的油滑 横起来是真的横 但是怂起来也是真的怂 估计他们这四个也算是经过了千万年时光所修炼出的楚世元华 是一般人短时间学不来的 其实他们九龙岛四人虽然在上古时代也是结交外门有名的高手 但是事实变迁 而且他们此时还失去了灵霄仙殿规则之力的保护 他们四个元神也只有刚刚到了仙人境界修为 而且他们还没有肉身实体 因此他们才露出一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可怜样子 不过此时倒不是方扬他们内部相互调侃的时候 因为追兵已经快速赶来了 好在此时灵霄宝殿一迹已经随着大盗之音消弥在了虚空之中 倒也不会担心被那些仙魔修士发现什么端倪 此时越来越多的门派冲上而来 似乎方扬他们成了香伯伯一样 进入虚空深渊有着极多的势力 他们开始快速汇聚起来 目标都是河东 方扬他们所在的方向 成为众矢之地感觉还真是奇妙 方扬尴尬地笑道 想要化解越发尴尬的氛围 哎 钱多多长叹一声 一只毛茸茸的爪子一拍脖子上挂着的橱带 拿出了几个沐浴头 随后他大嘴一张 直接把这仙物直接炫进入肚子里 如今只有我带着大家跑吧 钱多多这个老司机吃了仙桃之后 两只毛茸茸的爪子快速掐绝念咒 虽然他的爪子胖胖的 毛茸茸的 但是竟然异常灵活 很快完成了复杂的法诀 瞬间妖族一记 如同一颗流星快速逃逸 面对庞大的仙魔追兵 众人一时间也没有办法 为了众人的岁月静好 钱多多也只有负重前行 钱多多操控上古妖婷一记 在前面飞后面 莫茸茸在后面追 而莫茸茸后面 跟着一团又一团的仙魔两道的修饰 他们如此在虚空深渊又逃又追 远远看去 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扫把星一样 不过钱多多操控妖婷一记速度虽然很快 但是后面的尾巴却也无法甩掉 钱多多要不再发动 一次你的那个挪移之术 莫破道 磨一个屁啊 我上次也是无意间推动这里的上古静止 才侥幸发动挪移之术的 作为新司机 钱多多多现在很头疼 而且上古妖婷的遗存已经不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耗尽 因此发动挪移之术 我没有丝毫把握 钱多多探道 要知道 如今的妖婷一记 如同一颗小行星大小 发动一次挪移秘术 消耗也是非常之大 仇人是我的大盗之音惹来的 不能让钱多多和众多妖族背过 河东随即认真的说道 听到此言 始作俑者的九龙岛四圣 此时不由地低着头 话都不敢说 方阳也点了点头说道 我们干脆分头行动 由何大哥驾驭阵途离开这里 必要时刻再次敲响鱼骨 吸引仇敌 方老板 我钱多多可不是抛弃朋友的小人 钱多多一脸不满地说道 钱多多 如今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你还要肩负起妖族的责任 河东随众心长地说道 不错 因此我们分头行动 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方阳笑道 分头行动 那不简单吗 钱多多多立即和方阳暗中传音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方阳他们商议一阵 随后就离开了上古妖亭 然而此时 正在操控妖皇大印的钱多多 忽然身上奋出一道白色光芒 轻车熟路 直接飞进了方阳的吞天葫芦 显然这是钱多多 使用了上古妖族的分身之术 钱多多 你现在跟着我的是本体 还是分身 方阳小心翼翼地 用元神与钱多多在吞天葫芦之中的分身交谈 谢谢 我如今 获得了不少上古妖兽的传承 加上我本来就擅长分身之术 如今 你可以说我这是本体 也可以说是分身 并无二致 钱多多高深莫测地说道 钱多多当年在地球上的时候 就曾经使用过分身秘术 不过当时的分身修为 根本无法与本体相比 然而此时 他的分身修为与本体一样 竟然能达到并无二致的境地 方阳不由的心中赞叹道 而且 等到将来我这两个身体合二为一的时候 我甚至修为 还能够更进一步 钱多多笑道 这可是 我最近才获得的高阶传承 其实钱多多多 自然也不想离开方阳 他因为跟着方阳多年 这才机缘不断 修为突飞猛进 而且 方阳的清原仙府里面 可有极多好吃的东西 他就算是为了自己馋嘴 也不会轻易地离开方阳 当然此时的他 已经不再单单是个吃货了 而是有了妖皇传人的身份 因此 他必须要守护整个妖族 以及妖族遗迹 这是他的使命 也正是如此 此时的他 不得不坚守在妖庭遗迹 操控妖皇大印 守护好那追随他的上万妖族修士 对于别人来说 这可能就是难以两全其美之事 而对于 钱多多来说 并不是个问题 他直接奋出两个身体 两个身体都是本体 一个去做妖皇 一个在清原仙府之中 胡吃海喝 想不到钱多多这个吃货 竟然能达到 不负妖族不负吃的至高境界 方阳不由地摇头笑道 随后 方阳他们立即就使用 河东布置的万仙阵为掩护 然后快速离开了妖庭遗迹 方阳还有一点担心 若是这次离开了钱多多和上古妖庭 下次再见面 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 钱多多如同老司机一样 正一边操控妖皇大印 一边得意地抚摸着脖子上的储物袋 他的储物袋中 不仅有许多好吃的 更重要的是 还有不少通天神术的树叶 钱多多与穆灵儿关系极好 因此他才能进水楼台仙得月 从穆灵儿那里 耗到了不少通天神术的树叶 显然钱多多多早就知道了 此物有何等的妙用 希望下次和方老板他们见面的时候 我能够成长起来 能够进一步帮到他们 操控着妖皇大印的钱多多 脸上露出了脚下的微笑 此时 方阳他们驾驭着四项阵图 化为一道金色光芒 快速远离上古妖庭 当然 九龙岛四圣也开始帮助方阳他们 让阵法加速 要知道他们 本来就是上古结教的传人 对于上万先阵这样的结教阵法 也颇有心得感悟 有了他们的加入 方阳等人操控阵法飞行的速度 又快了几分 此时 追着妖庭一记的众多修士 很快发现了端倪 有一些精通预测之法的修士 干脆直接开始测算 追逐哪边的利益更大 但是得到的结果 却发现 无论是妖族一记 还是方阳他们 都有着极大的利益 显然强多多手上的妖皇大印 代表着上古妖族的传承 自然非同小可 而方阳他刚刚获得了 一件地级仙器 自然也是千载难逢的大纪元 如此一来 这也让前来追踪的修士 不由地要开始取舍 随后 一些修士继续追着妖庭一记 而另一些 则开始对方阳他们穷追不舍 较多的魔道修士 开始追着钱多多 他们觉得 上古妖庭乃是传说中的神话存在 肯定非同小可 而更多所谓的正道修士 甚至仙界修士 他们却大多开始追着方阳他们跑 因为他们大多感应到大道之音 似乎应该是在方阳他们这边 如此一来 众多追兵就分为了两股 而这个时候 莫七龄也想抓住机会逃出生天 他干脆 也开始向虚空深渊的深处逃窜 莫七龄这次 只有少数几个魔道修士追上去 估计是觉得 追杀他危险不大 还可以获得他的真仙本源 因此穷追不舍 本次虚空深渊之行 目的已经达到 我们只要逃回灵界就行了 方阳快速地分析道 随后 方阳他们在虚空中绕了几个圈子 然后就快速往灵界方向穿梭 只要逃回了灵界 就会受到天道法则的守护 那些真仙修士 绝对不敢踏入天道范围之内 方阳说出自己的猜测 的确 这些修士之所以敢从仙界真魔界 直接降临下来 就是因为他们吃准了 在虚空深渊之中 没有天道规则之力的守护 因此 他们才能在法则之力 混乱的虚空深渊浑水摸鱼 即便他们以真仙级的力量来到这里 也不会受到反噬 然而 离开了虚空深渊就不一样了 若是他们敢暴露在天道范围之下 必然会遭到天道的残酷攻击 甚至生死倒消 虽然他们的本体还在仙界 但是原神恐怕也要受到重创 几千年不能恢复 想到这里 方阳他们按照手中的 古妖兽兽皮制作的地图 开始暗图所记 确保失去灵界最近的道路 正当方阳他们 开始往前逃顿的时候 忽然虚空之中 一道剑光迎头 向方阳他们直接斩了过来 只见一位面容白皙 手持仙剑的修士 早已立于方阳他们正前方 此人竟然也有着真仙七修为 显然此人是来自于 仙界连天剑宗的前辈真仙 他们怕是早已经算出了 我们的计划 因此才会在我们 回灵界的必经之路上 埋伏我们 河东面色凝重地说道 那修士猛然挥出的一剑 虽说有些仓促 但是蕴含着 磅礴的天地规则之力 竟然是真仙级别的剑仙 方阳他们都不由地 倒吸了一口凉气 要知道 剑仙的修为 本来就在修士之中 非常强悍 剑仙一般都信奉一剑破万法 因此攻击力威力非常大 一般的修士 很难抵挡 同阶剑修的猛攻 更不要说 斩出这一剑的 乃是真仙级别的仙界剑仙 因此 这一剑的后劲 恐怕远超想象 这一剑 来得极快 威力磅礴 气势如虹 就如同撕破了整个空间一般 剑光蕴含着 风锐的法则之力 甚至让整个虚空 深渊空间都开始颤抖起来 似乎这里的空间 都会被撕裂一般 方阳他们众人心中 不由地生出一股寒意 若是以前方阳他们 遭遇了这一剑 除非躲入清源仙府之中 否则必然全军覆没 被杀得灰飞烟灭 哼 果然是好手段 怕是想要叫我们赶尽杀卷 方阳面色一变 眼中带着怒色 对方如此咄咄相逼 方阳也不会再退让半步 方阳也算果决之人 他立即将你手中 刚刚得到的地好天书 丢了出去 他的几个方大城 混清源 方强 包括玄冥 五行童子等草木精灵 都全力将力量透过仙府 加持到方阳身上 这让方阳的实力快速提升 并能加强天书威能 刹那间 地好天书散发出耀眼光芒 似乎在方阳他们前方 忽然多了一个小太阳一般 同时光芒之中 还散发出一股非常强大的气息 让人心惊打寒 怎么回事 这白光是什么东西 是他们的防御仙气 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 那展出这一剑的剑仙 此时心中陡然生出了一丝恐惧之感 哼 他们修为不过是仙人静剑 远远比不上我 而且我乃是真仙修为的剑仙 这样一剑必然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的宝物和传承 都是我的了 这位剑仙本来心有疑惑 不过想到即将夺取对方的机缘 自己将来有进阶金仙 甚至大罗金仙的机会 随即把所有的不安抛出脑后 很快 剑光就与地好天书所形成的光球撞在一起 嗡 虚空之中竟然传来一阵低沉的震动 整个空间似乎都在颤抖了起来 不过 奇特的景象出现了 这样猛然一剑竟然没有劈开光球 反而被地好天书的光芒直接给吸住了一半 虽然地好天书并非盾牌 但是以其三位大罗金仙级别的先帝所炼制地器 若是被斩破了 估计这些先帝也可以去当雪糕刺客了 只是 随着操控地好天书 方阳的法力开始急速消耗 他瞬间也变得面色惨白起来 不过好在有众多分身和仙府支持 才没有崩溃 方阳他们也发现 地好天书博大精神不说 还竟蕴含着三位先帝所领悟的天道法则之力 方阳开始不断调动法则之力 对抗着恐怖剑光 随着方阳的操控 虚空深渊的空间竟然开始受到了极大的扭曲 他竟然在改变我剑光之中蕴含的规则之力 展出这一剑的剑仙面露震惊之色 恐怕他得到的传承 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 他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有如此手段 直接将自己引以为傲的剑光控制住 只是瞬间 方阳能掌控着白光之内的所有规则之力 包括这道剑光蕴含的规则之力 那剑仙面露震惊之色 他已经发现 这道剑光已经摆脱了他的掌控 因此 他体内蕴含的剑一本源 立即反噬 哇的一声吐出了银色鲜血 显然受伤不清 竟然伤害到了我的本源 剑仙此时 心中眼中阴晴不定起来 真仙因为生命本质已经得到了提升 以至于血液已经成为了银色 而进阶金仙之后 更是能让血脉化为金色 而且还有金仙不坏之体 那到底是什么宝物啊 竟然还能控制我斩出的剑光 此时剑仙面露惊恐之色 要知道 这可是剑仙一剑破万法的根本 若是剑光都被人所掌控了 恐怕就会成为眉牙的老虎 然而方阳并没有停手 干脆就让这股剑光调转方向 绕过众人 直接往他们身后的追兵斩杀过去 只听见轰隆隆一声虚空声 方阳他们身后的虚空 发生了极其恐怖的爆炸 虽然剑光被地气减弱了许多 然后被方阳以规则之力 绕了个圈 磨一到了身后 威力已经减弱了至少一半 但是依旧非常强大 这剑光直接将追来的众多修士 吓得四散奔逃 还有真魔头 因为操控着魔气发动秘术 正在疯狂加速 因此一时间措手不及 这真魔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被人偷袭 好歹他身上有一件 黑漆漆的魔气盾牌 他立即全力加持手中魔盾 幻化出层层叠叠魔界小事件 而这一件陡然袭来 将他的魔气形成的小事件 一层层斩破 最终轰击到他保命的魔气盾牌之上 轰隆 盾牌陡然碎裂 虚空之中爆发出强悍无比的冲击力 这真魔的本源也受到极大伤害 这样才总算是堪堪抵挡了剑仙的那一件 但即便如此 若是他刚刚稍有不慎 可能就被斩得魂飞魄散了 这位真魔名叫裴希魔 乃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真魔界老怪 此时他特别狼狈 刚才虽然逃得一命 却也被这一剑劈开了半个脑袋 显得争鸣恐怖 他伤口上 还有极多恶心的黑色蛆虫在蠕动 此时 芳阳他们也借用抵挡连九霄见光的这一瞬间 快速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避免与连九霄相遇 而且芳阳他们这一接力 速度更快了几分 延天剑宗的连九霄 我要问候你祖宗 你竟敢偷袭我 我要你狗命 显然那位叫裴希魔的老怪 直接被激怒了 他甚至以为 这是芳阳他们与连九霄联手作戏 想要直接将他斩杀 老子不就是当初吃了几个连天剑宗的女娃子吗 竟然想要杀我 裴希魔狂怒道 他可不相信 剑线的权力一剑会被人掰弯 裴希魔此时心念白转 他据此推断 可能就是连九霄知道了 当初自己吞噬连天剑宗修士的秘密 因此在这里伺机报复 此时 裴希魔被劈开的脑袋开始快速弥合 以诡异的速度冲向了连九霄 连九霄也没有想到 裴希魔竟然敢冲上来与他对抗 他不得不连连挥动剑光抵挡 但是那裴老魔这次有了准备 开始迅速闪躲 并以极快的速度冲杀而来 老魔 不是我出的剑 连九霄还想解释 但是裴希魔已经杀红了眼 根本就不听他的任何解释 疯狂冲了过去 裴希魔的身上散发出无穷无尽的魔器 魔器之中幻化出种种真魔虚影 连九霄剑状立即亮剑护身 在黑气之中 划出一道道闪电般的剑光 他们两个各自带伤 瞬间就拼斗在了一起 这裴希魔与连天剑宗本来就有救怨 今日又添了薪仇 他们各自都用出了自己的真本事 打出了真火 刹那间 黑色魔器之中 剑光闪耀 一阵阵虚空震荡 让围观之人都觉得胆寒 在方阳他们 就趁着这仙魔内宏快速顿走 当然也有不少仙剑 魔界修士 朝着方阳他们逃顿的方向 穷追不舍 显然他们也已经知道 我们要往灵界去的打算 河东眉头一皱说道 我怀疑我们的每一条道路 最后都已经被他们设下埋伏 方阳点了点头说道 看来必须要启动备用计划 可是我们必须要逃往灵界 因为只有在天道覆盖之下 我们才能安全下来 张灵也面色凝重地说道 其实 除了灵界 还有其他的地方也行 因为我们只要在天道监察的范围之内就行了 方阳的嘴角微微一窍说道 你是说逃往魔界 河东显然是猜到了方阳的打算 不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们可是都是修炼的仙界法门 若是贸然进入魔界 恐怕会成为群魔的眼中钉 肉中刺 诺破也有些担忧地说道 若是他们进入魔界 若是暴露身份 那将会受到一界的修饰追杀 这岂不是刚出狼窝 又入了虎穴 那也不一定 河东揉了揉额头说道 我们到时候 可以躲藏吞天葫芦世界之中 若是能混入魔界 倒是出其不意 这时候 在吞天葫芦中的哈士奇 有些激动的传音道 去魔界也不用担心 到时候 我可以给大家当导游 众人这才想起 哈士奇魔尊之前 就是魔界的高手 赤库魔尊 到时候把血连老魔也带上 他在血魔界 也是小有名气 哈士奇流露出智慧的眼神 传音说道 可是我们去了魔界 将来如何提升修为 张灵想到这些 不由的眉头紧重 车到山前必有路 芳芳嘴角 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众人见到芳芳如此坦然 心中不由的安心了不少 他们与芳芳相处了这么多年 自然知道 芳老板从来不做 没有把握的事 芳芳改选择去魔界 自然已有了万全之策 不过芳芳他们 也不想过早 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 否则这些追踪的 众多先魔两界的修士 又会事先在魔界的入口 给他们制造许多麻烦 因此 芳芳他们 还是一边商量未来的计划 一边向其余灵界的方向逃顿 只是稍微有些偏航 不过在外人看来 就是他们因为被追赶 不得不做出的妥协调整 甚至被认为是为了避免 被追兵快速追上 只得跑偏路线来规避危险 如此一来 让芳芳他们更显狼狈 由于在虚空世界中 芳芳他们根本得不到补充 只能服用丹药 好在芳芳他们已经通过清源仙府 复制了一些太乙穷浆 他将太乙穷浆稀释之后 炼制成了仙叶 用这些稀释过的太乙穷浆 为助众人补充法力 因此倒也没出现问题 只是长期操控阵法疯狂逃跑 让众人都非常疲惫 时光匆匆 就在追逃之中 又过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这段时间之内 芳芳他们就在四项阵图 形成的小空间之内休息 通过不断操控阵图来加速逃亡 当然 这样的逃亡是非常狼狈的 不过芳芳他们丝毫不在意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 追杀芳芳他们的仙界魔界修士 也不敢太过冲到前面 毕竟对方有着上古传承 这些人也担心把芳芳他们逼到极点 搞不好就会被迫使用同归于尽的秘法 他们想做恶狼 却也不想当出头鸟 如此一来 这也给了芳芳他们一些逃跑的机会 当然 在这些时间之内 芳芳还是不断地领悟 帝好天书之中的秘法 至于钱多多的这具身体 一有时间不是在吃东西 就是在睡觉中 传承上古妖族的秘书 他似乎无论什么时候 都能吃好睡好 也正是如此 钱多多的两个分身都开始不断地提升 因此也会越来越强 芳芳他们的逃顿 也并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 而是看似示弱 其实是一步一步将追兵 引到了一处叫虚空乱陨的地方 虚空乱陨处于两界交融之处的附近 因为灵界魔界的空间之力相互交错 从而形成了空间风暴 而又有密密麻麻的陨石在风暴之中 算是极为混乱危险之地 当芳芳他们逃到这里之后 就开始在陨石乱流之中 不断穿梭逃顿 然而 他们在逃顿的时候 还不断释放灵力 目的就是布置阵法 见到时机成熟之后 刹那间阵图金光流转 光芒绚烂 很快 虚空乱陨之地 变成了一个天然阵法 刹那间 上古仙人 灵霄仙殿陡然出现在了仙 魔追兵的眼前 要知道 芳芳他们本来就精通阵法 而如今又有了灵霄仙宫的四个老保安 也是阵法大家 他们联手 布置阵法 自然非同小可 在他们的联手之下 瞬间就形成了一个 覆盖附近虚空的幻阵 这些幻阵相互重叠威力 更胜从前 追击芳羊他们的这群仙 魔修士虽然有所警惕 但还是低估了幻阵的威力 即便他们短时间内能 谨守本心 没有陷入幻境 在万仙阵和灵霄幻阵的影响下 还是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芳羊他们也不练战 立即抓住此契机 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了虚空乱云 而这次 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魔戒 直到芳羊他们 显露出了真实的目的 众多追兵 这才大呼上当 要知道 虚空乱云所在的地方 本来就是灵界魔戒交汇之地 距离魔戒也非常之近 因此 芳羊他们这次逃亡 也算是出其不易 虽然众多追兵 立即使用秘法 但是芳羊他们 却因为抢到了先机 早有动作 他们如同一道流星一般 直扑魔戒的入口 虽然仙界和魔戒的追兵 依旧还在全力追赶 但是芳羊他们的速度 已经到了极快极致 甚至芳羊 还催动地号天书 以其蕴含的强大规则之力 覆盖了整个阵图 因此短时间之内 让阵图得到了不断加速 甚至堪比真仙巅峰 如此一来 芳羊他们如同一道流光 快速冲向过了魔戒的臂长 嗡 这一声 芳羊他们感觉到了 强烈的空间之力的波动 随着一声低沉的震动 芳羊他们 直接从虚空深渊之中冲了出来 来到了他们策划已久的目标 魔戒 冲过来之后 芳羊他们发现 此时已经身处于一片长着黑色魔草 四周非常昏暗的广阔荒原 不过在此地 这时候已经围着十多万魔戒的妖兽 和魔族修士 他们都恭恭敬敬 在这里等待着各自宗门的老祖宗 从虚空深渊返回 然而这些魔族修士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返回的竟然是一群灵界修士 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身上没有魔器 而且被金光包裹 那金光让我很不舒服 一头练须峰器的魔头 以嘶哑的声音吼道 这金光对我们魔族有极大克制 他们恐怕不是魔戒的人 而是来自灵界或者是仙剑 一个年老的魔族修士 惊呼起来 难道进入虚空深渊的各位 前辈中了仙剑的埋伏 已经全军覆没了 一个胆小的魔修 战战兢兢地挠不起来 如果是仙剑高人降临魔戒 那恐怕是一场大屠杀 越来越多的魔戒修士 开始混乱起来 当然 也有一些留守此地的魔道高手 立即凌空而去 想要阻拦方扬他们所在的金色光芒 方扬他们此时正在逃命 自然早有准备 想要堵截方扬他们 为首一个老魔 他周身悬浮着数百盏颜色各异的魔灯 里面蕴含着各种恐怖的魔念 若是普通的大乘修士 仅仅看到这些魔灯 就有可能被勾走魂魄 因此 这老魔也被称为百灯老魔 而在这老魔身后 乃是一个魔西修炼城的老魔头 此魔雌雄难辨 鼻孔朝天 额头长出又粗又长的罗文大脚 他被称为罗西老魔 此魔据说修炼天魔之体 以至于雌雄同体 忽男忽女 不过确有 这极高的防御力 平日里无恶不作 乃是魔界一方霸主 此时 这罗文犀牛老魔 显现出的是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妖婆形象 那样子极其丑陋 让哈士奇都觉得 他应该要交一点丑睡 否则太影响观瞻了 这两个魔头 一个仗着自己摩登秘术高明 另一个依仗防御强悍 因此冲在最前面 想要将方阳他们阻拦下来 他们都是魔界高层 知道这次魔界的高手 会从真魔界请来上界高手 绝对不会轻易全军覆没 他们觉得 只要自己拖延方阳 他们这些修饰片刻 必然就能为魔界立下大功 见到这两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竟然直接冲上来 方阳他们眼中流露出浓浓的杀意 的确 若是真被他们阻拦了一时片刻 恐怕自己这边 就会陷入极大的危险 出手 绝不留情 方阳立即启动了方阳 显然方阳他们 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这个情况 不过这次出手的 换成了张灵 张灵早已将仙器 斩仙小葫芦拿在手中 此时 葫芦之中的斩仙小飞刀 早在进入魔界的时候 就已经蓄势待发 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只听张灵呼唤了一声 宝贝 你大胆地往前走 因为并非正面斗法 张灵操控的口令 竟然也有所变化 嗖 速度之快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与此同时 帝号天书之中 射出一道光芒 加持在了斩仙飞刀之上 让其威势更胜 当然 这斩仙小飞刀 本来就是张灵炼制的嫌弃 他在操控上 更是驾轻就熟 这次更有众人相助 必然也将更加强悍 只听见 砰 砰 几声 原本想抵挡在方阳他们面前的 几个魔界高手 直接被飞刀斩去了头颅 啊 百灯老魔惨叫一声 他的头颅被打爆 在他四周悬浮的白斩魔灯 竟然完全熄灭 这代表着他的魔灯秘术 只是眨眼间就被破去了 原本在天空中拉风的魔灯 此时一个个演气息鼓 从空中掉落下来 要知道 几乎每一盏魔灯之中 都有他的原神之力 因此 哪怕有一丝原神之力还存在 他就能轻易复活 而且他的魔灯极多 在他的宗门阴魔山的洞府之中 还有几百盏魔灯 然而 他的那些魔灯 似乎也受到了诡异力量的牵引 瞬间全部都灭掉了 百灯老魔引以为傲的魔灯秘术 现在看来 不过是土鸡娃狗 这次他估计要死翘翘了 至于那罗文犀牛老妖婆 死得更惨 直接被劈成两半 他的天魔秘术加持的肉身 此时也已经变成了豆腐渣工程 开始化为碎片 老妖婆恐怕死也没有想到 自己因为为傲的肉身 竟然如同纸糊的一样 而跟着百灯老魔 和罗西老妖婆的 还有数十头大魔和魔兽 他们也是无疑幸免 本来这些魔头 都各自有着重生秘法 就算斩去头颅 也会复活 即便元神被诛杀 只要还有留下的备用魔念 一样可以有重修魔道的机会 然而 今日的情况 却是大不一样 斩仙小飞刀 在使用的那一刹那 已经受到了方阳地号天书的加持 因此 这一飞刀斩出的力量 除了本来的力量之外 还有地气所赋予的规则之力 此时斩仙小飞刀之上 已经散发出极为玄妙的气息 甚至还有一丝 大罗金仙的强悍气息 这地号天书 不愧是地气 只是随意加持了一番 竟然让这斩仙小飞刀的威力 提升了这么多 张灵此时 眼神都有些难以置信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威呢 太可怕了 众多魔戒修士 目睹了这一切 都被震撼住了 不要说百登老魔和罗西老妖婆 就算是跟在他们身后 刚才出手的那群魔修 都是魔戒的一方大能 其中有好几个大成巅峰 然而 魔戒修士 都觉得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幻术 有些老魔甚至咬破舌尖 希望从幻境之中逃离 直到几个呼吸之后 他们才恢复过来 他们也反映过来 这一切并不是幻境 而是对方掌握了恐怖的灭魔手段 其实 斩杀小飞刀 诛杀这些修士之后 就将地号天书赋予的 先帝留下的规则之力 覆盖在山口之上 本来这些魔戒修士的 诡异魔道神通 就能让肉身和元神 再次快速修复 然而 怎么可能 这百灯老魔和罗席老魔 都可是修炼多年的老魔 他们据说已经有了真魔戒的道果 已经是几乎长生不死的老魔 可是 他们的魔源和魔魂 怎么会开始崩碎 一个细心探查的魔族修士 惊呼起来 不好 他们有克制魔族重生手段 被斩中了就会死 是彻彻底底的死 没有复活手段的那种 一个眼尖的修士 立即示警告 魔戒修士 本来性格就相对极端 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更容易情绪失控 他们见到修为堪比 仙人初期的老魔 瞬间就被秒杀 刹那间 围在这里的十几万魔道修士 开始如同蝗虫一样 四散奔逃 一时间 场面混乱异常 有些魔头 开始为打开的空间 通道大打出手 有的开始飞天遁地 就想逃离所谓 仙界修士的追杀 方扬他们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边只出了一招 就让十几万的魔修 开始四散奔逃 不过此时 非常震惊的 还是张灵 他此时都有点怀疑自己 炼制出的斩仙小飞刀了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自己斩杀了 这些魔头之后 他的斩仙小飞刀 有明显的增强 方老板 你的地号天书太牛了 给我的斩仙小飞刀 加持以后 让其品质开始提升 还吞噬了一些魔修的能力 让其品质 进一步提升张灵心喜道 刚才 张灵一飞刀 就斩杀了众多魔头 同时斩仙飞刀 直接将这些魔头的 不少魔源吸收 而且 因为这些魔头 大多都是伤天害理之辈 因此 让张灵获取了 不少功德之力 这魔剑 他们简直就是功德海洋啊 张灵都要哭了 他已经感觉到 一股股功德之力 加持在自己身上了 形成了一股股暖流 不过方阳他们 也没有练战 毕竟后面的追兵 应该很快就要来了 他们立即催动法力 选了一个方向 快速顿走 不过方阳他们 立即运用了隐匿密法 很快阵法的光芒 暗淡下来 他们直接捏碎了 云月仙宗的金服 破开了空间 打开了一个虚空通道 快速消失在了天际 虽然方阳他们逃走了 但是众多魔修 依旧还陷入混乱之中 毕竟他们不确定 方阳他们到底是走了 还是隐秘起来 想要从斩杀魔修中 获取更多的功德 又过了几个呼吸 又有几道光芒 冲出了虚空深渊 而后 越来越多的修士突破避障 来到了魔界 这次不仅有魔界修士 还有不少仙界真仙 当然 他们之所以要等了半天 才冲入魔界 那是因为 魔界有天道之力的监察 只要是真仙修为 就不敢直接暴露 在天道规则之下 因此 他们用了一些手段 隐匿了自己的修为 甚至短时间 把修为压缩到 大乘七到仙人七这境界 因此 他们冲入魔界的时间晚了一些 此时 追杀方阳他们的正道魔道修士 差不多有近千人 其中有着仙人境 和真魔境修为的 有近百人 而还有直接从仙界 魔界接引而来的真仙 真魔一共有二十一人 其中就有裴熙魔和连九霄 以及须陀罗汉这些方阳 他们叫得出名字的真仙和真魔 他们见到魔修修士大乱 就猜到 绝对是方阳他们搞的鬼 不过 他们众多仙魔高手 忽然降临魔界 即便他们已经竭尽所能隐匿修为 但是磅礴的灵力威压 还是让这片魔界荒原 一片天翻地覆 好恐怖的威压 众多不明就里的魔道修士 已经开始发疯一般的逃遁 一个浑身黑衣的老魔 见到这些魔子魔孙如此疯狂逃窜 也觉得自己面子被服了 他随即冷哼一声 哼 这一声蕴含着一股极为磅礴的法力 瞬间不少情绪失控的魔头 被这股法力所针对 瞬间就炸成灰飞 而不少魔道修士 也因为从天而降的恐怖灵力威压 被吓得贪软倒地 十几万魔头 差不多有一半没有在这冷哼声中坚持住 都趴成了一大片 这老魔名为荒谷真魔 他也是魔界修士 从真魔界请来的后台 实力非同小可 他刚刚看似只是冷哼了一声 却蕴含着极为强大的恐怖魔道神通 是 是已经飞升真魔界的荒谷真魔 他曾经是荒谷魔狱的主宰 一些魔头此时见到荒谷老魔出手之后 如同见到偶像一样惊呼起来 他们显然对于这些今年老魔 非常崇拜 那是我们西魔渊的前辈 裴西魔前辈 据说已经进阶真魔多年 又有魔道修士惊呼道 那红衣的是我们血魔界的前辈 震天血魔 那位是大魔罗王的爷爷 至尊罗魔前辈 这位是急到真魔 那位是眷狂真魔 还有鹰鬼真魔 此时 魔道修士已经忘记了逃跑 而是因为见到了多年偶像 而惊呼连连 这些魔头如同过节一样 呼喊着自己偶像的名字 有的干脆用法器法宝 立即制作了简易的灯牌 开始又唱又跳 表达着对这些今年老魔的崇拜之情 若是钱多多在此 见到这样的场景 他估计会鼓动这些今年老魔 直接开一个粉丝 见面会算了 就在老魔们开起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另外一边 来自灵界和仙界的修士 就显得非常尴尬 此时 云天老道 他们请来的师尊九离山的掌虑真仙 面色凝重 显然对于这群魔头非常不齿 至于佛宗的须陀罗汉 也是面露凝重之色 他佛门与魔界修士 一直以来势同水火 若非他自视实力高强 否则也不敢贸然进入魔界的地盘 而那连天见宗的连九霄 因为之前与裴熙魔大战 双方都受了不清的伤 此时他也是面色惨白 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锋芒 他堂堂见仙 此时精神也有些违靡 与众多正道高手站在一起 抱团取暖 而云月仙宗 这次诗音仙子发动秘书 直接从仙界 请来了两个真仙级别的两个道姑 一个名叫朝青思 另外一个叫沐承雪 朝青思一袭黑袍 长发如铺 面如满月 神态清冷 似乎所有人都欠了他二五八万一样 他手持一尺来长的黑色古琴 此物名为悬破雷音 乃是一件上品仙器 至于沐承雪 则是满头白发 眼神始终带着一丝沙意 他所在的四周 都会变得犹如冰窟一般 他拿着一柄玉箫 此物名为天音寒水 上面同样散发出恐怖气息 二人都是真仙中期 他们还能联手发动合机秘书 实力甚至堪比真仙后期 因为他们二人自是修为高深 因此也亦高人胆大 并没有和其他仙界 灵界修士站在一起 而是独立占据一个方向 此时 来自魔界的真魔 一共还有十一人 而来自仙界的真仙 只有十人 不过仙界修士的手段 要比真魔界修士的修为和仙器 都要强不少 如此一来 双方实力都差不多 一时间竟然形成了一种平衡 所以 即便魔界修士 虽然占据了主场 但对于这些仙界高手 也极为忌惮 并不敢肆意妄为 双方非常有默契 都不提旧日恩怨 等到这群魔头 开完粉丝见面会之后 立即飞向了仙界众人 众多真仙显然有些紧张 一个个拿出了衬手的仙器 若是这些老魔敢动手 他们也不介意大战一场 各位仙界道友 莫要误会 一个老魔笑嘻嘻 飞上前来说道 这老魔身材高大 浑身魔气 血气 煞气缠绕 显然是击杀了不少仇敌 才有如此威势 此魔名幻至尊罗魔 他乃是魔界大魔罗王的仙祖 即便飞生真魔界 依旧威望极高 而且 其家传所统御的大魔罗魔狱 依旧是魔界中最为强大的魔狱之一 他一副合适老的样子 加上威望颇高 倒是让仙 魔两道的修士 没有直接引发恶战 诸位仙界道友 你们也应该感应到了 那小子身上 恐怕得了了不得的东西 不但能敲响大道之音 而且似乎有着一丝 大罗金仙的气息加持 随后 魔界修士之中 又一位黑袍真魔上前说道 此人修为极高 号称荒谷真魔 他曾经也在魔界开辟了一个魔狱 称为荒谷魔狱 他实力极高 加上心狠手辣 在魔界的时候 就无人敢招惹 后来飞升真魔界之后 也是一路顺风顺水 如今已经到真线中期 在这群魔头之中 算是实力排名前三之人 要知道 魔道修士功法奇特而极端 几乎能以极大的优势 碾压同阶 甚至硬刚更高阶的敌人 因此无人敢小看 荒谷真魔 显然是为了提醒众人 这次的利益将会非常大 希望仙界修士 暂时放下成剑 暗中计较着此事的利弊得失 一时间双方陷入了沉寂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女生打破了沉默 不错 这几个人族的小修士 竟然还和妖族修士 沆瀣一气 简直就是人族的败类 我等对而诛之 出言的 正是仙界云月仙宗的朝青司 他面色阴寒 带着冷笑着说道 此言一出 众多仙界修士 面色微微一变 虽然他们都想得到宝物 但是现在宝物 乃是灵界的人族修士所得到 勾结妖族的败类 如此指鹿为马 厚颜无耻的话 让众多仙界修士 皱起眉头 那样的宝贝 根本不是他们这些 低阶生命可以得到的 沐承雪也趾高气扬地说道 显然 他们为了得到宝物 已经不择手段 眼中尽是鄙夷 仙界众人那疑惑 甚至鄙夷的眼神 望向云月仙宗众人 是因仙子面色发红低下了头 而朝青司和沐承雪 却脸皮厚如城墙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们二人不屑与其他修士在一起 而是独自霸占了一个方向 听了他们这二人之言 其他真仙界来的修士 不由的面色都有了一些变化 按道理说 同是仙界来的修士 自然应该抱团 但是这两女的态度 和所作所为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不错 两位仙子说得好 魔界的至尊罗魔 随即附和道 天才地宝 当以实力强大之人得知 这才是天道规律 我们不如先联手 先抓到这些 接修士 之后 我们在公公平平地 来争夺本该属于 我们的上古至宝如何 至尊罗魔笑着说道 这时众人才知道 他们在打什么小算盘 毕竟 这次从真仙界 和真魔界来的修士 足足有21人 但是方阳他们身上 可能引得注意的宝物 最多不会超过一两件 因此就出现了 僧多周少的情况 之前裴希魔 和连九霄大战的情况 众人都已经看到了 虽然二人修为 都非常高明 但是狠狠大战一场之后 不过是两败俱伤 最后谁都没有讨到好处 因此 众多真仙 真魔 不由得也要以此为戒 想要寻找更好的合作方式 有了不要面皮的 赵青司和慕成雪 穿真影线 加上几个老魔 都有强烈的合作意愿 双方的矛盾 暂时被压住 更重要的是 双方心里都非常清楚 能够拨动大道之音的宝物 和大罗精仙加持的地气 是多么的珍贵 虽然真仙界来的众人 有些迟疑 但是在赵青司 和慕成雪二人的联手促成之下 加上巨大的利益牵引 仙魔两道 已经开始谈起合作 这些修士 估计精通隐秘密法 他们进入魔界之后 虽然击杀了几个 实力强悍的魔修 但是很快就破空而走 没有了半点气息 荒谷真魔 有些懊恼道 这些老魔之所以开了粉丝 见面会 是因为他们在等待 等待几个精通追踪的老魔 寻找他们 他们逃顿的方向 然而他们多方寻找 竟然连方阳他们的影子 也没有探查到 此时 双方一合计 随即开始合谋起来 我们这边集到真魔 有一个成名的秘书 叫做集到测天术 能够测算因果 荒谷真魔随即笑道 而且 死法在魔界 使用效果能翻倍 不过布阵有些麻烦 因此我们用不了多久 就能算出他们逃亡的方向 朝青司也冷冷笑道 我们云越先宗 精通空间秘书 能够快速建立空间通道 只要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施展金服秘书 打通前往他们所在之处的空间通道 若是我们联手 应该问题不大 牧承雪也附和道 见到朝青司和牧承雪 与这些魔头相谈甚欢 真仙界的众人 不由的面色有些尴尬 但是此时 他们心中都被贪欲所蒙蔽 都想着能够笑到最后 成为执掌操控大道之音的宝物 和先帝遗物的掌控者 正是由于心中贪欲的趋势 众人对于仙魔二界的合作 已经并没有太多的排斥 随即双方商定了一番如何行事 而后集到真魔 立即开始摆下大阵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 没有说明的是 此大阵能测算天机不假 但是却需要血迹不少 修为不错的生灵才能做到 而刚才这些老魔头的粉丝 则成了最好的祭品 仙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这些老魔之所以 那么好兴趣与粉丝见面 就是为了留下他们 好布置血迹大阵 如此一来 刚刚还欢呼雀跃的魔道修士 此时已经被魔道法术所前置 丢入阵法 当成了血迹的祭品 可以说 这几个心狠手辣的老魔头 这也算是做到了 杀了几个粉丝几天 之后 一股股血气 在六角星芒所绘制的 大阵之上不断旋转 一道道魔念开始快速延展 似乎很快就能将 整个魔界覆盖一样 可以说 在如此魔道秘法的搜索之下 就算方阳他们缩小为一个尘埃 都能被探查出来 然而 片刻之后 集到真魔脸上露出惊骇之色 怎么可能 我的集到秘书竟然失效了 我已经血迹了999个魔头 也无法测算 他们在魔界的因果 集到真魔 此时心中充满了愤怒 但却又无处发现 他本以为在魔界地盘 施展自己的成名绝技 不但能彰显魔道修士的神通 更能震慑一下仙界高手 然而 没想到的是事与愿违 为他捣过了半天 竟然一点效果都没有 随即 他们又抓了一些粉丝继续忌天 然而依旧是一无所获 这 太奇怪 怎么可能 让我一点都抓不到奇迹 难道他们已经脱离了魔界 去到了其他地方 急到真魔面色越来越凝重 然而那些仙界来的修士脸上 也不由得流露出一丝鄙夷之色 他们本来就很厌恶与魔界修士合作 看到魔界修士这么拉垮 一个个眼神都蕴含着浓浓的嘲讽 就连力主仙魔合作的 朝青丝和慕成雪都脸色铁青 其实 方阳他们早就有所应对 众人先进入了吞天葫芦之中 钱多多的分身 再用出了虚空蜗牛 让众人躲入其中 随后 方阳带着虚空蜗牛 顿入青园仙府 此时 外界只剩下了哈士奇脖子上挂着一个葫芦 在漆黑的魔界四处顿形 搞笑的时候 哈士奇的身边 还跟着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傀儡 正是血连老魔 终于回来了 哈士奇眼中带着一阵睿智的光芒 此时 他快速运转魔道功法 一层层黑气将它包裹起来 让他在充满魔气独障的魔界如履平地 速度越来越快 而那傀儡之体的血连魔尊 此时也施展出自己成名的血顿之术 紧紧跟着哈士奇 他们两个魔头 如今已经都有了合体后期修为 再魔界也算是实力不弱的老魔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一处魔界修士的大城 哈士奇他原本就是魔界修士 嗜哭魔尊 如今他再次回到魔界 却心中感慨万千 想不到 这辈子 还能再次回到魔界故土 哈士奇不由得心中感怀 养着天就开始呜啊呜 地叫了起来 你这条死狗别叫了 你就不怕招来仇家吗 血连魔尊比一道 你懂个屁 哈士奇一脸得意地说道 方老板那是什么人物 他能做出 让我在魔界穿行的决定 那就绝对不会被发现 显然哈士奇如今对方杨 已经开始有些盲目崇拜 方老板他们 如今躲藏在吞天葫芦之中 而吞天葫芦又受到了地气的加持 因此隔绝天地法则 而我们这些人 本来就是魔界修士 无论他们怎么测算 也无法算到其中的因果 哈士奇对于他们 能否摆脱真仙真魔的追查 很是自信 原来如此 血连魔尊 也不由得连连点头 显然那些真魔 如果想测算方杨他们所在的位置 肯定是要从闯入魔界的人 到底在哪里这个方向来下手 然而 方杨他们 完全就躲进了层层静止之中 已经开始休养 因此根本就探查不到 至于哈士奇也好 血连魔尊也罢 他们本来就是魔界中人 根本就不会受到 这里法则之力的排斥 自然也不会引起任何的因果反应 如此一来 方杨他们就可以 有了暂时的安眠 方杨他们 看似是被逼无奈在夺命狂奔 然而却步步为营 避开了这些仙魔的追踪手段 这让这些仙界修士 和魔界修士 一阵错愕 其实 那是因为方杨身边 还有五行童子 他们也经常测算别人 当然知道 预测天机其中关键 所以早就开始规避这些问题 比如 此时在哈士奇脖子上 带着的缩小的吞天葫芦 葫芦底部 还贴着一片五行果树的树叶 此物乃是五行童子 以本体树叶炼制的宝物 有着隐藏天机的妙用 更不要说 方杨他们用地气隐匿 同时更用仙府屏蔽规则之力 如此一来 想要测算方杨他们行踪 除非荆仙下凡才行 可以说 方杨他们是找到了 测算秘法中的bug 然后全力卡住这个bug 因此才能在魔界之中 逍遥自在 很快 哈士奇和雪莲魔尊 就来到了一座魔城 这座魔城 位于魔界荒域的边缘 名为荒谷魔城 此城乃是魔界建立最久的大城 乃是数万年前 荒谷真魔所建立的据点 方杨他们之所以选择这里 那是因为 这次荒谷真魔也降临魔界 这里也会受到保护 自然也最安全 若是躲藏到其他魔城 搞不好会被这些老魔 来得涂成泄计 而荒谷真魔 为了维护自己的传承道统 还有面子 也会守护好这里 这些仙魔降临而来 估计也待不了几十年 只要这段时间过了 以方老板如今的实力 在魔界 那还不横着走 哈士奇心中 对于方杨很是崇拜 而如今 哈士奇和血连老魔 已经都是合体修士 已经算是一方强者 守城的魔道修士 自然不敢招惹他们两个 为他们办理了身份预检之后 就恭恭敬敬地 将他们放入了城中 当然 方杨他们选择魔界 也想着打算顺手解决 这边的几个仇家 当初魔界血魔狱的血魔罗王 曾经占据过 黄罗王朝太子罗如斌的身体 血魔罗王还操控罗如斌 建立了黑霜之塔 想要血迹灵星域的众多皇族 并对方杨他们不利 甚至这血魔罗王 还想将方杨的妻子 沐青青怀中的胎儿下手 想抽取其中精血 炼制出开启 魏央仙岛的四项先公遗址的钥匙 当年方杨心中就下了决断 一定要来诛杀此魔 而后 还有魔界的黑玉魔尊 他借用弗郎圣祖的魔石 降临元神分身 在魏央仙岛上 想对方杨不利 还好当时灵界鼠山派的齐金禅 留下了后手 让自己的元神分身也下劲而来 双方形成联手 否则方杨这次恐怕也会生死到消 自此 方杨也将黑玉魔尊 作为了避除之而后快的仇敌 如此一来 方杨将这次魔界之行 也当成了清算薪酬旧账的一次远行 不过现在 众人需要的是时间 因为连日来在虚空深渊疯狂逃顿 即便方杨有仙果 仙业 但是众多修士 也因为耗损太多 一个个都受伤不清 特别是河东 他连续几次敲响了鱼骨 虽说搞出大道之音非常拉风 让三界震动 但是对他的损耗也极大 因此 他也不得不闭关修炼 补充自己的元气 而在外界的荒谷魔城 哈士奇和血连魔尊就租了一个洞府 然后就在其中开始闭关修炼 荒谷魔城乃是魔界的一个大城 有众多散修魔修聚集于此 像他们这样的苦修魔道修士 也比比皆是 即便他们常年闭关 也不会引起外人的注意 而此时 芳阳则开始传承 和仙悟帝好天书之中的内容 可以说 芳阳如今的修为 也是突飞猛进 而且 随着芳阳仙悟帝好天书 他的窃天秘术 也是进步神速 如今 他已经点亮了30个窃天御版 只剩下最后6个御版 没有被点亮 估计这是因为天帝法则的限制 恐怕需要他飞升仙界才行 不过即便如此 芳阳窃取天机的神通 也是突飞猛进 似乎在他眼中 天地万物都是规则在运行 而欲用窃天秘术 就能发现其内在运行机制 无论是修炼还是斗法 他一出手 就能占据天机 从而获取难以置信的优势 十年时间 匆匆而过 这十年之中 哈士奇和血连老魔 老老实实在荒谷魔城修炼 因为他们心中非常清楚 时间站在他们这边 只要他们拖得越久 那些真仙真魔 就会越发受到天地规则的限制 最后他们就会不得不飞升仙界 或者魔界 否则长时间隐匿在下界 必然会受到法则之力的反噬 然而就在哈士奇 稳如老狗的修炼之时 他忽然觉得一阵心惊肉跳 怎么了 难道我的身份暴露了 哈士奇不由的心中一阵疑惑 哈士奇还惊奇地发现 贴在吞天葫芦底部的 那片五行果树的树叶 竟然开始发烫 这 意思是 我有危险 哈士奇常常地 下巴都要掉地上了 要知道 那树叶乃是五行童子 用秘法炼制的本体树叶 还是保命之物 如果这片叶子发烫 就能算是一种预警 意味着哈士奇 现在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怎么可能 这十年来我老老实实躲在这里修炼 怎么可能得罪外人 哈士奇不由得有些目瞪狗呆 他随即将自己发生的情况 通过神念 转告给了在吞天葫芦之中的芳阳等人 众人都非常重视 毕竟面对这么多真仙 真魔 若是稍有差池 必然会魂飞魄散 永不超生 甚至五行童子立即起挂测算 最后得到的消息 是一个与人为善 老是修炼的哈士奇啊 哪里来的就愁 哈士奇一脸无辜 赤库 估计是你离开魔界之前惹的祸吧 血连魔尊一脸比一 怎么可能 我离开魔界已经几千年了 忽然哈士奇的眼中 散发出睿智的光芒 难道是他 糟糕了 因为过了几千年 我以为这个老家伙 恐怕不是飞升 就是陨落了 哈士奇不由得捂住了自己 长长的狗嘴说道 如果真的是他 那就麻烦了 咋了 赤库 你是想到了什么了 血连魔尊一脸迷糊 我可能真的得罪过一个大能 哈士奇一脸苦涩 血连老魔 我们快走 哈士奇面色凝重起来 赤库老魔 你到底得罪谁了 竟然这么慌张 血连魔尊很是疑惑 来不及解释了 我们快走 平时嘴巴很贱的哈士奇 此时说话变得有些慌张起来 要不你也躲进吞天葫芦吧 由我来带你离开 血连魔尊说道 二哈也不客气 化为一道魔光 进入了吞天葫芦 很快 血连魔尊就带上了那个吞天葫芦 来到了传送阵 因为血连魔尊乃是血魔界之人 他浑身散发魔气和血腥之气 根本就不会惹人怀疑 然而 他搅了大量魔精之后 传送阵法启动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原地 此时 哈士奇来到了吞天葫芦之中 随后被钱多多接引 进入了虚空蜗牛之中 然后方杨再次将他接引到了青园仙府之中 赤库 你平时不显山不漏水 想不到你还背着大因果啊 钱多多地分身笑嘻嘻地说道 哈士奇此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想要开口 却又欲言又止 究竟是什么问题 说出来听听 方杨也有些好奇地问道 哈士奇这才缓缓解释道 数千年前我在魔狱修炼的时候 曾经遭遇过上古魔神 九幽天魔的信徒 九幽天魔 众人都没有听过这个老魔 哈士奇顿了顿继续道 这个魔头早已飞升真魔界 据说已经成为了大魔君 那可是堪比仙界惊仙的存在 但是他的信徒 一直在魔界秘密为他建立九幽魔殿 对他极度膜拜 更可怕的是 他们每过万年就会出示一次 猎杀9999个魔界各族的星宿 在九幽魔殿实施血迹 据说是要炼制一颗奇特的血珠 每一万年就要猎杀这么多 此言一出 方杨他们不由的心底一寒 他不由的猜测 恐怕这是魔界的一些上古老魔头 以凶残手段展开的一场大布局 想到这里 方杨面色有些凝重起来 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一旁的钱多多分身问道 当年我虽然修为 不过是炼虚巅峰 接近合体七 因为天资还算可以 因此机缘巧合 也成了他们的目标 哈士奇缓缓说道 当时这些九幽 殿的使者大部分都是合体修士 还有几个大成七的老怪 虽然我也算一代魔界才俊 却也无力回天 被侵入了九幽魔殿 当时已经有数千魔界的青年才俊 被抓入那里 不断有人被血迹 哈士奇谈及当时的场景 似乎依旧心有余悸 敌人如此强大 你竟然能逃出来 方扬问道 当年也算是侥幸 因为也恰逢灵界和魔界交汇 虚空深渊出现 这次估计仙界修士 知道了九幽天魔的密谋 因此 有一批仙界高手潜入魔界 攻击了九幽魔殿 我也是这才逃脱的 可是 为什么九幽天魔的人 会把你作为死敌呢 钱多多也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 毕竟 他就算逃走 也最多是逃走的猎物 不至于让九幽天魔 将他作为仇人 嘿嘿 哈士奇难得地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说道 当时我年少轻狂 被他们如此侮辱 自然不甘心 因此我趁着仙界修士入侵的时候 直接潜入内部 将那颗他们辛辛苦苦炼制的血珠给砸了 我也没有想到 自己因为一时泄愤 捅了马蜂窝 哈士奇用爪子揉了揉长长的狗嘴探道 而后 他们开始对我追杀 我走投无路 直接往虚空深渊逃顿 想要逃往灵界 哈士奇缓缓说道 后来 历经了几次生死之劫 恰好打开了虚空通道 才让我侥幸逃往了凡间 不过我的肉身 却在这次追杀中回去了 哈士奇谈及年少时的丰功伟绩 脸上也不由得露出得意之色 血迹这么多人的血珠 就被你给砸了 钱多多不由得面露惊恶 我比较精通阵法 直接攻击了内部阵法枢纽 迫使阵法运转崩溃爆炸 算来也是我给砸的 哈士奇摇动的大尾巴 一脸自豪 竟然被阵法自爆波及 血珠就毁了 为啥这颗血珠会这么弱 芳阳面露疑惑之色 或许这血珠 不是刻意炼制 用来御敌的魔器 据说炼制这血珠 乃是真魔界的九幽天魔的命令 当时有人猜测 老魔炼制这血珠 是为了截取气韵 哈士奇缓缓道 在破坏阵法枢纽的时候 我也的确得到了 一些关于气韵的粗浅功法 原来你是在这里得到气韵秘法的 芳阳忽然笑道 怪不得你去了凡间 为了恢复实力 就跑到我的天阳圣君庙 去干坏事 当年的哈士奇 还是堂堂赤库魔尊 他当初隐藏在了 天阳神军殿芳阳的神像里面 窃取芳阳的气韵 要知道 芳阳可是阳国的护国大神 受到了极多的香火供奉 这才让没有肉身的 赤库魔尊的一缕魔魂 给惦记上了 他于是附身在芳阳的金身上 想要吸取阳国的气韵 甚至想要控制芳阳的弟弟方墓 不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芳阳修炼窃天秘书 乃是窃取气韵的老专家 他这样也算是在太岁头上蹦迪了 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芳阳以窃天秘书 不但将自己的气韵夺回来了 更反而将赤库魔尊的气韵给窃取了 从此之后 赤库魔尊那是喝口水都塞牙缝 在深山中倒霉了几百年 后来不得已 夺射了一只哈士奇 从一个堂堂魔尊 变成了一直得了身井病的二哈 好在后来他跟随了芳阳 气韵才恢复了一些 没有以前那么倒霉了 哈哈 想不到你这家伙 还有这么精彩的过往 怪不得九幽天魔 会把你当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敌了 钱多多笑道 一旁的五行童子 面色越来越凝重起来 他缓缓说道 估计当年打破那血珠的时候 必然就沾染了一些血珠之中封印的气韵 因此才会被九幽天魔的门人找到 五行童子精于测算 很快就猜测到了其中的端倪 甚至想不到 已经过了这么几千年了 他们还不放过我 哈士奇此时也心有余悸 时间过了太久 而且他也已经从一个大魔头 变成一条哈士奇了 没想九幽天魔的人 还能通过当初血珠的气息找到他 是哭 你恐怕是破坏了这九幽老魔多年的布局 方阳如今也能隐隐猜测到 那九幽天魔 应该为了炼制那血珠 谋划了数万年 他对你的恨意应该不可想象 方老板 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五行童子忽然想到了什么说道 什么可能 哈士奇不解地问道 你觉得九幽天魔这样的老怪 很闲吗 五行童子忽然问道 哈士奇不由地用狗爪子 挠了挠尖尖的耳朵 仇恨不会持续那么多年 毕竟这些魔头实力高强 重要的事情多的是 为了一点仇恨 就追着这二哈不放 不符合魔头的利益 五行童子顿了顿说道 最有可能的是破坏血珠之后 嗜哭因此暗中承袭了血珠之中的气韵 五行童子缓缓道 承袭了气韵 我 哈士奇那睿智的眼神瞪得大大的 一脸呆萌 有可能 方扬点了点头说道 当初他占我的神庙 窃取气韵 被我用窃天秘书 反倒将他本身的气韵窃取 一般人估计早就出门摔死 走路被流星砸死 喝水被呛死 他能活下来 估计也是受到了气韵的庇佑 哈士奇瞪着大大的狗眼 吞了吞口水 一副震惊哈的表情 那是不是可以说 我是一条聚集了魔界万年气韵的气韵哈 哈士奇一脸认真 嗨嗨 五行童子见哈士奇有些飘飘然 随即轻咳一声 然后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如果你是气韵哈 可不是什么好事 为什么不是好事啊 二哈有些不服气 昂着狗嘴说道 如果你是气韵哈 那老魔 估计就真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你 然后抽魂炼破 把你的气韵挤压出来 重新炼制成一颗气韵血珠 五行童子双手一摊 一脸无奈地说道 哈士奇一听此言 立即炸毛了 浑身黑毛白毛全部竖起 长长的狗嘴张得大大的 下巴都差点掉到了地上了 不 不会吧 这些不择手段的老魔 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想到那九幽天魔的手段 他不由得吓得瑟瑟发抖 方扬也眉头紧皱地说道 你身上带有那血珠的气韵 因此能被探查到 完了 完了 哈士奇面露绝望之色 以前我总觉得 方老板最能搞事情 来不来就得罪针线 现在想来 小丑尽是我自己 哈士奇当初从九幽魔殿之中 找到了一些魔族上古典籍 从中了解到了不少九幽天魔的事迹 据说这老魔 乃是魔头中的魔头 大能中的大能 据说九幽天魔数十万年前 就在魔界称王称霸 而且飞升到真魔界之后 也是顺风顺水 修为一直青云直上 而后成为了大魔君 那可是堪比金仙的强大存在 你也不用太担心 方扬笑道 天地法则之力 对于金仙的约束还是很强的 因此 他们即便有规避天道的秘书 但是最多以神魂秘法 降临一丝本源之力 方扬他们 当初可是对付过黑水仙军的分身 因此 对于金仙七的仙军强者 那强悍的场面 一直震撼着方扬他们 也给他们造成了 金仙很好对付的假象 我估计那血珠牵扯了极大的因果 如果我是那九幽天魔 估计也会学黑水仙军一样 运用秘法屏蔽天机 然后降下一缕魔念本源 等找到了赤库魔尊 然后再下杀手 五行童子结合现在的情况分析道 五行童子如今修为越来越精深 对于天道感悟也越来越强 因此 他甚至不用补算的情况下 也已经能推测到不少细节 唉 真没想到 本来想帮助大家脱困 却没想到 又给大家惹来了麻烦 哈士奇一脸歉意地说道 没事的 兵来降党 水来土眼 钱多多用肥瘦的爪子 拍了拍狗头 一脸过来人的样子安慰道 方扬也笑着安慰道 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们就尽量避免再出问题 尽量小心谨慎就好 在方扬看来 如果实在不行 干脆就让所有人都进入清源仙府 在里面修行了几千年上万年 估计就能避开此祸 当然 这也是他万般无奈之后的最后方案 他可不想在飞升仙界之前 就暴露自己仙府的秘密 此时 按照方扬的计划 此时血连魔尊 开始快速逃往魔界 一个非常混乱且特殊的地方 黑玉 此地乃是魔界的一个玄妙之地 这里规则之力充斥着混乱 不容易被人推测出天机 而黑玉魔尊 掌控魔界黑玉 敢于接纳各个卫免的修饰 来黑玉接受庇护 而且 此魔精通原神分身 在各个卫免获取情报 因此 魔界黑玉有着强悍的后台 因此 多方考虑之下 方扬让血连魔尊先逃到这里避惑一番 毕竟血连魔尊当初也是魔界修士 懂得如何在魔界生存的规矩 加上他谨小甚微 而且实力也不弱 因此 倒也一路平安 然而 就在血连魔尊 他们离开荒谷魔城几个时辰之后 一变抖声 一股股诡异的气息 开始笼罩着荒谷魔城 众多魔修 魔兽一个个心中 生出了难以言表的恐惧之感 好强大的气息啊 怎么回事 难道是 某个大能要降临此地了吗 一个年轻魔修 有些疑惑道 越来越多的荒谷魔城的修士 开始仰望天空 一个个心中 涌起崇拜之情 想看看 是哪位大能 即将降临此地 有可能 不久前 灵界就和魔界交汇 续空深渊里 来了不少大人物 一个年长的 炼须巅峰老魔 侃侃而谈 只是因为修为低微 我没能去瞻仰这些大人物降临 这老魔恐怕还不知道 他这次算是逃过了 被人血迹的一解 据说建立着魔城的 荒谷真魔前辈 也降临了魔界 另外一个魔修 心中激动道 可是 可是我怎么感觉 这股天上的气息 有些诡异 年轻修士 隐隐说出了自己的不安 小子 不要乱讲话 什么是气息诡异 这是前辈真魔的神圣气息 一个五大三粗 浑身呈现青涩的魔修 立即对刚才说话的 年轻修士发怒道 就是 有可能是我们机缘道了 另外一个脸上 禁食肉流的修士 狂热地说道 或许是荒谷真魔前辈来了 那可是真魔啊 能让仙界真现 都闻风丧胆的大呢 越来越多的魔修 望着天空露出了崇敬之色 这时候 越来越强大的气息 从天空之中微压下来 众多魔修或是兴奋 或是恐惧 一个个都摒弃名神 看向了天空 嗡 天空之中传来了一声闷响 随后 斯拉一声 仿佛天幕都被撕破了一般 磅礴的魔气 让众多荒谷魔城的修士 都感觉到 心口压了一座大山一般 好强的魔道气息 是真魔前辈降临了吗 这些魔族修士 又开始嗨起来了 几乎是立刻化身成了 迎接明星的粉丝团 他们各自高呼 自己崇敬的真魔老怪的名号 希望能被垂青 从而获得机缘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 之前迎接真魔的粉丝团 都被血迹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么狂热 忽然 天空中空间规则 开始剧烈波动 很快出现一道黑色裂缝 黑色裂缝打开之后 竟然是一个绵延数百里的 巨大的魔眼 这个魔眼争鸣恐怖 巨大的瞳孔中 呈现出诡异的花纹 修为不高的修士 只是看一眼这些纹路 就会原神震战 散发出的磅礴的魔气 让荒谷魔城如坠冰窖 这魔眼非常诡异 死死盯住荒谷魔城 充满着愤怒与杀意 魔城之中 刚才还在无脑跪舔的魔族修士 也能清晰地感应到这股杀意 被吓得屁滚尿流 好 好强的杀意 我感觉自己 都要被这刀目光给宰了 怎么回事 竟然有杀意 难道有人得罪了真魔前辈 前辈是来复仇的 这些不明就里的修士开始慌了 他们想要四散奔逃 却又害怕自己的行动 反而激怒对方 因此选择立即向天空下拜求饶 甚至有一些实力高强的 荒谷魔城的镇守修士 直接飞上来磕头 他们对着天空磕头如捣蒜 然后直接搬出了 荒谷真魔的名号 前辈 这里是魔界十大魔城之一的荒谷魔城 乃是万年之前的大能荒谷真魔 前辈所见的 荒谷真魔前辈实力高强 大兴我魔族 这几个镇守修士 都是大成七修士 再魔界也算是不弱的高手 但是他们感觉自己 在那巨大的魔眼面前 竟然如同小蚂一样 然而这魔眼 根本就没有去管这些修士 而是放射出一道红色光芒 开始扫描荒谷魔城 而城中众多魔修 在这红光扫描之下 都有一种原神都被看穿的感觉 不由得心中无比骇然 好可怕的目光 很多魔修都不敢再看 而是静静等待目光的扫视 让人也有不信邪的老怪 想用原神探查那巨大魔眼 然而瞬间就生死到消 随着目光的扫视 一个躲藏在荒谷魔城地脉 身处的一个隐士老魔 也是心惊肉跳 怎么可能 这里的隐士大阵 乃是按照荒谷老爷的密法布置的 就算针线都不能轻易看破 外面的究竟是什么怪物 此人就是荒谷真魔 安排守护荒谷魔城的后手 此人乃是一头魔恶老龟 寿命极为悠长 经过多年修炼 以及真魔大阵的守护 他如今修为距离魔界真魔 也只有一线之差 他因为修为太高 只要离开阵法 就会被天地法则感应 因此 只能按照当年荒谷真魔的要求 躲藏在地底大阵之中 数千年都不曾离开 这样估计的日子 一般人肯定会抓狂 偏偏这老龟性子极为坚韧 倒也老实本分 一直留守在此地 此时 外面的那巨大魔眼 以恐怖威能 瞬间就将荒谷魔城 里里外外搜了一个底朝天 然而却一无所获 只是在芳阳他们 曾经停留的洞府里面 捕捉到了一丝微弱的气息 而后这股气息 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发现这一切后 巨大魔眼似乎极为愤怒 开始不断震战 以至于整个荒谷仙城 也受到了感应 也跟着不断震动起来 众多魔修开始连连求饶 就连躲藏在真魔大阵中的 那头老魔恶龟 也开始传音讨饶 然而 他们的求饶 仿佛让那魔眼 觉得非常过早 嗡 霍霍 随着一阵低沉之声 随后魔眼之中 就喷出了如同山月一般 大小的黑色的魔眼 巨大的魔眼云团 黑压压地从天而降 直接将方圆数千里的 荒谷魔城笼罩起来 这黑色火焰极为强大 荒谷魔城那号称真魔 传授的护城大阵 在黑色的魔 焰面前只坚持了几个呼吸 就消弥殆尽 至于刚刚冲出去求饶的修饰 早已在黑焰之中化为灰烬 魂飞魄散 好恐怖的魔眼 那老魔要杀我们所有的人 逃啊 快逃 这里的魔修开始疯狂嘶吼 可是 他们又能往哪里逃 荒谷魔城 早已被魔眼完全包裹起来 此时刚刚还不断出言跪舔的修饰 此时才知道自己有多傻 若是他们刚刚发现危险的时候 立即去传送阵要求离开 或许还有那么一丝生机 魔城之中的众多魔修 快速被卷入黑焰之中 被炼成一团红色的精纯血气能量 漂浮在空中 显得极为诡异 随着越来越多的魔修被炼化 那血色红球越来越大 恐怖和死亡的气息 弥漫在了整个荒谷魔城之上 黑色的魔眼在荒谷魔城之中肆虐 恐怖的气息笼罩着方圆数千里 此时此刻 这里就是痛苦与死亡的地狱 前辈 饶命啊 救命啊 惨豪的声音在荒谷魔城之中到处响起 随着越来越多的魔修被那魔眼所裂取 而后化为血气融入血红色的大球之中 血色大球之中呈现出诡异的纹路 照耀整个魔城更增添了一层恐怖 估计用不了多久 整个荒谷魔城都会直接被这魔眼给血迹了 就在此时 一股磅礴的力量从地底冲了出来 一个巨大的魔厄老规的虚影冲销而起 魔厄老规刚刚不断传音求饶 但是依旧没有受到任何回应 他已然知道 对方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已经决定屠城 因此他没有了任何退路 打算拼一把 当初魔厄老规与荒谷真魔曾经签订了魔器 就是要守护荒谷魔城 若是城破 他一样也会死 因此 他选择了一战 巨大的魔厄老规 虚影将自己的龟壳作为盾牌 配合强大的魔道神通 试图抵挡黑色的魔焰 与此同时 他还发动地底之中最后的阵法 魔厄之中打开了一道小小的窝口 找死 显然那魔厌也没有想到 这个魔厄老规拼命的时候 竟然能在魔界爆发出接近真魔的力量 不过 随后魔厌之中气势陡增 一股黑色的魔焰如同一道雷电 直接轰击在魔厄老规的背上 庞大的力量 让龟壳的防御寸寸军裂 魔厌快速入侵了他的肉身 啊 魔厄老规发出了一声声淒厉的惨叫 然而 魔厄老规硬是以肉身硬抗着魔厌 然后将那几个年轻人 送出了危在旦夕的荒谷魔城 一些残存的魔修这才发现 那些被送出去的 乃是荒谷真魔的直系传人 是荒谷真魔留下的后手 可是他只守护自己的后人 我们 这些修士话还没有说话 就一样被黑焰所吞没 炼制成了气血 而后体型庞大的魔厄老规 也在黑焰之中化为灰烬 没有过多久 有着数百万生灵的荒谷魔城 就全部被黑焰吞噬得干干净净 就在此时 远在一处魔界四处探查的荒谷真魔 瞬间就感到了不对劲 糟糕 我的魔城 还有我属下的魔厄老规 荒谷老魔面色大变 不过他表面上保持着镇定之色 然后对云月先宗的朝青司 和牧承雪说道 更具我在魔界留下的眼线 说在我建立的荒谷魔城 可能有他们的踪影 如此甚好 朝青司和牧承雪 两位真仙女修大喜随即说道 以我们的金服秘术能破开空间 只要你将魔界方位告诉我们 以我们真仙修为 应该能转眼就到 他们二人显然对自己的金服秘法 很是自信 希望如此 荒谷真魔用蛮不相信的声音说道 见到荒谷真魔那充满质疑的样子 这两个女真仙有些恼怒 施展金服神通的速度也快了几分 其实 荒谷真魔也算是个老奸巨华的大魔头了 若是他说自己遇到难题 需要众人的帮助 估计众人会丝毫不理会他 而他直接说自己找到了线索 仙魔两道的修饰 反而会尽全力帮助他 快速前往荒谷魔城 而且他还使用激将法 让两个女真仙加快了施法 可以说 荒谷老魔只用了一个谎言 和一个质疑 就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朝青司和慕成雪联手之后 他们手中的仙气级别的金色浮露 快速搭建了一个虚空通道 随后 荒谷老魔立即带着众多仙界和真魔界的修饰 穿越空间 快速来到了荒谷魔城附近 然而 当他们到达之力的时候 彻底被震惊了 即便老魔深算的荒谷老魔 此时也有些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毁了 我建立万年的魔城毁了 荒谷真魔 有些歇斯底里的惨豪 他自己苦心经营的荒谷魔城 已经消弥殆尽 而四周气息的魔艳中 竟然散发出九幽天魔的气息 天空之中 悬浮着一个巨大的血球 妖异而恐怖 这个恐怖的场景 让跟着来的仙魔修饰 多不由的面色极为凝重 荒谷老魔 你什么意思 线索呢 朝青司有些不满道 你别想独吞宝卧 否则我们姐妹 可以快速娶你狗命 牧城学也怒道 不过这些仙界修士 隐隐已经感觉到了不安 不过他们以为是 深入魔界之后 产生的一种不适感 而此时 剑仙连九霄的随身配剑 开始一阵阵战 这显然是一种预警 表示他已经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而后 九离山的掌虑真仙 随身仙界诏书 也感应到了恐怖气息 开始有些异常 至于徐陀罗汉 此时已经有些冷汗淋漓 因为他修炼佛门功法 与魔界气息 本来就非常不对付 此时更是有一种 心神失守之感 朝清司和牧城雪 这才后知后觉 发现了异常 他们此时也没有了 刚才的架子 而是主动退守到了 众多仙界修士这边 同时打算以金服 开启空间通道 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至于魔界修士那边 他们更是战战兢兢起来 荒谷老魔 你 你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了 急到真魔后道 因为也懂得预测 此时他的灵觉紧召大圣 怎么可能 这里竟然有这样的气息 裴希魔此时 也已经被吓得结结巴巴起来 竟然是真魔界 魔君的气息 怎么可能 真魔界的强者 怎么可能来到这里 至尊罗魔 此时心中极为恐惧 天地法则对金仙和大魔君 都有强大的约束力量 我们这些真仙和真魔 还可以用传承秘术 配合一些罕见宝物 降临到零件 至于金仙和大魔君 根本不可能下界 卷框真魔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说道 如果下界的不是金仙本体 只是他的金仙本源之力 和一些部分身体呢 鹰鬼真魔 此时战战兢兢 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随即众多仙魔 开始抬头向高空望去 这才见到了 那无比巨大的魔眼 见到那带着嘲讽之色的巨大魔眼 众多仙魔修士 心神俱阵 显然 此时无论仙魔 都快吓尿了 好可怕的魔道气息 我感觉 魔眼已经将我们锁定了 如此魔头 恐怕非同小可 难道我们落入了荒谷的陷阱 与魔修相比 众多仙界修士 心中更加惊惧 荒谷老魔 竟然敢骗我们来这里 朝青司怒道 太可恶了 荒谷老魔 平道 与你不死不休 掌律真仙怒道 此时 云月仙宗的朝青司 和慕成雪 想要建立虚空通道 却发现 这里的空间 已经被那魔眼给锁死了 他们的金服 在虚空之中不断闪耀 但是始终无法打破空间避障 根本就不能形成逃跑的通道 这老魔实力极高 他能以魔眼洞虚事件 恐怕此魔就是传说中的九幽天魔 朝青司面色越发凝重起来 他也暗中给慕成雪传音说道 师妹 如果有危险 我们只有用出那件东西 显然他们手上 还有保命的一次性宝物 因此 即便遇到了强者 依旧保持着淡定 此时 他们二人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嚣张 而是已经警惕不已 随时准备拼命 至于掌律真仙 也暗中注入仙力到仙兆之中 若是遇到危险 他也会疯狂施展秘书 企图从仙兆之中 借取一些金线的力量 要知道 之前正魔两边的修饰 实力都差不多 因此 双方形成了平衡 但是忽然来了一个人 在魔界的恐怖老魔 那仙魔之间的平衡 就瞬间就会被打破 此时众人还不明白 九幽天魔有什么打算 因此 他们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但是却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拼命或者跑路 当然 这些真仙剑是极为高明 他们也发现了 这魔眼虽然极为恐怖 但是只是保留了 上界魔君的残念和魔眼 算不得真正堪比金线的强者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朝青司和穆承雪 他们对于这个魔眼 并没有绝望 作为大宗门的弟子 他们身上的传承 并非一些普通真仙能相比的 要是施展出身上 隐藏的禁忌之物 虽然根本无法和 真正的金线老魔相比 但仅对付这些魔头的魔念和虚影 他们倒是也有不少手段 此时 荒谷真魔的神念不断延展 发现了已经被烧成焦炭的 魔恶老龟 而在老龟之外白里 还有他的几个直系族人的 散落的残骸 显然 虽然魔恶老龟已经倾尽全力 却也没有能保住他留下的血脉 这让荒谷老魔心中无比愤怒 可恶 去死吧 荒谷老魔感觉自己 受到了奇耻大辱 心中怒火冲天 若是今日他不反抗 恐怕魔心都会崩碎 道徒断送 只见荒谷真魔 瞬间就闪身到了虚空之中 他大喝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柄长长的魔刀 四周魔器开始疯狂 汇聚到魔刀之上 这魔刀上刻着极为繁复的魔刀纹路 刀背上还镶嵌着 好几个强者的头颅骨 显然这些都是 陨落在荒谷真魔手下的仇敌 万古宁一念 荒谷真魔斩 荒谷真魔 立即用出了自己的成名魔刀 刹那间 整个空间似乎都被恐怖的魔刀 劈成了两半 巨大的魔刀之气 似乎想要将九幽天魔的魔眼 直接轰成碎片 这荒谷老魔 与九幽天魔应该不是一伙的 否则他没有必要用自己本命 魔器给我们演戏 掌绿真仙 眉头紧皱 赵青丝和慕成雪 也看出了其中端倪 他们此时仔细探查着双方对战 也想借用荒谷老魔 评估这九幽天魔的魔眼实力如何 荒谷真魔的这一刀 极其恐怖 巨大的魔刀之气 仿佛充斥着腐朽堕落的力量 似乎空间沾染到这些力量 也会化为虚无 若是心智不坚 修为不够的修士 只是看到这刀光 恐怕就会到心受损 精神崩溃 磅礴博的黑色刀芒 恍如死亡的召唤 让众多修士不由地暗暗称奇 这荒谷老魔 也算是有点真本似的 连那心高气傲的朝青丝 也心中暗暴 然而就在此时 那巨大的眼珠之中 似乎流下一滴眼泪 瞬间化为一道红色光芒 这诡异的红光 直接照射过来 看似轻描淡写 但是刚刚恐怖至极的魔刀虚影 竟然开始融化 显然 那巨型魔眼 显然掌控着强大的法则之力 才能将漫天魔器所形成的刀光 快速消灭于无形 当然 荒谷老魔这一刀并非意气用事 他瞬间借用魔刀的余威 快速震破了身边的空间的封印法则 在身后划开了一道空间传送通道 荒谷真魔 立即化为一道流光 顿入通道之中 然而那魔眼似乎被激怒了 立即疯狂反扑 刹那间魔光四溢 这里的空间规则之力 陡然提升了好几倍 之后 荒谷老魔被从空间通道之中 活生生给挤压出来了 荒谷老魔承受了强大的空间之力 此时也身受重伤 不断呕出黑色血液 怎么可能 既然能操控空间法则 他脸上全是惊恐和难以置信 这荒谷老魔也算是一代枭雄 他刚刚装出要拼命的架势 无非是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在全力进攻的同时 也为自己打通后路 从而逃走 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掌握着 恐怖的空间法则之力 让他的计划完全落空 这就相当于 荒谷老魔已经用尽手段 蹲入了逃生电梯 却也被活生生地拽了回来 这老魔的实力 一下子就让众多仙魔更加震撼 竟然真的掌握有堪比惊鲜的实力 见到魔眼有如此厉害 众多仙魔修饰 都有些傻眼了 哼哼 雕虫小技 还敢在本尊面前卖弄 虚空之中 传来恐怖的震动 随后 魔眼之中 竟然凝聚出了一个浑身黑袍的身影 是一个容貌极为冷酷的中年修饰 前辈饶命 我乃真魔剑 无痕大劫军门下真魔 前辈饶命 哈哈 现在的真魔就这么差劲吗 那黑袍修饰嘲笑道 他手一翻 刚才那红色泪珠所化的诡异光芒 化为一道流光直冲荒谷老魔 古真魔的眉心 只是弹指间 就听见了荒谷真魔惨叫一声 这时候众多仙 魔修饰 见到荒谷真魔 瞬间就落败 心中也无比骇然 此时 他们眼睁睁 递见到那红色泪珠化为流光 冲入荒谷真魔的眉心 而后 荒谷真魔的双眼 瞬间就变成血红 同时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糟糕 这恐怕是金仙级别的夺射秘法 掌绿真仙心中无比骇然道 各位 趁着这个老魔正在夺射 我们赶快离开此地 否则就真的危险了 连九霄立即给众人传音道 因为连九霄这次和裴心魔大战 已经深受重伤 因此 他比其他的真仙还更加警惕 想跑 时了 此时 九幽天魔所幻化的那个老头 似乎能探查到他们的传音 随即露出了嘲讽的笑容 虽然九幽老魔 此时在全力操控那滴泪珠 不断入侵荒谷真魔的元神 但是天空之中的魔眼 却立即散发出阵阵红色光柱 这恐怖的红色光柱 瞬间就将方圆百里 全部笼罩于其中 而且 这魔道神通 九幽天魔一阵冷笑 漫天红色的魔光 快速向这些众多仙魔修士 轰击而来 诸位 快点拿出看家本领 否则真的就要陨落在此了 掌绿真仙面色非常凝重地说道 随即他将怀中的仙界诏书 快速地拿在了手中 只见掌绿真仙 快速把仙界诏书展开 上面的文字散发出金光 将他笼罩在金光之中 掌绿真仙口中迎送秘咒 忽然仙界诏书之上 一股庞大金色光芒闪耀 诏书之上 似乎有着金仙的加持 因此光辉灿烂 很快将那红色的魔光 死死抵挡在外面 招青丝和慕成雪 也面露凝重之色 他们瞬间将各自的金服 合二为一 同时灌入强大的法力 眨眼间 在金服之中 滑光灿烂 似乎也有着金仙加持 一时间 也让那魔眼中的红光 也无法影响他们两个女真仙 此时 连九霄也被逼无奈 黄崔真缘到他的护身飞剑之上 瞬间剑灵阵战 一道被封印在其中的 青色剑光陡然斩出 将弓向他的红光 抵挡在外面 至于没有后手的真仙真魔 此时只有消耗真仙本源 苦苦抵挡 一群小家伙 想不到 身上还带了不俗之物 九幽天魔冷冷地笑道 若非我这次血迹了荒谷魔城 否则还真没有这么多余力 来收拾你们 九幽天魔冷笑一声 刚刚因为黑色的魔眼 炼化荒谷魔城后 形成的红色血球 也开始不断补充魔眼的力量 刹那间 红色的魔道光芒威力陡然增强 而且 随着九幽天魔 不断入侵荒谷真魔的元神 很快他就读取到了 荒谷真魔的记忆 哈哈 想不到这次 你们在虚空深渊 竟然有如此奇遇 上古妖婷 还有先帝遗物纷纷出世 咦 竟然还有能够拨动 大道之音的宝物 这次九幽天魔面色 变得极为兴奋 要知道刚开始的时候 九幽天魔 对于这些真仙真魔 都是一副看小孩子 过家家的表情 然而此时 他也不由得心中震撼不已 若是我能得到这件宝物 就根本不用再去融合魔界契运 我自己 就有进阶大罗的机会 此时的九幽天魔 心中无比狂热 此时 九幽天魔所展现的实力 来源于他的这一道金仙元神 还有他的那 恐怖的洞虚魔眼 这些都是他留在魔界的 隐藏手段 这次河东 用鱼骨拨动了大道之音 让天地三界都为之震动 而处于折服的 九幽天魔的这一道金仙元神 也因此受到波及 逐渐从沉睡中醒来 而后不久 这老魔就发现了 当初毁坏他九幽魔殿的 赤枯魔尊的气息 只是因为当初的魔尊 已经变成了一条哈士奇 气息也大为改变 因此 九幽天魔愣是用了十年时间 才感应到了大致方向 好在哈士奇身上 有五行童子 事先布置的五行树叶做预警 这样才让他们逃过一截 只是过了片刻 九幽天魔 在血球的加持之下 法力提升了多倍 最速也飞入了这具真仙的分身之中 天空中那无比巨大的洞虚魔眼 也开始逐渐缩小 在九幽天魔的额头之上 再次以竖眼的方式出现 虽然一次性夺舍这么多真仙真魔 或许会耗送我的金仙本源 但是如果能借用这些小家伙的力量 找到那些宝物 我无论如何都是赚的 老魔心中暗道 此时的九幽天魔 浑身上下散发的魔气 越发狂暴 他此时已经想将所有的在场的真仙 真魔 炼制成自己的傀儡 随即 他操控的红色的魔光威力不断攀升 很快就将这群真仙真魔 压制得难以抵抗 掌虑真仙心意横 猛然直接运用 秘书献祭自己的生命本源 刹那间他手中的仙界诏书光芒 又提升几倍 光芒之上 瞬间凝聚出一个金色的虚意 嗯 九离仙君 占据着荒谷真魔肉身的九幽天魔 眉头一皱 显然掌虑真仙也是一个狠角色 直接献祭自己的真仙本源 从仙界请来了一丝金仙的神念 招青丝和慕承雪见状 也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也立即也运用类似的方法 祭祀手中的金色俘虏 瞬间金光四溢 光芒之中 一位身着金袍的庄严女子 虚拟出现在当场 云天仙君 九幽天魔 眉头皱得更紧 云天仙君 乃是云天仙宗的创派祖师 乃是金仙巅峰七高手 在仙界也是成名多年的老牌仙君 也正是因为有云天仙君坐镇 金仙大能坐镇 他们想要献祭本源 也找不到地方 只得心里暗暗叫苦 他们只好全力做好防御 以免金仙之争 波及自己 至于叙托罗汉 本来也想摇人 但是佛门一般淡薄纷争 他这次前往虚空深渊 本来就是因为私心 此时自然不敢向宗门的金仙大能求援 只能不断以佛门金光加持自身 只是瞬间 金光之中的两个金仙元神 瞬间睁开了眼睛 九幽老魔头 你竟敢欺负我的徒子徒孙 九黎仙君立即怒道 哼 另外一边 云天仙君更是柳眉道数 若是你敢 对我的门下倾传弟子不利 小心我灭了你的九幽魔狱 云天仙君虽是女子 却是杀法果决的狠人 他直接出言威胁 自然也是有敢于出手的魄力 面对两位金仙一缕元神的威胁 九幽老魔此时面露嚣张之色 若是在以前 或许九幽天魔 会给这两个金仙一些面子 然而 这次因为他夺舍了荒谷真魔 并从荒谷真魔的记忆之中 得到了许多信息 其中就有关于虚空深渊 这次有了何等的发现 因此 九幽老魔已经知道 若是这次成功了之后 他的收益将会有多么大 老魔心中暗道 哼 他们不过都是一些元神虚影 而我不一样 我在魔界布折上万年 留下的后手无数 而且刚刚写记了一个魔城 现在拥有的魔道力量极为强大 根本不用给他们面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底气 九幽老魔此时行事 已经有些不择手段 也根本不将 这两个惊心的元神虚影 放在眼里 九黎仙君和云天仙君 在先魔大战的时候 我就认你们很久了 老魔一脸嚣张 虽然你们两个实力高强 但是如今 在这里的 不过只是一丝念头而已 我随意就可以破解 老魔冷冷笑道 九幽老魔 如果你敢 对我的弟子不利 那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你跑得了老魔 跑不了魔窝 九幽真魔狱 估计还有你的本体 还有魔子魔孙 我要 哈哈哈哈 九幽天魔用笑声 打断了云天仙君的威胁 说道 云天 你这个丑陋的老太婆 你快点去啊 我怕你 要知道 云天仙君的威名 在整个仙界和真魔界 都极为响亮 这次竟然被九幽老魔 出言侮辱 已经让云天 恨不得自己本尊 立即降临而来 此时 九幽天魔 早已被巨大的利益 蒙蔽了心智 他冷笑一声 额头上的洞虚魔眼 立即睁开 里面射出恐怖的光芒 直接照射向 二人的金色虚影 九幽老魔 我与你不死不休 老魔 我要灭了你的老巢 哈哈哈哈 悉听尊便 我可不怕你们 九幽天魔 此时嚣张不已 洞虚魔眼射出的光芒 快速轰碎了金色光芒 只听滋滋 两声 两位金线的虚影 消失于无形 这时候 众人才算是真的知道 这老魔这次是玩真的 连两位金线的面子 都不给 此时 众多真仙真魔 吓得瑟瑟发抖 就连昭青丝和木成雪 也不由得面色面如土色 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骄纵 不过让人意外的时候 这老魔也没有 对这些仙剑 魔戒修士下杀手 而是念动秘咒 用眉心的洞虚魔眼 快速地刻画出 虚空魔道符文 直接打在这些修士的头上 片刻之后 这些修士 就与九幽天魔 建立了联系 修士该干什么 你要是敢对我们下手 我们的师父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朝青丝怒吼道 放心 我可不想 往死里得罪云天 那个心狠手辣的老妖婆 九幽天魔冷冷地笑 不过 这次我还需要你们 帮助我找到那些人 获取他们得到的传承宝物 只要我得到了那些宝物 自然会放掉你们 老魔信誓旦旦地说道 只是片刻 众多真仙 真魔头上的魔道符文 就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很快在短时间之内 让他们与老魔头 产生了心神联系 虽然说 他们还有很大的自主性 但是心里的念头 却是无法瞒过老魔头 咦 急到 你精通预测之术 忽然九幽天魔 看向了一脸无辜的急到真魔 前辈晚辈 也只是略通皮毛 急到真魔战战兢兢地说道 快点给我算 我用精先之力 配合大规模血迹来加持你 九幽老魔 用不可置疑的声音说 虽然急到真魔不情不愿 但是此时他们额头上 都已经中了恐怖的秘符 因此 也不得不受人摆布 他随即拿出了一张魔道阵图 开始布置魔阵 测算天机 时光匆匆 又是一年过去 此时 方阳他们已经来到了 魔戒深处的黑玉 整个黑玉 位于魔戒的一个深渊深处 这里弥漫着极多的空间乱流 和恐怖的腐蚀魔气 经过千万年的演化 这里形成了无穷多的陷阱 若是普通合体气修士来到这里 很容易就会陷入到恐怖的险境之中 从而生死倒消 不过方阳他们并不在意 当初也算是机缘巧合 当时方阳他们刚刚飞升灵界 本来想要直接去蛮黄古星附近找木铃儿 没想到 半路遇到了想从魔戒偷渡到来的 魔戒黑玉修士暗罗 因为 他们双方的虚空通道产生交汇 因此不得不大战了一场 方阳击杀了暗罗 并通过顶替暗罗的身份 这才混入了元晨宗 虽然魔戒黑玉的入口危险重重 但是方阳他们 也已经从暗罗的元神之中 读取到了很多魔戒黑玉的信息 其中就有如何进入魔戒 突破魔戒黑玉的秘法 而且还获得了进入黑玉的通行令牌 如此一来 方阳他们顺风顺水地 就躲入了黑玉之中 魔戒黑玉外部极为恐怖 而内部却是一个稳定空间 这里有许多星玉 充斥着浓烈的魔戒 因此 此地也一手难攻 算是魔戒一处避世的隐秘之地 自从魔戒的第一任 黑玉魔尊打出了保护魔修的招牌 黑玉就开始吸引一些 犯了事情的老魔来这里避祸 当然 进入黑玉避祸的魔头 也要交给黑玉魔尊极多的宝物 甚至包括功法传承 还有魔器丹药等等 如此一来 历代黑玉大魔尊不愁获取魔物 历代都有不少飞升真魔戒 此时 血连魔尊以一个普通魔修的身份进入此地 他修为不高不低 虽然傀儡之体有些怪异 但是这里的魔头 哪一个又不是长得乱七八糟呢 因此 他混入这里没有引起丝毫注意 黑玉魔城买是极度混乱之地 血连魔尊本来想找一个安全的居所低调修炼 但是租了一个洞府 阵法都还没有来得及布置 就遇到了好几次抢劫 不都说黑魔玉是好地方吗 咋一天就能遇上三次灵源够啊 血连老魔吐槽道 他不想惹出事端 每次遇到危险 他也不敢出手 而是立即发动血顿秘术 化为血物快速逃离 毕竟血连魔尊也是一代厉害老魔 颇有手段 他不想打架 逃跑总行了吧 况且 血顿术乃是他看家本领之一 因此每次都能让他化醒为夷 只是如此多了 消耗比较大 血连老魔也有些发虚 黑玉魔城的一些势力 也想拉拢他 但是他并不想与这些势力纠缠 毕竟他脖子上 还挂着仙气吞天葫芦 只是因为此时 吞天葫芦上贴着五行树叶 才遮挡了仙气的气息 若是稍有差池 泄露了气机 就会惹来弥天大祸 没过多久 黑玉魔城来了 擅长血顿的逃命高手的流言 不禁而走 黑玉本来就是一个无趣的地方 忽然来了一个有意思的家伙 反而引起了一些注意 他也有了血顿魔的绰号 每次想到这个外号 血连魔尊就有些眉眼见人 他总想着 这个绰号 千万别让那哈士奇知道 否则会天天被他嘲笑 不久之后 在黑玉魔城之中 还有好事者 以谁能抓住血顿魔 开了一个赌博档口 血连老魔也很是无奈 他现在跑也不是 不跑也不是 最后 他在黑玉魔城的边缘地带 选择了一处被人遗弃的洞府 他躲藏到这破烂洞府的地下 而且他还改头换面 尽量不使用血顿秘术 然而即便如此 也只是安定了几天时间而已 这日 血连老魔还在地底深处的 密窟之中修炼 忽然就发现自己 布置在外面的阵法 受到了别人的攻击 怎么回事 我的阵法 已经用了极多的隐秘手段 没想到还是暴露了 血连老魔长叹一声 然后就往地底深处 顿走 片刻之后 他已经感应不到危险之后 就从另外一处地脉出口 飞出了地面 然而没想到的是 他刚出来 瞬间就见到了一大片的赤色的魔火 糟糕 竟然被埋伏了 血连魔尊面露震惊之色 知道已经落入了敌方的陷阱 他只得再次使用血顿之术 瞬间化为了一道血雾 快速破空而行 直接穿过魔火 想要快速逃走 哈哈 果然是血顿魔 他竟然真的躲藏在这里 一个细血的笑声传来 只见一个二十多岁 身着华丽黄袍的修士 看着发动血魔顿术的血连老魔 欢喜不已 此人有大成初期修士 身后还跟着上白手下 其中也有不少大成修士 卧槽 我是招惹到哪个神秘势力了 血魔此时一个头两个大 这黄袍年轻人身边 还有一个暗子魔纹长袍的修士 冷笑道 找到了可不算抓到 我们今日的赌注 可是谁先抓到他谁 才是赢家 这身穿暗子魔纹颈袍的修士 快速丢出了一张黑色大网 这黑色大网威力极大 还有封锁空间的威能 瞬间就让血连老魔的血顿术 变得迟滞了几分 与此同时 这黑色大网之中 竟然还散发出漫天阴雷 往血连老魔轰击而来 密魔阴雷网 血连魔尊 瞬间就认出了这件魔界宝物 此物乃是魔界的炼器高手 采集魔界危险之地 生成的阴雷所炼制的魔宝 这些东西威力极大 对于他的血顿之术 有极大的克制 只是瞬间 在雷网之中 血顿术越来越慢 血连老魔也从漫天血雾 被迫化为了原形 哈哈哈哈 小魔尊 看来这次是我赢了 这时候 身着紫魔纹锦袍公子 爽朗地笑道 哼 裴英罗 你能取得先机 还不是因为 你家裴希魔老祖 留下的宝物多 那黄袍青年修士 显然有些不满 不过这血顿魔 不知道还有没有手段 我看你 未必能笑到最后 此时 这叫小魔尊的黄袍公子哥 也在时刻关注战局 他手一挥赤红色的魔火 直接向阴雷网中的 血连魔尊卷了过去 这黄袍公子哥 也非普通人 乃是当今魔界黑玉魔尊 从后人中精心挑选 悉心培养的继承人 正是这黑玉的二世祖 若是黑玉魔尊 飞升真魔界后 他就将成为黑玉的新主宰 他与那紫魔纹锦袍的裴英罗 乃都是魔界的强者后人 也是至交好友 因为他们 生在魔界强者门下 从来不缺灵雾 修炼顺风顺水 如今二人 都有着大成初期的修为 他们平日里 就为非作歹惯了 这次为了取乐 又开始了一场赌注 虽然他不断更换血魔秘法 左冲右突一直挣扎 却始终不能逃出英雷网 他可是知道 若是暴露了他脖子上的吞天葫芦 必然会引发更大的危险 危急时刻 他也不敢怠慢 立即通过原神禁止 与方阳他们联系 并开始求助 看来魔界 还真是一个凶险之点 血连老魔越发选择避惑 越是惹上是非 方阳他们 对于血连老魔的悲催遭遇 也只有表示无限的同情 只有与血连老魔关系 最好的哈士奇都要笑趴了 直呼 血连那老家伙比我还倒霉 正因为此事 而头大的方阳 直接一脚把哈士奇踹飞 方阳他们随即开始商议 如何帮助血连老魔渡过难关 事情紧急 众人也不拖泥带水 很快就有了新的方案 此时 漫天魔火 都快将血连老魔给淹没了 忽然一道磅礴的气息 出现在血连老魔身边 眨眼间 随着一阵空间灵力波动 一个身着红装 阴姿飒爽 手持长刀的女子 快速出现在了血连老魔身边 这女子身上气息内敛 让人看不出正邪 不过她浑身上下 散发出强烈的火系灵力 似乎经常施展火系神通 她一出现 就让四周魔气激荡 开始蜕壁 这女子冷哼一声 挥动手中长刀 刹那间一道火焰刀器 如同霹雳闪电一般斩出 快如闪电的一刀 就将阴雷魔网展开 刚刚恐怖的雷网 就如同一张保纸 被轻易地斩成两半 同时 整个阴雷网 也被磅礴的火气所焚烧 很快化为了魔气 消异于无形 好强的女子 好快的刀法 好烈的烈焰 裴英罗惊呼道 那阴雷网 与她心神联系颇为深厚 瞬间 她就受了一些轻伤 面色变得惨白 而后那红衣女子的刀器 并不停滞 直接往裴英罗 和小魔尊这边轰来 他们二人 对于忽然出现的女子 也是一阵惊恶 见到对方刀器十分霸道 立即各自用出了魔气抵挡 裴英罗手一番 陡然间 一个黑色的魔锥 出现在了身前 瞬间幻化出一头漆黑如墨的魔龙 张牙舞爪 往那刀光冲去 小魔尊也立即行动 手一番一道 阴寒的灰色的魔链 陡然化为一条恐怖巨蛇 直接往刀光冲去 电光石火间 双方的手段轰击在了一起 煞石 火光冲天 魔气翻腾 磅礴的火焰刀器 直接掀翻了那强大的魔龙 而后又直接将那魔链所化的巨蛇斩成两半 其威势只是衰减了一半 陡然爆炸 掀起了滔天火浪 方圆百里 瞬间化为了焦土 磅礴的力量 让两个刚刚进阶大城七的二世祖 立即往后击退 这女子究竟是谁 竟然如此之强 裴英罗面露凝重之色 这女子手中的 恐怕是不是一剑魔气 而是一剑浴火的掀起 而且 修为恐怕已经到了大城七巅峰 小魔尊此时也不由得心有余计 他们二人一招就吃了扁 心中惶恐 立即往后狂退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那女子并没有乘胜追击 只见她手一挥 一股磅礴的火焰 将她和受伤的血连魔尊包裹起来 瞬间化为一道火光 快速顿走 五行顿术 火顿 恐怕此女并非魔界修饰 小魔尊面色越来越凝重起来 我魔界黑玉手背森严 她是怎么混进来的 对了 如今灵界和魔界相互交汇 或许这女子就是趁着这个机会 想要混入我魔界 应该是别有所图 裴音罗笑道 这女子 恐怕就是血盾魔身后的高手 看样子 应该修为颇强 企图谋必定也是不小 小魔尊眼睛闪烁贪婪之色 哈哈 小魔尊 看来我们有新的赌注了 一旁的裴音罗 咧嘴笑道 谢谢 如此正好 我们可以调集黑玉的所有力量去抓她 小魔尊显然有些兴奋起来 虽然她修为不过是大成初期 并非那女子对手 但是黑玉魔尊麾下 可是有十几个大成后期的修士 甚至还有三个大成巅峰的傀儡 这些都是前几任 非生真魔界的黑玉魔尊 留下的抵御 我们发传音符 立即找人前来 开始追 小魔尊看着火光远去的方向 兴奋地说道 似乎是在看着即将到手的猎物一样 然而 让他们失望的时候 忽然间又是一阵金色光芒闪耀 那女子所化火焰盾术 破空逃盾 消失在了两个二世祖的视线中 甚至一点气息都感觉不到了 糟糕 那女子还会诡异地遁术 想要逃离此地 裴英罗有些慌张道 别慌 这里可不是别的地方能堪比 这里是魔界黑玉 小魔尊脸上带着英智说道 她逃不出去的 我保证 小魔尊自信地说道 她似乎觉得被扶了面子 因此 声音中越发阴狠起来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火云海棠 因为火云海棠痴迷于炼气 因此在清源仙府中一直苦修 很少外出 因此也几乎没有在外界沾染因果 至于玉珠仙子和玉岩仙子 他们虽然修为与火云海棠差不多 但是他们几乎不擅长战斗 因此 火云海棠成了方阳他们唯一的选择 由于他常年在炼气 炼气修为已经不在张灵之下 这些年也为自己炼制了不少宝物 他手中的海棠刀 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而且 他为了提高炼气水平 也修炼了极为高明的火系法术 因此 他的战力也非常不弱 这些年来 经过方阳的苦心催熟 他的树灵 也与玄冥差不多达到了千万年级别 而如今 方阳甚至开始使用西式过后的太乙穷江 来浇灌他的本体 因此 他的修为也被快速地提升到了大城七巅峰 当然 方阳也为他量身定做了雷劫 因此 他如今的修为与玄冥已经差不多了 他那萨爽英姿一出现 就让众多魔修一阵胆寒 不过 他却也没有恋战 使用火盾之术 带着血连魔尊迅速逃离了此地 因为方阳 河东 哈士奇等人都暂时不能离开吞天葫芦 若是贸然出来 气息被捕捉到的话 很快就会被测散到因果 引来大祸 因此 火云海棠这个炼气师 也不得不江湖救急一下 好在他实力颇为不弱 一出手就极为惊艳 刚才那个牛秀为真不错 若是用来同修 裴英罗笑道 真没想到 在我黑玉范围之内 竟然还能悄悄地隐藏着一个如此女秀士 小魔尊也是眼神变幻 他这个二世祖 见到大臣气的火云海棠 并没有畏惧 反而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如今 我那便宜老爹离开黑玉 在外做一件大事 我暂时作为代理魔尊 能够调动魔玉的所有力量 若是在这期间 抓到这个女秀 不仅可以享乐一番 还能极大地提高我的实力和威望 这个二世祖想到这里 立即露出了一份得意之色 随即他怪笑一声 快速地往黑玉魔城内城的城主府去了 通知镇守老魔 立即封锁黑玉出入口 小魔尊立即用密法传言给众多魔修 这女子潜伏在黑玉之中 不知道多久了 但是要想将它挖出来 恐怕并非容易 裴英罗有些担忧 对方如果刻意隐藏 寻找起来会非常麻烦 这事情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困难 但对于我来说 却极为容易 小魔尊脸上露出得意之色 哦 看来小魔尊有着自己的办法 裴英罗笑道 他也是真魔后裔 自然知道魔界高层 有着非同小可的玉下手段 这里可是魔界黑玉 是我的地盘 小魔尊作为魔界黑玉的传承人 如今已经开始不断获取权力 若是等到现任的黑玉魔君 飞升仙界之后 他就是接下来的统治者 因此 黑玉之中的各路高手都要给他面子 况且如今黑玉魔尊 因为灵界与魔界交汇 暂时离开了黑玉 他只是留言说要报大仇 因此让这个小魔尊留下来设政 如此 山中无老虎 黑玉无魔尊 他这个小魔尊 自然就成了如今黑玉呼风唤雨的存在 在他的召集下 众多魔界黑玉的高手 开始向黑玉中央的魔尊府邸聚集 当然 这些高手只能黑压压地守在魔尊府邸之外 静静等待着小魔尊的号令 至于此时的小魔尊 正带着裴英罗 走入了魔尊府邸地脉中的一处密室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里竟然有一个巨型的仙气宝顶 咦 想不到在魔界黑玉的密室之中 坐镇的不是一件魔器 而是一件仙气 裴英罗很快就发现这个宝顶非常不一般 要知道 他已经明显感受到此顶散发出一阵阵仙气 要知道他们如今正处于魔界黑玉 这里可没有一丝仙气 难道说 此宝顶竟然能直接将魔器转化为仙灵之气 此时 裴英罗不由得面露惊恶之色 见到裴英罗的震惊表情 小魔尊脸上得意之色更甚 显然 他将裴英罗戴下来就有故意卖弄之意 这个宝顶 是第一代黑玉魔尊流传下来的质宝 估计是上古时候破损的东西 但是历代黑玉魔尊仙族 只是将其修复了部分 虽然无法让这宝顶发挥曾经的威能 却能够用来监控整个魔玉 这宝顶只是残破仙气 就能检查整个魔界黑玉 若是完全修复 岂不是堪比上品仙气 甚至惊仙仙气 裴英罗惊呼道 那是当然 若是能经过先帝祭恋 未必就不能成为一件地气 小魔尊脸上笑得更加灿烂 想来是这次装逼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当然 他也不担心对方动什么歪心思 要知道 此物被历代黑玉魔尊纪念 已经与整个魔界黑玉的空间法则之力 融为一体 就算真先来了 也无法将其带走 因此 他根本就不用担心此物的安危 反而看见裴英罗那有些抽搐的面部表情 心中很是满足 裴兄 今日就让我给你展示一下 这黑玉之顶的厉害 小魔尊越发有了卖弄之心 随着他心念一动 一枚黑色浮露陡然出现 悬浮在那宝顶之上 刹那间 更为奇特的是 这些黑色魔器进入大顶之后 竟然被转化为仙灵之气 陡然间宝顶之上 出现了整个黑玉空间的虚影 这的确是仙气 而且只有仙灵之气才能驱动 不过这顶太过于玄妙了 竟然能将魔器转化为仙气 然后再驱动自身 此时的裴英罗不由得目瞪口呆 来 快看 这里已经出现黑玉空间的所有图像 甚至闭关的修饰 也会以光电的形式出现 小魔尊随即笑道 裴英罗用原神探查而去 发现这虚影图像极为细致 若是方阳夜在 一定会惊讶于 这个三地全息实时动态图 当然这个全息图 只显示出 合体七以上高阶修饰的移动轨迹 甚至这些人的信息 也会被宝顶快速探查 然后显示出来 随着小魔尊心念移动 在这个虚影图上 瞬间就形成了一个虚拟黑玉景象 甚至在地脉深处 一个闭关的合体七魔鼠 也没有逃过宝顶的监查 此物太玄妙了 简直就是掌控一界的神器 裴英罗也不由得连连赞叹起来 在这个地图中 所有森林栩栩如生 每一道光点 都代表着每一个魔界的修饰 而且几乎每一个修饰身上都有标注 没有标注的 必然就是黑户 他心中开始快速想象 勾勒出上次见到的 那个红银女子的形象 开始仔细寻找 片刻之后 就大致分析出 他们所在的位置 哈哈 好厉害的隐秘之术 若非有宝顶 我们还找不到他呢 小魔尊笑道 而此时 火云海棠正以秘术 带着血连老魔 正在地底快速穿行 本来 火云海棠他们想要通过金服 打开空间通道离开 才发现 魔界黑玉乃是一个玄奇之地 有非常特殊的禁止 一时间竟然无法施展空间秘术 他只得为自己施加了几个隐秘密术 然后以火遁数 快速在黑玉边缘穿行 希望找到普通点 不过 就在此时 血连魔尊尖叫一声 糟糕我们被人发现了 这显然是被别人所监控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 火云海棠也没有想到 以他的修为实力 竟然也会被人惦记上了 心中越发恼怒起来 看来在这魔界黑玉之中 应该有颇为玄妙的检查阵法 火云海棠面露凝重之色 看来今日是有一场大战了 然而就在此时 随着一阵空间凌厉波动 小魔尊带着裴音魔 带着黑玉之中的大乘七修士 已经快速出现在了 火云海棠的正前方 显然 他们早已掌控了 火云海棠的行踪 因此才能直接使用空间秘术 快速穿行而来 小美人 你躲在这里 以为我就抓不到你了吗 小魔尊猥琐的声音传来 而在他身后 足足有五十多个大乘七修士 还有三个大乘巅峰七的傀儡 显然这个二世祖 见到火云海棠实力强悍 因此 立即调动了大量黑玉隐藏的力量 此时众多魔修 已经隐隐形成了合围之势 见到这个场景 火云海棠不由的面色凝重起来 若是单打独斗 以火云海棠的修为 对付这些修士并不难 但是对方显然 调动了几乎整个黑玉的顶尖战力 甚至发动了黑玉的阵法 如果与其正面对战 必然会危险重重 火云海棠也不是莽夫 于是立即与方杨沟通 快速商议对策 此时情势危急 方杨他们也有些一筹莫展 因为他们通过五星童子的测算发现 他们只要在虚空深渊和魔界出现过 就会留下因果 若是他们一出吞天葫芦 恐怕就会被九幽天魔 或者众多魔头所感应 他们原本觉得 他们之前获取了魔界黑玉的通行令牌 在这里躲藏个几十年 应该没有大问题 没有想到的时候 血连老魔一血盾逃命 反而弄巧成拙 而来就他的火云海棠 更是惹得魔界黑玉的小魔尊 动了歪心思 我也没想到 这个被称为老魔避风港的黑玉 竟然如此之黑 方杨不由地摇头叹息道 要不你快速再制造一个 分身出去对敌 何东道 此法还是不行 分身与本体有着极大的因果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测算到 五行童子立即阻止道 干脆我冲出去 直接把他们全部弄死算了 诺破立即说道 他如今修炼巫族秘法 实力已经大大提升 见到外界的群魔乱舞 他不由得心中愤懑 也不行 五行童子道 之前布置四项阵图 你也有参与 气息一样会被锁定 贸然出去 估计你还没有出几招 一堆魔头就会破空而来 若是再想不出对策 那怎么办 诺破心中着急道 正当方阳他们心急如焚 又一时间没有好办法的时候 一个银银般的声音响起 诺破哥哥 方阳哥哥 你们怎么把我给忘记了呀 这时候 一个绿衣少女出现在了他们身边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木铃 铃儿 不行 你不是对手 诺破担忧地说道 外门乃是魔界黑玉 而且还有众多魔头 你修为虽然高 但是动手经验太少 很容易就会陷入巨大的危机 是啊 虽然你本体渡过雷劫 已经堪比仙人之地 但是外界乃是黑玉 有着种种强大禁止 你去了 反而会落入危险 方阳他们也不由地劝解道 木铃儿嘟着嘴说道 哥哥 你们都太小看我了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已经觉醒了天赋神通吗 天赋神通 此言一出 方阳他们有些恍然大悟 想到木铃儿的天赋神通 他们心中不由地有些惊喜 如此正好 我们要好好布置一番 以求最大限度发挥出 木铃儿天赋神通的妙用 方阳他们几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开始联手设计 如何让木铃儿施展救援方案 此时 火云海棠已经被众多魔修所围困 不过 他也丝毫不慌乱 他乃是炼气大宗师 这些年来 他在仙斧世界 有事没事都在炼气 他为自己炼制的攻击仙气 都有几十剑 防御仙气更是极多 要知道 如今随着清源仙斧的法则之力 逐步完善 仙斧世界之中 规则之力越发完备 因此 能从仙界抽取来的仙灵之气更多 而且 仙斧之中的彩色仙土 还能提纯材料 品质不高的炼气材料 他就将其 埋在七色灵土之中 没有几日 就能成为极品材料 因此 他炼气成果非常之好 数量也极多 这些东西 他积累了太多 却一直没有机会好好使用 这次遇到众多魔头围困 他干脆就将这些多年积累的仙气 纷纷用了出来 搜 两柄仙剑飞出 只取小魔尊和裴音罗 他们身边守护的老魔头 自然冲了上去 守护二人 随即 隆隆 两声俱响 两个表现积极鳄鱼奉承的老魔头 被炸成灰飞 小魔尊和裴音罗 也吓得连连后退 这娘们手段真狠 竟然直接自爆仙气 他们两个不由的心有余记起来 若是他们刚才想要硬挡 恐怕现在已经被炸成重伤 当然 这些随意丢出的仙气 都不是火云海棠的精品 因此 他才敢如此随意丢出来自爆 这样虽然有些奢侈 但是这些仙气 没有融入神魂之力 因此 即便自爆 也并不能伤到他的神念 不过他这样用仙气 放鞭炮的行为 足以让一堆魔头 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此时 火云海棠衣袖飞舞 一副成套的飞刀 仙气丢了出来 这些飞刀仙气 一共三十六柄 在空中上下翻飞 这些飞刀散发出风锐之气 一股股玄妙力量 似乎形成了守护阵法 让众多魔头心头震撼 这也让众多魔头 一时间都不敢靠近 这女子究竟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有这么多仙气 裴音罗和小魔尊 此时心中有担忧 但是更多的是贪婪 这女子 应该是一个炼器大师 一个护卫在小魔尊身边的 大成后期老魔分析道 此女子火系法力非常高明 而且身上 也散发出一种炼器师 才有的浓烈火焰气息 应该是炼器大师无疑 一旁不少魔头开始恭维道 恭喜小魔尊这次 不仅获得一个美人 更将收获炼器高手 将来老魔尊飞升 我们黑玉必然在小魔尊的带领下 横扫魔玉 几个老魔头一阵恭维 让小魔尊心中越发飘飘然 他会不阵 我们也不阵 不过你们要小心一点 别伤到 我的炼器小美人 小魔尊眼中 全是贪婪之色 得令 众魔头听了小魔尊的安排 立即开始行动 他们纷纷拿出漆黑如墨的震气 瞬间震法布置成功 煞时阴风大作 将火云海棠他们包裹起来 火云海棠接连丢出了几件仙器 让气自爆 一时间爆炸连连 磅礴的气息 弥漫在黑色空间之中 虽然这些仙器自爆 能炸开一些缺口 但是布阵的魔头实在太多了 他们接连出手 很快就将魔阵修复 一时间让他找不到突破的机会 小美人 你就投降吧 小魔尊处立在阵法 朗声大笑 仿佛阵中之人 已经被他掌握了生死一般 锅噪 火云海棠大怒 正想要用出更多的仙器自爆 不过瞬间他 似乎得到了什么传音 随即他也不再激进进攻 而是开始防守 只是他还时不时丢出一两件仙器 让其自爆 似乎是在掌握节奏 或者等待时机 这女子真生猛 丢出了几十件仙器 眼睛都不眨一下 不过竟然短时间内 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裴音罗面色有些凝重道 他这样做 实在是太蹊跷了 难不成他在 等着有人救援 哼 这里可是魔阵黑玉 小魔尊一脸不屑地吼道 魔阵黑玉 乃是魔阵的绝地之地 况且 这里还被我们加持 黑天魔神大阵 就算他有着仙人修为 也根本无法请来外界的援兵 小魔尊有些愤愤不平 我担心的是 他身上是否带着空间领宝 里面 或许也还藏着高手 裴音罗冷冷地笑道 毕竟刚刚火云海棠陡然出现 就颇有蹊跷 他估计就是那雪盾魔身上 有空间宝物 里面藏着高手 哼 我才管他是不是有什么空间宝物 更不管来的是什么人 就算是真仙来了 进入我这黑天魔神大阵 也得趴下 小魔尊自信地说道 这黑天魔神大阵 也是上古流传下来的魔阵 威力极为强大 配合整个魔界黑玉的静止之力 以及几十个大成器的魔头联手 就算真仙被困在其中 一时半会也难以突破 因此 小魔尊才有如此自信 你这黑天魔神大阵的困阵 威力的确不小 可是若他一直在里面用仙气护体 躲在里面不出来 岂不是好事多么 裴音罗不怀好意地笑道 我自然也有办法对付 说着 小魔尊手一翻 一个光芒四翼的大顶 就浮现在他身旁 你竟然把这个宝顶 也戴在了身上 裴音罗眼睛都要鼓出来了 我如今即将成为 魔界黑玉的新主宰 自然也有权力动用此物 小魔尊脸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 可以说 这件宝顶 经过历代黑玉魔尊纪恋 让其与魔界黑玉空间法则之力 相互融合 说此物乃是黑玉的震山之宝 也毫不为过 不过 此宝顶毕竟是一件厉害的仙器 出现在魔界黑玉 确实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甚至因为小魔尊修为不足 以至于以魔源之力 运转此宝顶 还有些晦瑟 但是好在 他身上还有几个高阶魔符 这些魔符 都得到过历代黑玉魔尊的加持 因此 他通过这些魔界服录的帮助 才能勉强将宝顶掌控 此物一出 让整个大阵与魔界黑玉的空间之力 更加融会贯通 威力至少翻了三四倍 一时间 宝顶之上光芒闪耀 仙灵之气和魔气相互缠绕 整个空间似乎都开始发生震动 好厉害的宝卧 裴英罗暗暗心惊 这魔界黑玉可谓是底蕴深厚 有了这宝顶加持 这魔阵威力大增 估计真仙在里面都会够呛 呵呵 此物还有妙用 等着阵妞出手 我就给他好看 小魔尊笑道 显然他能运用宝顶 发挥出其不义的功效 呵呵 那我可要拭目以待 裴英罗此时也不再抬杠了 他认真地看着小魔尊施展宝顶 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 他虽然不敢规予此物 但是若是有一天 与小魔尊闹翻 自然也需要多准备点保命手段 否则被其用宝顶出其不义攻击 那可就不妙了 就在裴英罗心中思绪万千之时 忽然火云海棠又出手了 只见一柄青色仙气飞剑冲杀过来 犹如闪电一样 直取小魔尊驳梗 小魔尊即便早有准备 还是吓得面色微微一变 他不敢怠慢 立即疯狂催动魔源 配合魔剑密服操动这件宝顶仙气 陡然间 一股青色的光芒 从这宝顶之中窜了出来 对着那飞剑轻轻一绕 很快 飞剑之上的仙气 就被宝顶吞噬 这柄仙气飞剑 快速地落到了宝顶之中 这宝顶似乎对仙气极其渴望 飞剑一落入其中 宝顶就开始以一种极为恐怖的速度 吸收这件仙气飞剑之上蕴含的力量 怎么回事 此时火云海棠面色陡然凝重了不少 要知道 刚才他运用仙气偷袭 即便不能成功 也能让仙气自爆 发挥余威 然而 这次他的仙气竟然完全被人所克制住了 这让他的许多后手 全部都作废了 譬如他那些成套的仙气 若是自爆 恐怕仙人静的修饰 想不到这件宝顶 竟然还是仙气的克星 裴英罗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 看来今天这小妞 坚持不了多久了 裴英罗脸上流露出艳羡之色 这让小魔尊心中那是无比舒畅 我的这件宝顶 可是经过历代魔尊加持 我们将其称为吞仙魔顶 威力自然非同小可 小魔尊一脸傲涩 他用出这样宝物 除了炫耀 更多的是想借此机会震慑裴英罗 以及这次前来的众多魔修 这几乎相当于小魔尊的一次宣告 展示他这个即将成为 黑玉大魔尊的底蕴和实力 不过小魔尊不知道的是 对于这件仙气宝顶来说 魔界的环境就像粪坑一样 然而 这件已经有了一定灵质的宝顶 为了要生存下去 只得吸取魔器 并用它的天赋混沌之力 将魔器转化为微弱的仙气 借此苟延残喘 如此一来 当宝顶真正感应到仙灵之气的时候 它自然就开始疯狂吞噬 此时 刚刚那把仙气飞剑 落入宝顶之中后 这宝顶就开始不断抽取 其中蕴含的磅礴仙灵之气 没有多久 那件仙气飞剑就灵力尽尸 化为了一件普通之物 没有了灵力之后 飞剑甚至开始快速腐朽 再也没有了刚才仙气的玄妙 我感觉 有了这个吞仙魔顶 你们黑玉的人 就算杀到灵界去 恐怕也能大杀四方 裴英罗赞叹道 我们魔界黑玉 可有着不少好东西 真正的大杀器 被魔尊带在身上 去办一件大事 小魔尊故作神秘地笑道 还有比这宝顶 还要强悍的大杀器 裴英罗面色更为惊恶 那是当然 而且不止一件 小魔尊笑道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大魔尊要如此应对 裴英罗的兴趣被勾了起来 裴英罗作为真魔传人 自然也知道了不少魔界隐秘 他猜测 黑玉大魔尊这次出行 还带着比那吞仙魔顶更强的宝物 肯定是在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因此 他忍不住想问其内幕 不可说 说不得 小魔尊笑嘻嘻地说道 他一脸得意之色 显然内心的虚荣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虽然裴英罗已经知道 估计也不会有答案 见到小魔尊不肯说 自然也没有继续追问 因为这件宝顶 在魔戒呆的时间实在太长 因此 对于仙灵之气的渴求 简直是其他仙气所无法想象的 一时间 这件吞仙宝顶 直接就让火云海棠的诸多自爆仙气 失去了威慑作用 火云海棠面色越来越凝重起来 糟糕了 这样打下去 我准备的众多仙气 不但不能帮我的忙 反而会让他们增加实力 想到这里 火云海棠立即改变策略 不再贸然使用仙气攻击 而是选择使用俘虏和火属性法术 开始防御 火云海棠 开始尽量避免与他们正面对战 而是选择使用火系法术和俘虏 为自己加上层层防御 如此一来 双方又僵持不下 这时候 裴英罗忽然笑着说道 虽然我陪逝魔族底蕴 不及黑欲深厚 但是也有破解之法 显然 今日小魔尊大出风头 让他颇为艳羡 因此 也想要尝尝自己的威风 随即 他拿出了一个黑色罗盘 此乃真魔罗盘 也是一件上古传承的仙气 被我魔族炼者数万年 使用出来 也是威力无穷 这个黑色罗盘 只有八掌大小 然而随着它催动之后 瞬间变化 犹如磨盘大小 快速飞到了 火云海棠构建的 火系法力防御之上 煞时 一道道黑色的魔光 陡然间从磨盘之中 倾泻而出 虽然每一次攻击威力 并不强大 但是其中蕴含的魔道力量 和规则之力非常强悍 显然蕴含着诡异静止 每一次攻击 都能消耗不少 火云海棠的防御 没有多久 火云海棠所布置的层层静止 就摔弱了大半 情况岌岌可危 看似被逼无奈 火云海棠这时候 又开始施展仙气 似乎想要自爆 然而 仙气刚刚才飞出火网 就很快 被吞仙魔顶锁 快速吸走 两个魔道的二世祖 自以为已经将 火云海棠的种种手段 完全克制 不由地哈哈大笑 然而就在此时 火云海棠身前 出现了一个 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慕琳儿 因为慕琳儿的肉身 乃是当年方杨运用 七色阴云莲的 藕所炼制的 因此 她皮肤洁白如玉 浑身上下散发着 浓郁的香气 让人见之忘俗 竟然还有一个小美人儿 这时候 裴英罗惊呼起来 小魔尊 来今天运气好 美人我们可以一人一个 说着 她眼中放射出 猥琐的目光 慕琳儿见状心中大怒 她随手一挥 天空之中 陡然间 伸出一个空间通道 这个空间通道 犹如血盆大口 一口就将那黑色的 大漠盘吞噬了进去 这怎么可能 竟然有空间法术神通 两个魔戒二世祖 不由地惊呼起来 至于其他参与布阵的魔头 也随着慕琳儿挥动衣袖 身前出现了 一个又一个的空间通道 这些魔修措手不及 瞬间就被吸入 这些空间通道中 不知道会被传送到哪里去了 竟然能够在我们魔戒黑玉 施展空间神通 这不可能 小魔尊不由地惊呼起来 要知道 黑玉在魔戒也算禁定 这里被历代魔尊炼制了 不知道多少层空间禁制 整个地方 已经被弄成铁桶一块 因此 进入魔戒黑玉以后 根本就不可能发动空间神通 只能通过出入口 如此一来 黑玉既是魔戒的地狱 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监狱 见到小魔尊的表情 慕琳儿冷冷一笑 他手一翻 一个巨大无比的空间通道 出现在了吞仙魔顶的面前 糟糕 竟然想用空间通道 收走我的宝物 见到如此状况 小魔尊岂会不知道 慕琳儿想干什么 他立即全力操控 手中黑色的魔符 然后运用历代 黑玉魔尊传授的控制法咒 瞬间就在那吞仙魔顶四周 泛出层层魔道静置光芒 虽然此宝顶乃是一件仙器 但是被魔头祭练多年 甚至开发出了运用魔器 来控制仙器的诡异法门 一时间 此顶爆发强大力量 开始对抗慕琳儿施展的空间通道 激烈对抗 就在此时 火云海棠立即出手 缠绕在他身周的 三十六柄成套仙器飞刀 陡然间猛地冲射而来 这些仙器威力极大 陡然爆炸 震荡出极为恐怖的力量 轰隆隆轰隆隆 一阵阵磅礴的气浪 直接将两个魔界二世祖先翻 他们不得不退后 黑天魔神大阵法 也被炸得七零八落 此时 莫琳儿直接抓起 血连魔尊的傀儡身体 摇动着他的脑袋问道 快想想 你对魔界哪里比较熟悉 哪里比较安全 此时的血连魔尊 也是一连猛逼 他匆忙见到 我对魔界最熟悉的 当然是我曾经所在的血魔界 因为熟悉 我也能知道 那里会比较安全 好 立即观想这个地方 然后告诉我 大致的坐标 木铃儿道 血连魔尊自然不敢怠慢 立即心中开始观想 自己熟悉的血魔界 木铃儿则是用手 按在血连魔尊的脑袋上 很快就感应到 他观想所在的地方 瞬间 一个空间通道 开启在木铃儿身边 而后 木铃儿拉着火云海棠的手 并且用衣袖一卷 将那受伤的血连魔尊野卷上 快速地走入了空间通道 不能让他们跑 小魔尊声嘶力竭地狂喊道 要知道 他这次可是拿出了 魔界黑玉的镇玉之宝 本来想 炫耀自己的权势 顺便装个逼 没想到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还有我的真魔罗盘 裴英罗也声嘶力竭地喊道 当他们快速冲过来之后 却发现空间通道早已消失殆尽 只是天空中 忽然飘散落一堆 黑白相间的狗毛 这些狗毛一出现 小魔尊看到空间通道早已消失 这里只飘散着满天的狗毛 也不由得一脸猛逼 这东西 似乎是一种平平无奇的狗毛 裴英罗面色凝重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 用原神探查这些狗毛 就会发现一种 让人心惊肉跳的恐怖感觉 好奇怪 我也有这种感觉 难道是上古凶兽的毛发 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小女孩 可能是上古凶兽所化 小魔尊面色有些阴晴不定 他已经开始脑补 上古凶兽基于魔界黑玉 自己惨被算计的戏份 小魔尊此时心中也在盘算 如何把这次惨败的罪责 推给别人 无论是裴英罗 还是被他招来布置 黑天魔神大阵的修饰 都是不错的背锅侠 正当小魔尊 在不断算计如何甩锅的时候 忽然间 这些狗毛 就开始自然瞬间化为灰烬 片刻狗毛消失了 然而狗毛上蕴含的古怪气息 却瞬间弥漫在整个空间之内 这又是什么秘法 小魔尊和裴英罗 此时都有些猛了 这个地方有着重重静止 加上本来就是魔界的天险之地 因此 在这里 仙人也就无法施展任何空间神通 然而 刚刚那个小女孩 只是轻描淡写地灰了灰衣袖 就开出了很多的虚空通道 这让她简直就是小刀话屁股开了眼了 难道是他们掌握了 什么了不得的空间神通 才能够打破我们魔界黑玉的空间静止 想到这里小魔尊 不由得心中亥然 魔界黑玉 乃是魔界修饰的一个避风港 不仅仅是因为 这里有着黑玉魔尊的镇守 更重要的是 这里空间稳定 根本不会突然出现 自己的仇家破空而来的事 进出魔界黑玉的人 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 让那些逃命到此的魔头 安心不少 再加上有吞仙魔顶的控制 可以说 历代的黑玉大魔尊 都将黑玉控制得严严实实 然而这次 小魔尊不但弄丢了吞仙魔顶 更重要的是 自此之后 魔界黑玉的空间静止神话 被打破了 那小女孩只是轻描淡写 就可以在这里 开出空间传送通道 这对魔界黑玉的声誉和规则 那都是毁灭性的打击 小魔尊越想 面色就越发凝重起来 随即 他传令到所有的修士 必须将今日之事完全保密 否则格杀勿论 至于刚刚 因为布置黑天魔神大阵 被木铃以空间通道 传送走的大乘魔修 他们大多都只是 被传送到了魔界黑玉内的 较远的地方 小魔尊通过他们的原神预检判断 这些人应该都没有受到伤害 只是那小女孩 轻描淡写地布置空间通道 就将布置黑天魔神大阵的修士 传送离开的手段 堪称玄妙 此时 小魔尊心头非常烦闷 他担心 即便自己能甩锅成功 但是因为这次丢失了吞仙魔顶 这不仅让整个黑玉的势力大减 更有可能会受到斥责 甚至他的小魔尊之位 能不能保住 都是一个问题 想到这里他心中极为愤慨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魔界黑玉的所有修士 都心头凛然 他们感觉忽然发现 仿佛一个大山 轻压在他们身上一般 一股股庞大的压力 让众多修士都异常恐惧 怎么回事 小魔尊心头愕然 然而就在此时 天空中陡然裂开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刹那间荒谷真魔 直接破空而来 他身后还跟着一大堆仙魔修士 可怕的是 此时荒谷真魔身上 魔气翻腾 震荡虚空 而他的眉心之处 裂开生出一个血红的树叶 这个树叶不停地眨巴 一股红光 很快就将整个黑玉笼罩起来 究竟是何人 竟敢擅闯我们魔界黑玉 小魔尊大怒说道 是你们窝藏了 我们要找的人 荒谷真魔威严地说道 因为他已经感应到了仇人的气息 他恐怖的红色树叶 不断在小魔尊身上扫描 让小魔尊非常不爽 然而小魔尊身边的裴英罗 却惊呼起来 老祖宗是你吗 老祖宗 原来裴英罗认出了 在荒谷真魔身后的那个老魔头 裴希魔 真魔 来的竟然是真魔 怎么可能 小魔尊此时猛逼了 然而在小魔尊身后的那些 参加布阵的魔修 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 要知道 这次可是一次性来了几十个大魔头 甚至还有仙界修士 他们都在荒谷老魔的带领下 气势汹汹 似乎想要碾压整个黑玉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的是 因为刚才小魔尊和那裴英罗二人 对火云海棠多有不敬 这让在葫芦世界之中的众人非常不爽 因此 哈士奇也义愤填膺地 从自己拔了一把狗毛 交给了即将走出湖中世界的木铃儿 哈士奇告诉他 临走的时候 给这群魔崽子 来一把你哈士奇爷爷的狗毛 这东西 早就沾染了哈士奇的气息 自然也会受到这群魔头的重点关注 哈士奇心中非常清楚 只要自己的 这把狗毛落在谁身上 谁就会遇到巨大的危险 肯定会遭到老魔头的针对 果然 临走的时候 木铃儿丢出了这把狗毛 并且按照哈士奇所说 在上面附着了一层法力 让其自然 因此 最后狗毛消失以后 但是狗毛上附着的气息 仍然充斥在这里 这股气息 也必将很快就被九幽天魔所感应 很快就会冲杀而来 说 你们窝藏的人到底在哪里 附身在荒谷真魔肉身的九幽天魔 用极为威严的声音 说到这声音 让众人心头一颤 你究竟说的是什么 我们并没有窝藏人 小魔尊道 我们也是受害者 小魔尊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老魔打断 再不说 我就将你抽魂炼破 小魔尊在黑玉 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因此早就娇生惯养 娇横跋扈 今日被一个魔头威胁 心中自然非常愤怒 然而他还是只有隐忍 小魔尊本来想自己隐忍一番 或许能逃得一命 然而九幽天魔才不会善罢甘休 你不说是不是 那我就只好搜你的魂 九幽天魔不仅继续逼问 更直接就要出手 你敢 黑天魔神大阵 守护 小魔尊心中亥然 立即呼救 因为他身上掌握着 能操控黑玉 修饰生死的黑服 众多大成修饰没有办法 不得不在他面前 布置了一道又一道阵法防御 刹那间 小魔尊被魔道气息牢牢保护起来 然而九幽天魔冷冷一笑 他附身在荒谷真魔的身体 随手挥了挥 层层魔阵 瞬间就被吹得灰飞烟灭 许首台族竟然就能这么厉害 小魔尊知道 这次自己算是踢到铁板 心中无比骇然 他想要顿走 但是却发现 附近的空间已经被人完全封锁 小魔尊身旁的裴英罗 见状也暗到不好 也打算立即顿走 然而 他也被控制在这里无法逃走 老祖宗救我 老祖宗救我 裴英罗开始连连呼救 显然因为血脉气息 身为真魔的裴希魔 岂会不知道 这就是他的直系子孙 然而还没等九幽老魔发话 裴希魔立即下跪道 我没有这样的不孝子孙 还请天魔前辈将其抽魂炼破 尺夺元神 以全天魔大人的万全之计 哼 九幽天魔 微微一哼 似乎是表示赞同 裴英罗这时候才知道 自己已经被完全抛弃 成为弃子 他心中极度绝望 却又无能为力 很快 九幽天魔随手一招 裴英罗和小魔尊的身体 就不听使唤地飞了过来 九幽天魔随即就按住这两人的脑袋 直接抽魂炼破 将他们的所有记忆 都快速探查了一遍 想不到魔界黑玉 竟然用一件仙器 作为阵界宝顶 不过看这东西 应该非常不俗 九幽天魔 从小魔尊的记忆中 小魔不是仙界修士 因此一时间也看不出此物的来历 因为他的神念过于霸道 搜魂之后 小魔尊和裴英罗二人 就已经耗费所有原神 生死到消 随后九幽老魔一挥衣袖 瞬间二人尸身被魔火包裹 转眼就灰飞烟灭 真是想不到 那些人身边 还有一个女子 能够使用空间秘书 九幽老魔 面色也阴晴不定起来 怪不得能轻易逃离我们的追杀 毕竟魔界黑玉的空间法律规则 截然不同 因此 即便他全力使用金仙原力破开空间 也是花了一时半刻才做到的 因此 他们赶过来的时候 黄花菜都已经凉了 此时九幽仙宗的掌律真仙 眼神微微一变 他可是非常清楚 自己宗门在灵界的九幽山门人 曾经培养了一株通天神术 而据说 这通天神术的气灵 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 他瞬间就反应过来 刚刚出手的那小女孩 不是一个人族 而是通天神术的化身 因此才有如此厉害的空间天赋神通 但是此事牵扯过大 而掌律真仙并不想让老魔头得到宝物 因此也干脆故作不知 显然他想作弊上官 虽然掌律真仙现在被老魔所困 而且额头上也被老魔刻画了血浮封印 若是他有反抗的意思 必然会被老魔所知晓 但是他只是知道了通天古术的前因后果 只是并不说破 因此九幽天魔除了搜魂 也并不能从他身上获得这些信息 当然 九幽天魔如今不过是魔源降临 想要搜魂真仙原神 估计也会非常困难 这次前往魔界的主要都是真仙 真魔 普通的仙界修士 还有灵界的大成级修士 根本就不敢在魔界肆意行动 急到 快算一下他们到了什么地方 九幽天魔恼怒地说道 是 急到天魔 这家伙本来是极为桀骜之人 此时在老魔面前也老老实实 当起了工具人 不过我的测算 需要血迹大震 急到真魔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有何难 九幽天魔冷笑道 这魔界黑欲 因为空间被多重法则炼制过 让我们无法快速穿越空间 以至于没有抓到那些人 由此可见 这黑欲已经爱了大事 就直接将这黑欲血迹了就行了 此言一出 众人都不由得面露惊骇 毕竟魔界黑欲 乃是魔界的一个极为厉害的决定 历代都有黑欲魔尊都飞升真魔界 因此 魔界黑欲的势力 即便在真魔界也不容小觑 然而此时 九幽天魔正处在圣怒之时 众人也不敢相劝 随即开始去布阵 要血迹一剑 很快阵法 就在极道真魔的指挥下 众多老魔真仙联手 很快就将阵法布置完成 偌大的一个魔界黑欲 就成了极道老魔的极品 众多老魔真仙 开始联手发动大阵 一道道魔光仙气 疯狂在黑欲之中肆虐 庞大的力量 将整个黑欲的修饰 轰得支离破碎 强大的力量 将血气 回成一片巨大的血云 数十万万修饰的惨嚎之声 在魔界黑欲中 响彻不绝 血魔剑 随着一阵空间闪动 木铃他们出现在了一处偏僻之地 不过 这里有着极为浓烈的血腥味 让木铃非常不适应 随后 木铃和血连魔尊进入吞天葫芦 而又有两个女子出现 这两女子乃是玉岩仙子和玉珠仙子 他们都是草木精灵 玉岩仙子善于玉兽 而玉珠仙子善于培育灵直 他们虽然修为不弱玄冥 但是却不擅长战斗 因此 极少与外界有因果 让人难以推算他们的行踪 血魔界乃是魔界的一个奇葩 这里魔气不太浓烈 但是却天生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血池 里面蕴含着极为强大的污秽质 血 还有浓烈的煞气 因此 不少修炼血魔秘法的修饰 将这里作为了圣地 血魔界如今之主 名为血魔罗王 此了也是方杨的死敌 当初这个魔头 隐藏在毗邻星域黄罗王朝太子罗如斌的身上 他甚至想要血迹目青青 以求获取血脉 打开未央仙道的禁止 好在方杨当初 以五行大剑服和乾坤精硬 以及紫色蒲团 才将其打退 想起当初与血魔罗王的争斗 方杨不由的心里感慨万千 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能来到老魔的老巢 可能空手而归啊 此时 他也不由地盘算起来 如何对付这个老魔头 有仇不报非君子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方杨报仇 一天到晚 方杨心中已有算计 来到血魔界的机会很难得 我要从这个血魔罗王身上 一次性收回本金和利息才行 当年罗如斌因为血魔罗王附体 在毗邻心域建立了黑霜肢体 同时还模仿血魔界 建立了一个巨大血池 不断以四大王朝的皇族之人来血迹 手段可谓凶残至极 既然这老魔头如此凶残 我这次来 也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 确保让这老魔头 也体验一番什么是绝望 方杨随即也开始盘散起来 不过他非常清楚 血魔界不像魔界黑玉一样 是一个封闭 且相对较小的空间 因此 绝对不是一把狗毛能解决的 因为地狱过于广大 而且四通八达 就算把哈士奇的毛毫光了 也不一定能将其全覆盖 必须要从长记忆才行 方杨心中已经有所算计 此时 玉岩仙子和玉珠仙子 按照血连魔尊提供的地图线索 开始沿着血魔界的一条偏僻道路 前往一处隐秘的山谷 那里是血连魔尊曾经营修的地方 据说乃是天然的静置之地 与黑玉不同 血魔界地狱极其广大 相当于上千个黑玉 而在血魔界中部 有个巨大的血池 据说血池里有着上古凶兽一脉 非常凶险 血魔罗王就在血池附近的血魔城之中坐镇 预言 玉珠二位仙子 飞行在血气浓郁的血魔界 他们心中也有些非常不自在 毕竟 他们虽然修为已经不弱 但是不擅长战斗 因此难免心里发出 然而他们发现 一路上 他们遇到了不少血魔界的本地修士 当这些人发现他们之后 都吓得魂飞魄散 快速顿走 这让他们两个百思不得其解 此时 两个满头红发的血魔界修士 在快速飞行 当他们见到预言预珠两个美人之后 也是一样扭头就跑 似乎若是他们修为再提升一些 将不惜一切代价 撕破空间逃遁 这看得他们两个美女一脸猛逼 这两个红发修士 好不容易逃远之后 年长的红发魔修心里一松 开始连称晦气 大师兄 那两个女子有那么可怕吗 我看她们长得很漂亮 而且身上一点魔气都没有 感觉不是什么凶恶之人吧 你懂什么 你刚刚才从下界飞升到魔界的 根本就不会明白 血魔界的手段有多么恐怖 那年长一些的魔头 心有余悸地说道 我们刚刚逃过了一场生死大劫 不会吧 年轻的魔头满眼不敢相信 她怎么想 也不会觉得 两个看似柔柔弱弱的美丽女子 竟然这么恐怖 因此心中难以置信 你这家伙 很难给你解释 年长魔头摇了摇头说道 你知道玄梨魔花吗 就是那很珍贵的魔界灵药 知道 我看过点节 那是血魔界的一种宝物 据说服用之后 能让恋虚巅峰修士 轻易突破到合体境 这个年轻修士 脸上流露出一脸渴望之色 不错 年长魔修点了点头 然后说道 不过在血魔界 见到这样的珍贵魔花 千万不要去采摘 你只要采摘 估计就会没命了 这又为什么啊 见到宝物的机会千载难逢 就这样白白浪费 年轻魔修很势不解 她作为刚刚飞升魔界的修士 对于很多规矩 也是一知半解 哼 血魔界的妖艺秘法无穷 其中有种 凶兽教师魂毒花嘛 他能将舌头 就能换化为 一株玄梨魔花 让人看不出一点破绽 但是若是修士赶过去采摘 就会直接被那舌头捆住 大成以下修士根本无法逃脱 只有等着被吞噬的命运 然后魂飞魄散 老魔缓缓说道 曾经被这魔物吞噬的修士 不计其数 后来经过了几千年 才有修士逃生 从此之后 魔界本土的修士 见到玄梨魔花都 不会激动了 原来如此 年轻的魔修有些恍然大悟 看来在魔界绝对不能 被表面所迷惑 否则就一定会吃大亏的 不错 年长的魔修缓缓说道 在血魔界 越是看上去漂亮 无害的 可能就是越凶狠的魔头 显化的诱饵 原来如此 年轻魔修点了点头 刚刚那两个女子 一点魔气没有 而且样子极为美丽 似乎在血魔界 还有些找不到路的样子 那岂不是 不错 刚才跑得快 否则已经被他们吞噬了 年长魔修 想起刚才的惊险经历 还不由得有些心惊肉跳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口中堪比魔头中的 魔头的两个美女 正在迷路中 这血连老魔刻路的地图 乱七八糟的 看了半天都没有弄清楚 真烦 此时 玉岩 玉珠 两个粉雕玉拙的仙子 脸上净是愁容 他们常年待在仙府世界之中 很少外出 自然也没有找路的经历 因此 他们两个算是路痴 而且还是千载难逢的那种 即便血连老魔的地图 已经极为完善 甚至自带导航功能 但是他们两个 依旧不停地迷路 血连老魔的地图 怎么怪怪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把地图拿反了 血连老魔哀叹道 这地图的箭头 为啥老是闪动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是看错方向了 系统在提醒 血连老魔 有些欲哭无泪 这地图怎么乱七八糟的 看不懂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最终 他们两个想要找人问路 然而 他们每次想找人问问路 都把路过的魔头 吓得抱头鼠窜 他们两个 都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是不是自己语气太凶了 或是微笑表情不到位 没有亲和力 二人开始了自我反省 然而 他们两个不知道的时候 他们的语气越是温柔 微笑越是自然 越有亲和力 越是把那些路过的魔头 吓得屁滚妙流 不会吧 我们有那么可怕吗 欲言仙子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问路接连失败的两个路痴 最后没有办法 只得用原神 与血连老魔沟通一番 随后 两个美女干脆心一横 遇到一个落单的魔修 就冲了上去 一阵痛便 这次 他们很快就逼问出了 要去地方的位置 同时还问清楚了路线 原来魔界问路 都需要打一顿才行 欲言仙子 一脸猛地说道 这魔界以强者为尊 估计火云姐姐 就是因为又美又撒财 让那小魔尊迷了心窍 欲珠仙子笑道 知道了魔界的生存法则 两个美女如同打开了新世界 欲言仙子觉得自己 天生没有方向感 干脆运用自己的玉兽神通 俘虏了一头路过的魔兽飞蛇 强行要其带路 这样 他们两个路痴 总算是磕磕碰碰 来到了一处隐秘的山谷 找到了血连魔尊 留下的隐蔽传送阵 直接来到了地脉深处的 一个隐秘洞窟 前修了几日之后 方阳对于地号天书的掌控 也越发完善起来 方阳开始运用地气天书 开始屏蔽这里的空间静置 这就如同在原本的空间之中 割裂出一处小空间 如此一来 他们能暂时也来到了血魔界 而短时间之内 不被天道所探查 当然 这样能避免被老魔他们感应 方阳他们通过地气保护下 再次出现在血魔界的时候 方阳表情有些怪异 这血魔界 我感觉有一种特殊的熟悉感觉 方阳缓缓说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 河东面色一遍说道 我从上古结教典籍之中 发现在上古洪荒 有一个关于血海的传说 那是上古大能明河老祖的道场 或许这血魔界的血池 可能就是上古洪荒的遗迹碎片之一 河东根据上古记载 了解到血海之主乃是明河老祖 他修为极高 而且以沙正道 并且出生于血海中 血海本是天地间最为污秽之地 明河又将血海 炼成了自己的身外化身血低子 不是魔却圣死魔 不过 如今天帝大劫之后 血海估计已经破碎在了 极度空间碎片之中 而魔界的血魔界 可能就是上古遗存 而当张灵和诺破来到血魔界 也觉得这里有奇怪的熟悉气息 我感觉 我真的感受过这里的气息 张灵也是一连猛 对了 你们还记得 我们当初在下界得到的炎木仙岛吗 方阳恍然大悟道 此言一出 河东 张灵 诺破 面色陡然一变 你是说 地脉之下的那面禁忌之强 众人恍然大悟起来 如果方老板的感觉是真的 那么我可以在血魔界玩一票大的 河东露出微笑道 你是想去挑了血魔罗王 诺破问道 飞野 这种探查一番 搞不好可以弄到上古宝物 河东若有所思地说道 不过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退路才行 方阳笑着说道 随后方阳的分身 就来到了清元仙府之中 让五行童子 前往紫竹林推算因果 要知道 当初方阳在仙府之中 种了佛门紫竹之后 如今这些佛门紫竹的佛光意义 已有千万年的树林 与玄民他们年份差不多 运用这些紫竹推算因果 五行童子听到方阳的要求之后 也是一连猛 毕竟一个魔界种地 怎么可能有佛门紫竹这样的宝物 当然 五行童子那是绝对相信方阳 因此没有推辞 在他一阵操作测算之后 很快就推算出了结果 五行童子也露出震惊之色 通过挂像显示 似乎在血魔界那血池之内 竟然有着佛门紫竹的存在 而且似乎 似乎与清元仙府的紫竹乃是一脉相成 此言一出 方阳面色一松 看来这次是赌对了 随即 方阳他们 让欲言欲诸两位仙子去潜入血海 两位仙子这几日 在血魔界的行动也颇为感兴趣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走出清元仙府 更没有如此冒险 反倒觉得在血魔界的经历非常的奇妙 而后血连老魔 又规划出了一条通往血池之路 当然这次二女有了上次的经验 随即将上次抓到的魔兽飞蛇 从灵兽带中抓来 又是严刑拷问一番 然后两个鹿痴在一头魔蛇的带领之下 直接前往了处于血魔界中心位置的血池 血魔界的存在 可以说就是因为这血池的存在 当然 普通魔族并不喜欢这里 只有一些修炼雪道魔宫的修士 和一些血海衍生的魔兽 才非常重视此地 这血池位置极大 足足占了半个魔域 而且越接近血池 妖魔鬼怪也就越多 当然两位仙子已经知道了这里的规则 遇到有魔头窥视 立即释放出法力震慑 以他们大成巅峰期的神念威压 很快就让所有见到他们的魔修和妖兽 下得四处逃窜 就这样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血池的边缘 血魔界的血池 估计是上古血海的遗迹之一 这里远远望去 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血色海洋 真是壮观啊 月妍仙子看到极为磅礴的血海 也不由得心中惊恶 此时 血海之中血浪翻滚 不时有一些奇形怪状的魔兽越出 在空中一阵乱舞 他们可以感觉到 这里的妖兽极为暴虐 一些飞越血海的魔兽 要是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被血海之中的妖兽 飞出来捕获 他们二人越是靠近着血池 越是感觉到强烈的血腥之气和煞气 越发磅礴起来 这让他们二人的面色有些凝重 好在此时 钱多多将虚空蜗牛传送了出来 而后 他们驾驭着虚空蜗牛 快速飞入了魔界血池 他们一进入血池之中 就感觉磅礴的血魔之气 开始往虚空蜗牛上面侵袭而来 好在虚空蜗牛 本来就有极为强大的空间威能 和规则之力 将这些血气抵挡在外界 与此同时 方阳也时刻关注外界的变化 若是二人遇到危险 他就会动用地号天书的力量 帮助他们抵挡血池之中的上古凶兽 虚空蜗牛 快速在魔界血池之中穿行 很快就有一股股强大的神念扫描而来 这让预言预助二人心头微微一惊 看来这血池下面 果然有些古怪 方阳他们也感受到 而来外界的变化 此时的预言 预助二位仙子 驾驭着虚空蜗牛 在血池之中快速穿行 想不到这虚空蜗牛 竟然能轻易抵挡血池之中的 种种血气和煞气 本来刚刚进入血池的时候 他们二人还有些担心 若是虚空蜗牛抵挡不住 他们就会在身不见底 且魔兽纵横的血池之中遇到危险 但是真正进入到血池之后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 这虚空蜗牛的厉害 不但能轻易穿行 甚至还能毫不费力地 抵挡这里的血煞之气 这就连前多多这个虚空蜗牛的持有者 此时心中也不断嘀咕 这虚空蜗牛实在太强了 竟然能在魔界的这个绝地 也能如履平地 而且顿速也是丝毫不减 看来当初那位无边散人的身份 值得深究 方阳他们也产生了差不多的想法 当时 方阳以为这无边上人 估计就是一位普通的仙界修士 降临到灵界 然后依靠着自己的法宝 还有传承在灵界胡作非为 不过现在想来 恐怕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要知道 魔界的血池极为凶悍 乃是上古血海的遗迹 血海之中蕴含的规则之力 绝对非同小可 其实 刚才方阳他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若是虚空蜗牛抵挡不住 他就会立即使用地号天书这件地器 加持其防御 甚至直接在外面布置一层 蕴含先帝规则的宝光来守护 然而 虚空蜗牛的表现也是出人意料 竟然能在血池之中穿行无碍 这也让他们省去了不少麻烦 当然 这也让他们意识到了 这虚空蜗牛 包括其蜗牛壳中的无边仙腹 品质远远超过他们的估计 不过此时方阳他们还来不及细想 忽然虚空蜗牛就传来一声震动 好大的一条血蛮 预言 欲珠二位仙子很快就发现 刚刚潜入到血池深处 立即有一条长达数百丈的血蛮魔兽 跟着虚空蜗牛冲了上来 这头血蛮显然也是一头上古凶兽 张大满是獠牙的巨大的嘴巴 就想要将虚空蜗牛吞入腹中 不过好在虚空蜗牛上 有着相当多的防御禁止 因此快速躲开了血蛮的这一击 这也引得虚空蜗牛在不断震荡 岂有此脸 我们低调做事 低调穿行 想到还是惹来了祸患 预言仙子怒道 不过如今他们在血池深处 也不敢擅自离开虚空蜗牛 否则不知道还会惹来什么上古异兽 随后 欲珠仙子心头一横 一柄仙气飞剑被虚空蜗牛传送出去 直接对着那巨大的血蛮凶兽就冲了过去 仙气飞剑在血海之中快速穿行 就如同鱼雷一样 不过 飞剑蕴含的仙灵之气 与血池中的血煞魔气相互纠缠 并不断地发生剧烈的反应 然而 这更增强了飞剑的威势 陡然间 这飞剑直接射入了这头血蛮凶兽的嘴巴 轰隆隆 随着一声巨响 这头巨大血蛮的头颅被炸成粉碎 而后 他那巨大的身躯还在无力地挣扎 龙裂的血气又引来了血池中极多的猎杀者 很快 身体无比巨大的血蛮魔兽的身躯 就被众多的嗜血者吞噬一空 整个场景看得寓言仙子和寓珠仙子 有些心头发麻 好在他们还保持了清醒 立即操控虚空蜗牛 快速顿走 因为虚空蜗牛的速度非常之快 大多数的妖兽都追不上 除了一些上古血海一层的洪荒魔兽的遗种 一般都还追不上他们 虽然寓言 寓珠二位仙子不擅长斗法 但是他们可是自小就是火云海棠的小姐妹 火云海棠这么多年来 炼制了不少的仙气 他们两人也获得了不少精品 而且 他们也都得到了火云海棠的传授 自爆仙气的手段玩得也很溜 所以 自保也是没啥问题 随着虚空蜗牛在血海深处穿行 他们也遇到了几头厉害的魔兽 不过依靠着仙气自爆仙气的这个秘法 的确是无往不利 浑身长刺的恐怖巨龟 被仙气飞剑炸成碎片 凶悍无比的血海剑齿杀 被仙气飞刀炸得没有牙齿 血气护体的九头海蛇 被一把又一把仙气飞针 扎得满头包 两个美少女一路过关斩将 很快就来到了血海海底的深处 最开始的时候 越接近血海深处 这里遇到的魔兽也就越强悍 之前 他们只要自爆一件仙气 基本就能解决问题 现在至少要自爆两三件仙气 才能够抵挡凶兽 如此一来 二人的存活越来越少 他们不由的心里有一些担忧起来 他们担心自己的用于自爆的仙气用完了 还没有到血海海底的目的地 这样下去的话 就会有一定的麻烦 即便方阳能用地气保护他们 但是若是不能还手 前来打秋风的魔兽机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闹出大的动静 必然就会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若是让那些老魔头感应到一些端倪 那就危险了 两位仙子怀着忐忑的心情 按照五行童子的指引 开始接近血海深处的一个巨大的海沟 奇怪的时候 当他们靠近这里之后 忽然发现似乎魔兽一下子明显减少了许多 这让他们越发有些惊疑 随着虚空蜗牛的继续下潜 从血海深处 竟然散发出一点紫色的光芒 原本浓烈的血气和煞气 竟然开始减弱 而且 这里的海水也变得清澈不少 不再有其他地方一样的血腥味 和血污的颜色 真是奇怪 在血海深处 竟然有这样一个地方 两位仙子脸上一阵惊喜 然而 当他们来到近处之后 却发现 这里竟然有不少佛门子竹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子竹 而且我觉得 他们的气息 与青云仙府的紫竹林 是一脉相成 玉珠仙子精通灵直之术 自然能发现其中端倪 这里的紫竹 都是子中带经 显然也有近百万年的树林 不过远远比不上青云仙府中 千万年树林的紫竹 即便如此 这些百万年份的紫竹 在佛门 也会被当作圣物来对待 然而 谁也不会想到 在魔界最污秽的血魔界血海深处 竟然会出现佛门的紫竹 而且 这里的紫竹 形成了一片小型的紫竹森林 只是因为常年处于魔界血海之地 一直不断与血沙之气相互争斗 因此 这一片紫竹林 显得有些衰败 紫竹林散发出紫色和金色的光芒 在血海底部 显得非常奇异 玉岩和玉珠两位仙子来到近处 这才发现 因为紫竹林在这里不断稀释 和分解血气 还有煞气 以至于在靠近紫竹林范围之内 竟然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阵法 竟然生出了天然的阵法 有趣 玉岩仙子不由得嘖嘖称奇 他们将虚空蜗牛 当成了潜水艇一样 停在了这个阵法光照的外面 仔细探查之后 他们才能确认 这紫竹林所形成的阵法光照 直接将血海的海水 以及所有的血沙魔器 统统抵挡在外面 然而 这个天然阵法 只针对血沙魔器 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防御功能 于是 两位仙子驾驭着虚空蜗牛 轻易就穿越了这个阵法避障 到了这片紫竹林之中 谁能想到 在血海底部的隐秘的裂缝之中 竟然有一个室外紫竹林 玉珠仙子的神念 在紫竹林中四处探查 确定了这里几乎没有血沙魔器 甚至没有受到血海的影响 不由得都暗暗吃惊 当然 方阳他们在吞天葫芦世界之中 也用炫光之树 看到了外面的景象 不由得心中十分欢喜 真没想到当年的无星插柳 竟然在魔界形成了一片紫竹林 此言一出让钱多多和哈士奇 以及血连老魔 都不由得极为好奇 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方老板 我记得 你应该没有来过血魔界吧 怎么能在这里种紫竹呢 钱多多颇为疑惑地问道 其实 这事情 你都参与 方阳笑着对钱多多说道 什么 我也有参与 钱多多显得很是惊喜 原本肥胖的身体 一下子来了劲 方老板 你就别卖关子 给我说说吧 此事 还要从数百年前 我们刚刚在苍蓝星的东海 建立了炎木仙岛说起 方阳微微一笑 说起了此事的因果 当初方阳他们 还只有助击器的修饰 刚买下了炎木仙岛 在得知炎木仙岛 可能有宝藏之后 就让钱多多带着他们 在岛屿地脉之中 四处探查 他们打算依靠 钱多多的天赋神通 来寻找炎木仙岛传说中的宝藏 当时钱多多的修为 也并不高强 很多天赋神通 也还没有激发 如此一连一个多月 也没有发现宝藏的踪迹 一个多月的寻宝失败 让平时懒如肥猪的 钱多多感觉受到了挑战 然后卯足了劲 更加努力地寻宝了 又过了一个月 众人配合钱多多 在炎木道的地底 都打了长长的隧道 终于在地底 近千丈的地方 遇到了一处 刻满符咒的静置石墙 不过这静置非常强大 即便他们全力攻击 也对那事情 没有任何影响 而且这石墙能屏蔽神面 他们当时见识也不高 一心想要求宝 因此 河东拿出了上古阵法布阵 施展出了阴阳破空不龙钻 此法乃是上古修士 为了飞升上界 打开虚空通道 而开发出来的诡异阵法 他们布置阵法之后 疯狂消耗灵石 接连不断发动攻击 在阵法加持下 他们花了大量灵石 终于在近千丈之墙上 引起了变化 造成了空间裂痕 而后 在空间裂缝的那一边 一股股恐怖的气息弥漫出来 一个个实力强悍的老魔头的力量 从空间裂缝之中传来 方扬他们这才知道 自己闯下大祸了 静智之墙后面存在的不是宝物 而是被上古修士封印的 一个隐秘的魔界空间入口 方扬他们感觉到 对方似乎距离空间裂缝 还有很远的距离 但是对方的灵压 就能让他们受伤 危急时刻 方扬他们想到了静智之墙 于是乎 他们想尽办法 去激活静智之墙上面的 金色仙界符文 最终他们侥幸成功 静智之墙的符文金光闪耀 开始在墙上不断浮现闪耀 在漫天的金色光滑中 空间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弥补起来 这才封印了魔界修士 不过这次封印魔头 还造成了炎木仙岛大地震 可谓是十分凶险 这次封印魔头 后来这里有紫竹灵 又有什么关系 钱多多问道 那些魔头贼心不死 几次都想打破封印 甚至每次灵气一动 静智之墙 都会出现一些小的裂缝 方扬随即笑道 后来我就以仙斧 不断培育佛门紫竹 这件佛门圣物 此物对于魔头非常克制 方扬解释道 之后 这个封印每次有异动 方扬就往封印之中 丢入经过清源仙斧 催熟的佛门紫竹 随着仙斧品阶越来越高 方扬催熟的佛门紫竹的年份 也就越来越高 甚至方扬他们 当初要飞升灵界之前 还暗中返回了炎木仙岛 不断丢出品阶更高的紫竹 加持封印 随着方扬他们的修为提升 特别是他修炼 窃天秘术的提高 不断获取天机 修复静置之强的封印 以至于封印已经极为稳固 根本不担心 有魔界修士想要冲出来去苍蓝星 原来 这里的佛门紫竹 真的是方老板间接种下的 钱多多随即笑道 这算是无心插竹 竹成灵啊 我们如今被那群老魔头追杀 曾经想要疯狂堵住的魔界狗洞 成了我们唯一的逃生通道 何东也笑着说道 他们找到了佛门紫竹 意味着通向凡界苍蓝星 岩木仙岛地脉中的 那个空间裂缝通道 就在附近 此时 钱多多也兴奋不已 找空间裂缝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钱多多用毛茸茸的肥瘦爪子 拍了拍胸脯说道 我用地号天书 能布置一道护体白光 可以让你几天之内 不受天地法则的影响 方扬笑道 不过切记 不能超过了时间 否则就有可能 被那些老魔头推算道 我也去吧 我对血魔界很熟悉 希望能帮忙 血连魔尊笑道 还有我 哈士奇魔尊 也是高高举起了狗爪子 一脸兴奋地说道 随后方扬给他们 布置了护体白光 随即就将他们 传送出了仙府世界 而后 欲言欲诸两位仙子 镇守在紫竹林 而钱多多带领着哈士奇 和血连魔尊 就驾驭着无边仙府 就在紫竹林之外 四处探查 血魔界 血海之地 乃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在诡异的血气 和煞气的催生下 这里诞生出了 许多玄妙而怪异的生灵 虽然我也是血魔界 诞生出来的生灵 但是却一直不敢探索 血海深处 血连魔尊 修炼血连魔宫 因此对血海深处 有着特殊的亲近感 不过这里实在是太危险 即便有着虚空蜗牛中 无边仙府的阻隔 他心中依旧有些心惊肉条 人是人 他妈生的 腰是腰 他妈生的 你呢 是怎么来的 哈士奇问道 不过他说话直来直去 感觉有点像在骂人 而是感应血海的力量 从血海中诞生的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 就是在血海之中 与很多凶兽 一起相互厮杀 血连魔尊笑着说道 因为想要在血海中生存 就必须杀法果掘 心狠手辣 而后 我又得到了一些上古魔道传承 激发了传承记忆 获取了上古的一些功法 因此才在血魔界 闯出了一些风头 谈起自己当初在血魔界的风光 血连魔尊不由地喜笑颜开 因为在血海之中 有着浓烈的血煞之气 和血腥之气 这些都影响着 钱多多的发挥 他围绕紫竹 临转了好几圈 仔仔细细搜寻后 竟然也没有发现 传送通道可能在的位置 真是奇怪了 钱多多有些疑惑地说道 按道理说 方老板丢入血魔界的紫竹 都已经找到了 即便空间裂痕 会产生一些异动 但是空间薄弱之处 不会离紫竹太远 钱多多以为自己 很能在很快就能寻找任务 没有想到的是 他整整花了两个时辰 还是一无所获 钱多多 你不是妖皇传人吗 你不是天赋神通吗 怎么花了这么半天 一根毛都没有发现 哈士奇魔尊 非常欠打地说道 血连魔尊在一旁笑着说道 哈士奇 我劝你善良 如今钱多多 已经成为了妖皇传人 将来天下所有的妖怪 都是他管辖 你这头狼精 估计也是他的麾下 如果是你现在嘴巴没那么见 估计能为将来结一个善缘 此言一出 哈士奇不由地恍然大悟 目瞪狗呆 那个 那个小妖皇陛下 明大人有大量 将来妖婷从丽 记得封我 当个宰相 宰相就算了 但是宰头哈士奇祭天 还是可以的 钱多多咧着嘴说道 吓得哈士奇浑身一颤 两位你先别吵了 还是尽快找到传送通道吧 我们身上地气天书 所发出的保护白光 支撑不了多久 血连魔尊 开始打圆场说道 钱多多 他们花了几个时辰 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然而 他们身上的守护白光 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只得返回紫竹林 重新在阵法中 让芳阳使用地号天书 加持在他们身上 在几次搜寻无果之后 芳阳只好让五行童子 再次使用他的测算秘书 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 因为血海乃是上古禁地 有着无穷无尽的上古诡异禁止 因此 即便五行童子全力测算 最后都是一片混沌 甚至还因此 受到了反噬 受了一些轻伤 看来这血魔界的血海深处 不愧是魔界禁地之一 竟然能对天机混淆 蒙蔽到如此程度 芳阳的眼神 有些阴晴不定 随即芳阳 就让钱多多脖子上 挂上吞天葫芦 然后再次出发 不过他们已经将 紫竹林附近的空域 全部搜索之后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无奈之下 钱多多他们越来越 接近血海深处的地方 然而一到此处 血连魔尊 就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难道这里封印了 什么可怕的东西 想到这些 他不由得有些担心 不过就在此时 地脉深处 产生了一阵阵颤动 难道是空间裂缝 产生的波动 想到这里前多多一阵星系 随即就带着他们 开始快速 向地底裂缝之中冲去 然而地缝之中 他们驾驭着 虚空蜗牛四处寻找 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难道说是因为 虚空蜗牛的屏蔽作用太强 看来只要到外面 去亲自去探查 或许还有效果 血连魔尊 自告奋勇地说道 他本身就是 出生于血海中诞生的生物 因此 对于这里的血气和煞气 并不排斥 因此 他即便离开了 虚空蜗牛的守护 问题也不会很大 血连出去 一定务必小心 哈士奇也难得认真地说道 二哈与这个老魔 认识很久 而且都是魔道修士 自然颇有共同话题 放心吧 二哈 我可比你小心多了 你还是多担心一下 小妖皇 将来如何收拾你吧 血连魔尊笑道 二哈 一脸苦涩 随后 血连魔尊 就从虚空蜗牛中的 无边仙府 摩依而出 以及浓郁的血气和煞气 这让他找到了一种 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这是 众计怪异 又熟悉的气息 就在此时 血海底部的海沟之中 忽然又发生了一阵阵 极为磅礴的魔源波动 似乎下面有修士 血连魔尊心中暗惊 就在此时 海底裂缝深处 一团血影在不停蠕动 哈哈哈哈 我怎么感应到了 其他血迪子分魂的宗界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血影之中缓缓传来 自从主人 把我们炼成了血迪子后 我们就在诸天万界 闯出了偌大威名 可是没有想到 血海竟然也会崩碎 而我们也只能苟延残喘 不过 只要我吞噬了足够多的 其他血迪子 总有一天能复活主人 血物之中的恐怖存在 似乎感应到了 血连魔尊的存在 显得越来越兴奋 此时 血连魔尊在不断研究 海底涌动的暗潮 随即欢喜地传音道 我发现了海底的暗潮汹涌 因此 下面才是空间通道所在 可能是因为 暗潮将紫竹冲到了一个地方 此时 血连魔尊终于在海底裂缝附近 找到了一处空间薄弱之处 经过探查确定 这就是方阳他们 所封印的空间入口 就在此时 一股庞大的气息 将血连魔尊锁定 吓得他一阵心惊肉跳 怎么回事 我感觉心里发毛 血连魔尊 立即和钱多多他们传音道 钱多多他们也觉得不妙 立即打算 发动虚空蜗牛 将血连老魔收回来 然而 血连魔尊身上的地气加持的宝光 一下子光芒四射 直接将那血光挡住 竟敢拒绝我 那团血物似乎非常愤怒 你本来就是 我身体的一部分 以为产生了灵质 就可以摆脱我吗 血连魔尊感到这团血物 竟然散发出了磅礴的力量 让他有些心惊肉跳的感觉 他见到情况不对 立即发动挪异术 想要回到虚空蜗牛之中躲避 然而陡然间 一股庞大的血腥之力 快速将他束缚起来 好可怕的血物 钱多多倒吸了一口凉气 随即他就操控虚空蜗牛 用虚空蜗牛的触须 射出一道极为绚烂的黄色光芒 嗡的一声 这道攻击 瞬间冲破了血物 对血连魔尊的束缚 这也让血连老魔 恢复了行动 他不敢怠慢 立即挪移到了 虚空蜗牛壳中的无边仙腑 好危险 这血物中 可能隐藏了血魔界的上古老魔 血连魔尊心有余悸地说道 钱多多也面色凝重道 我们快走 随即 他开始驾驭着虚空蜗牛 以最快的速度 往子竹林所在的方向顿走 当然 他也不想在这里动手 因为害怕引起空间波动 让那虚空隧道的入口 又发生偏移 到时候寻找起来 就会更加麻烦 钱多多作为一个老司机 操控虚空蜗牛穿行的速度 那是非常之快 然而 他们身后跟着的 那道血物的速度 也是异常恐怖 犹如红色的闪电一般 而且 这红色血物 不但能在血海之中 毫无阻碍地穿行 甚至还能施展空间秘术 不断闪现到 钱多多他们前方去拦截 钱多多也不是吃素的 他的虚空蜗牛 也是蕴含着不少空间神通 他干脆也放开手脚 全力操持虚空蜗牛 也接连发动顿空秘术 不断闪现 远远看去 似乎在血海底部 出现了两道诡异的闪电一般 正一前一后 快速接近紫竹林 我们先躲藏到紫竹林去 二哈说道 希望紫竹林能对这血物 有阻隔作用 几个呼吸后 钱多多他们快速回到了紫竹林 到底发生什么事 此时还在紫竹林中 盘膝打坐的预言 欲诸二位仙子 见到钱多多驾驭的虚空蜗牛 狼狈而来 也知道情况有些不对头 瞬间 他们也发现了外面的那团血物 血物以极快的速度 撞击到紫竹林的守护光芒之上 瞬间发出了一声惨嚎 竟然是 克制我的佛门之物 那声音显然非常愤怒 我要灭掉你们 随即 血物之中爆发出了强大的怨气 紫竹林形成的天然阵法 开始不断颤抖起来 好强大的魔头 欲言欲诸二人面色凝重 他们随即出手 丢出了两件仙器 想要再用仙器自爆之术 然而让他们吃惊的是 两件仙器刚刚飞入 血物还没有来得及自爆 瞬间就被可怕的污秽力量所侵染 失去了灵性 好强大的污秽之力 竟然能让仙器瞬间失去作用 两位仙子 面色越发凝重起来 你本来就是 我的元神分身之一 快来和我合铁 只要我们元神合一 就能救回主人 忽然血物之中 传来极为恐怖的声音 这一声声呼唤 响彻整个紫竹林 这血物之中的魔物 似乎在施展一种 元神召唤之术 方阳面色凝重地说道 此时 众人都把关注点 放在了血连魔尊身上 显然血连魔尊 就是这个血物之中的老魔 需要找的那个元神分魂 不可能的 在我的记忆中 我就是血海之中诞生的 一个普通生灵 怎么可能是什么老魔的分魂 血连魔尊满脸猛逼地说道 我好言好语相劝 让你和我元神合一 这也是对你的恩赐 你不要不识台诀 否则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 血物之中的声音 变得带着威胁之意 同时 血物中传来的强大的威压之力 让众人心头一寒 这么强的威压之力 似乎实力 已经超越真仙修士 方阳他们的脸色 变得非常凝重 他们之前得罪了九幽天魔 还有一大堆真仙老魔 现在又有了新的敌人 这让他们一个头两个大 以我们的实力 对付这一头落单的老魔 并不是难事 我担心的是 若是我们只要一出手 就会泄露自己的身份 何东探道 这道不是难事 方阳若有所思地说道 只要我们动手快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此剑 应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然而 就在方阳他们准备出手之时 忽然 血连魔尊发生了一变 他忽然变得双眼通红 似乎已经变得神志不清了 我要元神合一 我要元神合一 血连魔尊就如同发疯了一般 快速地从虚空蜗牛之中 魔翼而出 我要献祭我的元神 此时的血连魔尊 陷入了蜂魔的状态 哈哈 你作为血低子元神分魂 无论如何 也无法抵挡大阿修罗魔音 血物之中的老魔 开怀大笑起来 血连魔尊本来有一个傀儡之体 然而他此时直接放弃了 这具傀儡肉身 化为了一缕纯粹的元神 自我献祭一般 往天空中飞了过去 老魔头 怎么可能被人以魔鹰随意地控制 钱多多也傻眼了 他也没想到 上一秒血连老魔头 还否认说和那血物没有任何关系 而下一秒 就已经开始主动献祭元神 这个弯也转得太大了 这个时候 方阳 何东 张灵三人 立即从吞天葫芦世界中 快速冲了出来 只是此时 他们头上顶着作为地气的地号天书 天书散发出一道白光 将他们包裹起来 因此 他们即便短时间出现 也不会被人推算出因果 随即 他们三人也接连施展手段 打算对付血物之中的老魔 同时拯救血连魔尊 此时方阳剑壮 立即发出了一道剑光 这剑光如同流星一般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猛然斩向那团血物 虽然方阳的剑光非常厉害 甚至蕴含着星辰之力和仙灵之气 但是这道血物飘忽不定 即便被剑光斩到 竟然如同虚不受力一般 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而张灵则是早已拿出了斩仙小飞刀 一道白光冲出来 直冲那道血物 斩仙飞刀 血物之中的那人也被吓了一大跳 开始急速往后顿走 不过他片刻就发现了 这是山寨货 也就不再讨论 斩仙飞刀杀入血物之中 虽然不具其污秽之力 却也感觉血物之中一片虚无缥缈 根本找不到击杀的目标 若是真的斩仙飞刀 恐怕本座这次难以逃过一劫 不过就一个冒充的 血物之中传来轻蔑的声音 如此一来 方阳他们众人不由地面色凝重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就连斩仙小飞刀 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虽然众人都在拼着权力 去营救血连老魔 但是血连老魔自身的元神 却如疯了一般 就要融入那团血物 这时候 钱多多 他们也已经都从虚空蜗牛之中冲了出来 钱多多二话不说就摘下了 脖子上的吞天葫芦开始 操动葫芦 想要将血连老魔的元神吸住 只要将血连老魔的元神控制住 就不管他发不发疯 也不能去主动献祭元神了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血连魔尊似乎已经铁了心一样 面对着漫天吞天葫芦的强大吸力 他直接展现了一招血盾之术 要知道 此时他已经舍去了傀儡肉身 以元神之体 燃烧本源 发动血盾之术 一时间显得威势惊人 而且 此时众人又是在血魔界的血海之中 血盾得到了这里的天地规则之力的加持 因此 他这次献祭自己的速度 简直快到可怕 我操 想死也不会这么快吧 这个神仙都救不了啊 钱多多不由得非常愤怒地吼道 此时血连魔尊已经陷入了癫狂状态 他的元神不惜一切耗费所有的法力 开始往那血雾之中冲去 虽然 方阳他们已经手段进出 钱多多也在疯狂催动吞天葫芦 但是也于事无补 眼看血连魔尊就要冲入了血雾之中 方阳不由得大叫不好 然而一切变化实在是太过于突然 众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血连魔尊的元神快速冲入了血雾 就如同一滴水 汇入了大海一样 完全融入了其中 这时候 方阳就感觉自己的元神印记 出现了变异 要知道 当年方阳为了控制血连魔尊 在他的元神印记之中 运用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 布下了封印大阵 然而此时 他感觉到了封印正在被快速侵蚀 糟糕了 血连魔尊可能就不回来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钱多多非常自责 而一旁的哈士奇也是震惊无比 他嘴巴张得大大的 眼神中流露出哀伤之色 方阳健壮也想要最后一波 他操控着地号天书 动用地气之威力 发动了一道绚丽的白光 直接射入了血雾之中 这次 血雾终于受到了实质性伤害 里面传来一阵老魔的惨叫 显然在这地气的攻击之下 血雾之中的老魔头 瞬间就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方阳的攻击 血雾之中的魔头 吞噬血连魔尊元神 变得减缓了不少 同时也让血连魔尊 恢复了一丝灵制 这时候 众人听到了血连魔尊最后的传音 诸位道友 血连作为魔头 一生作恶多端 自以为有无边逍遥 实则早已被天道所弃 如今陷入魔物 我才觉醒了上古记忆 原本我是明河老祖所炼制的 三千血狄子之一 后来血海破碎 明河陨落 而我机缘巧合生出了灵制 才逃离了血海 我在魔界纵横多年 没想到 今日不过是天道轮回 落叶归根 血连魔尊的声音 开始变得越来越虚弱 诸位道友 拜托你们 一定要将我和血雾之中的老魔击杀 他乃是上古血狄子的主魂 若是让他成长起来 复活了上古明河老祖 必定会屠戮三界生灵 再次血迹成新的血海 估计又是一场浩劫 你们也会陷入无尽的危险 血连老魔的声音越来越低 能跟随方阳老板修炼 乃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 让我明目契运暗和天道 哈士奇如今我很羡慕你 能够了断自身的因果 从新开始 我很是羡慕啊 可是我来不及了 此时 血连魔尊显然知道 这次自己难以逃过一劫 正所谓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他对自己身边人 说出来了心中的话 这样的话 从一个曾经作恶多端的老魔口中说出来 的确有些阵龙发聩 想不到这个老魔头 竟然了无到了如此多的因果 钱多多不由得长叹一声 此时 虽然那团血雾 被地号天书所攻击 发出一阵阵惨叫 但是随着血连魔尊的元神 被其吞噬之后 血雾之中开始不断震动 威压也开始不断增强 血连老魔 已经用最后的元神之力 告诉了我们 这团血雾的来历 那上古的明和老祖 其实力非同小可 看来今日之事无法善了 河东面色越来越凝重 顷刻之间 血雾之中 开始散发出了庞大的气息 陡然间强大的威压 让众人有些站立不稳 恐怕这就是上古明和老祖的一丝神通 河东得到了上古结教的传承 自然知道明和老祖的来历 明和老祖乃是上古神话中 最凶利的先天神魔之一 传说 盘古开天辟地后 以身化万物 其中 元神一分为三 与先天氢气结合 化作三清圣人 而体内十二滴精血 则与大地浊气相合 化生十二祖乌 而双眼则化作日月 肚脐则化作滔天血海 收容世间一切生灵血 乃世间最污浊的地方 而明和老祖 便是孕育于血海身处的第一个生灵 乃是天生的血海之主 天生掌控血道法则 是最诡异的大能之一 根据上古记载 明和老祖虽未成圣 但却硬是以己身融入血海 化作血海的一部分 从此 血海不灭 明和不死 有了血海作为其根本 便是圣人都无法轻易击杀他 其保命之能 堪称世间第一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血海崩碎 造成明和老祖陨落 只有一些遗存 成为了今天的魔界血池 方扬眉头紧皱地说道 这血物 估计就是明和老祖的后手 希望借此死而复生 方扬叹道 这明和老祖的实力 恐怕远在先帝之上 若是让他恢复了元神 我们可能就真的惨了 众人此时 面色极为凝重 方扬也开始不惜代价 全力加持地好天书 一阵阵白光绚烂无比 开始往他血物之中照去 这血物 作为明和老怪炼制的 血堤子的元神主魂 在上古血海破碎之时 也受到了极重的伤害 甚至因为诸多的血堤子元神 逃离了血海之后 他自身的威力 也在不断衰减 若非这次血连老魔 受到命运牵引来到此地 恐怕他想要恢复一丝元神 不知道还要拖多久 不错 看来今天无论如何 是要拼一拼了 各位哥哥 你们放心大胆地打 此时 木铃的声音传来 若是遇到危险 我就算拼出性命 也要发动元神天赋神通 打开一条 让大家可以逃生的道路 木铃认真地说道 此时 木铃也开始了自己的准备 若是众人真的遇到了 无法逃过的危险 他很有可能选择牺牲自己 当然 他的修为如今并不强大 此时如果实施了这 大的传送之后 恐怕他也会殒命 甚至包括他的本体 通天神术 也会直接寸寸锻炼 消弭于天地之间 这样的损失 也是方阳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此 这次方阳他们三人出来作战 让诺破陪在木铃身边 由于诺破修炼巫族神通 战力惊人 但这血物颇为玄妙 让他的攻击力 发挥不了大作用 同时 众人也担心 木铃会牺牲自己 为大家打开生路 因此 让诺破在一旁守护着 好在此时 方阳他们依靠地好天书 暂时还没有出现危机 不过此时 随着那血物之中的元神不断增强 似乎整个血海 也受到牵引规则之力 开始不断加强 甚至很多血海中的生灵 也开始被这些规则之力吞噬 然后用于补充这团血物 糟糕 他怕是想要整合 整个血海的规则之力 这样的话 他的实力短时间之内 能够堪比惊鲜 河东见到此个场景 心中也是无比骇然 要知道 此时那团血物 似乎因为吞噬了 血连魔尊的元神 逐渐觉醒了上古记忆 似乎已经开始 缓慢掌控了 整个血海的规则之力 而且对于规则的掌控 也越来越加深 若是他能不断得到 整个血海的力量的加持 不久之后 秒杀方阳他们 也就只在呼吸之间 若是他掌控了 更多的规则之力后 在血海中 与这魔头对抗 我们就会非常危险 张灵也出言提醒道 哎 方阳叹息一声道 想不到这明和老祖 竟然留下了这些后手 一丝元神意志 竟然如此强大 想要复活他的元神 而且还能调动 整个血海的规则之力 如此 那我依旧不再藏桌了 方阳面露决然之色 显然也是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随后 他拿出了一面黑色的小旗 在那三角形的小旗之上 用着上古纹路 卷刻出一个奇异的旋字 此物显得平平无奇 没有一点灵物的样子 这东西 乃是方阳当年在阿尔卑斯山 诛灭了那汉拔老魔之后 才得到的宝物 这黑色小旗水火不伤 但是却又看不出什么品质 因此 方阳将此物放置在了 仙府世界之中 希望通过仙气洗涤 让其能够有所显现 然而 这看似玄妙的东西方阳 用了多种纪念之术 却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 因此 方阳也只好作罢 将其封存在仙府世界 还是在前一段时间 归零圣母的那一缕元神 传授了他一套叫做 玄圆控水诀的上古秘术之后 方阳的元神之中 就多出了许多控水的秘法 其中就包括了 上古宝物的玄圆秘术的 祭炼之法 而当方阳使用这套 全新的祭炼之法 就让自己的分身方大成 和魂清元去炼制此物 没过多久 他们就陡然间就发现 此物似乎被激活了 能够不断吞吐仙灵之气 方阳甚至还发现 此物吞吐仙灵之气的量 非常庞大 以前 方阳清元仙斧中 所使用的仙灵之气 都是通过乾坤精印 从仙界薅羊毛而来 如今 随着仙斧世界越来越大 需要的仙灵之气 也非常多 好在木林儿的本体 通天古术觉醒的天赋神通 他来薅取仙界的仙灵之气 那是快了数十倍 他甚至可以直接使用 自己的天赋神通 打开极其微小的虚空通道 直接从仙界抽取仙叶 仙灵之气等等 如此才满足了 清元仙斧日益增长的仙气需求 在方阳使用 玄圆控水爵秘术 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终于炼化了 此宝物的最外层静置 方阳这才知道 此物乃名为玄圆控水旗 也是一件先天先宝 极为了得 当然 以现在方阳的修为 根本无法操控此物 好在他身上有地气加持 并且能从清元仙斧中 抽掉仙灵之气 加持自身 因此 只是片刻他身上的仙灵之气 快速冲入了 玄圆控水旗之上 方阳挥动着玄圆控水旗 这些血海中的规则之力 衍生了无穷无尽的凶神恶兽 血海之中的庞大力量 瞬间就幻化万千凶兽出来 譬如 浑身长满次的海胆 极为张狂的恐怖蟹精 血沙 一头头张牙舞爪的血胶 都开始往这边汇聚而来 血海的规则之力 被那血物之中的魔头所操控 瞬间 一头头污秽的血兽 就开始聚集 越来越多 污秽 血腥的力量变得极为磅礴 此时 方扬不断挥动血缘控水旗 一道道玄妙的水系力量 不断以它为中心 开始延展 血缘控水旗所掌握的规则之力 瞬间弥漫开来 与充斥在这里的规则之力 与血气 煞气 开始了疯狂的博弈 竟然能抵挡血海的规则之力 血物之中的老魔惊呼起来 老魔本来想的 就是运用血海的力量 将这些人击杀 然后获取他们身上的宝物 而后 他的实力必然持续变强 他只要继续在血海之中隐藏起来 不断吞噬生灵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能让自己身上的元神之力逐渐强大 以至于到了最后 能够复活上古明和老祖的一丝元神之力 只要明和老祖能够复活 将来就可以用更恐怖的手段 血迹整个魔界 让其成为新的血海 只要血海存在 他就不死不灭 永恒生存成为圣人底下第一人 而如今乃是末法时代 天道崩溃 恐怕他称宗作祖 称霸三界的梦想 也会很快就会能实现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忽然方扬竟然拿出了 上古至宝悬源控水旗 方扬只是摇动这面旗帜之后 老魔刚刚掉集的血海之力 所形成的怪兽 就完全被打散 重新化为了血水 甚至老魔的元神也受到了伤害 不由得无比惊骇 方老板牛逼 用那旗子 竟然已经能轻易地控制了 这里的部分规则之力了 钱多多立即拍手叫好 钱多多乃是寻宝雕 他对于天地规则之力 那是极为敏感 他很快就感应到 血物之中的老魔 魔元神正受到了 规则之力的反噬 你们伤害不了我的 无论用什么法力 只要血海还在 我就永生不灭 血物之中 传来极为张狂的声音 显然是在疯狂嘲弄方扬他们 因为这里有着 奇怪的规则之力 因此他永远不死不灭 即便方扬的地号天书 能发出强悍的规则之力 用天书发出的 蕴含规则之力的白光 将血物打散 但是只要 还有一点点血物 他就能不断重生 永恒不灭 这血魔太难缠了 河东不由的面露凝重之色 何大哥 这次我们 恐怕要来一点很大 方扬叹息道 随后 方扬与河东 又开始了一阵原神交流 二人面色都非常凝重 显然商议了极为重大之势 随后 方扬持续运用地号天书 不断压制血海之中 所有的水系规则 要知道 血海也是海 因此 方扬压制住了血海的部分 规则之力后 老魔想要调动血海的力量 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与此同时 方扬的分身方大成和魂清源 同时开始全力输送自己的真原力 到那悬原控水旗之中 弥补了方扬修为不足的缺点 此时 悬原控水旗散发出一道道涟漪 似乎天下万物的水之力量 都被操控起来 甚至血海开始不断突破 血物之中老魔的控制 这悬原控水旗 不愧是上古其真用 此物一出 竟然完全就隔绝了 我对血海的操控 血物之中 老魔心中暗暗吃惊 血海的主人就会顺利很多 而且 恐怕就算圣人来了 无法对付明和主人了 血物之中的老魔 此时心中也生出了贪念 血气开始不断蠕动 想要暂时化为血影之体 打算发动血影魔攻 偷袭方扬等人 就在这危急时刻 方扬和河东眼神不断交汇 显然已经做出了决断 之后 河东颇为无奈地 又拿出了自己的鱼骨 然后他对着那血物 就敲响了几声 瞬间磅礴的大道之音 陡然间如奔腾的海啸一样 冲向了那血物 刹那间 血物中老魔的元神就被打散 化为了极多的 微尘一般的血堤 在四处乱飞 这血物中的魔影也没有想到 河东身上的东西 能激发大道之音 从而让他身受重伤 不过这些细小如沉的血堤 迅速开始弥合 似乎又将重新化为血物 就在此时 方扬心念一动 一只冰凤凰 出现在了血海海底 来人正是一直在 仙辅世界闭关修炼的方冰冰 瞬间就冰封千里 即便那血魔化为了无数血堤 但是却瞬间就冻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块 方原千里之内的血海都成了血冰 即便这血魔极其厉害 但是他也无法摆脱 暂时被冻成冰妥妥的命运 点光石火间 方扬立即操控吞天葫芦 将这巨大的冰块吸入葫芦世界 而后再次让本体进入葫芦世界 将这些东西 挪移到了清源仙府之中 知道方扬如今掌控的清源仙府 规则之力在不断完善 而且还有洗涤魔分的强大作用 这血弟子的元神进入到仙府之后 必然也会遭到 方扬以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的压制 大道之音再次响起 我们必须要快点离开此地 方扬提醒道 众人不敢怠慢 立即返回了虚空蜗牛 快速地冲向了地脉裂缝 深处的那个空间避障 此时 木铃儿已经准备了多时 他快速运用他的天赋神通 不断加持在那空间避障之上 打算开辟空间通道 片刻之后 一个不稳定的光圈开始闪烁 成功了 大家快走 方扬欣喜不已 立即带着众人进入其中 而后木铃儿迅速将空间通道关闭 如此一来 方扬他们顺利地离开了血魔世界 方扬他们这次 虽然损射血连老魔 却将那血物中的血弟子主元神 禁锢在了清元仙府世界之中 这血弟子元神消失之后 整个血海似乎都因此而受到影响 开始不断震动起来 似乎血海存在的根基 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一般 整个血海开始发生剧烈的海啸 血魔界的生灵也是一阵鬼哭狼嚎 此时 血海如同沸腾了一样 血魔界的众多生灵也陷入了一片混乱 也就在此时 九幽天魔已经带着众多真仙 真魔一股脑冲到了血魔界 只是血海深处静置重重 此时整个血海之中又在不断海啸 似乎有极大的变故 他们一时之间不敢擅自潜入 与此同时 血海这边发生剧烈震动 血海如今的名义上的掌控者 血魔罗王也受到感应 立即赶了过来 当血魔罗王冲来的时候 立即就发现了 九幽天魔带着众多真仙真魔 在这里等他 他见情况不对 就想要逃走 却被九幽天魔揪着一阵痛扁 同时 这血魔罗王还被九幽天魔 种下了原神禁止 不得不成为他麾下的走狗之一 这血魔罗王也算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他甚至有种怨种 竟是我自己的感觉 当然 他的这次倒霉 可以说从他得罪方阳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正所谓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方阳报仇 一天到晚 即便方阳不通过血魔界的传送通道逃跑 也要来血魔罗王这个老仇家的地盘闲逛一番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此时 血海还在一变 众人在血海之上徘徊 惆怅不前 哼 这时候 九幽天魔冷哼一声 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他额头上的洞虚魔眼立即睁开 一道诡异的红色光芒射入血海 这洞虚魔眼 瞬息间就打开了一条绵延千里的通道 九幽天魔二话不说 直接飞入其中 众多真仙 真魔不敢怠慢 也跟着潜入其中 迅速往深海底部前去 当他们飞入血海内部之后 发现这里规则之力开始崩塌 磅礴的血气和煞气 也有了溃散的倾向 怎么可能 血海乃是上古一技 怎么可能轻易崩塌 血魔罗王此时心中也疑惑不解 他修炼的根基就是血海 如果血海出现了变异 也就意味着他的道徒也就断送了 然而他们在血海之中转了一圈 却发现 你们一族一直都在血海修炼 是否发现了一丝端倪 九幽天魔冷冷地问道 属下也不清楚 我们血族据说是在上古时代 被大能创造出的生灵 自我们种族诞生之后 就一直以血海为生 上古洪荒崩碎之后 血海也崩碎 这里的血海遗迹 成了我们最后的栖息地 已经数千万年了 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 血魔罗王一脸欲哭无泪 这么说 你是不知道这里的变异的缘由了 九幽天魔冷冷地问道 九幽天魔身后的众多真仙真魔 已经感受到了九幽天魔的怒火 他们不由地后退了几步 然而 血魔罗王与九幽老魔相处 时间并不长 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 他只得硬着头皮说道 此事亘古未有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血魔罗王此时 还沉浸在自己道徒断绝的绝望之中 并没有察言观色 既然没什么用了 也就没有必要留着了 说着 九幽天魔发动魔道神通 手一挥 瞬间就将血魔罗王头颅捏在手中 发动搜魂秘术 与此同时 父亲众多真仙真魔额头上的天魔福音 也瞬间被激发 一个个痛得原地打滚 九幽老魔 血魔罗王开始疯狂挣扎 我的祖辈都在真魔界 你想要挑起上界血魔 与九幽魔界大战吗 不过九幽天魔似乎丝毫不在意 继续操控强悍的法力 冲入血魔罗王的原神石海 真魔界的血魔一族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血魔罗王不断哀嚎起来 只是片刻 血魔罗王就失去了生机 九幽老魔 要对血魔罗王搜魂 这个过程非常凶险 他害怕 受到这些真仙真魔的打断和偷袭 他干脆先下手 用出天魔福音 先发制人 让跟着来的真仙真魔 受到天魔福音禁锢 根本无法承虚而入出手 此时 九幽天魔的力量 快速入侵血魔罗王原神石海 从中获取到了不少关于血海的信息 这魔界血石海 竟然真的来自上谷洪荒的血海 通过搜魂 他获取了不少上谷血海的信息 面色变得越来越阴沉 难道说 那些人是明和老祖的后手 他忽然想到 他上次搜魂了黑玉小魔尊 从其记忆中获取的关于血顿魔的记忆 他面色越发不好看 瞬间 九幽天魔完成了搜魂 随即他停止了天魔福音 这些真仙真魔 很快从剧痛中清醒了过来 他们看老魔的眼神 变得越发敬畏起来 要知道 历代血魔罗王有不少都非生真 剑 建立起来的势力 也绝对不小 但是这九幽老魔说杀就杀 说搜魂就搜魂 这让他们无不胆寒 就连最开始极为嚣张跋扈的 招青丝和慕成雪 此时也变得老老实实起来 急到真魔 快点 给我测算他们的踪迹 要是慢了 你知道后果 九幽天魔冷冷地说道 遵命 急到真魔 随即开始测算 与此同时 他拿出一个魂瓶 里面封印着血迹魔界黑玉之后的 众多魔头生魂 急到真魔 随即以这些魔魂为极品 开始测算方阳他们的诡计 半天之后 急到真魔面露难色道 他们 他们已经逃离出了魔界 此言一出 包括九幽天魔在内 无边面露震惊之色 要知道 此时正是灵界与魔界空间交汇之时 这时候 几乎所有的远距离空间通道 都会受到天时影响 根本无法通行 要想离开魔界 要么去灵魔两界交汇之地 通过虚空深渊返回灵界 要么直接渡截 飞升真魔界去 在虚空深渊的出入口 九幽天魔早已不下大阵 可以保证方阳他们去了 必定有去无回 至于方阳他们 要是敢飞升真魔界 那么就相当于肉包子进狼窝 一样是必死无疑 然而 方阳他们 偏偏就消失在了魔界 这让九幽老魔 差点就凶性爆发 不对 他们不会这么轻易消失 应该还有隐秘的空间通道 九幽天魔 强自镇定道 只要我们继续探查 应该就能找到 九幽天魔 脸色阴晴不定 眼神中散发出阵阵魔光 即到真魔 你立即给我测算他们的去向 若是你再算不出来 那我也就不介意 直接对你缩魂夺破 而且我将来也不介意 对你的真身体下手 九幽老魔 显然已经丧失了耐心 变得极为疯狂起来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即到真魔 也感到了深深的威胁 虽然他此时只是一具分身 但是若是真的得罪了 九幽天魔这个真魔界的大魔君 对方应该能通过 分身骤杀器本体 这也算是惹上了杀身之祸 乃是连接血魔界与凡间的一条通道 因此这里的时空法则 也变得非常诡异 这里空间通道乃是传送向凡间的 所有修为超过炼虚期的 都要躲入仙气空间之中 否则必然会遭遇天道雷劫 穆林儿一边运用天赋神通 支撑空间通道 一边提醒道 这处传送通道 一头连接魔界 另外一头就在凡间苍蓝星 东海的炎木仙岛地脉深处的 静止之强 此时 方阳他们都开始尽量压制修为 减小灵力波动 而钱多多倒是没有太过紧张 他摇身一变 衍生出了一头炼虚出气的分身 方阳则是利用自己酒色仙谈 很快也复制出了一具修为不高的分身 他现在有地号天书帮助隐秘 只要不是太过于嚣张 应该可以瞒过天道雷劫 至于方阳的真身 则是已经进入了清源仙斧事件 这时候的仙斧事件 那是一片混乱 一个巨大血红色的浮冰 被法则之力悬浮在高空之中 这东西虽然被冰封了 却还不老实 疯狂地企图要散发出磅礴的血纱之气 将外界化为适合他生存的血海事件 方阳非常清楚 这东西的污秽之力非常强大 若是让其血纱之气泄露出来 估计清源仙斧必然会损失惨重 甚至遭受一场大污染 当然 这里是清源仙斧事件 在这里 方阳是可以堪比天道的存在 因此 方阳能轻易操控仙斧的规则之力 不断加强对于血冰的禁锢 法则之力所幻化的金色浮露 如天花乱坠一般 很快将巨大的血冰陀陀包裹起来 很快 一丝一毫血光 血气都无法散发出来 即便这样 方阳还是不放心 继续释放出更多的法则之力 开始如今 入侵血物洞成的巨大冰陀 这次好在有方冰冰出手 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将这血物中的老魔生气 方阳有些后怕到 因为血物极为玄妙 若是让他逃掉一丝 都可能出现极大的麻烦 好在有方冰冰帮忙 也正是因为将这血物老魔冻住了 方阳他们 才能轻易地运用先府的规则之力 对着老魔一阵招呼 而且 老魔一时间根本无法逃顿 成了一个火把子 这简直就是关门打狗 不 是关了门 把狗捆着打 方阳此时也仔细回忆起 上古时代 关于明和老祖的记载 相传那明和老祖 为了让自己永生不灭 将自己融入了上古血海 还炼制了三千个血滴子 这些血滴子 都可以滴血重生 若飞洪荒之后 让明和老祖陨落 但是却从血连魔尊 最后的传音中知道了 这血滴子 也是明和老祖 为复活准备的后手 血物之中的那老魔 就是三千血滴子的主魂 也是他吞噬了血连魔尊 从而觉醒了更多的上古力量 必须要将这个老魔铲除 为血连报仇 方阳心道 此时 方阳操控先府规则之力 化为符禄攻击封印 血物老魔的冰陀 此时金色符禄 已经变得如同大雪纷飞一般 将老魔所在的冰陀完全覆盖 另外 方阳还操控地号天书 放射白光 加持漫天的金色符文 一时间 冰陀上如同浇上了开水一般 发出滋滋的声音 很快 冰陀就被融化了部分 而冰陀中封印的血物老魔 也被方阳强悍的超度手段 化为了灰飞 原本这血物可以千变万化 甚至躲过一切攻击 然而此时 因为被方冰冰的极寒冰焰完全冻住 因此根本就无法躲避 血物中的老魔也很郁闷 只能成为了方阳试验 各种攻击手段的小白鼠 不断地承受煎熬 很快 那冰陀陀之中 就传来了一阵怒吼 你究竟是何人 为何能操控着天道法则之力 血物之中的老魔头 见无法逃脱 也开始疯狂怒吼 我是什么人 你不用管 但是今日 你估计也必定要陨落在此了 方阳颇为自傲地说道 要知道 此时方阳掌控着悬缘控水旗 还有地号天书 并且还能掌控清源仙斧中的 所有静置之力 他将这些所有优势 运用到一处 来对付一头老魔 那效果简直出奇地好 老魔正想出言威胁方阳 然而就在此时 天空中雷声阵阵 一道道规则之力形成的雷劫 开始劈向那冰陀 雷 雷劫 你能操控雷劫 这怎么可能 老魔此时也意识到了 情况有些不对 刹那间 一道道雷光劈在那冰陀上面 这些雷光透过冰层 直接轰入冰层中的血雾上面 不断地闪耀出绚烂的光芒 随后就传来了老魔 一阵阵疯狂的怒吼声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老魔一声声惊叫 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恐慌 随着雷劫一道又一道地 劈在冰陀上 里面巨大的血雾 开始逐渐回缩 很快就缩小到 只有灯笼大小 不过所有的血雾 似乎形成了实质一样 即便雷火劈在这上面 却也伤害不了太多 可惜我这仙辅之中的 叹息道 若是方阳掌握 更多的天道法则之力 则完全可以通过 一道道的雷劫 就直接将这老魔头 送上西天 轰隆隆 随着一道道雷劫轰过 充斥血雾的冰陀陀 也开始逐渐被雷火湮灭 最后只有一颗 如同头颅大小的 红色圆球 这东西 如同一颗混圆的 朱砂矿石一般 已经没有一点血煞之气一散 随着雷光一阵阵的洗涤 最终这颗血球 凝结成固体 似乎与雷光 形成了一种平衡 也就是说 方阳即便再调动 更为强大的雷光 也无法撼动着血球 看来雷火的力量 还是太有限 方阳叹息道 他并不知道 这个血球 已经是当初 明和老祖亲自所炼制的血丹 这乃是这个上古大能 培育三千血滴子 并在危难时刻 复活自己的最后手段 这老魔躲藏在血丹之中 似乎完全就不具任何攻击 见到这个情况 方阳不由地一筹莫展 其实 方阳也可以将天地规则之力 换化为一个末盘 然后将这血丹 放入其中不断魔力 估计千百年之后 也能将这魔头湮灭 但是这耗时实在太久了 而且 这血魔滴血就能重生 若是在这千年时间内 稍有差池 恐怕又会有极大的祸患 一般的方法对付不了它 那就只有让玄冥帮忙了 方阳摇了摇头说道 随后 玄冥只好又剪了一些 刚刚长出来的头发 这些头发 瞬间换化为黑色的液体 方阳小心翼翼地 用一件黑玉葫芦 将其装好 如今 玄冥的修为逐渐提升 这黑色液体的毒性 也跟着越来越强 方阳将这些黑色的液体 往那血丹上浇了过去 原本那老魔头 还直接在血丹之中装死 此时 黑色的毒液与血丹接触之后 立即产生一变 原本平静的血丹 瞬间就犹如在热油里面 丢了一盆水一样 直接炸锅了 好可怕得多 那血丹之中的老魔 开始不断怒吼 然而方阳并不以为意 继续发动规则之力 形成天花乱坠之井 并且不惜损耗元气 发动地号天书 放射白色光滑 不断地洗涤 那血丹之中的凶杀血气 只是片刻 方阳损耗惊人 清源仙腑之中的仙灵之气 快速开始变淡 穆里尔也不敢怠慢 他立即全力施展 自己的天赋神通 快速从仙界耗取羊毛 将一股股仙灵之气 补充到清源仙腑世界之中来 一时间 方阳与那血丹之中的老魔 开始了胶着的对抗 至于在外界 钱兜兜的分身 正操控着虚空蜗牛 而在虚空蜗牛外层 被河东小心翼翼地 布置了一层四项仙阵 如此一来 他们在虚空之中穿行 就并不显得危险 至于其他人 已经躲藏到了 吞天葫芦世界之中 躲避天道规则之力 经过了几日 方阳对抗那血丹的过程中 逐渐取得了优势 这魔头千变万化 滴血重生 还好我有清源仙腑 否则还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想到这血物之中 老魔千变万化的力量 方阳还不由得心有余悸 随后方阳继续操控所有的力量 一遍又一遍地对付着血丹 随着仙腑规则之力 以及地气 地号天树的不断威压 这些血丹 开始逐渐被炼化为 一团本源之力 方阳倒也不着急 时时刻刻 就是运用仙腑的规则之力 避免让这些血魔 留下一点点痕迹 然后又会逃出生天 最终所有的血物 全部都化为红色的本源之力 这些本源之力 逐渐汇聚到一起 然后竟然开始显露形象 竟然 竟然是一朵莲花 方阳看到那团血物 化为了最终本体之后 它不由得面露惊恶之色 难道这东西 就是传说中的明和至宝 方阳想到了 上古洪荒时代的一些传说 方阳也不敢大意 持续用仙腑之中的规则之力 仔仔细细对这朵莲花 进行了祭练 发现没有任何上古邪魔的意志 这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将那血物中的 老魔剿灭了 没想到 其最后的原神 竟然是一朵呈现出 火焰形状的花朵 方阳也没有想到 老魔的本体 竟然是一朵颜色艳丽的莲花 方阳将这朵红色的莲花 运用层层静置 将其束缚 确保没有了任何危险 才带出了清源仙腑 来到了吞天葫芦中的世界 众人这才看到了 方阳手中的 如同火焰一样的血色莲花 那老魔终于被我炼死了 方阳笑道 方老板 那老魔的本体 竟然是一朵 带着诡异火焰的莲花 钱多多出言问道 而一旁的河东 面色凝重起来 如果我猜测的没有错 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 夜火红莲 河东得到过上古传承 随即向众人解释了 夜火红莲的来历 传说盘古开天之后 杜琪血污化为幽冥血海 幽冥血海中 诞生出一胎盘 明河老祖就孕育其中 其生而伴有两件 约原图 阿比 后来 胎盘化为十二品血莲 又称十二品夜火红莲 河东缓缓解释道 在上古时代 这夜火红莲 也是非常了不得之物 与佛门的功德经莲一样 都是极为厉害的宝物 估计是上古时代 红荒破碎的大劫中 明河老祖也卷入其中 以至于陨落 这夜火红莲也遭劫难 最终只留下了一丝宝物的灵性 这些灵性 依附在了血弟子之上 然后带着重生明河老怪的使命 在血海的遗迹之中 不断折腾 最后才被方阳他们发现 这也算是机缘巧合 想到这些 方阳和众人不由得一阵兴奋 要知道 这夜火红叶 也是非同小可之物 乃是洪荒的至宝之一 当年明河老祖 就是凭借此物 可以逃过了数次危难 当然 这件先天至宝 也因为洪荒破碎 而受到了极大伤害 以至于流落如此 仅剩下了一些灵性 随后 方阳打算继续使用 仙府的规则之力 开始炼化此物 要知道 此物乃是先天之宝 非常玄妙 要想将其炼制 绝非一事 就在方阳想将其镇压在仙府之中 并用仙府规则之力 慢慢炼化的时候 他忽然从中感应到了一丝奇怪的神面 主人 一个如同牙牙血雨的婴儿的声音 从那夜火红莲之中传来 这夜火红莲竟然认主了 这让方阳法大吃一惊 方阳可是非常清楚 这夜火红莲绝对并非凡物 这夜火红莲堪比佛门的十二品功德经莲 并诸多天赋秘法 乃是当年明和老祖 用于镇压弃运的宝物 方阳回忆着关于此物的传说 心中犹如惊涛骇浪 难道这里有诈 方阳面色阴晴不定起来 他非常清楚 要想将夜火红莲练化认主 那绝对是相当不易 方阳甚至都在想 若是通过他的仙府世界的法则之力 慢慢练化 估计也至少也要上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时间 这还是在仙府空间 有一定的加速情况下 才能达到的 然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才经过简单纪念之后 就从烈火红莲的内部 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原神感应 气灵还直接叫他主人 这就显得匪夷所思 难道这老魔头还没死 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迷惑我 方阳心中惊异 而后 他立即使用地号天书 对着夜火红莲又是一阵招呼 不过 无论他怎么施展规则之力 发现任何魔头存在的迹象 想了半天 方阳才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 方阳之前将红莲魔尊收入麾下 并使用仙府规则之力 给他下了原神印记 因此 在红莲魔尊的原神之中 还有方阳的些许原神印记 这次红莲魔尊的原神被吞噬之后 算是回归了本源 然而 这也让 火红莲之中 无意间保留了一丝原神印记 因此可以说 在夜火红莲这件先天至宝 在机缘巧合下 已经被方阳落下了原神印记 这就相当于火莲老魔 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 这时他的记忆被抹去了 只残存着原神印记 对我保留着清静之感 方阳心中 一下子明目了不少 正因如此巧合 才让方阳一下子 就能控制这件上古奇宝 当然 此时的夜火红莲 受损非常严重 顶多算是一件 比较厉害的普通仙器 若是将来 我能将这件宝物重新修复 恐怕又会让我 多一件护身至宝 而且守护的威力 甚至不在清源先府之下 方阳可是非常清楚 这个烈火红莲 在洪荒时代 就有鼎鼎威名 随即他将此物 收入了清源先府 运用先府规则之力 幻化出天花乱坠的符文 对其进行激烈 在外界 随着方阳他们 在空间通道之中 不断穿行 忽然感到天道法则之力 变得异常排斥 天地法则之力 开始快速变化 钱多多面色凝重地说道 我们应该很快 就要穿越空间避障 前往下界 所有人必须要做好准备 众人此时感觉 随后 方阳的本体以及众人 都纷纷进入了清源先府 只留下了方阳和钱多多的 新的分身 在操控虚空蜗牛 方阳与钱多多 都将分身的境界 压制到了炼虚初期 这也是下界能够 接受修为的极限 要是修为高于这个程度 必然会遭到空间崩塌 天地规则的反噬 也会非常恐怖 而钱多多的分身 此时还带上了仙气金箍 这东西能帮助他 更好隐匿气息 至于方阳 身怀地好天书 隐匿气息的手段 比钱多多还要高不少 很快 方阳他们就来到了 空间通道的最后出口 这里正是一面 虚空通道之中的静止之墙 在这静止之墙上面 还有无数仙界的古转符文 这些弯弯曲曲 不断地在黑色墙面上游动 形成了强大的封印力量 在这里还残留的不少 之前方阳所用的 佛门子竹的残余碎片 这里曾经是我想方设法 想要封印的地方 没想到 却成了我逃命的狗洞 想到这些 方阳不由地哑然一笑 随后 他们二人就驾驭着 虚空蜗牛来到这里 同时不断施展 穿越空间避障的方法 想要通过这道结界 方阳他们当初就已经猜测到 这结界乃是仙界修士 在很多年之前所立下的 其目的就是为了守护下界 让魔界和下界彻底隔绝 要想打破非常困难 好在方阳如今掌握了 仙府的规则之力 他会随手一挥 一道道金色符文挥洒而出 这些符文不断地覆盖 在这面静止之墙上 很快 这些规则符文的光芒 就进入到这静止之墙中 光芒开始推动 这些诡异的仙界符文 在静止之墙上面游动 方阳一系记得 当年他们就是 通过改变这些仙界符文的位置 以至于最后暂时 打开了这个空间通道 随着方阳他们不断操控 通道也开始了变化 静止之墙上 看似杂乱无章的符文 显露出了一定的规律 随着一个个符文 被他用规则之力改变 和钱多多不由的面色一变 方阳微微一思考 随即笑道 当年我离开凡间的时候 就告诉过门下弟子 这里的静止非常危险 乃是沟通魔界之处 因此要求 历代必须历代 闫目仙国必须要有高手 要镇守此地 方阳还布置了多个预警阵法 如果这里的静止之墙 受到了威胁 必然就会有闫目仙国的高手 持续前来加持封印 想到这里 方阳不由的哑然一笑 当年为了避免魔头乱世 因此让门下弟子 一定要堵住这个狗洞 没想到今天钻这个狗洞的是我自己 真是应该那句老话 小丑既是我自己 钱多多的分身 扭了扭肥瘦的身子 舔了舔如同机器猫一样的胖爪子 然后一脸无奈 不过门下弟子 他们的修为最多 只能到练虚期 而且大部分都是化神期 或者原因期 这个修为在下界虽然非常厉害 但是对我们而言 确实没有太多的阻碍 钱多多随即笑了笑说道 是的 不过我们在突破封印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些 别伤到了门下弟子才是 方扬说道 方老板 这个请放心 打动我可是专业的 钱多多露出了一脸得意之色说道 为了尽快离开空间通道 钱多多持续施展虚空蜗牛 多次发动虚空盾树 一道道带着空间规则之力的力量 冲击到那静置之墙上 很快上面符纹闪现 甚至出现了一道道 空间规则形成的连衣 煞是好看 方扬也开始运用先辅的规则之力 化为金色符纹 不断冲击这静置符纹 在钱多多和方扬二人联手之下 静置之墙终于出现了虚空裂缝 方扬他们尽力控制 让这裂缝保持稳定 不过 似乎在静置之墙的对面 一股股力量则开始快速 想让裂缝弥合 双方有些僵持不下 不过钱多多看准了机会 即便裂缝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他还是驾驭着虚空蜗牛 缩小体积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快速蹲入了裂缝之中 虚空蜗牛很快就穿越空间缝隙 刹那间 天地规则和灵气都是剧烈变化 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下界平级的灵力 钱多多心中极为畅快 不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他们似乎已经被一个大阵团分包围 这时 方扬恍然大悟 应该是我们炎目仙国的后辈 为了守护苍蓝星 避免魔头穿越空间通道 在这里布置了伏魔的阵法 此时 方扬他们感觉到 虚空蜗牛已经处于一个 充满了金光和雷火的恐怖大阵之中 这里带着毁灭之气的金光四射 一道道雷火在大阵之中 如同暴虐的蛟龙 似乎想要将闯入阵中的异界修士 炼成灰飞 虽然下界是一个灵气极其微弱的地方 但是这处封印却有着众多修士加持 方扬他们用神念稍微一探查 就发现了 隐藏在阵法之中的 竟然差不多有数千修士 这些修士之中 修为最高的是一个白发老者 有着接近炼虚的修为 在他的带领之下 几十位化神修士和数千元英修士 在操控着阵法 让阵法的威力达到了下界能达到的极限 这是金光雷火大阵 方扬一眼就认出了这个阵法 这个阵法还是当年何东亲自所创 只是如今施展出来的阵法 似乎经过了很多天才的修改 让这个阵法威力提升了数倍 不错不错 这个阵法在当年何大哥的基础之上 做了很多改进 让阵法的威力大增 方扬不由地嘖嘖称奇 他心中有一种非常欣慰的感觉 此时这阵法很快就发现了 虚空蜗牛的存在 刹那间漫天的金光雷火 犹如瀑布一样 往虚空蜗牛上疯狂倾泻而来 这金光雷火弥漫在整个大阵之中 而且这里还有一定的空间禁锢大阵 因此根本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 只能用防御硬挡 方扬笑道 不过对于虚空蜗牛的防御力 方扬自然很有信心 毕竟此物乃是一箭先起 同时还被众人以密法加持 更是防御惊人 自然是不惧凡间的阵法 随后就听见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虚空蜗牛在金光雷火阵中 受到了一连串的攻击 纵然虚空蜗牛防御非常惊人 但是还是被这些强大的雷火之力 冲着在空中迅速翻滚起来 虽然防御不会被打破 但是却让钱多多不由得有些头晕眼晃 真想不到这些小娃娃出手竟然这么狠 钱多多面对这样的攻击 也不由得有些手忙脚乱 他们这里联手 的确能让阵法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方扬连连赞叹起来 对于这些后辈弟子 他是相当满意 应该是得了和大哥的真传 而且还能推陈出心 此时 虚空蜗牛被那金光雷火 冲得如同一个陀螺一样 在阵法中不断旋转 好在这东西品质极高 纵然外面的金光雷火大阵 力量恐怖 却是始终无法攻破虚空蜗牛的防御 好了 接下来就该由我给这些后辈炫一下车技了 钱多多很快稳定住了虚空蜗牛 然后就开始飙车了 虚空蜗牛四周散发出绚烂光滑 很快就将金光雷火大阵抵挡住了 而且方扬他们对金光雷火大阵的内部构造非常熟悉 在他的指点下 钱多多很快驾驭着虚空蜗牛 冲破了几个阵法薄弱之处 从层层防御之中冲向外面 此时 车神钱多多在大阵之中如履平定 而且非常轻易地就绕开了很多致命的陷阱 最终 他们用了不到三炷香的时间 木仙国修士不由得吓得尖叫出来 此时 为首的一个白发老者不由得长叹一声 没想到我还是没能守住 那既然如此 我就自爆金光雷火大阵 与异界魔头同归于尽 诸位弟子快带所有门下弟子躲入盘须界 这白发老者竟然也有着练须初期的修为 而且有他所掌控的金光雷火大阵 威力不在河东亲自掌控之下 而且他还将这大阵做了很多改进 以至于能让更多修士也加入进来守护大阵 可以说他对阵道上的理解 可以和当年的万象老祖河东相媲美 小子 你是不是叫周笑天 此时 方阳和钱多多已经冲出了虚空蜗牛立在阵法之外 你 你是方阳前辈和钱多多前辈 这时候 那白发老者明显被方阳他们的出现所震惊了 不过 随即这白发老者又面露疑惑之色 不过他随即转念一想 不对 一定是我的心魔在作祟 那魔界的魔头不知道有多少幻化神通 我可不能为其所蒙蔽 犯下滔天大错 喂 我问你 你是不是河东的徒弟周笑天 钱多多笑嘻嘻地问道 魔头 你休想诱骗我 你以为幻化成了天阳圣君和寻宝大圣的样子 就能迷惑我吗 周笑天冷冷地说道 啥 天阳圣君 寻宝大圣 方阳和钱多多不由地对看一眼 才知道自己飞升数百年之后 竟然有了如此尊号 这称号还真不懒 钱多多显得有些得意 这时候 周笑天此时露出决然之色道 魔头 有胆子就献出原形 我与你开启生死大战 人是好人 不过就是有点傻 钱多多不由地舔了舔爪子 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这小子 警惕性还挺高的 方阳笑道 方阳他们惊于幻阵 经常借此将敌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周笑天得到了河东的真传 自然也防着自己落入幻境 看来是要拿出一点真本事 才能让你相信我们的身份 方阳和须地笑道 随后 方阳伸出手指 凌空虚点了几下 刹那间 整个空间之中爆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似乎整个空间都开始颤抖起来一般 就在方阳身前的虚空中 呼地生出一道灵剑虚影 陡然间 剑光璀璨 闪耀着漫天星辉 这光芒中的仙剑虚影 蕴含高深剑道玄妙 似乎让人看一眼 就能领悟到 无上剑道神通一般 这让众多不振的修士 都不由地心中生出了 对于剑道的轻慕之感 显然 方阳发动了自己的成名绝技 大混沌星辰剑 此时 方阳并没有用出实质的仙剑 但是即便如此 虚空中生出的灵剑虚影 已经让人似乎感应到了强悍的剑气 那是一种僻逆天下的强悍气势 让人从心灵生出 不由自主 会生出敬畏之感 好强的剑道神通 见此场景 周啸天不由地深受震撼 随着方阳的修为日益精湛 他对于这套自创的神通的领悟 更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他在用出当年的剑道神通 威力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方阳只是挥了灰衣袖 的一声 剑光虚影竟然开始不断分化 只是瞬间 原本的剑光就幻化出了9981道剑光 而且每一道剑光威力都极为强悍 可以说 只是这一手就让原本的攻击提升了80多倍 若是与人对抗 方阳仅凭这一招 估计就能碾压整个下界的所有大势力 此时 方阳发出的80多道剑光 以极为精确的角度 射向了雷火精光大阵的阵脚 方阳的剑光极为精确 瞬间冲入地脉 很快就将这些阵脚中的各种玄妙的静置截断 这让周啸天面露的惊骇之色又多了几分 怎么可能 竟然轻易就破掉了我布置的所有后手 周啸天不愧是河东的清传弟子 他布置的阵法极其巧妙 在这些阵脚之中 每一个重要节点 都被他以极其玄妙的手段 埋下了好几个 用于同归于尽的一次性爆炸之宝 若是他要是引爆这些东西 恐怕就算是炼虚修士 被封印在大阵之中 无法发动破空秘术 估计就会难以逃脱魂飞破散的下场 然而 方阳轻描淡写几下 就将他所留下的后手完全破去 这让他心中又是惊讶又是佩服 其实他不知道 方阳修炼有破阵之眼 能轻易地看破阵法的隐藏之处 再加上方阳本来也精通阵法 因此 这才能如此轻易地 就破解了周啸天多年来的精心布置 周啸天也从方阳的手段中看出来 方阳施展的大混沌星辰剑中正大气 正气磅礴 绝对不是魔道修士可以作假的 更重要的是 方阳的出手带着更多的是关爱 似乎每一个运用之法都故意放慢了几分 似乎生怕他看不清楚一般 这让周啸天想起了数百年前 在炎木仙国太学时候学习的经历 当时的每一个导师都是这样教导他们 让他们受益颇深 而且 方阳的剑光虽然攻击了阵法跟脚 但是主要目的却是为了守护众人 避免他们被自爆的阵法所波及 超合体修士 此时 雷火金光大阵已经被方阳完全破去 瞬间刚才出现的雷火幻境和金光景象 瞬间消失 众人眼前出现的乃是一个地宫 这里就是炎木仙岛地底深处 此时禁忌之墙上面的空间波动 也已经逐渐停止 化为了一面黑漆漆的墙 没有了任何空间波动 难道 你真的是方阳前辈 周啸天此时 脸上又是欢喜 又是震惊 方阳在数百年前就飞升了灵界 然而此时 忽然却从魔界的传送通道中钻出来 这让他深受震撼 而且 当年方阳飞升的时候就说过 这个地方有多么凶险 因此数 年来 炎木仙国的众多修士 一直在加持着这里 可以说 经过数百年的布置 已经让这里的阵法固若金汤 若是一般的魔头 想要穿过这里的进入凡间 几乎不可能 方前辈 你怎么 怎么从魔界前来 周啸天有些尴尬地问道 之前在阵法被破的时候 周啸天已经想着 要同归于境了 现在想起来 的确非常凶险 此事说来话长 方阳长叹一声 可以说 方阳他们这次算是惹来了弥天大祸 若是那魔界那边的众多高手 算到了方阳他们逃顿的路线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一群真仙 真魔就会追杀而来 想到一大堆追兵 随时可能跨越空间而来 这让方阳一阵头疼 当然 更让方阳担心的 并不仅仅是自身的安危 还有众多的下界修士 那些真仙 老魔等一堆老怪物 对于下界来说 乃是极为危险的存在 他们举手投足之间 就可以毁灭一个凡间的星球 若是他们都追过来的话 恐怕整个苍南星 甚至整个下界 都会被他们轻易地回去 想到这些 方阳眉头紧皱 随后方阳立即开始 加持这里的传送封印 同时 让穆林儿则是隔空 施展天赋神通 打算完全破坏这里的空间通道 穆林儿随即通过 通天神术的天赋神通 隔空施展秘术 穆林儿在空间一道上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的种种秘术极为玄奇 用了不了多久 方阳他们传送而来的空间通道 就开始逐渐消散 估计用不了多久 整个空间通道 就会完全消失蹦跳 当然 方阳他并不会因此 就觉得万事大吉 毕竟他们这次 惹到的人神通修为非常逆天 就算没有空间通道 他们想要打通一个 连接下界的空间通道 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他们估计 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 因此 留给方阳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完成了对空间通道的破坏 方阳总算是放心了不少 随即他和钱多多 就打算陪着周孝天等人 一起快速返回岩木仙岛去看看 这次 方阳他们没有继续乘坐 虚空蜗牛破空而行 而是选择了一艘大型非洲 一路游览着繁尖东海的风光 登上非洲之后 方阳发现 这非洲与几百年前传统的非洲 已经大相径庭 除了镌刻有传统非洲的阵法之外 整个非洲上 还包了一层合金金属 这是阎木仙国出品的新式 浮空飞艇 周孝天介绍道 除了传统的阵法和浮路 还加装了新式引擎 能达到超过音速13倍左右 也就是与化神后期修饰差不多 想不到如今阎木仙国的科技水平 竟然有了如此进步 钱多多也不由得连连赞叹 不过他心里还在嘀咕 就不知道 现在直播产业发展的如何了 要知道 在地球的时候 他可是网红MC钱多多 对了 这次还好方阳前辈阻止了我 发动阵法自爆 周孝天心有余悸地说道 我的自爆 其实还不是最后的手段 而是一个信号 信号 方阳和钱多多都有些不解 方前辈 你还记得诸神之怒吗 周孝天道 此言一出 方阳和钱多多不由得心头一寒 当年方阳他们 可是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让实力极为恐怖的赤眼骄膜 也吃了大亏 难不成 地宫附近也埋了诸神之怒 钱多多炸毛地说道 不多 也就30多颗吧 周孝天道 原本周孝天如果自爆 也就意味着地宫的静置之强彻底失守 那么就会引动原神深处的静置 从而让这些诸神之怒同时爆炸 30多颗诸神之怒 钱多多舔了舔爪子 然后扶了腹身上扎毛之处 看来这次算有动作快 否则真的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 方阳笑道 其实 方阳他们有着虚空蜗牛中的无边仙府 还有吞天葫芦 以及青园仙府 如果真遇到诸神之怒的爆炸 他们大可以躲入一层又一层的仙府 空间之中 当然 外面参与布阵的修士 估计大多数就无法逃脱了 星形扶空飞艇带着方阳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 飞向了阎木仙国的首都 阎木仙城 在数百年前 这里在焦魔之乱的时候 被摧毁了不少地方 当然 还有部分是因为 月天涯触发的雷劫所引起的 那时候 为了对付嚣张跋扈的黑水仙军的精纤分身 月天涯前辈被迫出手 由此引发雷劫 他只要碰过的地方 都被天杰一阵祸祸 以至于他长期居住的勤政殿 元老院等地 在天雷之下 化为了积分 然而 当方阳他们飞到了 阎木仙城上空的时候 依旧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 此时已经接近傍晚 整个仙城上空灯红酒绿 还有很多广告大屏 这 这真的是阎木仙城 竟然这么现代化了 钱多多 显然被眼前的景象 所深深震撼了 自从当初赤眼焦魔之乱后 在东海范围内 阎木仙国再无敌手 经过了数百年高速发展 阎木仙国如今已经将 修真与科技完美融合 成为了一座高科技修仙之城 在仙城之外 天空之中浮空飞艇来回穿行 与修士的飞行法器交相辉映 一个个漂亮的霓虹 在天空中呈现出全息投影 推销着最新的修真产品 一路上 好在有周孝天的介绍 方阳他们才了解到 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 阎木仙国的很多政策 已经得到了推行 原本妖兽赖以生存的深山和深海 已经被化为了自然保护区 让妖兽能够在里面安全地生长 在自然保护区与人类居居区之间 形成了和谐共存的局面 而人类生存所需的很多物资 都实现了科技化培育 很多专门培育修真植物的 农业科技公司非常受追捧 他们培育的林物 经过科学育苗 系统化栽培 实现了低阶修真林草成熟期 缩短十倍的效果 也就是说 以前需要十年才能成药的修真林草 他们科学培育下一年就能实现 通过林业滴灌技术 让培育林草的成本也大大减少 甚至在现代化高科技的技术支撑下 一些修真农场 实现了大规模的综合性开发 同时 这里也开展了很多旅游观光业 这样修真与科技相互融合的新世界 让芳阳心中又是兴奋又有点错愕 当芳阳将这些信息 传入吞天葫芦中的世界时 河东他们也是兴奋不已 我的家人 他们现在在哪里 芳阳有些担心地问道 芳阳长老已经带着芳家的一些修士 还有一些元老移居到盘虚界 您的父母 还有您的妻子穆青青前辈 儿子芳浩晨师弟 以及三仙岛的三位仙子 也在其中 周啸天解释道 那盘虚界也就是曾经的盘虚海影 灵气比苍蓝星要好很多 听到这些 芳阳点了点头 他非常清楚 盘虚海影的灵气浓郁程度 不逊色于灵界 在那里 修士可以轻松提升到炼虚境界 而且芳阳的父母 在那里 也能更容易地进阶到更高的修真境界 而且 他们有芳阳留下的大量修真灵物 对于进阶也问题不大 至于芳阳的弟弟芳目 被芳阳以逆天之法改造了身体之后 成为了木系天灵根修士 将来道徒必然一片平坦 更有芳阳在身边打以解惑 因此 他对于弟弟的修行之路并不担心 当然芳阳还了解到 在月天涯离开炎木仙国之后 一直跟随其修行的张太虚 接任了内阁总理大臣之职 直到百余年前 张太虚才飞升灵界 而张太虚飞升之后 接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人 乃是芳阳的清传弟子沈灵 这是芳阳他们 刚刚到炎木仙岛的时候说的弟子 为人敦厚有谋 如今也到了化神初期修为 这些年 他将炎木仙国打理得井井有条 原本 按修为来说 周孝天已经机缘巧合迈入炼虚 早应该飞升灵界 只是他身为阵法宗师 身负金光雷火大阵的传承 为了守护静职之强 从周孝天的口中 芳阳还了解到 张太虚 心梦无痕 天魔圣 万象老祖等故人 已经纷纷飞升仙界和魔界 听闻了不少故人的踪迹 芳阳心中感慨万千 灵界和魔界极为广大 他们具体去了哪里 也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芳阳算了算时间 他们现在估计还在灵界 魔界为了毕臣丹苦苦挣扎 芳阳知道 魔界的魔头 应该用不了多久 就会找到这里 因此想要着急 炎木仙国如今的各方长老 做好应对准备 其实 他此时最想的事情 就是去一趟盘虚海影 看望家人 当然 他毫不犹豫地 抑制住了这个冲动 毕竟如今他被一堆老魔头追杀 他也担心 因为自己的失误 让危险波及自己的家人 而如今盘虚海影变为盘虚界 那是因为芳阳的妹妹芳月 掌握了进入其中的仙气 只要不暴露 一时片刻 那些真仙老魔 也发现不了盘虚界的入口 因此 芳阳现在担心的 倒是严慕仙国的修饰和凡人 若是他们受到波及 很有可能会被那些老魔 真仙 随手屠戮 如今 因为严慕仙国中 以周孝天的实力最强 因此 他顺理成章 成为了镇国大长老 不过他最新镇法一道 并不留恋权势 因此很少参与严慕仙国的果实 在周孝天的带领下 芳阳和钱多多 很快就来到了严慕仙城中 最高处的一处殿堂 这里正是新建的元老院 之前的元老院 在月天崖走后 就被雷击化为积粪 如今新建的更为大气磅礴 经过几百年的呈现 显得非常庄严巍峨 这处殿堂并不华丽 却非常有气势 大殿内部四周墙壁上 净是精美的浮雕 展示着严慕仙国艰难的建国历程 而最中央的浮雕 却是展示着 当初赤眼骄魔之乱的场景 严慕仙国的众多修士 万众一新 这一头巨大的恶骄发动攻击 雕像栩栩如生 艺术价值极高 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使人深受震撼 殿堂的中间 摆放着一个大大的圆桌 正是众长老议士的场所 随后周啸天发出了一道符露 这道符露化为数道光芒 冲出了殿堂 以极快的速度奔赴严慕仙国四处 片刻之后 一道道光芒冲向严慕仙城 这些光芒 或是浮空飞艇 或是飞行法宝 在天空中留下一道道绚难的光芒 原本在炎木仙城之中 有着净空的阵法 但是这些人 却能丝毫不受限制 显然这些人 作为炎木仙国的实权人物 能避免仙城禁止的影响 片刻后 不少元老都赶往了这里 除了实力高强的修真者 还有德高望重的凡人代表 科学家代表 工匠代表 散修代表 他们纷纷进入大殿 所有人在这里表现得 非常庄严肃穆 当他们见到 已经影视不出的周啸天 一个个脸上 都流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随后又怀着崇敬之情 对周啸天点了点头 至于芳阳和钱多多修为太高 已经完全隐秘了所有的契机 更多的人 以为他们是凡人 或者是周啸天的弟子 因此也没有太在意 正当会场 处于庄严肃穆的氛围之下 忽然有一个嚣张的声音 从外电传来 今天是吹了什么风啊 莫名其妙 开什么长老会议 只见一个看上去 二十多岁的青年金丹修士 一脸张扬跋扈地 走入了大殿之中 此人一袭锦袍 身边还跟着几个衣着妖艳的女子 妖媚地依偎在她身边 动作极为不堪 在这庄严肃穆的元老院大殿之中 显得大沙风景 见到这一幕 芳阳不由的面露疑惑之色 而她身边的周啸天 随即也露出一脸苦笑 在会场 众多修士也对这个年轻修士 都流露出厌恶之色 但是大家 似乎对这青年 似乎有些感怒不感言 只能以眼光比翼 然而 这青年似乎脸皮极其之后 对于众人的厌恶之色 似乎丝毫都没有看在眼里一般 芳阳正想问这青年的来历 没想到她反而来劲了 咦 今天不是元老院大会吗 竟然来了一个普通的凡人 还有一头模样奇怪的狗 那年轻人极为嚣张地 看了看芳阳和钱多多 你才是狗 你们全家都是狗 钱多多那暴脾气 怎么能忍得住 立即反驳 嘿哟 还能口吐人言 原来不是普通的狗 原来是一只狗妖 这青年显得有些兴奋 不是说了吗 以后妖族都不能来元老大殿 好可爱的狗狗 这个青年身边的女子 一个个都被钱多多的 可爱模样所吸引 情不自禁 就想上前来抚摸 虽然钱多多修为日益提升 但是装可爱的功夫 那也是饱刀未老 钱多多立即散发出一阵真元力 将这些雍之俗粉 震退数长 竟敢如此不给面子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青年修士极为嚣张地吼道 若是你和你的宠物 不跪下来对我道歉 今日必杀你 青年修士疯狂地吼道 这青年一脸嚣张跋扈 让方阳的面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不过方阳没有理这个年轻人 而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为何妖族不能出现在这里 方阳心中充满了疑惑 要知道 当年妖族在阎木仙国遭遇大难的时候 众多妖族也多有帮助 当年无论是独龙骄 还是陆绍经 都是阎木仙国的长老 今天没有见到妖族这边的长老 方阳就感觉有些奇怪 因为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 让两位妖族长老愤然离席 此时周孝天传音道 面色很是尴尬 妖族乃是先国的建立者 当年万毒骄亡 水晶宫与我们骄如此骄好 我是说 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妖族代表 原来是有人刻意为难 钱多多怒道 哎呦 这竟然跳出两个人 还敢为妖族辩驳 那青年修士露出冷笑说道 你是哪里来的王八啊 竟然在元老院蹦的 年轻修士面对方阳的质问 显得非常不满 你又是哪里来的小王八蛋 敢在元老院 如此庄严神圣的地方 如此放肆 钱多多有些怒了 立即跳上前来路迟道 我是谁 竟然不知道我是谁 这青年修士 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哈哈 竟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 那年轻人流露出 一脸张狂之色 既然你这个土鳖想要知道 我就告诉你我是谁 这青年修士冷笑道 我的太祖伯爷爷 就是镇国天阳神君 方阳 方神君 我的太祖姑奶奶 就是如今盘虚界的界主 方月大界主 我的太祖爷爷就是杨国的开国皇帝 方星 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 当初方阳的弟弟方木 经过方阳以逆天之法改造肉身 从一个没有灵根的修士 便为了木系天灵根修士 而这次也让方木的命运得到了改变 因此他改名为方星 听到这年轻人所说 方阳和钱多多待立在了原地 如同石化了一般 一旁的周孝天想笑又不敢笑 只得死死憋住 一时间颇为滑稽 阳看了周孝天一眼 周孝天这老头一脸尴尬之色 方阳这个老狐狸 瞬间就知道 这个后辈如此 霍霍元老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估计这小子打着方家的名号 让众多元老不敢动他 所以周孝天也是想让方阳亲自来看这戏码 方阳这时候 真的想去踢周孝天的屁股 不过他此时脸上红一阵 白一阵的 面色已经非常不好看了 方家至家极严格 然而他也没想到 过了才几百年 竟然就有了如此嚣张跋扈 蛮横无理的年轻后辈 而且 这小子竟然是自己弟弟的直系子孙 怎么了 怕了吧 青年修士见方阳待在原地 以为是被自己的身份给震撼了 脸上流露出得意之色 越发浓郁 我告诉你 这炎木仙国 本就是我方家的 这年轻修士越发得寸进尺 听了此言 在座的众多元老 面色都越来越不好看 众人都知道 炎木仙国的立国 根本就是大融合 汇集各方力量 万众一星 而如今有方家人 想要加天下 自然引起众人不满 这里是元老院 修得胡言乱语 一个工匠界的元老 站起来怒斥道 此人名为赵熙 如今刚刚进阶化神七 他乃是一名雷灵根修士 他精于炼器 曾经跟随张灵学习炼器多年 乃是如今 炎木仙国工匠界的炼器第一人 见到赵熙敢当面斥责自己 这个方家的年轻修士大怒 立即抬起了右手 露出了一个散发出 强烈灵力波动的手镯 傀儡手镯 众人面色微微一变 这东西 方阳也是熟悉 此物之中 被封印了多头化神七傀儡 乃是方阳为了守护方家留下的手段 此物一出 让赵熙也有些举气不定 要知道 如果放出了大量傀儡 双方大战 恐怕这元老院又会毁于一旦 甚至可能 伤到外面的修士和凡人 一时间 这让赵熙有些投鼠忌气 哼 真是想不到 方家竟然有你这种子孙 赵熙怒道 赵长老 不要以为跟着张灵长老 学了几天练气 你就有多了不起了 方家的人 方阳冷冷地笑道 那是 我叫方亦 你可听清楚了 现在 你就给我滚出元老院 这个叫方亦的 趾高气扬地说道 我要是不走呢 方阳道 你要是不走 那就休怪我动用傀儡 说着 他扬起了自己的右手 不断催动真元力 此物经过特殊的方法炼制 只要达到了金丹七就能使用 当初在云南沧海秘境之中 那个叫冷云的修士 就是使用此物 召唤了众多傀儡 给方阳他们添了很多毒 后来此物被张灵多次祭练 然后方阳又留下了一些厉害的傀儡 因此 这东西的威力更强了几分 若是里面的傀儡全部放置出来 即便是化神修士 也难以抵挡 原来这东西 就是你的底气 方阳健壮冷冷一笑 他一挥手 这东西 竟然瞬间从方亦的手中飞了出来 落到了方阳手中 你 你敢抢夺我的傀儡手镯 方亦有些大惊失色 然而 他更没想到的是 方阳只是挥了挥手 瞬间就将他依附在手镯上面的神念 清扫得干干净净 真是没想到 我留下此物 本来想维护炎木仙国 没想到 竟然落在这样不孝子孙手上 也算是 让明珠蒙沉了 方阳想到这里摇了摇头 微微一叹 随后方阳将此物 丢到了周孝天手上 这个收好 以后交给靠谱的后辈 是 周孝天恭恭敬敬地说道 你 你竟敢抢够我的手镯 你敢挑战方家 那方亦已经气得暴跳如雷 然而 方阳显然对这个自己家族的后辈弟子非常不满 对他的愤怒置之不理 喂 周孝天你什么意思 你们联合起来 是想造我方家的反吗 你不要命了 方亦此时已经怒不可遏 我要将你们的罪行告诉我祖爷爷 还有姑奶奶 你们就等死吧 就在此时 一道人影缓缓走进元老元大厅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方阳的亲传弟子沈灵 沈灵在炎木仙国 也算是资格很深地修饰 当年方阳他们才是驻机修饰的时候 来到东海在世方中 从大宗门手中购买了炎木岛 当时沈灵的父亲沈春 还是一个炼器初期修饰 乃是岛上凡人城市的城主 后来机缘巧合 沈灵被方阳所救 因此得以拜方阳为师 他资质虽然不好 但本性敦厚 修炼也非常勤勉 如今也到了化神期 成为了东海屈指可数的高手 见到沈灵走进了大厅 方亦就像见到了救命的稻草一样 他立即冲过去吼道 沈世伯 你要为我做主啊 这边有一个人 抢夺了我的宝物 他还和周孝天狼狈为奸 怕是想要夺取袁老冤的权利 这方亦竟然恶人先告状 还颠倒黑白 这让方阳的面色 越发阴冷起来 而当沈灵走进大厅 见到方阳和钱多多的时候 他如同化为了石头一样 僵直在了原地 沈世伯 你 你这是怎么了 见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方亦脸上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疑惑 方亦怎么也没有想到 平日处编不惊的沈灵 为什么会如此失态 如今沈灵已经接任内阁多年 他处事公道 可谓是德高望重 然而 今日的沈灵表现得如同一个小学生 一时间 整个大殿之中 众多长老都有些梦了 方亦还在叫嚣着 沈世伯 你要为我做主啊 这些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人 竟敢当着原老院 直接抢夺我的宝物 若是今日不将他们就地正法 我必然会去盘须见 请我的祖爷爷和太孤奶奶做主 这方亦竟然恶人先告状 让人更生厌恶 然而 这时候 沈灵根本没有再去看方亦 而是一步一驱 战战兢兢向方亚走了过去 他的神念在不断探查 避免自己被幻象所蒙蔽 在经过多次验证之后 他脸上终于流露出惊喜之色 是 是师尊 师尊回来了 沈灵此时心中无比震撼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已经飞升灵界的师尊 竟然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 方亚这次前来 并没有让周啸天泄露自己的行踪 只是想看看自己的弟子现在如何 没有想到见面的时候 竟然如此尴尬 一幕出现了 只见沈灵走到方亚面前后 双眼流出泪水 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不笑弟子沈灵拜见师尊 拜见前多多前辈 沈灵极为恭敬地道 一如当年 瞬间 袁老院刷的一声 众多原本作者的长老 都惊恶地站了起来 大殿之中的场面 让人震惊不已 众人都没有想到 这时已经成为了 那个首辅大臣的沈灵 竟然直接向方亚下拜 口呼师尊 是天阳神君 怎么可能 天阳神君 已经飞升了几百年了 竟然能忽然返回凡间 天阳神君 这时候的方亚 更是心中惊恐不已 他深知沈灵的为人 绝对不可能信口开河 你是 你是我的太博祖爷爷 此时的方亚 有点吓傻了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经常打着方亚的旗号 在外面为非作歹 今日却被抓了个正正 方亚又看到周啸天 那笑眯眯的眼神之时 知道对方一定早就知道了 方亚的身份 故意不出声 好坑自己 传 天阳圣君令 耻夺方亚的所有称号 绝位 贱为庶人 废除修为 方亚面色威严冷冷道 他言出随法 整个大殿之中的法则之力 也受到牵引而隐隐震动 此时的方亚 宛如神灵将士 太祖伯爷 这是个误会 误会 方亚感受到了强大的灵力威压 甚至整个大殿的法则之力 都对他极为排斥 既然你不想为阎木先国做事 从此以后 就不要再进入元老院 方亚冷冷说道 再传我之令 从今以后 方家修士 非有功于先国者 不得进入元老院 不得干涉朝政 此言一出 犹如口寒天县 一道道规则之力 往方亚身上汹涌而去 将其金丹封印 这是方亚 建立元老院以来 第一次选择使用自己的特权 虽然元老院与方亚和方家关系密切 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方亚也非常愤怒 很快 方亚就被人拖走 不过 方亚还下令封锁自己回来的消息 因为他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方亚随即就说了空间通道的状况 并说明了 联通的对岸 乃是魔界中的血魔界 已经有一批真仙真魔大战 可能会引来嫡袭 方亚不想直接说清 这些真仙真魔 是自己的仇敌 害怕引起修士恐慌 引发更大的灾结 只是说了 真仙真魔大战必然引发危机 当众人听到 来人竟然是灵界之上的仙界 和真魔界的修士来袭 一个个都不由得面露震惊之色 要知道 就算真仙真魔只是路过 恐怕都会有强大的力量 引起山崩海啸 造成低阶修士和凡人的大量死伤 随后 方亚说出了他的计划 并让众多岩木仙国的修士予以配合 在方亚的计划之中 他尽力为凡人和低阶修士考虑 并做出了长期规划 方亚忽然前来 本来让众多元老心存疑虑 只有周啸天与沈灵二人做担保 却也有些难以服众 方亚现在也不管这些 而是说出了 保护凡人和低阶修士的详细规划 见到方亚此行的目的只是 为了保护凡人 让众多长老心中一律消散了不少 而且 真仙真魔大战所产生的影响 足可以让整个岩木仙国彻底湮灭 众多长老心中都有一种无力之感 唯一能做的 就是按照方亚的安排 进行下一步的撤离计划 很快 岩木仙国开始运作起来 引导修士 还有凡人开始撤离 让他们尽快远离岩木仙岛 这岩木仙岛是 方亚他们在东海最早购置的岛屿 这里虽然灵气并不浓郁 但是却是岩木仙国的龙兴之地 也是知名的旅游景区 如今根据方亚的安排 这里已经开始被逐渐清空 而方亚他们所在都城 则曾经是碧海青天门所在的驻地 方亚和周啸天 沈灵他们一起 全力推进修士的撤离计划 而钱多多则开始推进 妖族和妖兽的撤离计划 钱多多当年在东海可是情报之王 他以妖兽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络 妖兽的寿命可是远超修士 因此几百年过去 钱多多不少仙人还在东海 甚至已经是东海的一方霸主 有他们的帮助 自然也让妖族和妖兽的撤离计划 进行的有条不紊 很快 原本岩木仙岛所在的位置的 众多散修凡人都开始离开 当然 方亚他们对外部宣传的 就是要测试新版的诸神之怒 这个颇具震慑性的流言 让众多修士有了主动搬迁的愿望 也不否定 如此一来 更多的修士凡人都开始了搬迁 如此一来 搬迁的速度又提升了不少 整体搬迁计划 比方亚预想的还要快上很多 在多方合力之下 很快颜木仙岛附近数万里的修士 都撤退到很远的地方 这样就能避免将来受到无端波及 然而 在颜木仙岛不远的地方 还有一座圆通岛 这里的修士对于搬迁就极度反感 这座岛屿 方亚也是比较熟悉 当初方亚他们 还是筑基修士的时候 圆通岛上就有一个金丹七的散修 叫做龙道人 这龙道人 还有一个师弟 叫做贺道人 他们一直想谋吞颜木仙岛 曾数次出手 让方亚他们焦头烂额 最后 贺道人被诛杀 而龙道人被方亚用祭策锁灭 这样才消停了下来 而这龙道人 还有一些后人出门在外 因此逃过一劫 而后 他们就一直盘踞于此 建立了修真家族龙家 对于这样的小家族 方亚他们也没有为难 然而 这些龙家修士觉得 要让自己搬走 就会交出灵脉 让自己利益受到侵害 因此 他们要求巨额赔偿 才会搬走 经过多方努力 这些人依旧不为所动 虽然严木仙国 也拿出了较为合理的赔偿方案 但是他们依旧狮子大开口 如此一来 搬迁计划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甚至有好几次 他们直接对前来 劝导的修士动手 这日 龙家家主他们 再次拒绝了赔偿方案 将前来谈判的 仙国修士赶走 这时候 众多龙家修士 全部都喜气洋洋 家主英明 他们在上次的方案上 提升了三成赔偿 已经超过我们损失的三倍 我们这次将他们赶走 估计下次方案 会再次提升赔偿 一个助击巅峰修士 非常高兴 真是太好了 最好要再要求几颗结晶单 和十几颗助击单 一个龙家长老笑眯眯地说道 家主 他们会不会在我们 没有离开之前 就开展诸神之怒的实验 一个年轻修士 有些担忧地说道 哼 绝对不会 别忘了 炎木仙国以仁后立国 龙家家主极为嚣张地说道 数百年以来 他们以仁后团结为根本 这就注定了 不会施展雷霆手段 龙家家主 一副看透失事的样子道 若是他们赶来硬的 必然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让他们失去 数百年苦心建立的信誉 龙家家主 趾高气扬地说道 他们以仁后立国 这也成了我们最大的资本 甚至几个原因修士 成为千年世家 龙家家主 心里打着极为精密的算盘 觉得自己 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然而 他并不知道的是 这次的谈判代表离开之后 再也没有来这座岛屿 他们所在的原通道 成了孤悬在外的一座孤岛 在东海搬迁工作 有条不稳开展的同时 方阳则是让钱多多 在以天赋神通 制作了一个分身 暗中前往东海深处的一处秘境 这里也就是盘须 寒影的空间入口 如今钱多多修为高深 他在这里发动空间秘术 很快就引起了盘须戒主 岳方仙子方越的注意 他很快就被方越接引 进入了盘须界 随后钱多多就将方阳的计划 合盘拖出 这让方阳的妹妹方越 一时间也是震惊不已 虽然如今 方越也有了炼须初期修为 并掌控了整个盘须界 实力大大提升 但是面对真仙真魔 也是一点办法没有 格格竟然选择独自去对抗那些强人 岳方仙子心中深受感动 方老板应该有万全之色 他精明着呢 你就放心按照他说的做吧 钱多多笑道 方越点了点头 只好选择相信方阳 在钱多多分身离开之后 他随即发动秘术 接关闭了盘须海影的入口 这一下子就让两界暂时互不相通 不过他也留下了一个本源令牌 让钱多多的分身交给方阳 若是方阳度过危机 则可以通过此物联系两界 到时候 他会再次让盘须海 隐与苍蓝星的空间 再次相互融合 而钱多多的分身返回之后 还带给了方阳家人的信息 方阳的父母 如今有着诸多灵药 已经进阶元阴后期 加上有诸多严寿之物 因此身体都还很好 无病无灾 而且 盘须界经过方越的长期祭练 已经能产生一定的规则之力 若是他父母度节 方越也能帮上不小的忙 因此问题不大 方阳的妻子穆青青 也已经进阶到了练须初期 方阳的弟弟方目 则是已经到了化神期 而三仙岛的三位仙子 谢雪仪 白雨泥 薛西双 则在闭关修炼 与穆青青相处甚好 我儿子方成浩呢 方阳有些担忧 喂喂 你可别担心他了 他可是盘须海影的一爸 钱多多笑道 特别是诸多蛟龙水族 被他打得天天哭爹喊娘 他母亲实在管不住 让他舅舅穆红云 带出去收拾了 钱多多笑道 原来在盘须海影之中 还居住着不少蛟龙族 他们作为土著 与后来进入这里的人族 发生摩擦也是常试 而当年方阳的儿子方成浩 就经历过焦魔之乱 对于蛟龙族自然非常不满 而且他身上法宝众多 更有当年月天牙前辈留下的护福 所以在与蛟龙一族的打闹中 从来没有吃过亏 当初钱多多和哈士奇 血连摩尊 连同方成浩一起 就曾经在搅风搅雨 因此方阳飞升都要拉着 钱多多和二哈 以及血连摩尊 就怕他们把儿子带坏了 方成浩当年出生的时候 修为就有金丹巅峰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 如今的实力必然也到了化神期 他舅舅把他带出了盘须海影 估计是去了屁林星域 那里距离这里极远 应该没有安全问题 方阳心道 不过听到儿子的情况 方阳不由的又有些满头黑线 是我亏欠他的 若是 我能一直在他身边 就一定能管教好 此时 方阳如同一个老父亲 心中已经盘算着见面 给儿子带什么礼物 是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还是几百套试卷 让儿子好好卷一卷 不要再去瞎胡闹了 方老板 你也别担心 你儿子虽然喜欢惹事 但是口碑还行 他主要是欺负 威非作歹的水族蛟龙 钱多多语气中 对方承浩的所作所为 似乎颇为称赞 钱多多显然不嫌失大 若是让他去带孩子 估计他比方承浩跳得还要还 只是他下手有点重 被他揍的蛟龙 都被打成了蛟中熊猫 钱多多笑道 嗯 方阳无话可说 听到儿子的顽劣 这次方阳让钱多多前往盘虚界 也带了不少灵物送到家里去 这些东西 除了有大量灵界的宝物 以及灵精 仙玉 甚至还有炼虚丹和合体丹 当然 也少不了为父母准备的 严寿的仙界灵草 其中最为贵重的 还是少量的太乙穷将 方阳特意嘱咐过 这东西威力实在是太过于霸道 必须稀释了又稀释 而且 修为也要达到化神期以后 才能少量使用 有了这些东西 方阳的家人们 无论是寿缘还是修行 必然会一帆风顺 没有后顾之忧 方阳随即就和钱多多 从东海前往苍原大陆的 凌兰山深处 显然 方阳为了对付这些真仙真魔 似乎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他此行是去修复一个大阵 那就是 曾经将河东传送到 苍蓝星的那个古老的 上古传送阵 当初 为了对付断令魔尊 他和河东选择牺牲自己 通过这个上古传送阵 将那老魔一起传送到了 域外星空 才确保了苍蓝星的安全 因为传送中发生了偏移 他们被传送到了一片虚空星云中 历尽艰星 才逃得一命 若是阵法没有受到影响 则这传送阵的另外一头 在火星遗迹的地宫之中 最初 河东就是在那里误处传送阵 才会来到苍蓝星的 方老板 你真的打算这样做 钱多多有些疑惑地问道 若是把这些老魔头 引到那个地方去 估计又是一场灾难 我自由打算 方阳坚定道 显然是成竹在胸 钱多多见到方阳 那坚定的眼神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想起方老板 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忽然恍然大悟道 方老板 原来你是想到了这个办法 钱多多用肥瘦的叼爪子 给方阳竖了一个大拇指 高 实在是高 这一招也太损了 不愧是方老板 钱多多想通了前后因果 对方阳越发佩服起来 钱多多想起当初的经历 心中已经期待方阳的 这个后手用出来的效果 这些针线和老魔 估计这次会被方老板坑的底裤 都不剩吧 钱多多心道 这次和方阳他们一同过来的 还有周孝天 以及赵熙等人 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物资 和一些精通阵法的工匠 他们随即开始修整 这出上古遗迹 当初万象老祖 还没有飞升的时候 曾经镇守在这里 那是怕断立魔尊 从星空返回 当然 他更是为了接引方阳他们回归 就地重游 想起当年故人方阳 不游的有些感慨 放心吧 万象老祖那么猥琐 去了灵界 一定会发展得很好的 钱多多笑道 他对于万象老祖 充满了信心 随后 方阳他们就开始 重新维修这个大规模的传送阵 并且通过神念 不断与吞天葫芦中的河东 张灵他们交流方案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传送阵不但被修复了 而且还做了大量的加固 并借用了灵界上古传送阵的密法 缩短了传送时间 而后 方阳就让周孝天 带着众多修士 返回岩木仙国 并开始布置一个 覆盖万里的云雾大阵 方阳还拿出了大量灵精和仙玉 交给周孝天 有了这些东西 应该可以让云雾隐秘阵 能覆盖整个岩木仙国 这样能尽量做到隐秘 让其不受波及 可是方前辈 你 你真的要在那时候 发动这个传送大阵 吸引众多的真仙真魔 你岂不是会陷入到了 巨大的危险之中 周孝天和赵熙有些担忧 你们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我想有我的牵制 他们不会去为难你们 方阳真诚地说道 但是你们尽量做好隐秘 避免有修士和妖族 进入危险区 钱多多道 一定 到时候 我一定全力加持云雾大阵 暂时封闭 岩木仙国的进出 周孝天正色道 他乃是阵法宗师 有他阵守 加上岩木仙国如今的各种高科技 以及压箱底的诛神之怒 这让方阳倒是也放心了不少 而后 方阳他们 选择驻守在了 灵兰山深处的传送阵附近 他不惜损耗大量灵精 甚至仙玉 就是为了让这个跨星际的空间传送阵 时时刻刻都保持着激发状态 这损耗对于下界修士 那可是海量 但是方阳这些年 在灵界可是投光了多个大宗门 他的灵精 仙玉 早已是堆积如山 时光匆匆 两年时间一化过 这日 已经荒无人烟的岩木岛 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空间波动 随即岛屿出现强烈地震 很快整个岛屿开始塌陷 随后 轰隆隆 一声巨响 空间先是发生了一阵坍缩 随后就是猛烈的爆炸 刹那间 整个岩木仙岛直接消失 海面上掀起了高达百丈的恐怖海啸 庞大的冲击波 以这里为原星 不断扩展而出 冲击波中 蕴含着强大的毁灭力量 原本在圆通岛上的龙家修士 还在做着春秋大梦 忽然就发现了恐怖到极点的爆炸波 和后面跟着的滔天海啸 怎么回事 这是新世的诛神之怒吗 他们怎么敢 怎么敢 龙家的修士 此时陷入了疯狂 他们本来以为 岩木仙岛以宽厚仁爱 因此他们觉得 只要不要脸 就一定能获取更多的利益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恐怖的灾难 众多龙家修士 修为不高的 就往地底堡垒中躲藏 修为高深的 直接遇见腾空 想要远离 然而 无论他们怎么样的逃生手段 在恐怖的冲击波下 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 瞬间就化为了灰飞 强烈的空间爆炸 产生的冲击波 在东海肆虐 巨浪崩塌 海啸如山 随后 就是金光魔分 从空间避障之中冲了出来 为首的就是九幽天魔 而他身边 正是集到真魔 鹰鬼真魔 卷狂真魔 裴熙魔等一众老魔 随后才是以朝青司 木成雪 掌绿真仙 虚陀罗汉 连九霄等仙界的真仙 他们周身 似乎有一层魔纹 和仙纹联手布置的一层防御 竟然将这里的空间 规则屏蔽了 在这层光照的掩护下 他们的灵力波动 被压制在了炼虚初期 算是以极为巧妙的手段 躲避了天道的探查 九幽前辈法力无边 竟然想到了如此密法 集到真魔谄媚地赞叹道 哼 现在找到那些家伙在说 我的这套九幽魔光之术 虽然能屏蔽天机 却也不能持续太久 九幽天魔冷哼一声说道 我这次绝对没错了 集到真魔立即说道 这次我将血迹黑欲的所有血气 配合魔界血海之力 凝结成了血珠 今后我必然能测算更多天机 确保九幽前辈能得到宝物 集到真魔在言语间 不断强调自己的价值 因为他非常清楚 若是自己没用了 估计会被九幽老魔诛杀 而且 虽然此时的集到真魔 不过是一具分身 但是九幽天魔 作为堪比金线的魔君 应该有多种方法 通过分身 就能咒杀他的本体 因此 他越发恭敬地去讨好九幽天魔 此时 闫目仙岛附近数千里 瞬间就被魔器所魔化 与此同时 他们的庞大的神念 就开始覆盖了万里 魔器犹如黑雾一样弥漫开来 魔道修士每到一界 都会传播魔念 通过这个方法 将一个又一个下界 变为魔道的世界 这也算是魔道修士的门规 就如同丐帮遇到人 都要讨两个铜钱养 魔门修士遇到一个新世界 都会传播一下魔念 希望魔化出一个新的魔界 也正是这一个原因 魔界才会长盛不衰 当然 此时这些老魔 在九幽真魔的带领下 魔化东海 甚至魔化苍蓝星的速度 也会极快 在他们魔念接触范围之内 所有修士 妖兽 只要被他们的魔念接触之后 很多都直接被魔念所侵染 堕入魔道 当然 方阳他们已经做好了搬迁工作 已经尽力 让方圆数万里之内的凡人和修士 尽快离开了 没有离开的 都是何龙家一样 狮子大开口 甚至贪欲赤圣之辈 这些人很快就成了魔头的傀儡 快速魔化 我似乎感应到了一些 让我不舒服的气息 卷框真魔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就在此时 在海底 还有众多荒岛 忽然泛出了一阵阵紫色气息 很快 原本延展而出的魔器 被这些紫色的气息直接驱散 仿佛在黑色的幕布上 烧出了一个又一个紫色的大洞一般 佛门 子竹 九幽天魔 瞬间面色大变 要知道 佛门与他九幽天魔乃是死敌 这些佛门子竹的存在 必然让他们无法魔化这片海域 九幽天魔忽然转面一眼 望向了虚陀罗汉 我佛门福天广众 有佛门子竹遍布在下界 并不为一 虚陀罗汉强做镇静地说道 九幽天魔冷哼一声 给了几道真魔一个眼神 几道真魔立即闭上眼睛 拿出一颗血珠开始测算 刹那间 几道真魔身上血光翻飞 强大而诡异的规则之力 在他身周萦绕 忽然 几道真魔睁开了眼睛说道 是他 就是我们一直追杀的那个人 布下的紫竹 众人这下都看向了虚陀罗汉 众多老魔对于佛门修饰 本来就非常反感 此时对虚陀罗汉 更是流露出了一阵杀意 我说 为什么那家伙 老是能占取先机 每次都能在我们到来之前 就逃之夭夭 原来是有内鬼 几道真魔 这次算是给自己接连测算失误 找了一个悲锅侠 我没有 虚陀罗汉立即说道 哼 没有 为什么他们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而且掌握我们的追杀踪迹 佛门不打狂语 我说没有 就是没有 虚陀真魔此时全力戒备 避免被几个老魔头偷袭 这些佛门子竹品质极高 你刚刚也说了 佛门福田广众 有佛门子竹遍布在下界并不为一 但是这些子竹 却是那个人弄来的 哼 这就非常可疑了 阴鬼老魔冷笑道 显然 众多魔头对于虚陀罗汉 越来越不信任 就连在虚陀罗汉身边的仙界修 急到真魔 凭借敏锐的感应 很快发现了炎目仙国的云雾大阵 只是因为距离遥远 一时间还没有确定 正当此时 忽然之间 九幽天魔忽然感应到了极远的地方 有巨大的空间波动 似乎是一个星际传送阵 哈哈 应该是他们 他们想通过空间传送阵逃离 说着 九幽天魔额头裂开 出现竖眼 动虚魔眼瞬间划破空间 让他的势力穿越空间 很快就发现 方阳他们正在启动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九幽老魔面色凝重 他手一挥 方阳他们在凌兰山深处 发动传送阵的画面 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如同全息电影一般 众多真仙和老魔 瞬间见识了九幽天魔洞虚魔眼的厉害 是他们 一定是他们 急到真魔这些日子 一直在推算方阳他们的行踪 此时忽然见到其面容 瞬间就感应到 这些人就是自己一直测算的对象 他们想要通过空间传送大阵 远离此处 阴鬼真魔 面色凝重道 此时众多魔头 都将目光投向了九幽老魔 哈哈 他们以为通过凡间的空间传送阵 就能逃过我的追杀 真是痴人说梦 九幽天魔 哈哈大笑起来 我真魔上级的神通秘书 不是他们这些小虾密所能想象的 九幽天魔极为嚣张地说道 就算他们跑了千万里 以我们的大神通 也能瞬间挪眼 其禀天魔前辈 在西边十三万里之外 还有一连片的云雾缭绕之地 似乎隐藏有玄机 会不会是对方的障眼法 即到真魔认真地说道 因为即到真魔这段时间 被方扬他们多次戏耍 因此已经有了心理障碍 因此 他就将所有发现有一点的东西 都先说了出来 到时候 就算是出了问题 也就不是他的错了 他说出这句话 九幽天魔随即露出一丝冷笑道 你是在小看我的洞虚魔眼 显然九幽老魔有些不悦 不是 晚辈不敢 即到真魔连忙说道 哼 亮你也不敢 九幽天魔冷冷地说道 不过 既然你觉得那里有玄妙 你就制造一个魔道 分身前去探查吧 是 即到真魔点头道 随即他衣袖一挥 一个浑身黑气的魔道分身 瞬间出现在眼前 不过这个魔道分身 因为天地规则之力的影响 最高也只能是炼虚出气 因为事情紧急 他直接用了真魔本源之力 因此 分身才能快速成形 随后 这魔道分身化为了一股黑气 快速地往那云雾缭绕的地方 急速冲去 走吧 到传送阵那里 去抓那些家伙 九幽天魔随即下令道 而后众多真仙真魔 立即开始操控 各自的远距离传送秘书 只是过了片刻 他们就跨越了 无比辽阔的东海 来到了林兰山深处的 那个星际传送 大阵上方的高空 此时 方阳他们已经传送离开了 大阵还在散发出 强烈的空间灵力波动 不过此时的空间灵力波动 已经开始消散 他们已经传送离开了 速度真快 急到真魔 面色有点不好看 这次若不是他发现了 那个云雾缭绕之地 然后制作分身 恐怕他们赶来的时间 还会缩短几个呼吸 说不定就能获取更多的信息 既然已经将他们锁定 这小小的星际空间 传送阵又有何妨 九幽天魔 一副成竹在胸之色 急到真魔 快速分析着传送阵的传送方向 招青丝 木成雪 你们二人用你们云月仙宗的金服 重新打通传送 九幽天魔 气定神闲地安排众人 这些真仙真魔 一个个都是老狐狸 自然不愿意在这些小事上面 引起老魔的反感 很快 几个老家伙分工协作 一条空间通道迅速被搭建完成 随后众多真仙真魔 簇拥着九幽天魔 快速进入了传送通道 消逝于天地之间 而急到真魔愤出的那一个分身 此时连续施展了 练须修饰的空间挪移之术 很快就已经到了 那云雾缭绕之处 真魔分身很快发现 这处云雾缭绕之地 竟然绵延几万里 虽然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外泄 但是却显得有些诡异 或许这里会出一个什么宝物 也说不定 急到真魔的分身 心中泛出一丝贪婪 然而 当他靠近这些云雾小岛的时候 送的一声 一个椭圆形 胖嘟嘟的铁疙瘩 就直接向他飞了过来 咦 难道说这些云雾里 隐藏有一些人族 或者妖族的修饰 急到真魔 立即用神石探查 然而他发现 那胖嘟嘟 圆滚滚的铁疙瘩 竟然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心中不由得有些失望起来 估计能放出这些东西的 只是一些低阶修饰吧 急到真魔摇了摇头说道 然而就在此时 那铁疙瘩的屁股后面 陡然喷出一道火焰 铁疙瘩的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从刚开始的慢如蜗牛 开始不断加速起来 速度逐渐堪比助击修饰 金丹修饰 原因修饰 化神修饰 最终那铁疙瘩 在距离他不到几十里的时候 速度忽然加速到了炼虚出气 这个陡然而来的变故 让这老魔心头一阵惊恶 老魔立即开始发动飞行秘术 想要逃过这个铁疙瘩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铁疙瘩就如长了眼睛一样 追着他的屁股后面就冲了上来 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加快 这东西有点意思 老魔心头一动 就想要发动空间挪移之术 然而就在此时 从云雾之中 陡然射出一道道白色光芒 这光芒快如闪电 确切地说 应该是本来就是光速 老魔见状不妙 立即在身前聚起 一团魔气抵挡 嗡 被一声 魔气防御 瞬间被那白色激光击穿 虽然老魔及时躲开 但是却打断了 空间挪移之术的施展 也就在这个时候 那铁疙瘩已经轰击到他身前 轰隆隆 一声巨响 以老魔为中心 陡然间先是空间塌缩 随后涌起了强烈爆炸 最后生腾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这时 老魔的分身在生死之间 还是立即发动了 保命的挪移之术 然而他此时 却已经被炸得缺胳膊 少腿 最终 只剩一个脑袋 在空中四处乱飞 竟然瞬间破坏了我的肉身 怎么可能 即到老魔 此时眼神之中 竟是惊恐之色 他纵横魔界 还有真魔界多年 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 根本没有灵力波动的东西 能爆发出这么强大的威力 难道说 这里居住的并非凡间之人 而是有仙界的高手隐藏于此 想到这些 他心中不由地又恶寒了几分 而后想到了 九幽天魔 我觉得九幽天魔 恐怕已经陷入了对方的致命陷阱之中 哎 不过 我现在还是关心自己吧 我这分身 乃是运用真魔本源所快速炼制的 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若是陨落 恐怕对我的真身 也是极大的损失 即到真魔 此时心中极为苦涩 此时他的魔躯 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一个脑袋四处乱飞 而且炸得黑漆漆的 看上去就如一个会说话的足球 片刻后 他将魔器营绕四周 开始运用这些魔器 不断修复他的身体 此时的即到老魔的分身 已经没有了任何嚣张之色 眼神中尽是慌张和惊恐 然而就在此时 又有了好几个铁疙大向他飞来 有圆形的 有椭圆形的 还有四四方方的 这些都是什么恐怖的法宝呀 还让不让魔活了 即到真魔的分身 随即开始了疯狂逃窜 随着一阵强烈的空间波动 方阳他们出现在了一个 古老的地底宫殿之中 地底宫殿的中央 正是当年方阳与河东 联手修复的火星传送大阵 当年他们几个在这里 还修行过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不仅修复了这个 远距离星空传送大阵 河东还在这里 布置了层层叠叠的阵法禁止 避免被人破坏 这里是河东回家的路 因此 他可是拿出了 压箱底的本事 在守护这里 只是经过了很多年时间 这里阵法禁止的灵力 几乎已经耗尽殆尽 方阳和钱多多 立即开始行动 用最快的快速 拿出灵精先玉 快速地补充了 这里的阵法禁止 随后方阳拿出一个玉牌 陡然间启动了 这里的守护大阵 做好了这些之后 方阳和钱多多 这才立即进入 虚空蜗牛之中 快速离开了 这座地底宫殿 钱多多也知道 情况非常紧急 因此 他也拿出了吃奶的镜 去操控虚空蜗牛 并连续发动空间 穿越神通 不停地在虚空之中 闪现穿行 他们此时就如同在天际中 闪耀出一道道流光 并且不断实现空间挪移 很快 虚空蜗牛就逃离出了 火星的范围之内 虚空蜗牛乃是虚空异兽 不过早被无边上人 炼制成了一件 可以当作飞艇一样的仙器 除了能在地脉之中畅行无阻 这虚空蜗牛 在虚空之中 更是如同回到了老家一样 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虽然虚空蜗牛速度极快 不过方阳他们 也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方阳知道 前来追杀他们的 乃是非常恐怖的真仙真魔 就在方阳他们离开之后的片刻 虚空之中 陡然出现了九幽天魔带领的 众多真仙 真魔 他们一行一共21人 其中10名真仙 10名真魔 其实 真魔应该是11人 不过其中有一个 是霸占了荒谷真魔肉身的 九幽天魔 他们这群老怪物一出现 就产生了庞大的空间 灵力威压 瞬间 不久前方阳激活的阵法 立即开始攻击这些修士 一阵阵幻想 一层层雷火 铺天盖地 轰然而 只是这些真仙真魔 第一次来到这片灵力枯竭 空间规则奇异的地方 一时间对这里的规则之力 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忽然面对这些连绵不绝的攻击 虽然不构成威胁 却也造成了一些小麻烦 他们不得不连连催动魔源 先例破解这里的阵法 当然 他们破阵方法也极为简单 都是走得一粒详实惠的路子 很快 河东他们布置了很久的阵法 就被他们破坏殆尽 随后这群老怪物 直接冲出了地宫 飞上了虚空 我已经探查到他们了 九幽天魔眉心的树眼 放射出洞虚魔眼的光芒 很快就将方阳他们逃顿的路线锁定 九幽天魔手一挥 一条黑色的龙形魔船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龙船虽然只有数百丈长 但是龙头龙身栩栩如生 还有很多鳞片闪闪发亮 这 竟然是用真仙级别的魔龙 炼制的非洲 一旁的真仙 真魔看到了这个场面 也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九幽天魔衣袖一卷 就将众人全部卷起 落到了这个黑龙魔舟之上 在强烈的魔道气息包裹下 黑龙魔舟瞬间化为 一道恐怖的魔龙 往方阳他们逃亡的方向 快速追去 而且 这黑色的魔龙非洲 即便受到下界的空间限制 但是速度也几乎是 方阳他们速度的两三倍以上 好快的魔龙非洲 方阳此时心中极为着急 他心中非常担心 若是被这魔龙在半路上就追上了 他的所有计划都会落空 此时 钱多多也知道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他也开始不惜耗费本源之力 接连施展空间秘术 不断地闪现向前 然而即便如此 他们与后面魔龙的距离 也是越拉越近 哈哈 追了这么久 终于要把他们追上了 急到真魔 此时非常欢喜 可以说 这群老魔能追上方阳 他的策算秘术 可谓是鞠躬至尾 就在这一追一逃中 很快双方的距离 拉扯到了万里之内 九游老魔随手一挥 船头的魔龙张开大嘴 一道黑漆漆的魔光喷了出来 直接就向方阳他们所在的 虚空蜗牛冲了过去 只听见嗡的一声 虚空蜗牛快速被那道魔光击中 瞬间就在天空之中不断翻转 虽然虚空蜗牛没有被打碎 但是里面的钱多多的分身 却吐出了一口又一口的鲜血 显然受伤颇重 这老魔下手真重 钱多多一边吐血 一边艰难地说道 钱多多已经将虚空蜗牛 纪念成了自己的本命法宝之一 此时蜗牛受到重创 他自然也难逃重伤 其实 若非因为下界空间 无法承受非常恐怖的力量 老魔也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攻击力量 否则钱多多 此时估计早就灰飞烟灭了 而钱多多受了重伤之后 虚空蜗牛的速度 陡然间就慢了下来了 而那万里距离 对于这些老魔来说 几乎就是跨步就到 一时间 方阳他们已经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九幽天魔冷笑一声 魔龙非洲的龙头 又是一道黑芒轰击 这时候 方阳心念一动 一株巨大的紫色叶子 出现在了虚空蜗牛背上 此物正是方阳培育了 上千万年佛门紫竹中 年份最高的几株之一 可以说是整片紫竹林中精华中的精华 这紫竹极为高大 已经长出了呈现紫金之色的枝叶 竹叶上面 还天然形成了玄妙的纹路 似乎是天道规则之力所书写的一般 显得非常吉祥书胜 此物一出 快速地就将虚空蜗牛外部 布置了一道紫色防御 老魔的魔道攻击 轰击在这上面的时候 急到天魔冷笑道 如此紫竹怕是培育了千万年 才有如此玄妙的力量 九幽天魔眉头紧皱 竟然有培育了千万年的佛门紫竹 众多真仙真魔都面色一变 这样的紫竹即便在仙界也是极为珍惜 而且据说这东西天生蕴含破魔之力 上古时代 仙界就有一位佛门高手 在紫竹灵下进阶先帝 成为一代佛帝 此时诸多魔道修士面色都非常不好看 培育千万年的佛门紫竹 所蕴含的破魔神通将会极其可怕 即便对九幽天魔这样的堪比金仙的老魔头 也有极大的克制作用 难道佛门又要诞生出了新的佛帝 一时间众多老魔都有些颇为惊恐 自古以来 魔道与佛门就一直正邪不两立 双方争斗了多个亮节 此时 就连虚陀罗汉都觉得 方阳恐怕是佛门隐藏在灵界的绝世高人 若他真的是佛帝转世 那我更要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九幽天魔面色极为凝重 随即他开始催动眉心的洞虚魔眼 随着洞虚魔眼的推动 整个空间开始剧烈颤抖 显然无法承受他如此强大的力量 若是他这一招轰出来 恐怕就真的不但能将虚空蜗牛这件仙器直接洞穿 甚至可以引起空间坍缩 方阳他们可能就是再劫难逃 就在此刻忽然传来了一阵玄妙的范拜 南无萨达塔 苏家多耶 阿罗赫地 三秒三普陀血 南无萨达塔 佛陀巨之色尼山 这是佛门的愣言神咒 乃是佛门最强的破魔神咒之一 随着范拜响起 瞬间金光灿烂 黑暗的虚空之中 瞬间闪耀出十方三世诸佛世尊虚影 强大佛光在虚空中不断衍生 就如同在虚空中生出了光明佛国一般 众多魔头立即往身后看去 只见此时虚陀罗汉身上 佛光灿烂 锐气万千 原本他额头上被九幽天魔所下的魔道禁止 也受到了佛光压制 暂时失去作用 好强的愣言神咒 众多真仙对于虚陀的这个神通 颇为艳陷 虚陀罗汉 果然你是奸陷 急到真魔大怒 哼 自古佛魔不两列 我怎么可能真心与魔头合作 可笑一帮仙魔 竟然甘心为九幽天魔驱使 甘为走狗 为虎作仓 虚陀罗汉此时身上佛光四溢 圣气生腾 宛若天神将士 他的话 让众多真仙 真魔脸上非常不好看 当然 他们更怕经过挑拨 九幽天魔对他们也会失去信任 从而引来大祸 哼 九幽前辈乃是真魔界的魔君大能 我等心甘情愿归附 岂是你三言两语就能挑拨 急到真魔 立即出言撇清 同时也在向九幽天魔表明忠心 其余的几个老魔头 自然也不敢怠慢 也纷纷效仿 至于一众真仙 此时却极为尴尬 他们虽然被九幽天魔所控制 但是若是拼命反扑 未必就不能脱离老魔 只是他们心中在不断权衡着得失 不过 平时自诩为名门正派的九离山的掌律真仙 以及云月仙宗的招清司和慕承雪 此时却屁都没有放一个 显然 他们现在觉得 跟着这老魔混 只要老魔遵守协议 最后 老魔吃肉 他们也能喝烫 因此 听了虚陀罗汉的话 也丝毫没有半点羞耻之心 不过他们自存 自己背后都有金仙撑腰 九幽天魔不会轻易悔诺 因此 他们反而和老魔站在一边 至于连九霄这样的剑仙 此时也犹豫不定 他更多的是 想让虚陀这个刺头去挑事 最好两败俱伤 这样 他就有机会 逃过九幽天魔的控制 众多仙魔高手 一个个心怀鬼胎 这让九幽天魔 更加想快速解决虚陀罗汉 可恶 敢坏我大事 我不但要诛杀你 还要通过这具分身 咒杀你在仙界的本体 九幽天魔疯狂地威胁道 这老魔头心中非常明白 如果不能快速将 虚陀罗汉这个刺头除去 恐怕其他仙魔 也会很快生出一心 竟然让局面难以控制 难无虚弥光佛 虚陀罗汉口呼呼道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既然如此 我虚陀也早有如地狱之心 此时众多真仙真魔 这才算是建设着罗汉的气魄 看来他是早就抱有了必死之心 佛光璀璨 一时间九幽天魔 也不得不收敛魔源 停止激发动虚魔眼 这动虚魔眼威力虽然极为强大 但是消耗也无比巨大 若是九幽天魔 此时用出此法 然后面对虚陀罗汉不要命的 疯狂攻击 恐怕也会损失惨重 九幽天魔一挥手 一股黑色魔气 引动规则之力 直接向虚陀罗汉冲杀而来 虚陀罗汉狂催真仙本源 刹那间 虚陀罗汉身前 出现一朵巨大的金色莲花虚影 嗡 悲声 虽然虚陀罗汉身前的莲花虚影 没有被击溃 但是他 已经被打得飞出数十杖 受了轻伤 不过他也借着这一击 以金色莲花为掩护 保护着他 从魔龙飞舟中冲了出来 他竟然有佛门大能 赐予的金莲虚影 怪不得敢与老魔正面应聘 掌虑真仙心道 老魔继续发动攻击 而虚陀罗汉 只能催动金莲抵挡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随后 他且战且退 并快速丢出了一个金波 此物光滑璀璨 显然也是一个极为了不得的嫌弃 然而 金波瞬间变大 直接将刚才口吐魔光 攻击方阳的龙头 直接罩住 难无虚弥光佛 虚陀罗汉再次口呼佛号 随后就是轰隆 一声 金波竟然选择了自爆 一时间 金光灿烂 佛光与魔器相互纠缠 那魔龙非洲也瞬间受损 速度慢了不少 与此同时 虚陀罗汉也身受重伤 嘴角流露出金色血液 虚陀罗汉真是硬气 竟然自爆了自己的本命仙气 菩提金波 众多真仙真魔 都被这个景象所震撼 难道他真有必死的决心 面对虚陀罗汉 竟敢如此不要命 九幽天魔 都有些被震撼到了 佛门功法 对于魔道极为克制 虽然他若是爆发最强的绝招 也能轻易秒杀金连虚影保护的虚陀 但是必然会引起片刻的虚弱 这会对他非常不利 而虚陀罗汉 此时也借着强烈的爆炸 在金色莲花的守护之下 快速往方阳他们这边逃去 此时 恐怕方阳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拿出了佛门紫竹之后 竟然引起了一连串的变故 在莲花虚影的保护之下 虚陀罗汉化为流光 快速顿走 向方阳他们汇聚而去 这佛光 应该是那虚陀罗汉发出来的 钱多多已经在虚空蜗牛中 探查到了后面发生的情况 不过他也不敢停留 更不敢去接应虚陀罗汉 毕竟这些真仙真魔 都是恐怖存在 在不知道对方 是不是严苦肉绩的情况下 贸然出手 只会将自己陷于险境之中 就在此时 他们耳边传来了虚陀罗汉的传音 难无虚弥光佛 几位小友 我乃是仙界佛宗修士 与那九幽天魔并非一丘之合 我见你们能培育紫竹 即便不是佛门中人 恐怕也有佛有缘 虚陀罗汉继续传音道 方阳他们面对忽然上前的佛门高手 却也没有信任 并没有搭话 而是全力逃顿 难无虚弥光佛 小友 你们切莫误会 我上前是想问你们 是否有陶顿的后手 若是没有 或许我能帮忙 虚陀罗汉问道 多谢大师 我自有办法 方阳随即传音道 既然如此 我就会小友断后吧 随后 虚陀罗汉没有继续追赶而来 而是立于虚空之中 双手合十 金色莲花变得无比巨大 如同一面巨大的光墙 挡住了魔龙非洲前进的方向 见到这一幕 方阳还是深受震撼 他本以为这佛门高手 是九幽天魔派出来的探子 没有想到 他真能以佛门神通 压制住九幽天魔对他的控制 随即方阳心念一动 原本顶在虚空蜗牛上的佛门紫竹 化为一道紫光 奔向了虚陀罗汉 愿以此佛门圣物 助前辈一臂之力 方阳礼上往来传音道 切莫如此 如今平僧自身难保 即便有了这紫竹圣物 估计也难逃一劫 甚至还会将此圣物损毁 若是小友能逃过一劫 可否奋出一个支鸭 送到先界佛宗 虚陀罗汉立即传音道 大师莫要担忧 我已有办法 方阳传音道 这佛门紫竹 就留给大师护身 此言一出 让虚陀罗汉心中安定了不少 随后紫竹快速飞到了 虚陀罗汉头顶 瞬间紫色光芒加持下 金色莲花配合紫金色的紫竹 一时间诸天佛国的虚影 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直接将九幽天魔的魔龙非洲 抵挡在外面 虚陀罗汉这样做 让九幽天魔心中怒不可遏 他果然与这些人是一伙的 还说不达谎语 急到真魔冷笑着嘲讽道 哼 可是你也没有算出来 他并非投靠我 而且他叛逃 你也没有预警 竟然还好意思说 自己能帮我占取先机 九幽天魔正在气头上 自然也会将一部分的愤怒 撒到了急到真魔等先魔修士身上 急到真魔本来想着拍马屁的 没想到拍到了马蹄子上 他只好不再开眼 此时 虚陀罗汉的诸天佛国 光滑灿烂 抵挡住他们前行的道路 而方阳他们 则是以极快的速度 飞向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九幽天魔怒吼一声 陡然间以他为中心 魔气翻涌 瞬间带着整个魔龙非洲 快速往前挪移 瞬间 非诺魔洲化为一头 张牙舞爪的千丈魔龙 直接往虚空佛国 猛然攻击而去 这时候 一阵泛败传来 诸人者 欲得佛身 断一切众生病者 当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眼法无畏 由狮子吼 其所讲说 乃如雷震 如来震生 能降服一切魔 佛国光影之中 一只大手虚影 陡然从光芒之中轰出 这光芒汇聚而成的大手上面 闪耀着金色符文 庄严神圣 对着冲击而来的千丈魔龙 就是一指 嘣 的一声 空间爆发出剧烈的震荡 一时间 黑色的魔气与金色 紫色的佛气相互缠绕 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 佛国虚影 成功抵挡住了魔龙恐怖一击 然而整个佛国之中 似乎法力耗尽 开始层层碎裂 化为星光 消散于天地之间 这虚陀还真是硬气 既然不惜消耗佛门本源之力 也要抵挡九幽天魔 这份胆识 已经比我们强不少了 长律真仙心中暗道 虽然他脸皮厚如城墙 但是在这一刻 却也为之动容 然而 即便有了千万年份的紫竹加持 让虚陀罗汉的诸天佛门 结界威力大增 但是双方实力差距已然巨大 虚陀罗汉不是九幽天魔的对手 佛国虚影 只是阻挡了片刻 就已经完全溃散殆尽了 紫竹也因为遭受了恐怖的魔刀力量攻击 开始破碎 不过佛门紫竹 的确是魔刀力量的克星 也正是 有了这株紫竹 抵挡魔刀力量 才让虚陀罗汉所受的伤 不至于致命 不过此时 虚陀罗汉如同断线风筝 在虚空之中乱飞 很快就被魔器所困住 哼 我一定要将其炼成魔据 然后通过这具分身 直接将其本体魔化 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 九幽天魔怒道 因为有虚陀罗汉的阻挡 让方阳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逃遁 此时 方阳他们已经距离那颗蔚蓝星球 越来越近了 没有了佛国阻挡 九幽天魔冷笑一声 将魔器把虚陀罗汉卷住 然后接连发动空间挪一秘数 转眼间就到了方阳他们身后白里 眼看就要追上方阳他们 刹那间 众多真仙真魔感觉到了不对劲了 怎么回事 这里的空间规则 竟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九幽天魔怒目元征 因为他体内的魔源 开始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压制 要知道 虽然九幽天魔夺舍了荒谷真魔 但是他的本源之力 乃是堪比金仙的大魔君 一般下界的规则之力 他足可以轻易绕开 甚至他也敢直接对抗 其他的真仙真魔 对于凡间的低阶规则之力 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他们此时都发现 然后越来越多的真魔和真仙 还发现这里的诡异静止之力 再不断提升 而且随着他们越是靠近方阳 受到的封印之力也越强大 难道我们中计了 这位蓝星球好可怕 一时间 众多仙魔心里 萦绕着一个荒谬且可怕的想法 九幽天魔 此时眼神阴晴不定 他也不知道 这封印是方阳他们布置的 还是自然环境所产生的 他立即催动体内的魔源 开始与这股封印的力量来对抗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时候 自己使用的魔源越强大 空间反噬的力量也就越疯狂 竟然能做到越强则强 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力量 九幽天魔 此时都有点怀疑 魔生了 他接连使用了七八种魔道玄妙力量 然而这股封印 反而被刺激得不断增强 九幽天魔想 直接施展空间挪移之术 离开此地 然而他发现 这里的空间静置 也变得非常诡异 让他施展的所有空间秘法 根本无法发动 这里的封印 竟然能封印空间法则之力 九幽天魔的面色 已经变得极为凝重了 要知道 以他精仙手段 想要施展挪移之术 就算是先帝距离太远 估计也无法做到 然而在这处星域 空间封印 变得异常可怕起来 究竟是什么 人才能布置如此强大的封印 九幽天魔 此时心中 生出了令他心中有些胆寒的疑虑 与此同时 众多仙界来的真仙 也觉得情况不对劲了 怎么可能 区区下界 怎么可能有封印 能将我们的真仙之力进骨 朝青司无比震惊地吼道 师姐 快想想办法 我感觉我的法力在快速减弱 牧成学也惊愕地说道 用金服试试 朝青司说道 随后他们二人立即使用金服 调集里面所蕴含的仙界规则之力 想要将他们保护起来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规则之力 一遇到这里的封印之力 瞬间就溃散了 长律真仙此时心中也无比骇然 他立即拿出了 他们门中金仙炼制的仙界诏书 想动用残存的金仙这里庇佑自身 随着一道道金光 飞出笼罩在他身中 他瞬间感觉到压力骤减 然而他没有来得及高兴 蕴含金仙之力的金色光芒 快速溃散 而后那仙界诏书 竟然都被这股诡异的力量所封印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不仅封印了我的仙源 就连蕴含金仙之力的仙界诏书 都能封印 这也太逆天了吧 掌绿真仙这次是傻眼了 这些仙道高手都无法抵抗那封印 就更不要说那些魔道高手了 他们体内的魔源受到封印波及更为强烈 他们感觉到 自己的丹田子府的位置 正在被一种无所不在的神秘力量所镇压 让他们能催动的魔源越来越少 九幽前辈 现在怎么办 急到真魔现在已经无比慌张了 因为他已经接连施展了多种秘法 想要抵挡这些封印 却只是徒劳而已 你不是能预测天机吗 快快测算 我们如何才能逃出此地 这些灰色似乎被什么所掩盖着 即便我已经全力催动魔界测算秘法 但是天机还是混沌一片 急到真魔战战兢兢地说道 听到此言 一时间众多真仙真魔脸上 都露出了惶恐之色 因为他们感觉到 自己的子府之中的本源之力 正在被这股奇妙力量逐渐封印 而与此同时 他们的修为也开始出现变化 这次他们虽然用的都是分身 但是体内都隐藏有真仙本源和真魔本源 至于九幽天魔 更是隐藏着堪比金仙的魔君本源 这可是他们敢于在下界 嚣张跋扈的最大本钱 然而 此时他们的本源之力也受到影响 本源之力的修为也逐渐开始被封印 真仙七 仙人巅峰 仙人中七 仙人初七 大乘七巅峰 大乘中七 他们本源之力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下跌 这太可怕了 连九霄作为连天剑宗的剑修 他明显感觉到了 他体内蕴藏的剑意 也在变得衰弱起来 众多仙魔面面相去 这对他们的震撼实在太大了 原本 即便他们从仙界灵界到凡间 他们也有方法屏蔽天道规则 因此 他们在凡间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 绝对是天下无敌的大人物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来到一颗平平无奇的蔚蓝星球附近 竟然就被这里的怪异封印弄得六神无主 这太匪一所思了 就算是仙界和真魔界的那些绝地 也根本没有如此强大的封印之力啊 鹰鬼真魔惊恐地说道 这里难道是上古神经 九幽天魔 此时面色阴晴不定起来 作为惊仙级别的老怪 他也获取了不少上古的秘星 眼神更加惊恐起来 此时 他的魔源受到限制 原本用来束缚虚陀罗汉的魔器 也开始快速消散 虚陀罗汉也恢复了行动力 此时虚陀罗汉心中充满欢喜 心中暗道 想不到那小友竟然早有打算 将这些真仙和老魔都算计进去了 就在此时 虚陀罗汉恢复自由之后 开始双手合十盘坐在虚空之中 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难无厄弥多婆业 多他家多业 多地业他 厄弥利毒婆皮 厄弥利多 不过此时 因为那玄妙的封印 他体内的佛缘也被镇压 此时他念动秘咒 也没有出现天花乱坠 璀璨佛国 只有一些微微的佛光 吐驴 你又在念到什么 九幽天魔怒道 贫僧所念的 乃是 网生极乐咒 我在给九幽前辈超度呢 虚陀罗汉 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样子 气得老魔就想冲上去 大打出手 前辈 此地实在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先撤 从长计议 急到真魔立即劝解道 走 九幽天魔道 此言一出 众多真仙真魔 心中都有些如是重负 因为他们一刻 也不想在这里停留了 然而他们刚刚想走 忽然发现 这股封印越来越强 让他们竟然寸步难行 空间传送法术用不了 离开也受阻 此时他们 这才真正感受到 这里封印的可怕 他们一时间就被困在这里 还因为封印的牵引 不断向那颗蔚蓝星球靠近 而且越是靠近 封印就越强大 他们一下子 就陷入了一种 诡异的怪圈里 越陷越深 虚陀 那小子和你什么关系 你竟然如此帮他 九幽天魔 此时心中也有些担忧起来 他可是知道 佛门有转世灵童的传说 据说 佛门有一个秘术名为 灭独不转轮 修炼了这个秘法 就可以带着记忆转世重修 若那虚空蜗牛中的小子 是一个佛帝转世 不仅他这个九幽天魔 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将来整个真魔界都会遭殃 想到这些九幽天魔 不由的心里发出 我都说了 出家人不达谎语 我与那小友 根本就不认识 虚陀罗汉笑道 你 你 九幽天魔 此时心中愤怒 但是 这虚陀罗汉 犹如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让他一时间 也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突驴 实在是太可恶了 急到真魔怒道 一定要将其击杀 才能消解心头之恨 但是急到真魔 也就只敢打他嘴炮 刚才虚陀罗汉 连九幽天魔都敢硬刚 也让他深受震撼 双方 同为真仙级别修为 他若是真的把这老和尚逼急了 与他来个同归于尽 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至于其他的仙魔 恨不得他们现在就大打出手 同归于尽 他们才好逃离 九幽天魔的控制 然而 更可怕的是 他们发现自己 随身携带的仙器 随身空间 同样被封印住了 我的天啊 这个封印 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众多真仙老魔 心中骇然 这些老家伙身上 几乎都带着空间法宝 他们也想着 如果实在遇到危险 直接躲藏到空间法宝仙器之中 只要等待个几 十年上百年 或许这里的空间封印 就会降低 到时候风头过了 他们再逃出来 估计也就会恢复法力了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同他们身上 所有的法宝仙器 完全都被封印了 面对这种全方位 无死角的封印 众多真仙老魔 一个个心惊胆寒 这封印实在是太霸道了 阴鬼老魔 眼神变得飘忽不定 这样下去 我们完全就会没有任何 自保之力啊 狂卷真魔这时候 也狂不起来了 众多真仙 老魔一时之间 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你们看见没有 虚头那家伙 修为还不是一样的降低 急到真魔故作镇定道 我觉得这个封印 应该是上古留下的 大规模封印 大家都降低 那不是等于没有降低吗 听了几道真魔的分析 众人心中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然而 他们的修为还在快速降低 很快就从化神巅峰 降低到了化神初期 甚至随时有可能跌到原因期 不过就在此时 虚陀罗汉身上 散发出一点微弱的七彩光芒 因为有着七彩光芒的保护 他的修为下降的速度 开始变得慢了几分 与此同时 一个名为虚阳真仙的仙界修士 他身上也有 类似的七彩光芒 这位真仙修为平平 在众多真仙真魔中 简直是个小透明 他也是被自己的后背所牵连 降临到虚空深渊 只是他的修为 才刚刚进阶到真仙期 因此 在众多仙魔之中 显得非常不起眼 而且他似乎有些设恐 不喜欢和别人交流 然而 此时只有他身上 和虚陀罗汉身上 散发出这七色光芒 一下子吸引来了 众多仙魔的目光 众人的目光 让虚阳真仙面色 更加尴尬起来 大滴大滴的汗水 从额头上滚落 似乎陌生人的目光 能将他直接砍成碎片一样 这人是好像有些害羞吧 他是怎么修炼到真仙的 一个魔修问道 听说 他有上古仙体 因为不喜欢和人交流 因此疯狂闭关 一口气闭关了三万年 进阶真仙的 闭关三万年 这太狠了吧 众多仙魔窃窃私语 他们都没有想到 色恐人设 竟然对于修行 有这么强的助力 可是他们身上的七彩光芒 是什么动线 众多老魔星头 越发奇怪起来 这 这难道就是功德之列 此时长绿真仙 心中有所明悟 功德之列 众多老魔星中 对于功德之列非常陌生 而诸多仙界修士 此时面色隐隐有些失落 他们从入门开始 前辈就告诉他们 要积功德 修大道 不过早已被他们 当成了耳旁风 如今无论是灵界还是仙界 修士都喜欢杀法果决 快意恩仇 肆意妄为 说白了 就是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为了修炼魔功 可以血迹无数生灵 为了炼制一件仙气 可以断绝一个星球的鲜脉 作为资源 为了获取资源 提升修为 早已无所不用其极 这样修炼虽快 但是也让自己业障缠身 不过据说天道崩塌 早已不会有什么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天道循环 凡人为了金钱 可以践踏一些律法 仙人为了私利 可以破坏一切底线 功德之列 在这里显化为七彩之光 似乎也预示着 在这里竟然还存在天理循环 因果报应 天道在这里没有崩碎 怎么可能 九幽天魔心头巨震 此时续阳真仙 忽然心有所悟 脱口而出道 只修性 不修命 此时修行第一病 只修祖性 不修丹 万劫英灵难入圣 性命同修 才是天道 显然他又明目了不少东西 不过他再次看到 众人用惊恶的目光看着他 设恐的续阳真仙 不由地又修切了几分 不过众多仙魔 此时心中都无比苦涩 这些年来 他们对于修为的理解 就是强取豪夺 让自己强大就行了 什么性命同修 什么道德底线 全是狗屁 然而他们现在发现 无论你有多么杀法果决 无论你有多么心狠手辣 抛弃了底线 必定会被天道规则所排斥 而后 在天道规则之力下 无论你机缘多好 福德多生后 终究会在天道的轮回之中 会化为历史的尘埃 想到这些 无论是虚扬真心 还是虚托罗汉 此时都似乎心有所明悟 就在众多真仙老魔 情绪已经很不稳定的时候 在吞天葫芦之中 众人也受到了恐怖的封印力量 当然 芳扬 和冬前多多 他们都已经在地球上 经过了这层封印的洗礼 并且通过自己的力量 吸取到足够的功德之力 因此 他们即使再次遇到地球的封印之力 也没有任何影响 最多只是 感到了一阵熟悉之感 这就如同这道封印 和他们的老朋友 过来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寒暄了一番就离开了 至于其他人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诺珀和张灵 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封印力量 而身为魔道修士出身的哈士奇 瞬间就被这股力量压在地上 吐出了长长的舌头 有些喘不过气来 至于穆林儿 也感受到了强大的封印压力 不过 他乃是草木精灵 可以直接躲入到青园仙府的本体 通天神术之内 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太强悍了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球封印 诺珀一脸震惊 虽然他当初 也听方阳和河东讲起过 这里的封印厉害 但是也没想到 竟然这么厉害 即便落魄 他们此时 躲在吞天葫芦的世界之中 也根本无法逃脱封印之力 不过方阳和河东早有准备 他们事先就准备了大量 用功德之力凝炼成的功德宝珠 众人随即开始用功德宝珠在修炼 让其中的功德之光守护自身 瞬间他们所受的压力 就小了很多 行点煞 哈士奇趴在地上 两只眼睛露出可怜的目光 尾巴也大拉下来 一脸苦涩 这时候 一朵猥琐的红色血帘 快速飘浮到了哈士奇身边 然后不断抖动 仿佛再发出嘲笑一样 你这个臭血帘 变成一朵破莲花了 还要来欺负我 哈士奇不满地骂道 不过 若是这血帘魔尊 没有被化为本命夜火红莲 恐怕此时 遭受的封印力量 会更加恐怖 然而 就在此时 青园仙府之中 方阳的本体 正在和五行童子 玄冥 火云海棠 玉岩仙子 玉珠仙子 以及魂青园 方大成两个大成巅峰的分身 一起联手祭练一件宝顶 这件宝顶光滑暗淡魔器翻飞 外壁之上 还有无穷多的符文 此物正是从魔界黑玉中 获得的吞仙魔顶 明明就是一件仙界之宝 但是没想到 竟然被魔界黑玉 不知道控制了多少万年 方阳瞬间就感受到 这宝顶之中 有多道强烈的魔道禁止 显然 这些是历代黑玉大魔尊 接续祭练之后 所形成的魔道禁止 这些符文印记非常玄妙 将宝顶自身的仙气品质 牢牢封印住了 让其无法吸取仙灵之气 而且加上将其镇压在 魔界黑玉身处 最终 这件宝顶 竟然开始吸取魔气 同时将其转化为 微弱的仙气 滋养自身 当然 若是这样的持续百万年 这件品质极高的仙气 恐怕最终会蜕变成 一件无比强大的魔气 到时候 估计连带着整个魔界黑玉 在魔道的地位 都会有极大提升 堂堂一件极为厉害的仙气 竟然被魔气轻染 真乃是明珠蒙尘了 方阳叹息道 随即他开始用仙灵之气 洗涤宝顶上面的魔道禁止 与此同时 清源仙府的规则之后 化为金色符文 如同天花乱坠一般 从天空中落下 浸润着宝顶 清源仙府的仙灵之气 全部吸干一般 此宝顶这时候极其暴虐 他就如同沙漠中 好几天没有喝水的人 对水极其渴望一样 他对仙灵已经极为疯狂 只要有仙灵之气 就会爆发力量 疯狂掠夺 若是此顶的威力 完全爆发出来 恐怕一个不小心 整个清源仙府的 所有仙灵之气 都会被他吸干 为此 方阳才不得不运用 仙府中的规则之力 将其镇压成半封印状态 与此同时 莫灵儿的本体 也发挥天赋神通 不断从仙界 抽取仙灵之气 有了足够的仙气供应 再加上方阳运用 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 不断驯服这个宝顶 经过了这些日子的疯狂纪恋 终于将大部分魔器 都已经炼化 当然这也有仙顶自己的作用 因为这里蕴含着大量仙气 因为有些有了仙气 这个仙顶 自然也就不再渴求 运用魔器来修炼 就相当于之前 它是因为没有仙灵之气 万不得已 才只有捏着鼻子 以魔器为时供应自身 如今有了不限量供应的仙气 自然就对魔器抛之不用 与此同时 方阳将蕴含世界规则之力 化为金色符纹 融入仙灵之气中 逐渐提供给这个仙顶 没有多久 这仙顶与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 竟然开始了逐渐融合 因此 方阳才能快速地 祭练这件品质极高的仙气 可以说是仙顶自身的力量 加上仙府 世界规则的助力 这才让方阳取得了祭练的奇效 混元仙顶 方阳很快从仙顶中 获取了许多重要信息 历代黑玉魔尊 因为修炼的都是魔道秘法 仅仅是使用魔道秘术纪念词宝 因此 也只能在外部形成了各种符文 并且依靠魔道符录来控制宝顶 发挥气功效 而现在 方阳以仙府的规则之力 融入仙顶之中 在这些规则之力帮助下 真正得到了仙顶的认主 所以能够从中读取很多内部信息 此物竟然也是一件仙帝所用之物 乃是几个谅节之前 混元仙帝的宝物 据说此物 乃是仿照上古神器混沌顶所炼制的宝物 不仅可以用来炼丹 还能用来对敌 方阳仔细读取这些信息 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这混元仙顶静置深处 还留下了混元仙帝的修炼功法 混元仙经 而这件仙器 还有着自身玄妙 不仅可以被仙器操控 还能吸收魔器 转化为仙灵之器 这也是让魔界修士 也能粗糙祭炼的原因 如今 方阳获取了帝号天书 从中获取了三位先帝的修炼秘法 如今 他又获得了混元仙帝的混元仙经 这必然将让他能领悟更多的天道规律 如此一来 方阳心中欢喜不已 方阳如今已经掌握了帝号天书中 灵霄先帝 狼还先帝 玄台先帝的传承 这次又得到了混元先帝的传承 如今的方阳 已经得到了四位先帝的传承 这样的奇遇 恐怕即便在先界 也是万载难寻 要知道 每一位先帝 都是感悟天道规律 进而成就大罗金仙的 方阳以窃天屠戮为根基 一直窃取天道之力 将来必然要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如今他掌握的先帝功法越多 对他的参考作用也就越大 进而能帮助他去掌握更多天道规律 开辟属于自己的大道 此时 方阳运用先府规则之力 很快将混元先帝初步练化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激发了这仙顶的仙气静止 嗡的一声 仙顶发出了一阵低沉震动 而后在空中迅速变化 最后变得如同一座小山般大小 这么大的仙顶 用来攻击 咋都能把人砸死 钱多多不由地嘖嘖称其道 不过我觉得这宝物仙气营绕 而且还有玄妙的先力波动 应该不是用来砸人这么简单 一旁的五行童子推测道 而后 混元先帝直接飞到了仙府空中 陡然间 仙顶的顶口 很快形成了一个空间漩涡 开始吸收仙府之中的各种博杂的气息 青园仙府之中 种植了大量灵草 也会有枯枝败叶 这些东西堆积起来 就会产生瘴气 不过芳阳将其镇压在仙土之下 慢慢炼化 因为仙府有着催熟的作用 让这些灵草 如同种植了几十万年 甚至几百万年 如此一来 这些年来 积累了大量的瘴气 好在芳阳掌握青园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 才能将其控制住 然后通过消耗时间慢慢炼化 不让其爆发 形成危害 与此同时 芳阳他们再魔界 也搜刮了一些魔界珍贵宝物 这些东西受到仙府排斥 芳阳只得将其封印 不过这些魔道之物 在储存过程中也释放了一些磨气 好在有仙府空间的镇压 也翻不起大浪 此时 混元仙顶 则如同一个飞在空中的垃圾回收站一样 将仙府之中的瘴气 和一些溢散出的魔器 统统吸收进入仙顶 随后 在仙顶内部的阵法和静置 就开始快速运转 一时间光芒肆意 灵力波动惊人 让人想不到的是 仙顶竟然将这些废物不断转化 最后甚至生成出了大量仙灵之气 从仙顶之中溢散而出 如此一来 仙顶还能吸取其中一部分仙灵之气 供给自身 同时将其余的仙灵之气 供养清元仙府 太好了 清元仙府又多了一个方式 好取仙灵之气 钱多多用肥瘦的爪子 拍爪叫好 这就相当于一个污水循环系统 把仙府之中所产生的 所有的腐化的东西 然后重新循环 再次转化为新的仙气 这样的变化 让方阳也很是惊喜 他运用仙府的规则之力推算 很快得出了结果 以汇源仙顶效率 估计至少可以 让仙府中的仙灵之气流失 减少三成 见到这个效果 方阳不由地连连赞叹 正当方阳 还为自己心得了宝物 而开心的时候 外界众多仙魔 修饰他们 此次修为 已经跌得不像话了 这封印太可怕了 我如今只有堪比金丹的修为了 竟然还在跌 急到真魔面带苦涩 其他几个老魔头也差不多 修为也在疯狂下跌 让他们发出了一阵惨嚎 此时 九幽天魔面色 也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即便他有着金仙本源 但是这封印 对他更是穷追猛打 似乎发现他很强 然后拼命往他身上加压 那么来历 实在是太过凶狠 九幽天魔不愧是老魔头 即便面临如此凶险 依旧保持镇定 此时 虚扬真仙和虚托罗汉二人的修为 虽然有功德保光加持 降低的稍缓 不过也跌到了原因初期 与九幽天魔相比差不多 随着修为不断降低 这群真仙真魔 除了心中惊骇 更多的是在防备着别人 生怕被人趁虚而入 又过了片刻 虚托罗汉修为降到了 助击中期就不再降低 血扬真仙修为 降低到了助击出气 九幽天魔修为 降低到了助击中期的巅峰 比虚托罗汉要高一些 至于集到真魔 黄卷真魔 掌绿真仙 朝青司 牧成雪等一众仙魔修为 仅仅停留在了炼气期 有的是炼气后期 有的是炼气中期 最惨的是集到真魔 他一天到晚测算天机 并且用测算出的结果 竟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因此也最受天道的炎气 于是乎 可怜的集到真魔 他的修为 如同吃了蟹药一样 直接跌到了炼气一层 他现在估计 就比普通凡人舞者 稍微强了那么一丢丢 九幽老魔 你恐怕有没有想到今天吧 虚托罗汉放声大笑道 九幽老魔面色凝重起来 眼中尽是杀意 但是一时间也不敢擅自出手 害怕被这里的封印继续针对 诸位仙魔童道 这九幽老魔以密法 想要控制我们 如今他修为大跌 正是我们反击的时刻 虚托罗汉鼓动道 诸位 联手 虚扬真仙也鼓动道 不过最为射恐的他 说出几个字之后 脸色已经变得一片飞红 然而 众多被九幽天魔控制的 一众真仙真魔 一个个面色表情冷漠 似乎在看着一个傻叉一样 虚托罗汉本以为 只要他振臂高呼 众多仙魔修士 必然会纷纷响应 只要众人联手 也一定能镇压着魔头 然后大家再寻找破解封印的办法 然而没有想到的时候 他虽然内心火热 众多仙魔高手 却对九幽老魔 维持着公顺之心 诺夫 一群 虚扬真仙用最大的勇气 克服射恐 艰难地说出了四个字 哈哈 就算这里有封印又怎么样 我修为一就要高过你们 修真借强者为尊的规则 从来没有变过 九幽天魔朗声大笑道 虚托罗汉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显然还处于震惊之中 虽然这里封印厉害 但是我的魔刀烙印 不仅打在你们额头 更有力量侵入你们元神 九幽天魔冷冷道 若是敢背叛我 我就会发动秘书 必然会让背叛我的人 付出沉重的代价 九幽天魔眼神中流露出霸气 显然他依旧想要掌控局势 呸 鼻 射恐的虚扬真仙红着脸 口中挤出了两个字 众人还发现 他们此时已经逐渐靠近蔚蓝星球 他们原本所在的魔龙非洲 此时也已经被封印 很快成了一艘普通的飞船 并且开始向那颗蔚蓝星球 快速滑落而去 此时 这艘魔龙非洲上 虚托罗汉与虚扬真仙站在一起 而九幽天魔带领众多真仙真魔 则是站在另外一边 随后九幽天魔眼中流露出英伦很利之色 随即命令道 所有的魔道修士 跟我一起对付虚扬真仙 其余仙界修士 联手对付虚托罗汉 九幽天魔一声令下 众多仙魔修士 立即各司其职 扑向了虚托和虚扬二人 这些真仙 良心都被狗吃了 虚托罗汉见状 立即往后退 毕竟虽然他有助击修为 但是此时他没有衬手的宝物 面对众多修为降到炼气器的真仙 也是一阵手忙脚乱 九幽天魔这样安排 显然非常狡猾 他明知道 虚托罗汉修炼的是佛门神通 对诸多魔道修士 有极大的克制 因此 他选择让魔道修士 跟他一起去对付虚扬真仙 同时 他又让众多仙界修士 来对抗虚托罗汉 这样就让其佛道神通 发挥不了应有的效果 诸位仙界道友 若是你们是因为受到九幽老魔的胁迫 从而做他的走狗 那也就算了 如今这里的封印非常特殊 九幽老怪的秘法 已经起不了作用 诸位 为何不趁此机会 一起联手对付他 反而对我出手 虚托罗汉此时 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哼 若不是你这家伙从中作梗 恐怕我们已经 将那些获取虚空深渊 传承的修士抓住了 朝青司怒吼道 本来我们即将成功 没想到你半路杀出来 在关键时刻阻挡我们 还害得我们受到封印 恐怕你就是故意拖延 让我们中招的 牧承雪 也眼中尽是愤恨之色 不错 那逃走的修士 用的是佛门子竹 最后还将佛门子竹 送到你身边 让你一起对抗九幽前辈 你还敢说和他不认识 你们显然就是商量好的 长绿真仙大声吼道 虚托罗汉也没有想到 这些真仙竟然误以为他 虚托罗汉才是始作勇者 因此对其极为愤恨 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还想要联手 想要对付他 一群被利益蒙蔽心智的家伙 虚托罗汉 长叹一声 随即开始运动佛门神通 如今 他只不过是助击修士 即便他全力推动佛源 只是在他身周 形成了微弱的光芒 不过他的对手 更是拉垮 都是一些炼气器修士 这个修士憋了半天 发出一个火球术 那个修士憋了半天 丢出一个锋刃 虚托罗汉 则是用尽全力 加持佛门的金刚伏魔神通 虽然他的伏魔神通 也非常拉垮 但是应对 这一群炼气修士的进攻 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双方打得有来有回 不过 虚托罗汉占了巨大优势 至于另外一边 续扬真仙的情况 就比较困难 因为九游天魔此时的功力 也达到了助击期 更不要说他身边的众多魔头 虽然这些魔道修士 一个个都是只有炼气气修为 而且 他们都是在老魔的操控下 很快形成了一个阵法 将续扬真仙笼罩其中 无耻 续扬真仙此时心中 愤怒 仗红着脸 说出了出了两个字 但是他已经知道 此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随即他也运起 自己仅剩下的真元力 开始与众多魔头相互争斗 当然 此时这些真仙真魔 都被封印了法力 再也没有原本真仙的恐怖实力 自然也不会产生 什么天崩地裂的恐怖效应 此时的他们 如同普通的修士一样 在用最基础的功法 在相互争斗 当然 九幽天魔也知道 众多魔修与他并不是一条心 因此 他也没有尽全力 除了留下三四分心思 在对付续扬真仙之外 更多的心思 是在预防众多魔头 临阵反戈 此时掌绿真仙 手中拿着一个半尺长的如意 这本来是一件厉害的仙器 但是此时因为被封印住了 他完全将其荡成了一根短棍 直接就像虚托罗汉 那光溜溜的头上打去 而招钦斯木成雪 他们二人则联手使用金服 在虚托罗汉深周游动 不过 他们此次的金服 也不再是仙器 只相当于两个黄金座的板砖 当他们过了几招之后 虚托罗汉还发现 此时众人不仅修为被封印 肉身的强度也在迅速降低 很快 肉身强度也就达到了 和修为差不多的程度 这个情况 让这些真仙老魔 越发觉得心底有些恶寒 然而 虚托罗汉的情况要好一些 因为他身上有七彩功德之光 因此 他的肉身强度 要远远高于他此时的修为 虽然他如今只是助击修饰 但是按照肉身强度来说 他已经堪比金丹 在经过几次试探之后 虚托罗汉心中大喜 立即就运起佛门的金刚拳法 就开始与众人大战 咣 这一声 掌绿真仙的欲如意 敲到了虚托罗汉光溜溜的头颅上 掌绿真仙自以为自己 一定会取得战机 没想到虚托罗汉脑袋并没有被敲碎 只是在头上打出了一个大包 滚 托罗汉大怒 随手一掌啪的一声 就把掌绿真仙打得倒飞出去 这时候 连九霄竟然也出手偷袭 此人的仙剑 此时也变成了一把普通的剑 而且无法拔出来 他直接拿着剑鞘 就往着虚托罗汉的身后来了 迅速来了一招千年杀 虚托罗汉其实早有准备 见到连九霄如此卑鄙无耻 他转身就给了一个大嘴巴 打得连九霄 在空中飞了半天 仿佛真的要上九霄一般 最后落到了魔龙非洲的船尾 虚托罗汉虽然将连九霄打飞 但是也被曹青丝和慕承雪抓到了机会 他们二人联手 用金服当板砖使用 直接打向虚托罗汉的头顶 他们二人虽然只是练气巅峰 但是联手合击之力 也堪比住击 这金服闪耀着金色光芒 猛然砸来 即便此时的虚托罗汉 也不得不掂量几分 虚托罗汉立即躲闪 却也被拍中了肩膀 即便他肉身比较不弱 他劈头散发 老娘跟你拼了 朝青丝早已没有了 高高在上的仙子气质 犹如一个凶悍的泼妇 如同真子一样 劈头散发 张牙舞爪又冲了上去 而另外一边 续阳真仙就比较惨了 正被一众老魔围着打 好在他修为有助机器 加上他的肉身 因为七彩功德光的保护 强度要比其他修士强不少 因此 被十个老魔头一阵狂殴 即便让他脸上鼻青脸肿 但是却没有性命之忧 哼 这个闭关狂魔 还真有点本事 阴鬼真魔道 他发出的阴风刃 都被虚扬真仙躲开 这时候 狂卷真魔用出一招猴子偷逃 就往虚扬真仙攻去 虚扬真仙大怒 说了一声 下流 然后猛然一脚 击中了狂卷真魔的面门 在狂卷真魔的脸上 印下了脚印 这充满愤怒的一脚之威 把只有练气出气的狂卷真魔 剃得如同断线风筝 至于击到真魔 此时他远远躲开了 毕竟他伤天害理的事情 干得太多 现在只有练气一层修尾 如果冲得太近 他恐怕会被人的进风波及 就会弄成重伤 然而 他的一举一动 怎么可能逃得过 九幽老魔的眼睛 给我进去吧 九幽老魔 随即给了他屁股上一脚 将他踢入了战圈 急到真魔 只好硬着头皮 打算冲上去比划两下就逃 没想到 就被虚扬真仙一个回手掏 打得满地找牙 而九幽天魔 也趁着这个机会 一拳打在虚扬真仙的胸口 让他胸口都有所凹陷 然后身体也倒飞出去 相当狼狈 一时之间 双方战况激烈 打得难分难减 此时 他们这些之前高高在上的 真仙真魔 都成为了低阶修士 他们用出简单的功法 正打得你死我活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虚空之中传来一阵灵力波动 虚空蜗牛开始慢慢返回了 当然 方阳和钱多多的分身 此时都是小心翼翼地靠了过来 他们也怕自投螺网 成为这些老怪物的囊中之物 方老板 你说地球的封印 能对付他们吗 钱多多有些担忧地问道 我也不清楚 不过这些老怪没有追上来 应该就说明了一些情况 方阳笑道 随后 他们两个运用 太虚凌峰的隐匿力量 让虚空蜗牛隐匿起来 缓缓往魔龙非洲靠近 当方阳他们如履薄冰 小心谨慎靠近之后 他们三观都要被震碎了 此时 众多凶民在外 威士惊天的仙魔 此时 在那魔龙非洲之上 正在毫无底线地互殴 他们偷逃的偷逃 扯衣服的扯衣服 拽头发的拽头发 这哪里是真仙大战 简直就是街边群殴啊 钱多多目瞪凋呆地说道 说着 他快速从脖子上的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个流影珠 将难得一见的真仙真魔大战 给全城高清记录了下来 方阳看了看 也不由得感叹道 这还真是明场面啊 一个虚托罗汉这老和尚 运用佛门金刚拳法 打开大河 打得一众仙门修士 屁鬼妙流 占尽优势 不过他没有想击杀这些仙界修士 因此反而被劈头散发地 朝青丝压着打 另外一边 续阳真仙被众多魔头群殴 此时已经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他一个续阳真仙 都快被这些老魔头 打成阳虚真仙 虽然眼前的场景很搞笑 但是方阳和钱多多 依旧保持着精神 毕竟这些真仙真魔妙法万千 若是假装被封印镇压 也能飙演技 把方阳他们骗过来收拾 因此 方阳用窃天秘术探查了半天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为了以防万一 方阳还请五行童子测算了一番 五行童子运用天赋神通 却发现这里天机混乱 原本测算天机的方法 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其实 这也是精通测算的极道真魔 没有感应到危险的原因 好在五行童子 立即改变了测算方法 他开始使用 他从地球学过来的 一经测算秘法 直接开始起挂 片刻之后 五行童子经过仔细测算 得出了这些真仙真魔 确实是中了地球封印的结果 这才让方阳放下心来 而这时候 虚阳真仙已经被欧成了猪头 败下阵来 虚陀罗汉要对付十几个真仙真魔 还有一个实力强悍的九幽天魔 此时 他已经显得显向还生 哈哈 虚陀 即便大家修为都降低了 但我们人多 你根本不是对手 几道真魔 此时高兴了 他只有练弃一层的修为 被挨了几次打之后 干脆跑到一边 开着嘴泡猛喷 我劝你 还是乖乖跪下来 给九幽前辈祈求原谅吧 呸 休想 虚陀罗汉大骂道 姐姐 九幽老魔笑道 修真戒强者为尊 我给你机会 快点成福于我 否则 然而就在此时 方阳他们的虚空蜗牛 已经撤去了太虚凌峰的隐秘 很快显露出来 只见方阳和钱多多的分身 此时已经飞了过来 他们的修为 竟然还是练虚妻 这些真仙老魔 根据经验和灵力波动 很快就判断出了 方阳和钱多多修为 根本就没有降低 他们还是练虚妻了 而我们只是助击妻和练妻妻 众多真仙老魔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怎么可能 九幽老魔心头 更是惊骇莫名 他可是用了无数魔道神通 都无法抵御这里的封印 偏偏方阳他们竟然在这里 如同自由来去 如同闲庭信部 方阳朗声笑道 修真戒强者为尊 面面相去 他们 他们为什么不受封印的限制 众多仙魔都傻了眼了 此时 方阳和钱多多 虽然都是分身 但是却都保留了 练虚出气的修为 而他们这一帮 自诩为修为身后的真仙真魔 此时却被封印了 绝大多数修为 九幽老魔算是厉害的了 也不过只有助击气 这样修为 在方阳他们面前 简直是吹口气就能灭掉 怎么可能 这到底是什么封印 一群真仙老魔 疯狂叫嚣起来 对于后此薄笔的封印 义愤填膺 打呀 你们怎么不打了 钱多多 摇动肥瘦的尾巴 颇为玩味地笑道 谁能想到 一群真仙真魔 竟然在这里 如同菜鸡护卓一般打群架 哈哈 我正好拍下来 以后 到仙界去卖仙玉 钱多多 此时还拿着流影珠 让一众仙魔脸上 多露出了无比尴尬之色 的确 刚才这些仙魔 已经打出了真火 但是修为又被封印 简直就是俗世里的 泼皮无赖 疯狂泼妇 几乎没有两样 这样的视频 若是流传在仙界 必然会被争抢 你这个卑劣的妖兽 快点把流影珠销毁 否则等我们恢复了修为 我要图你满门 这时候 比较在意形象的 狂圈真魔 愤怒地吼道 他的魔号来自邪魅狂圈 显然他就想给人 留下风度翩翩 邪魅狂圈的形象 可是谁能想到 他刚刚竟然卑鄙下流 想对虚扬真仙 来个猴子偷逃 然而 更掉价的是 他偷逃不成 反被一脚踹在脸上 现在他脸上还有鞋印 把这个影像传扬出去 不但他邪魅狂圈的人设不保 估计他也会沦为仙界 魔界的一大笑柄 给我销毁 朝青司也怒不可遏地吼叫起来 他此时劈头散发 形象比真子都好不到哪里去 估计他一代仙子的形象 估计也就完完了 他们这些真仙真魔 平日里作威作福习惯了 在下界根本也就没有收敛的意思 他们面对方杨和钱多多 还保持着迷之自信和嚣张跋扈 方杨和钱多多 看着情绪失控的几个真仙老魔 眼神颇有玩味 就如同看到一群蚂蚁 在向大象叫嚣一般 钱多多冷冷一笑 他不再收敛气息 瞬间他身周灵力威压陡然爆发 要知道他可是有着恋虚期 灵力威压可以绵延千里 只是瞬间 魔龙非洲上的真仙真魔 感觉到如同被泰山压顶一样 突如其来的恐怖威压 将这些圣怒之下的真仙真魔 拉回了现实 让他们意识到 自己修为已经被封印 他们现在比起凡人 也强不了多少 你 想要干什么 狂卷真魔此时也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对劲 他战战兢兢地道 我要干什么 我当然要想要扶魔 譬如杀几个魔头祭天 说着钱多多的庞大神石威压 直接就向狂卷真魔笼罩而去 扑通 一声 那狂卷真魔如今仅有练气气修为 瞬间就被钱多多的神石 给压得贵了下来 见到这个场面 众多修士 特别是一众魔修一个个心头 如同遭受重击 但是他们心中更多的是愤怒 他们平日里高高在上 此时却在这里遭受侮辱 自然心许难平 想羞辱我们 你们敢 性格暴躁的朝青司 立即目骂道 你们不过是低阶修士 以为依仗了这里的封印力量 就胆敢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 只要我法力回复 不仅要杀了你们 还要屠灭这处下界的一切卑贱生灵 屠灭下界一切生灵 方阳听到这些话 心中越发愤怒起来 他手一挥 对着虚空轻轻扇动 啪啪啪 一阵犀利的耳光 打在朝青司的脸上 只是眨眼间 就打了一两百巴掌 朝青司此时肉身强度和法力 都极为受限 这一连串的巴掌 打得他眼貌惊心 脸肿得如同千斤肥猪的猪头一样 你 你 竟敢 打哦 哦一定要报复 朝青司此时话都说不清楚 然而还死鸭子嘴硬 扬言要报复 然而 当方阳打了朝青司之后 竟然感觉到 一阵功德之力 融入了他的身体 怎么回事 打了这个疯婆娘 我竟然还能收获功德之力 方阳也有些疑惑起来 随即 他一葫芦画瓢 手又一挥 啪啪啪 又是一连串巴掌 打得朝青司变得除了肿 还又紫又黑 如同非洲野猪 果然 又一阵功德光芒降临 哈哈 想不到竟然真的有功德保光 方阳心头闪过一阵惊喜 不过他也很快 想清楚了前因后果 在这里 可是有上古天道规则存在 这朝青司刚刚扬言 要屠杀下界生灵 而且根本不是说大话 而是真有这个杀意 他口中的下界 自然也包括了 眼前不远处的 这颗蔚蓝星球 对于这里的规则之力来说 他的所思所想 以及潜在的打算 简直就是 想先了天道的老巢 这样的人 天道岂能不成法 因此 方阳揍他 也算是替天行道 自然得到了天道的奖励 小子 你真的想与我们撕破脸皮 此时 九离山的掌绿真仙 面色凝重道 我看你也是修炼灵界功法 将来是要飞升仙界的 把我们彻底得罪了 难道不怕 我们在仙界对你下杀手 掌绿真仙 乃是灵界九离仙山的实权修士 他背后还有九离仙君 若是他想要与方阳不死不休 恐怕真的会非常恐怖 哼 方阳冷笑一声 九离山自诩为正道 但是之前想要将穆林儿 及其本体通天神术 炼化成沟通仙界与灵界的通道 就已经将方阳他们得罪死了 更不要说 后面不择手段地追杀 方阳二话不说 隔空就打出了一个耳光 啪啪啪 一阵耳光打过 瞬间现场又出现了一个猪头 而让方阳惊恶的时候 这掌绿真仙所产生的功德之力 竟然比那满口喷粪的朝青丝还要多 显然他心中有了更多恶毒的计策 为天道所不容 真想不到 这些道貌黯然的家伙 心中竟然如此狠毒 若是放过他们 恐怕将来会后患无穷 方阳心中寻思道 方阳只是打了几个耳光 功德宝光就蹭蹭蹭落下来 一下子方阳的眼神有了变化 他在看这些众多真仙真魔的时候 眼中仿佛看到了一大堆 闪闪发光的功德宝光 方老板 做这些伤天害理的家伙 就能得到功德之力 钱多多也以极为敏锐的探查力 发现了端倪 方阳也有些猛地点了点头 钱多多更加兴奋了 方老板 我们分一下吧 这群真嫌你来揍 那群魔头留给我 在钱多多看来 殴打魔头得到的功德之力 应该会比较多 随即 钱多多快若闪电般 冲入了魔道修饰群中 打出了一套雕拳 砰砰砰 几个魔头直接被他抛在了空中 一阵胖揍 他那肥瘦的爪子 胖得如同机器猫一样 没想到打起魔头还真带劲 要知道 钱多多此时可有练须修为 而这群真魔的修为和肉身 都被压制的极地 很快就把九幽老魔在内的众魔 揍得抱头手窜 随后钱多多就感受到功德宝光 如同天花乱坠一般 方扬有怠慢 对着众多真仙一阵隔空狂揍 同样收获了大量功德宝光 而且获得的功德宝光 比钱多多只多不少 看来这些道貌岸然的真仙 还真没让我们失望 方扬叹道 不过 此时虚托罗汉和虚扬真人 见到方扬和钱多多二人出手 狂揍众仙魔也是一阵错愕 方扬他们将一众仙魔胖揍一顿后 这才转头向虚托罗汉的虚扬真仙问礼 不过问好之后 方扬先礼后兵也揍了他们两拳 这让虚托罗汉的虚扬真仙都梦了 搞不清楚方扬到底是敌是友 刚刚还非常礼貌地问好 转脸就打拳 不过方扬的修为实在是高了他们太多 因此 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挨揍了 方扬这样做 也是想借用天道之力 确定这二人是不是真的身怀功德 果然 打他们二人之后并没有功德之力 甚至还被扣了少量的功德 这也意味着 这二人是受到天道眷顾之人 与这些破坏天道规则 心怀杀念 危害众生的真仙真魔有所不同 二位前辈 当当多有得罪了 方扬立即向他们二人赔礼道歉 原来这位小道友竟然想出了运用天道规则之力 确定我们是不是伤天害理之人 虚托罗汉他们修为虽然降低了 但是见识却不一般 两位前辈受天道眷顾 晚辈莽撞了 方扬笑着说道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对付这些家伙 方扬看着打成猪头的众多真仙真魔说道 随即方扬心念一动 手中出现了一个小顶 此顶随即迅速变大 最终成为了一座小山一样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 此物不仅散发出仙气宝光 更有规则之力的精光和七彩功德之光 显然方扬在仙府世界 运用了不同的力量来祭练此物 因此 当此物飞出了清云仙府之后 竟然也没有受到封印的影响 显然方扬他们早就知道这处封印的情况 早早就做了打算 运用仙府规则之力配合功德宝光 让这混元仙顶也能施展出来 大胆 掌绿真仙虽然满头包 但是见方扬竟然用出仙气 显然对他们极为不利 我告诉你 我九历山的九历仙君在仙界颇有失权 你若是这样对我 就是与九历山世事代代为敌 你殴打我师姐已经犯下弥天大罪 穆成雪也吼道 你现在若是跪下来真心忏悔 等飞升仙界之后 我姐妹二人还可以原谅你 让你能洗清罪面 够转世重修 此时 被打成野猪的朝青司也咕咕咕的似乎想发表意见 只是因为整个脸肿得如同气球一样 半天说不清楚一个字 脸九霄此时面色铁青 原本他一直保持中立 他本来可以置身事外 但是因为一时贪念 他选择站在九幽天魔这边 你们不要乱来 九幽天魔面色阴晴不定 冷冷地说道 我们也不过是暂时失去了法力 若是将我们惹急了 那必然是不死不休 九幽天魔虽然此时修为被封印 但是作为一个纪念的老魔头 他的威胁还是非常让人畏惧的 听到此言 即便虚托罗汉和虚扬真仙 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方阳笑道 你们一路追杀我 早就已经是不死不休了 还想以此威胁我 方阳觉得有些好笑 这些真仙真魔 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 即便沦为阶下之球 也自觉高人一等 虽然我修为被封印了 别忘了 我乃是天魔 天魔最强的 不仅掌握了种种秘法 还掌握了天道中的魔道规律 九幽天魔 面色阴沉地说道 譬如 我就能用出天魔的诅咒之力 让你永生永世受到诅咒 你身边的人 亲人都会受到剥剪 九幽天魔冷冷地说道 他的威胁 也显然不是信口雌黄 若是别人 恐怕无论如何 都要掂量一下 九幽天魔的威胁 但是方阳修炼的 乃是窃天之道 目的是窃取天道 取而代之 因此 别人对九幽天魔的诅咒 怕得要死 方阳却是一点都不畏惧 老魔 任你如何穷凶极恶 我们不妨走着瞧 方阳说着随手一挥 巨大的混原仙顶上面 瞬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瞬间这众多仙魔 都被吸入大鼎之中 方阳让大鼎快速旋转 大鼎之中刹那间 传来了一阵叮叮咚咚的声音 显然这群老怪物 还在里面拼命挣扎 我要杀了你 我们连天剑宗 与你不死不消 竟敢对我们下手 我九离山必然杀你 我音乐仙宗 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要诅咒你 诅咒你 九幽天魔极为愤怒 已经开始疯狂下咒 不过方阳根本就没有停下 混原仙顶 而是疯狂施展 混原仙顶的炼化之力 片刻之后 混原仙顶之中 竟然涌出了大量功德之力 这让方阳惊喜不已 这群老怪物 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多了 早已被天道所咽弃 如今反而成了功德摇钱术 方阳摇动混原仙顶 一阵阵功德宝光汹涌而来 老板 你这招太溜了 钱多多见到方阳 直接将这群真仙 真的当成了功德版的摇钱术 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吧 钱多多驾轻就熟 飞入了混原仙顶之中 此时 仙顶之中钱多多发现 混沌原力化为了一道道束缚的锁链 将一众仙魔捆得严严实实的 你想要干什么 众多真仙真魔 非常警惕地看着钱多多 眼中净是惊恐之色 干什么 看来 我要严肃一点了 钱多多清了清嗓子 然后老气横秋地 摆出一副发表演讲的架势说道 各位真仙 真魔 你们好 我现在 我隆重宣布 现在开始打劫 请交出宝物吧 众多仙魔都没有想到 钱多多竟然如此正式开始打劫 他们一个个默不作声 眼中净是鄙夷之色 似乎是在述说 虎落平阳被凋砌的内心独白 既然如此 我只有自己动手了 如此一来 钱多多只好自己动手 开始从这群真仙老魔身上 薅取宝物 钱多多肉爪子一挥 一到妖风 就将他们身上的储物法宝 比如储物戒指 储物项链等等储物法宝 先洗劫一空 当明面上的宝物被拿走之后 钱多多就开始更为专业的操作 他开始发动天赋神通 不一会儿 朝青丝和木成雪 藏在发柴里的储物宝器被找到 鹰鬼真魔藏在鞋底的一枚储物戒指被找到 裴夕魔吞入腹中的储物戒指 被钱多多几拳打了出来 而掌绿真仙在屁股上的一处纹身 也被钱多多找到 这虽然看上去是纹身 其实乃是一种诡秘的阵法 里面竟然可以储物 最后 九幽天魔隐藏为头皮屑的空间法宝 也被钱多多找到 他们这才见证了 上古神兽寻宝雕的强大 无论这些真仙真魔 如何奇思妙想 把这些宝物藏在什么地方 都被钱多多快速地找到 这让他们一阵绝望 偷鸡魔狗 不 寻找宝物吗 我可是专业的 钱多多摇了摇尾巴说道 这时候 众多仙魔此时面色都非常不好看 但是钱多多 似乎根本没有看到 他们杀人一样的目光 而是闲庭信部一般 离开了混元仙顶 方杨见到钱多多大包小包的 从仙顶之中飞了出来 岂会不知道 这次收获颇风 见到方杨和钱多多 一阵操作猛如虎 旁边的虚扬真仙和虚托罗汉 看得是目瞪口呆 两位前辈见笑了 方杨笑着说道 随后他心念一动 就将混元仙顶 送入了清元仙府之中 此时的黑龙魔舟 已经化为了一尺来长 也被方杨收入了储物袋 方杨可是知道 地球这里的封印非常强大 这是他对付这群真仙真魔 唯一可行的手段 若是单打独斗 方杨无论如何 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因此 方杨现在的决定 就是借用仙府的规则之力 配合地球封印 彻底解决这群真仙真魔 若是等到他们功力恢复了 方杨他们就惨了 对了 方杨小道友 不知道这封印如何破去 薛杨真仙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毕竟 他一个堂堂真仙 如今只剩下了一丝 筑基气的修为 的确让他非常不适应 两位前辈 破除这里的封印之力 绝非一日之功 还要听我慢慢道来 不过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还请二位 跟我一起 先到虚空蜗牛之中详谈 然后 我们再到这个蔚蓝星球 慢慢从长记忆 方杨笑着说道 虚杨真仙和虚陀罗汉点了点头 随后钱多多 发动空间挪移之术 他们很快进入了虚空蜗牛之中 而在此时 清源仙府内部 此时正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混源仙鼎 在方杨的操控之下 悬浮在了仙府世界的上空 此时仙府世界 锐气千条 金色的天道符文 弥漫天空 显然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 已经被方杨全力调动起来 随时可以加持混源仙鼎 对付里面的众多真仙和真魔 方杨的本体 连同木铃儿 五个草木之灵 以及方杨的几个分身 方大成 魂清源 钱多多的本体 哈士奇 方冰冰 此时都已经严阵一带 方杨的本体 他们非常清楚 这些真仙真魔 实力非常强大 若是稍有差池 他们恐怕就要在仙府世界 兴风作浪 即便这次 他们降临下界的 都只是分身 但是却都蕴藏了其本源之力 更何况 九幽天魔 他还有着精仙本源 这些真仙真魔 都非常厉害 若是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恐怕我们就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方杨提醒道 此时 方杨他们已经在清源仙府之中 已经布下了大阵 方老板 这些虽然是分身 但是他们背后 不仅有着真仙本体 还有着庞大的仙界势力 我们真的要彻底翻脸吗 二哈摩尊 还是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也担心 方杨遭受这些老怪物的报复 这些真仙和老魔 一心想要将我置于死地 若我手下留情 非但不能让他们有所收敛 甚至还可能 让他们觉得 我好欺负 变本加厉 想到这些 方杨已经做好准备 打算给这些真仙真魔 留下今生难以忘怀的心理阴影 既然如此 我们一定要下手快 转 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反扑的机会 钱多多也霸气地说道 如今 他已经成为上古妖皇传人 因此自然流露出了 上古王者的威严 此时在混元仙顶之中 陡然燃起恐怖的雷火 仙气和魔气不断翻滚 旁边的混元之气 如同惊涛骇浪一般 竟然开始快速消磨 这些真仙真魔的分身 这个仙顶 怕是一件极品仙气 威力竟然如此之大 裴心魔老怪惊恐地吼道 甚至有可能是一件地气 掌虑真仙又惊又怒地吼道 他已经感受到了 这件仙气的恐怖 那小子竟然想叫我们练话 诺啊 急到真魔 也是愤怒不已 然而他们体内被封印所镇压 身体又被混元仙顶所束缚 一时间根本无法逃脱 前辈 九幽前辈 现在怎么办啊 众多真仙真魔 此时已经没了主见 纷纷看向了九幽天魔 此时 原本高高在上的众多仙魔 根本没有想到 这次下界竟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一下也都傻了眼了 他 眼巴巴地看着九幽天魔 毕竟九幽天魔 乃是堪比金仙的大魔君 想必有破解封印的秘法 此时九幽天魔眼中 却尽是冷漠之色 若不是你们一个个都是 没用的东西 这次我们能落到这种境地 九幽老魔眼中 尽是咽气之色 前辈 若非您 我们可不敢在魔界中追杀那小子 甚至打通凡界的通道 从而遭受此恨祸 朝青司和牧成雪 此时也怒道 他们最开始 虽然也是受到了九幽天魔的胁迫 但是后来 他们也听了老魔的许诺 对老魔也是真心实意的相助 譬如 在魔界就是他们二人施展金服 打通空间通道 甚至这次从魔界血海底部 你这样说就太过分了 朝青司怒骂道 果然魔头都是言而无信之辈 哈哈 你这贱妇 你是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谈信用 九幽老魔嘲讽道 诸位不要吵了 此时 被打成猪头的几道真魔插嘴道 九幽前辈这次 我为了测算那些人的行踪 数次损耗本源 还望九幽前辈想想办法 让我们能脱离这次大难 虽然他们都不是本体 只是分身 但是都带着本体的真仙本源之力 若是陨落其本体的实力 至少要降低三成 魔怒斥道 大家不要吵了 若是我们再继续相互攻击 恐怕都要被炼化了 长绿真仙叹道 九幽天魔冷笑道 放心 就算你们被炼化了我也不会有事 不过到时候 你们化为了本源之力 我应该可以试试 能不能用秘法吞噬 只要吞了你们所有人的本源 我未必就不能恢复 你 众多仙魔被九幽气得差点呕屑 九幽天魔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杀意 显然他也是愤怒到了极点 他作为有着堪比金仙修为的一代大魔君 现在沦落得如同砧板上的鱼肉 因此 对于芳阳的仇恨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此时 随着芳阳的催动 庞大的混元之力 在仙顶之中快速翻滚 要知道 这个混元仙顶 不仅是攻击法宝 更有着多种用途 当初混元先帝 就曾经用此物为自己炼丹 因此 这个仙顶里面的阵法 自然能发出非常恐怖的雷火之力 也就是说 这群真仙真魔的分身 被丢入这个大顶之中 就如同太上老君 用单炉练孙悟空一样 正在被芳阳锁链化 我们的力量 都在本元之力中 可惜本元之力被封印了 连九霄愤怒道 此时他觉得自己空有无上神通 但是此时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分身必死无疑 阴鬼真魔也咆哮道 放弃肉身 让所有力量 回归本元之力 掌虑真仙在万般无奈之下 已经做了决断 很快 众多真仙真魔 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如此一来 过了片刻 这些真仙真魔的分身 早已化为灰烬 但是在混元先顶之中 却出现了一个个的本元之力 所幻化的圆球 这些圆球 一些呈现白色 一些呈现黑色 显然白色的是真仙的本元之力 黑色的乃是众多真魔的本元 当然 还有一个黑色中 泛出金色光亮的圆球 乃是九幽天魔的本元 它的本元 也是其他真仙真魔本元的十倍还要大 显得鹤立鸡群 九幽天魔的本元之力最为恐怖 是其他所有修饰不能相比的 而所有的这些真仙真魔 它们的本元之力上 被覆盖成了一道紫色封印 正是因为这道紫色封印 让它们的本元之力 根本无法调动 此时 见到众多真仙真魔的本元之力 都已经炼化出来之后 九幽天魔的本元之力中 陡然间开始冲出一道可怕的虚影 想要将其他的本元吞噬 进而冲破封印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附着在本元之力上的紫色光芒 开始不断闪耀起来 只是几个呼吸 九幽天魔的虚影 很快就被这股紫色光芒镇压了下去 不 我要吞噬它们 我要恢复法力 九幽天魔非常不甘 但是依旧被这紫色光芒所摆布 封印在了本元元株之中 它本来想成的其他仙魔 被炼化出了本元之力 它好放出九幽魔影去吞噬 没有想到 九幽魔影也被封印所压制 这可以说是它压箱底的手段 竟然在地球封印之下 一点作用没有 覆盖在仙魔本元之力上 形成的紫色光芒 显然就是非常厉害的地球封印 这封印来自上古 芳阳它们曾经也见识过 这封印威力 只有不断累积功德 得到天道认可 获得功德宝光 才能够逐渐消磨这禁制 而且芳阳本身体内就有仙斧之力 因此与仙斧世界的规则之力相互融合 采里应外合 一起打破了这个封印 当然 芳阳曾经还运用了金铲骨 这东西蕴含着吞噬之力 也帮了不少忙 芳阳其实也非常清楚 如果外面这层紫色的封印被打破 它就必须要面对众多真仙真魔 到时候情况反而没有现在这么轻松 因此 它在这里已经调动了仙斧世界的规则之力 布置了一个大阵 它却想汇聚仙斧的规则之力 配合混元仙顶这件地气 将这些真仙真魔的本元炼化 如果成功了 这些本元之力就能为芳阳所用 现在如何打破本元之力外的紫色封印 以什么方法打破 成为了芳阳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过这些真仙真魔 恐怕自己也不会想到 他们本元之力上覆盖了一层地球封印 虽然禁锢了他们的法力 现在此时却成为了对他们保护的强大力量 芳阳想要将这些本元之力炼化 就必须破坏封印 但是若是弄不好 就会让他们脱困 因此 芳阳必须小心谨慎才行 封印虽好 现在却也成为了保护这些真仙真魔本元之力的强大外壳 钱多多叹息道 若是芳阳不能破解这道封印 自然也就无法对付他们 好在芳阳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他很快挑选了一枚黑色的本元宝珠 显然 这里面封印的 乃是一头真魔的本元 挑选好了之后 芳阳就将其他的本元宝珠 继续封印在混元仙顶的底部 之后 芳阳拿出了一枚功德宝珠 抽取其中的功德之力 换化为七彩之光 开始破解本元珠外壁上的紫色封印 整个过程 芳阳非常小心 并且让仙府世界的法则之力 幻化为天花乱坠的金色浮禄 萦绕在四周 以备不时之虚 随着功德宝珠之中的七色力量 被芳阳逐渐运用起来 很快 紫色封印就开始逐渐减弱 显然 封印之力减弱 也让本元之力中的老魔 异常兴奋 我一定要出去 只要能冲出去 我就能恢复法力 我一定要图灭外面所有感气入我的人 疯狂的魔念再不断咆哮 原来 是狂卷真魔的本元之力 芳阳很快探查出了 这枚本元珠中封印的是谁 芳阳微微一笑 四周仙府规则之力幻化的金色符文 如同翩翩起舞的金色蝴蝶 很快贴在了本元珠之上 随着芳阳的操控 金色符文似乎与封印之力相互融合 并且借用功德宝珠之中的力量 逐渐融入紫色封印之中 只是片刻 紫色封印之上出现了金色虚印 煞是好看 不过里面封印的狂卷真魔 立即就发现了不对劲了 竟然 竟然能通过封印 想要把我的本元炼化 狂卷真魔的神念 显然被芳阳的操作所震撼 此此 金色的符文开始出现在本元之力内部 与狂卷真魔的力量相互交错 互相攻伐 此时 随着功德之力的消磨 本元之珠已经比较薄弱 芳阳知道 此时乃是炼化真魔本元 非常关键的时刻 只要这封印破碎 你必死无疑 在本元宝珠之中的狂卷真魔虚影 显得非常兴奋 没有了封印 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只有芝麻大小的小虫 包裹着浓浓的功德之力 开始飞入了混元仙顶之中 当他靠近真元宝珠之后 他自己身上覆盖的浓浓的功德之力 让他直接浸润着 融入了狂卷真魔的本元珠之中 哼 无论你用出任何法宝秘书 我一定让其有来无回 狂卷真魔以为芳阳用出了一些秘法 想要炼化自己的本元 立即做出了防御的姿态 然而 下一颗黑色的本元宝珠之中 就传出了狂卷真魔的尖叫声 竟然 竟然是是仙虫 而且还是成熟体的是仙虫 这怎么可能 狂卷真魔发出一声声怒吼 是仙虫不是在数十万年前 就被仙魔一众大能连手灭绝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 狂卷真魔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吼叫 此时 那只有芝麻大小的飞虫 在狂卷真魔的本元珠之中 疯狂吞噬着 破坏着 狂卷真魔想要反抗 但是即便它有真魔的本元之力 对着这只成熟体的诗仙虫 根本没有任何伤害左右 反而不断被弃吞噬 其实 方阳对于诗仙虫的喂养非常谨慎 这些年来 它运用二阶仙物云上桑的树叶 喂养诗仙虫 这让诗仙虫成长得很快 经过了这些年的培育 已经有好几只诗仙虫成为了成熟体 还有几只有了变异 比普通的诗仙虫还要更强几分 而且 诗仙虫繁殖能力非常强大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很大的族群 据说在古时代 诗仙虫吞噬一个大陆生灵的事情 时有发生 即便真仙真魔都会对此物颇为畏惧 除非修为进阶到了惊仙 有惊仙法体 金刚不灭 才能在诗仙虫群口中逃生 由此可见 诗仙虫乃是极为凶险之物 堪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方阳也知道 这东西要是流传出去 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灾害 因为它除了运用元神 炼化了这些诗仙虫之外 还在所有诗仙虫 准备了一个细弱发丝的黑丸 这黑丸乃是它运用玄冥的头发 精心浓缩炼制而成的 放入了诗仙虫的胃部 若是诗仙虫发疯 不受控制之后 它就会让黑丸扩散 这样一来 诗仙虫就会被快速毒杀 不会造成环境伤害 与此同时 方阳还对这些诗仙虫 进行了绝育手术 严格控制它们的繁衍 因此 方阳的虫群 只有数十只而已 因为数量不多 方阳的二阶仙物云上桑 也能完全保证食物的供应 因此 没有形成危害 此时 是仙虫开始在疯狂攻击着 狂卷真魔的本源之力 只是刹那间 就将本源诸仲的狂卷真魔虚影 咬出了千疮百孔 不 小道友 我们和解吧 我发下重视 绝对不再追究此事 还要给你我曾经得到的无伤秘法 小道友 快停下你的神通吧 在本源诸仲 狂卷真魔成了一个活靶子 被方阳疯狂攻击 然而又根本无法逃脱 哼 你若是不放了我 将来我的本尊 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狂卷真魔剑讨饶不行 随即开始放出狠话 想要威胁方阳 方阳对于这老魔头的鬼话 根本就不相信 他就如同没有听到一样 不断操控混元仙顶 同时不断加持是仙虫 发动攻击 而当狂卷真魔受到攻击之后 方阳的本体 立即就感觉到 一道道功德之力 天道就直接奖励功德 方阳心中越发明悟起来 似乎 天道对每一个作恶多端 伤天害理的人 都有一种非常玄妙的悬赏 只要收拾了这样的老魔 就能得到天道的功德奖励 而且还是现场发放 想到这里 方阳心中一阵激动 随即在他操控下 是仙虫的吞噬之威 越发强大起来 又过了片刻 本元珠之中的老魔元神 几乎被吞噬殆尽 只剩下了精纯的针线元气 此时 在是仙虫的疯狂攻击之下 狂卷真魔的本元珠中 似乎已经没有元神存在 成为了精纯的针线元气 若是修士 吸收这针线元气用来修炼 进阶仙人静 那将会非常容易 不过方阳见状 嘴角微微一笑 释放了更多的金色符文 不断将其与功德之力融合 然后慢慢进入本元珠之中 只是瞬间 本元珠中如同沸腾一般 显然狂卷真魔的元神 还以隐秘的方法躲藏在里面 若是方阳一不小心将其放出来 必然就会受到反噬 早知道这些魔头狡猾 方阳笑道 竟然装死 想骗我中招 方老板 你是怎么看出 这老魔没死的 钱多多问道 方法可不少 方阳笑道 首先我觉得这老魔 没有那么容易被练死 与此同时 天道的大规模奖励 还没有到 当然 仙辅世界的规则之力 也能为我提供一定的参考 方阳笑着说道 对了 到时候还可以让五星童子来算一下 他到底死了没有 钱多多也笑着说道 随即 方阳继续使用是仙虫 吞噬真魔残破的元神 并将仙辅规则之力 化为符文 不断进入本原珠内部 就在方阳不断以仙辅世界规则之力 一次次净化这颗本原宝珠之后 瞬间天降功德 直接穿越仙辅世界 降落到了方阳身上 一时间 方阳身上七色光明绽放 虽然他修为依旧没有任何提升 但是磅礴的功德之力 在他深周涌动 海量功德之力 方阳感觉到 这股功德之力 实在是太过于庞大 以至于自己身体无法容纳 他干脆将功德之力释放出来 进入到仙辅世界的规则之力中去 很快 仙辅世界的规则之力 开始吸收这些磅礴的功德之力 很快 仙辅中的规则之力 也开始变得越发完善起来 真不知道这狂圈老魔 做了何等伤天害理的事情 天道给的奖励竟然这么多 钱多多摇头叹息道 随着功德之力 如同暴雨一样降临 整个仙辅世界 仿佛呈现了一种七彩流离之色 不仅法则之力越发完备 就连仙辅世界的草木 也获得了许多好处 方阳他们 很快就收拾了狂圈真魔 磅礴的功德宝光 如同瀑布一样 从天而降 不仅方阳他们 就连外界的虚空蜗牛上面 也呈现出了功德宝光的加持品质 得到了不断提升 这功德宝光还真是玄妙 虽然不能直接提升修为 却能快速加持气韵 对于法宝也是妙用无穷 钱多多感受着虚空蜗牛的变化 心中很是欢喜 然而 即便天上降下了大量的功德宝光 方阳也没有完全相信 老魔已经陨落 毕竟这种真魔级别的老怪物 诡异的秘法 实在是太多了 即便是仅仅只剩下一丝磨念 也有可能借用其 逐渐获得重生 方阳继续用先辅的规则之力 化为一道道金色符文 直接进入本源宝珠之中 不断地练化 其真魔本源之力 方阳如此反复多次之后 还是有些不放心 又开始使用了新的方法 他将千万年份的紫竹叶榨汁 取得了紫金色的浮魔灵液 然后再次将其不断凝练压缩 之后 方阳再让世仙虫 小心翼翼地咬破一丝紫色封印 然后就将这浮魔灵液 快速灌注进入本源宝之中 知道佛门紫竹 对于一切魔道神通 都有极大的克制之力 此物一进入真魔的本源 就如同往冰水中倒入了岩浆一般 引起了剧烈的反应 果然在这真魔本源 被浮魔灵液陡然刺激下 很快就呈现出了一丝 隐藏起来的真魔意念 估计这就是狂卷老魔复活的后手 然而 这股魔道意念 与用千万几年份的紫竹炼制的 浮魔灵液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这股魔念 在浮魔灵液之中 没有坚持太久 就被完全杀灭 与此同时 随着越来 多的佛门紫竹灵液 进入到真魔本源之中 这真魔本源之中的魔念 逐渐退去 原本呈现漆黑之色的真魔本源 被方阳一次次地洗刷成了 带有功德宝光七彩之色 并且更融入了佛门紫竹的紫色 看样子 这头老魔的元神印记 包括隐藏的后手 恐怕都会被清除掉了 方阳心中暗道 随后 方阳通过先辅世界的法则之力不断探查 发现所有的魔念已经完全清除 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然 方老板为了安全起见 还请出了五星童子 让他用周易的测算密法 终于确定 狂卷老魔这具分身元神 已经被彻底消灭 对付这样的老魔 还真是麻烦 钱多多舔了舔肥瘦的爪子 心有余悸地说道 而这颗本源珠里面 存在的 已经成为了纯净的真仙本源 可以工人修炼 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钱多多对于这个新的食材 流露出兴奋之色 你如今已经是新一代的妖皇 以后可不能如此贪吃 方阳笑着摇了摇头说道 钱多多分析的没错 这本源珠中的魔念 已经被完全消灭 就算是普通修士 也可以抽取其中的 本源之力来修行 不会再受到任何魔道影响 此时 在真魔界的一处 地底大殿之中 这里魔气浓厚 煞气翻飞 就算大成七修士 在这里也会感受到 阴风惨惨 难以抵挡 在魔殿中央 有着树盏幽蓝色的魔灯 照应着大殿 显得越发诡异 大殿中央的黑色蒲团之上 一个中年魔修 正在闭目打坐 他外表极为英俊 但是难掩一股英邪 狂傲之色 此人正是狂卷真魔 乃是真魔界有名的魔道高手 他的真身体端坐修炼 却似乎没有一丝气息 仿佛蜡象一般 忽然 他哇 这一声 吐出了黑金色的鲜血 他愤怒地大吼一声 究竟是谁 竟然涂灭了我的分身 还炼化了我的真魔本源之力 此时狂卷真魔 已经怒不可遏 要知道 这句分身 乃是他专门炼制 想要乘着灵界魔界交融的时候 进入虚空深渊里的绝地 还有我数十道复活秘法 就算仅仅留下一丝无形无际的魔念 也能再次重生 怎么可能都被破解 狂卷真魔一时间 根本无法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算是好几个真仙 真魔联手 虽然能击败我的分身 却也无法杀灭才是 想到这里 狂卷真魔的眼神 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他立即开始使用本源秘法 打算沟通分身的残魂和魔念 然而根本没有丝毫感应 咦 怪了 竟然一切秘法都不能用 顿了顿 狂卷真魔又开始掐指测算天机 然而 关于自己分身的信息 依旧是一片晦涩 究竟是什么力量 竟然完全屏蔽了天机 狂卷真魔脸上 越发呈现出了 惊疑不定之色 狂卷真魔寻思一阵 隐隐意识到 情况应该非常严重 怕是有金仙 或者是堪比金仙的天魔 大魔君也参与到此事之中了 想到这些狂卷真魔心头 一阵恶寒 狂卷真魔是一个 非常爱面子的人 一般事情 他都不会去找人帮忙 但是这件事情 他思来想去 总觉得这事情背后 恐怕非同小可 因此也不得不打算寻求帮助 能灭掉所有后手的人 绝对不可能只是真仙修为 很有可能来自金仙 或者大魔君出手 纠结了半天 狂卷真魔 最后还是做出了求助的决定 随后他离开了自己闭关的魔殿 静止往魔云深处的一处 魔气翻飞的宫殿 急速顿空而去 真魔域极为广大 而这座魔殿 则是位于真魔域魔气 非常浓郁的一座高山之上 在这里崩腾的黑色魔云 如同海洋一样 上下云涛翻滚 因此 这处魔域被称为了魔云幻海 而在魔云之上的山峰 则是真魔界大名鼎鼎的 无望魔宫 这里乃是无望天魔的居所 无望天魔 乃是一位精心修为的大魔君 狂卷真魔 就是依附于他的一个真魔小头目 当狂卷真魔心怀纠结 感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平时与他关系不错的 英鬼真魔正在这里哭诉 主上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我的分身被人不明不白涂灭了 显然英鬼真魔 也和狂卷真魔一样 分魂也已经陨落 狂卷真魔从他的直言片语之中发现 这英鬼老魔 竟然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打算 运用自己的分身 进入了虚空深渊 就是想获取一些珍惜资源 从而能够让修为再进一步 进阶为精心七的大魔君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不久前 他的本源分身 竟然也被人所杀灭 甚至他一点反馈也没得到 要知道英鬼真魔 所修的法门极为诡异 实力非常高强 与同界的真仙真魔对抗少有败己 在一众真魔中 也能算上是一方霸主 然而 他的分身和狂卷真魔一样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这样 他怎么也想不过 因此也就来找无望天魔 无望天魔 也被称为无望大魔君 乃是真魔界的一方大魔君 他掌管数个魔狱 有着堪比精心中期的修为 算是极为厉害的人物 而且 此人极其擅长笼络人心 因此在他身边 聚集了一大帮实力高强的真魔高手 你莫要慌 我的无望秘法 应该可以探查其中端倪 随后无望天魔 拿出了一个奇怪的血色罗盘 让英鬼真魔 将自己的一丝本源魔器 输入着血色罗盘之中 英鬼真魔不敢违逆 立即照做 随后无望天魔开始施展秘法 一时间大殿之中 狂风大作 阴气翻腾 大殿之中 黑色的魔器 如同瀑布一样汇聚起来 在大殿中快速翻腾 而英鬼真魔的那道真魔之气 也在这魔器形成的大浪中 随波逐流 大殿之中 很快有魔道符文显现 似乎在测算着 英鬼真魔分身的命运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发现 英鬼真魔分身中 爆发出一阵阵金色光芒 而后 金光中又爆发出 浓烈的紫色光芒 在一片金光紫芒的闪耀中 英鬼真魔的本源魔器消弥殆尽 最后隐秘于天地之间 化为虚有 见到这个景象 无望天魔瞳孔 似乎微微增大了一点 显然发现了 让他非常惊讶的东西 不过毕竟无望天魔 乃是一代魔君 修为高强 此时依旧保持着镇定 他保持着面无表情 冷漠地对狂卷真魔说道 如法炮制 你也放出一丝本源之力进去 随后狂卷真魔 也一葫芦画瓢 往罗盘中 输入了一丝本源之力 随后 无望天魔又开始了他的操作 不过 陡然间同样的景象再次出现 佛门子竹 如果我没看错 这恐怕是有千万年份的佛门子竹 无望天魔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道 什么 竟然是千万年级别的佛门子竹 难道又有佛帝要出世了 这个景象 瞬间让狂卷真魔和鹰鬼真魔 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 每一次佛门出先帝 都会让众多魔道修士 心惊打寒 而且 佛门修士非常喜欢积累功德 往往会来到魔界 对那些滥杀无辜 破坏天道规律的老魔头 一阵招呼 因此 历来的佛帝 都会让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如今有千万年级别的佛竹出世 恐怕意味着 成佛帝之人即将出世 狂卷真魔 心中胆寒道 鹰鬼真魔 狂卷真魔 你们接我的法指 速去联合其他的魔道 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也有这个情况 如果的确如此的话 就要 趁其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先要剿灭仙界的佛门 让其无法成长起来 无望天魔 脸色阴寒地说道 此时 在凡界方扬他们经过了一番操操作之后 十个实力高强的真魔 都被他们运用规则之力 配合佛门紫竹 杀灭了分身 而这时候 整个仙府之中 那是功德如海 到处都是七彩功德之光 方扬小心翼翼地 将这些功德之力收集起来 然后用仙府的规则包裹起来 化为一片五彩祥云 悬浮在了仙府世界的高空之上 如此 一来仙府世界的高空之上 就始终有一团极为广大的七彩祥云 看样子 将来我也能够颁布功德奖励了 方扬看着天上的七彩祥云 心中一阵欢喜 方扬心念一动 天空中的七色宝云彩 裂开一道小口 一道道功德宝光 落在混元仙顶之上 刹那间 仙顶宝光得到功德之力的加持 越发璀璨起来 方扬心念又一动 七彩宝云开始收起裂痕 功德之光不再落下 哈哈 果然如此 将来我可以随心操控天降功德了 方扬笑着说道 原本混元仙顶品质 就极为强大 而如今 经过方扬一次次用功德之力 和仙府规则之力淬炼 此时品质已经不断提升 要知道 会员仙顶曾经落到魔道修士手中 被困于魔界黑玉于万年 其品质受到魔界本源之力侵染 因此失去了不少灵性 如今被方扬一次次洗涤淬炼 又用功德之力淬炼 估计用不了多久 此物就能重现地级仙气的无上荣光 这些魔道老怪 不知道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仅仅诛灭了他们的分身 就让仙府 世界充满了功德 欲言仙子摇着头说道 不过那些真仙 一个个道貌岸然的 暗地里还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 钱多多一脸不屑地说道 刚刚我以为魔头更坏 功德更多 所以才选了一堆魔头开揍 钱多多一副过来人的样子叹息道 没有想到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挨揍之后 功德之力更是爆棚 也就是说 他们虽然是真仙 但是坏事也没有少干 火云海棠恍然大悟地说道 似乎因为天道崩塌 这些真仙真魔 能绕开天道的赏善伐恶 因此 做人做事根本没有底线 五行童子叹道 我从上古典籍中发现 经过大劫之后 人族成为了三界主宰 因此 无论是仙界还是真魔界 为主的都是人族修士 方扬缓缓说道 而三界也因为天道的规则之力而运行 赏善伐恶 蒋伐分明 可是为什么 现在无论是仙魔 都变得非常无法无天 天道真的崩碎了吗 火云海棠不解地问道 应该天道还没有崩碎吧 五行童子分析道 是的 天道应该还没有崩碎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天道一定生病了 方扬缓缓道 天道生病了 众人不由得心头一惊 你们还记得当年的赤眼焦魔之乱吗 方扬微微一笑 摇头说道 众人这时候 不由得想起几百年前的赤眼焦魔之乱 当初 那赤眼焦魔本来就是一头魔兽 根本难以成仙 更不要说成为一名仙界真仙 但是因为他的父亲黑水玄蛇 乃是上古妖兽 后来进入仙界 成为了一位精仙 甚至取得了仙帝的信任 成为了黑水仙君 如此一来 这个黑水仙君就开始肆意妄为 暗中搞了许多骚操作 将他本来是魔兽的女儿 也操作成了仙界仙子身份 成为了名正言顺的仙界真仙 可笑的是 他的女儿赤眼焦魔本来就是魔兽 即便有了真仙的身份 在仙界也是难以遏制其本来的凶性 因此 赤眼焦魔顶着真仙的名号 在天界四处屠戮 吞噬众多生灵 最后这才惹下了虚陀罗汉 盘虚焦圣 一雷真仙三个仙界高手 虚陀罗汉背后乃是仙界佛门 一雷真仙身后乃是仙界道门 至于盘虚焦圣身后 则是仙界的妖族 估计这也代表三大势力 难以忍受赤眼焦魔 因此才会联手来袭杀他 这三位真仙实力非凡 而且都使用出了看家本领 才让赤眼焦魔差点生死盗消 然而即便如此 焦魔还是在他惊仙期的父亲的庇佑之下 成功从仙界逃亡到下界 还找到了盘虚海胜留下的小事件 盘虚海影 而后 焦魔在盘虚海影之中继续复仇 屠鲁吞噬骄龙一族 可谓是做了很多人神共愤的事情 甚至他在被方阳他们以斩仙小飞 刀斩下头颅之后 他的父亲黑水仙君 甚至不惜功气私用 使用他所镇守的万古长青界的镇界之宝 万古长青恋 直接逆天改命 为他的这个不成器的女儿续命 只要万古长青恋 不从他脖子上摘下来 他就永远不会死 可以继续为火苍生 而且当初 若非是月天崖前辈出手 恐怕方阳他们 反而会被不要脸的黑水金仙 欺辱屠戮 想到这些众人不由得一阵唏嘘 因为五行童子最擅长测散天机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五行童子就对于天道的运转状况 出现了疑虑 他经过了这些年 对于天道的感悟 也明白了很多其中的内幕 甚至他也已经猜到 恐怕仙界的天道 出现了巨大的缺陷 可以被人轻易地规避 而没有了天道的规则之力的约束 自然就会以实力为尊 弱小也就成为了原罪 如此一来 本来应该是性命同修的仙界 应该有着道德底线的仙界 逐渐成为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而后 作为仙界主宰的仙人 就会逐渐丧失最基本的准则 会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会为了取得修为的提升 而恶意屠杀 自私自利桑尽天良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 当成了理所当然 一句杀法果决 快意恩仇 成为了肆意妄为的借口 在我看来 天道规则 就是关注这些强大仙魔的法则和牢笼 没有规矩 仙也是魔 方阳也点了点头说道 这时候 钱多多忽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这些魔道修士都已经对付了 而那些仙界修士 以及还有最后一个九幽天魔 我们对付起来 恐怕会有一定的困难 钱多多有些担忧地说道 毕竟方阳身上 有很多针对魔头很厉害的东西 但是针对仙界修士的东西 相对来说 就要少一些 而那九幽天魔 乃是堪比金仙的大魔君 若要毁灭他的元神分魂 恐怕就算方阳倾尽全力 恐怕也未必能做到 那也未变 方阳笑着说道 这些正道修士 一个个看上去道貌岸然 但是暗地里 他们的所作所为 并不比那些真魔界的老魔头少 先让是仙虫进去试一下 至于这头堪比金仙的老魔 我们先将其封印 接下来再想办法 方阳第一个拿出的 白色本源之珠 乃是云月仙宗真仙朝青司的 他虽然是一位真仙 但是形势极为凶恶霸道 浑身上下煞气翻腾 显然是屠杀了 不知道多少生灵才能如此 而且 他还直接出言威胁方阳 要屠杀他满门 真仙之言 已经带着规则之力 绝对不会是信口开合 这无疑触及了方阳的底线 既然这朝青司 如此心狠手辣 方阳自然也不会有丝毫客气 小子 你真的敢对我下手了 此时朝青司的神念 惊恐地从本源珠之中传来 你要是敢对我下手 我们云月仙宗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觉得我会怕吗 方阳微微笑道 我云月仙宗 如今有两位金仙强者 在上古时代 还出过一位女仙帝 你以为得到了一点机缘 就可以嚣张跋扈了 虽然我落入这里的封印 胡落平洋 但是你要是敢 对我分身下手 我的真身必定杀你 杀你全家 让你日日被真火断烧 朝青司的元神疯狂地怒吼道 他觉得 只要拿出强大的气势威胁 必然让这后辈修饰屈服 就算不能成功 但是以他真仙的名义 以及云月仙宗的威势 也足以在方阳的内心中 留下一道阴影 从而影响方阳的道心 如果道心有了裂纹 将来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成为祖道的天谦 哼 好恶多 的泼妇 就这样的人 竟然也能挣得真仙之位 天道也不管管 钱多多面露鄙夷之色道 成不成就真仙 可不是你们这群蝼蚁说了算的 朝青司声音中 带着浓浓的优越感说道 只要实力高 获取天道法则就能越高 就能成为天地的主宰 你们这些卑微的家伙 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朝青司还死鸭子嘴硬 不断叫嚣 你们惹到我们 就是你们的悲剧的开始 必定为天道所弃 最后悲惨而死 你身边的所有人 也会是一样的命运 朝青司满含恨意地传音道 他的声音似乎暗含天道之力 在清源仙斧世界中 竟然引起了 规则之力的共振 似乎一瞬间 所有人心中 都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甚至仙斧之中的所有草木 都有一种悲凉之感 开始凋零 不好 这是老妖婆的魔音秘书 不用法力催动 却能伤害到心 方阳面色一变 立即提醒道 方阳心念一动 仙斧法则之力 立即运转起来 刹那间天花乱坠 锐气与功德之光 从天而降 瞬间就将朝青司秘书的 所有影响 消弭殆尽 不愧是真仙中的强者 已经被封印了所有法力 而且损失了肉身 还能发动如此扰乱人心 引起法则之力 共振的诡异秘书 方阳心中不由的一阵惊恶 他不知道的是 这秘法并非朝青司所有 乃是他们云月仙宗上古的女帝 云月女帝所流传的 心音秘咒之术 即便在仙界这样的秘法 也是极为少见 没想到你 竟然能控制这里的规则之力 本元朱之中 朝青司又惊又怒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压箱底的秘书 也没有建功 反而暴露出最后的底牌 这老妖婆太阴险了 我刚才都差点中计了 钱多多扭动肥瘦的身体 一脸愤怒地说道 不错 这老妖婆如此嚣张 我们也不能心思手软 一旁的玄冥 听得朝青司的话 也非常愤怒 哼 你们能用佛门子竹 对付那些魔头 可对付不了我 朝青司冷笑道 你不信就试试啊 此时 朝青司刚才不断挑衅 其实为了激怒芳阳 刚才他一直在暗中探查 芳阳如何炼化那些魔道修士的 就是想从中找出破绽 朝青司心中早有计划 他若是攻击着本元宝珠 我就能借用云月仙宗的不传秘法 短时间破去封印 恢复法力 我就能直接将他击杀 对了 击杀他之后 我还可以直接炼化这处仙府事件 到时候 我回归本体 不但修为大掌 甚至能进阶金县 将来成为云月仙宗第二位先帝 也不是不可能 想到这里 朝青司心中不由地贪念赤胜 做起了春秋大梦 虽然朝青司说话中不断挑衅 芳阳却没有因此而被激怒上头 这老妖婆如此有恃无恐 应该是有什么后手 要不要再想想办法 这时候 玄冥却已经是怒不可遏啊 这老妖婆实在是太可恶了 看来我也要用出一点绝招才行 芳阳以为玄冥又要剪头发 然后拿出更多恐怖的毒液 然而 这次玄冥却小心翼翼 给自己戴上了一个手套 然后拿出了一个细密的木梳子 和一把小壁子 他先是梳头 然后开始用壁子清理头发 芳阳他们本以为他要放大招 见到他这个样子 芳阳前多多 还有哈士奇 下巴都要掉地上了 老毒 这就是你的绝招 表演梳头 哈士奇一脸惊恶道 大家稍安勿躁 稍等一下就好 玄冥也觉得自己这个形象有点滑稽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片刻之后 他从壁子上取出了一些黑色的粉末 这些是啥 芳阳也是满头问号的问道 嘿嘿 这是我的头皮线 玄冥脸上的笑容越发尴尬起来 嗨 芳阳他们一堆人 差点都被玄冥给闪了腰 别 别小看这东西 我已经探查过多次了 比我的头发幻化的毒液 还要毒一百倍 玄冥立即解释道 啥 这东西 比你的头发幻化的毒液 还要毒一百倍 这下芳阳他们 倒是真的被震撼住了 要知道 玄冥的毒 就连仙界仙人都能被毒的缺胳膊少腿 如今直接翻了一百倍 恐怕别说真仙 就算金仙都会褪比三舍 毕竟我的本体 也是千万年级别的毒草 有点天赋 那是天经地义的 玄冥得意地说道 用我头发所化的毒液 将其稀释之后 就能使用了 不过你们小心点 威力太大了 这东西毒 很多 非常毒 玄冥认真地提醒道 曹青司此时觉得有些奇怪 他本以为 自己已经口出狂言不断挑衅 对方应该很快就要 开始破坏紫色封印 然后对他下手 让他有些意外的是 方阳他们却迟迟没有出手 似乎在等待什么契机 片刻之后 他就发现 一股黑色的液体 将他的本源宝珠包裹了起来 哼 这帮无知小辈 以为用毒就能让我吃亏 曹青司心中冷笑 此时 方阳运用空间规则之力 让毒液覆盖了整个本源宝珠 只留下了一个芝麻大小的地方 安排是仙虫来破坏宝珠 运用是仙虫破坏外壁的封印 太好了 此时曹青司一阵窃喜 只要破坏了这层封印 我就能发动秘书 哪怕我的法力 仅仅恢复到大乘七 这些蝼蚁 也不是我的对手了 此时 就在是仙虫发动吞噬规则 在封印外壁上 打开一个微不可查的裂缝之后 正当曹青司打算释放本源之力 恢复法力的时候 陡然间 是仙虫猛然激发了体内就存在的毒囊 瞬间自己也化为黑水毒液 将缝隙毒死 而后玄冥的百倍强度的毒液 很快也覆盖上来 这些毒液 透过那一丝微不可查的缝隙 逐渐进入朝青司的本源宝珠之中去 哼 区区毒液 就想来对付我 下界的小蝼蚁 真的是不知好歹 朝青司立即调动力量 想要驱除毒液 然后冲出封印 他非常清楚 只要冲出了封印 他就有机会恢复法力 到时候 以他的真仙七神通 必然能轻易地逆风翻盘 然而就在朝青司得意之时 他的本源之力 一下子就接触到了那些黑色的毒液 啊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怎么可能 当他的本源之力 一接触这可怕的黑色毒液 瞬间就发现了不对劲 那黑色的毒液之中 竟然蕴含了极其恐怖的毒道法则之力 即便是他的本源之力 受到过云月仙宗金仙加持 拥有着非同小可的自愈之力 和必毒妙用 然而 在这黑色毒液面前 宛如土鸡娃狗一般 根本就不堪一击 怎么可能 这些烦解的小蝼蚁 怎么可能找到这么恐怖的毒液 甚至能堪比金仙老怪 所炼制的剧毒一般 朝青司的分魂 此时已经没有刚才的淡然 他现在也根本就没有 再去想逃出去复仇 而是想着 如何避免这个毒液的侵袭 保住他最后的本源之力 然而 他还是小看了这些毒液的力量 即便他已经不断收缩自己的本源 想要勉力抵挡 然而这些毒液 还是不断侵袭着他的本命元神 不不 在一声声绝望的惊叫声中 朝青司的元神波动 开始逐渐降低 最后甚至消灭在毒液之中 恐怕谁也没想到 这个如此强大的真仙修士 竟然如此轻易 就被方杨他们 轻轻松松就解决掉了 当然 方杨他们 还用规则之力探查了好几遍 确定已经驱除了 朝青司的所有元神禁止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天降功德 功德如瀑布一样 穿过仙斧的阻隔 直接降临到这里 显然天道已经对此女极为痛恨 只是拿他没有办法 而方杨他们 相当于完成了这次天道悬赏 因此立即得到了奖励 乖乖的 他一个真仙的功德悬赏 竟然是相当于 三四个真魔老怪才有的程度 钱多多不由得暗自惊讶 这招青司 到底暗中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不过接下来 方杨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难题 那恐怖的毒药 也需要储藏 一般的仙气和玉瓶 根本就储藏不了 这毒药连真仙都受不了 储物法宝也很容易就会被其污秽 从而灵性禁失 方杨只有运用空间之力 才能勉强操控此毒液 在万般无奈之下 方杨想到了 运用功德之力炼制成的宝珠 这东西不沾染因果 因此 勉强将其凝炼作为了容器 此时 天空中的功德瀑布还在继续 可见这朝青丝 的确为天道所不容 看来不能以仙魔来分 谁是正 谁是险 欲言仙子 此时若有所悟地说道 老虎咬死一头狼 对于狼来说 老虎就是邪恶的 而对于老虎的幼崽来说 老虎将会是无比正义 从出发点不同 我们看到的世界就不同 方杨缓缓说道 既然从不同角度 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那么天下岂不是乱套了 火云海棠 有些愤愤不平地摇头说道 正是因为看万事万物 都有无穷多的角度 所以就必须找到天道 这个无形的规则 以天道作为准神 才能端正角度看世界 五行童子随即说道 这也是他多年体悟天道的心得 如今的天道 还是以人道为主流 因此 天道规则应当立足于人 然后利益众生 维护天道的和谐共生 才是有利于天道规则 此时五行童子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 我以前还是魔秀 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 哈士奇魔尊 此时心中也颇有感悟 他想到 当初自己没有弃云 喝水都塞牙缝的经历 心中就有些后怕 我以后一定积德行善 庇佑众生 哈士奇诚心发愿忏悔道 他那可怜的二哈样子 惹得钱多多 汇聚成了一颗七色宝珠 随后方阳将这颗七色宝珠 交给了二哈说道 这乃是功德之力所凝炼 你以后可以用此物修炼 可以帮助你 洗涤以往的种种罪念 哈士奇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他的狗爪子 小心翼翼地 结果功德宝珠 然后认真的点了点头 因为他出生于魔界 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今跟着方阳后 逐渐也感悟了天道规律 因此才立志改过自新 我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作妖 要顺应天道 利益众生 绝对不会让天道再咽弃我了 哈士奇哭诉道 这次他可是见识过了这些真仙真魔 最后在天道的悬赏之下 灰飞烟灭 化为功德的场景 这也让他也立志洗心革面 有了对付朝清司的经验之后 接下来的对付其余的真仙的分身 对于方阳来说 那就驾轻就熟了 配合那恐怖的毒液 方阳他们一葫芦画瓢 很快就将那些真仙的本源之珠消灭掉 同时也很快就完成了一次次的天道悬赏 随着众多真仙真魔被方阳处理掉 磅礴的功德之力 犹如海洋一样 覆盖在了仙府世界之中 清源仙府之中 功德已经璀璨如琉璃宝玉 天空中的功德呈现七彩晶云 极为璀璨 原本方阳运用功德晶云来储藏功德之力 此时这些功德之力被越来越厚 如同即将要下起功德晶云一般 方阳不敢怠慢 立即调动仙府规则之力 帮助稳固功德晶云 即便如此 因为功德晶云太多 已经累得如同一个高塔一般 悬浮在高空之中 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人人都说功德好 可是功德多了 也有幸福的烦恼 钱多多笑道 清源仙府之中的草木与生灵 也都受到了功德之力的加持 特别是地号天书 乾坤精硬 混源仙顶 窃天屠露 悬源控水旗等这些品质极高的宝物 在功德之力的加持下 更显得流光溢彩 不断恢复往日荣光 与此同时 仙府之中的奇花一草 都沾染上了功德宝光 一些仙草更是呈现出琉璃光泽 显然得到了巨大加持 产生了许多异变 特别是玄冥 五行童子 他们几个草木之灵 他们本体都有千万年份 花叶之上 此时诞生出了玄妙的纹路 似乎是功德之力加持下的天道印记 甚至 此时他们的肉身 都有一种功德的琉璃之色 最欢喜的还要是木铃儿 她的本体通天神术 此时如同镀上了一层琉璃 不仅她空间神通威力提升了几倍 而且她感觉自己资质 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当然 清源仙府本身就是一件品质极高的仙物 因为有了功德之力的不断滋养 让其法则之力不断完善 甚至开始向真正的宇宙世界进化 如今仙府世界的功德之力 已经极为充盈 接下来 我们就应该将这些功德之力 练化为功德宝珠 或者练入仙气之中 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效 芳阳见到清源仙府如今的气象 心中甚是欢喜 当然 接下来 他们还有一场恶战要打 还有一个最硬的骨头 九幽天魔的本源之珠 要知道 九幽天魔乃是堪比金线的大魔君 即便他被封印在本源珠之中 无法还手 芳阳也没有把握对付他 我们先休整一番 等到将这次功德奖励完全消化之后 再去对付这九幽老魔 钱多多自然也知道这老魔实力非凡 很快就有了决断 随后 芳阳他们将九幽天魔的本源珠 封印在混源仙顶之中 并运用功德之力 配合千万年佛门子珠的精华 将其镇压起来 随后 仙府之中的众人 则开始闭关修炼 消化这次所得 至于在仙府之外 此时芳阳他们正驾驭着虚空蜗牛 带着虚陀罗汉和虚阳真人 离开虚空逐渐靠近蔚蓝星球 芳阳他们发现 又过了几百年 再来到地球的时候 这里的科技文明已经非常发达 时常就有飞行器在虚空之中飞行 在地球和月亮之间建立了普通航道 为此 芳阳他们不得不再拿出了太虚陵峰 将虚空蜗牛隐藏再隐藏起来 然后再逐渐飞入这颗蔚蓝星球之中 虚空蜗牛能在空间中快速穿梭 没有过多久 他们已经来到了这颗凡人星球的高空之上 此时 已到深夜 但是地面上却是灯火通明 五彩斑斓 高楼灵力 霓虹闪烁 空中还有许多浮空飞艇 再来回穿梭 在太虚陵峰叶的隐匿加持下 他们很快就飞在了高楼大厦之间 这里四周都是全息的影像 和极为漂亮的广告牌 看光怪陆离的景象 看得两位高人 也不由地瞪直了眼睛 这是什么地方 竟然没有半点灵力波动 却又如此玄妙 虚陀罗汉不由地对这眼前的一切 嘖嘖撑起 乱花剑玉迷人眼 老和尚你不会动了烦心吧 钱多多的分身不由地调侃道 难无虚弥光佛 虚陀罗汉不由地有些尴尬道 不会不会 只是感悟佛经典籍中的三千大世界之言 心中生出许多感悟罢了 百亿须弥山 百亿日月 名为三千大千世界 如是十方横河沙三千大千世界 虚陀罗汉心中生出许多感悟 你们刚刚被封印 又与那些仙魔大战 身上都有伤 我先给你们找一个地方 好好调戏一番 对了 在这个星球 也有身后的佛门传承 到时候 大师也可以去和这里的佛门传承者探讨一番 方阳笑道 想不到这里 竟然也有佛门传承 虚陀罗汉显然非常高兴 那就有劳方阳小道友了 随即方阳他们 快速飞离了城市上空 方阳思来想去 直接飞向了华夏国中部少石山 这里乃是佛门一宗的开宗之地 钱多多随即驾驭着虚空蜗牛 在一处悬崖避开 来一处洞府 虽然地球灵力还是很稀薄 但是方阳发现 却比几百年前浓郁了不少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灵气复苏吧 方阳仔细思量了一番 估计再过千年时间 很多地方的灵力浓度 都能与方阳的母星苍蓝星一般 这个星球 有不少上古门派的遗存 他们在天地灵气一变之前 使用了很多大神通 将灵力掳掠到他们的洞天小世界中 以至于这里的修真门派能绵延下来 但是却断绝了普通人的修仙之路 钱多多解释道 原来如此 我是说 这里似乎存在过灵气 但是灵力却微薄得可怕 虚陀罗汉叹息道 原来 如此 射恐的虚阳真仙 好不容易挤出来几个字来 他虽然没有说话 却一直认真地听着 心中也有颇多感悟 经过了九幽天魔制劫难 特别是修为被封印 他们对于天道的感悟也提升了不少 如今开始在地球修炼 积累功德对他们也有不小的益处 江南 顾苏 这里是一座风情古街 不少身着古窝族传统服饰的女子 正在这条街上 阴阴艳艳 观灯购物 一个穿着红色连衣长裙的女子 穿着高高的木鸡 在这条街上 显得非常显眼 她身材火辣 犹如夜晚中 一条会流动的火焰 吸引着人们的眼光 这时候 她的目光突然看向了一个少年 这个少年十六七岁年纪 名谋好齿 很是英俊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少年的眉目之间 有一种信任的清零 纯真质感 少年的手上戴着一个手镯 显得古朴而厚重 而少年的右手 缠着一个小小的红丝带 这红衣女子 见到那少年心头一喜 眼中微不可查地 闪过一丝妖艳的红光 随即这少女 就走向了那个少年 小帅哥 你也是第一次来 姑苏古窝风情街吗 红衣女子 显得很热情地问道 嗯 是第一次来这里 姐姐 你是这里的导游吗 少年好奇地问道 是的 我不仅是导游 而且还是金牌导游 那女子妖媚地笑道 小帅哥 要不今天我就带你 逛一逛这里的好地方 那就麻烦你了 少年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随后这女子就带着少年 在这风情街中四处闲逛 这女子似乎还真的非常博学 能将很多古窝族的密室 讲得头头是道 少年静静地听着 就如一个学生一样 那红衣女子见到这少年 如此听话乖巧 心中更是流露出一丝欢喜 如此青春靓丽的小帅哥 应该还是个厨 似乎他灵根极高 他的血应该很纯健浓厚 足够我修炼之后 还能祭祀主人的宝贝 想到这里 这女子心中越发高兴起来 小帅哥 你吃过我们古窝族的烧酒吗 我知道 有一家店虽然有一点偏 但是里面的好酒 可是让人流连忘返 同一女子发出了邀请说道 放心吧 我请客 那怎么行 还是我来请姐姐吧 少年微笑着 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甜美笑容 那妖艺女子随即拉着少年 就往风情街的一个暗巷走去 红衣女子带着少年七弯八拐 进入了一个深深的行道 不久之后 她们就来到了一个 非常古朴的店面门口 这里怎么这么阴森啊 少年似乎显得有些害怕 小帅哥 你怕了吗 少女露出嘲讽的笑容说道 是我怎么会怕 我只是觉得 这个地方太旧了 会不会不干净 少年露出有些呆萌的尴尬之色 小帅哥 怎么会呢 这里可是旅游区 红衣女子说道 这里在风情街内部 只是这地方比较偏 但是外面都是人 这算是闹钟取静 只有有生活情趣的人 才会选择这样安静的地方 说着 这红衣女子 就打开了那扇木门 把少年推了进去 进去之后 这里似乎密密麻麻地 书写着奇怪的符文 中央还有几个石头 做好的古怪牌位 这些石头 竟然还用麻绳 绑了奇怪的结 显得古朴而怪异 更凸显出古卧族的 种种奇异风俗 少年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那女子就丢出了 一个奇怪的红绳 只是瞬间 就将这个少年五花大绑 牢牢地捆在了 房屋中间的柱子上 姐姐 这是怎么回事 少年一脸呆萌地问道 我就是想要点东西 妖卑女子笑道 我把钱都给你 快点放过我吧 少年显得有些慌张 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吸你的精血 女子眼中 竟是贪婪凶恶之色 你 为什么 少年越发慌张起来 据说 你们华夏人都是 上古大神女娲所造的 因此 你们天生就能修炼 人人都有灵根 而你们的血也是 最好的补药 女子眼神越来越凶残 你 你什么意思 这个英俊的少年 露出了慌张的表情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借你的血 还有你的命 好让我尝一尝味道 这个红衣女子 脸上开始变化 瞬间就是面目猙獰 口声撩牙 我 我指 是普通人 不要啊 放过我啊 少年露出慌张的表情 然而越是如此 似乎那女子越是兴奋 哈哈 说华夏人本性纯良 而且都是大神的杰作 吞噬了你 我就知道 传说是不是真的 那些都是谣言 哈哈 那可不是谣言 当年主人参与发动了 对华夏的大战 主人可是用了数千万华夏人 来祭祀我们高天园上的尊神 这女子此时极为兴奋 我一眼就看出 你灵根过人 应该是最好的鸡片 那女子獠牙翻飞地说道 那女子变得越来越恐怖 似乎她想要让这少年 更加害怕 若是这少年越恐惧 心中的负面情绪越多 到时候 她吞噬这少年 所获得的愿力 也就会越强 当这红衣女子 疯狂扑向那少年的时候 少年嘴角微微 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一眼就看出 你不是人 少年虎去一阵 瞬间将捆住自己的腰绳崩碎 少年心念一动 忽然他手腕上的古怪手镯 猛然散发出磅礴紫气 护住自己 而少年右手的那根红色细线 化为了一张鲜红的长绫 瞬间就将这女子 捆成了一个粽子 随后少年微微一发力 陡然间就生出了磅礴火焰 救命 高天园诸神 救命 主人救命 红衣女子 发出不断惨叫 你不是说了吗 这个地方很安静 闹钟取静 少年的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 片刻 那女子就化为了一只巨大的蜘蛛 随后就烟消云散 骆心腹 鼓窝是神 少年嘴角微微一笑 当他击杀这个妖怪之后 天空中忽然生出了一丝功德之力 快速被少年吸收 不知道这几年怎么回事 妖魔鬼怪越来越多了 怕是他们祭祀的 那高天园界 似乎也出了什么大事情 少年眉头轻微一抖说 随着功德之光 进入少年的身体 少年的修为微微 有所提升 如今才恢复到了助击巅峰 到什么时候 才能恢复到我原本的修为 少年叹息一声 就在此时 少年手臂上的全息光脑手机被激活 光芒一闪 少年面前出现了一个 身着红衣的颈袍青年的须影 这颈袍青年扮相夸张 他的头发形成太阳放射状 远远看去 犹如一只巨大的海胆 他身上的衣服 闪耀着很多亮片 看上去闪闪发光 红袍青年笑着说 算了吧 我还要上学呢 少年显然对锦袍男子 很是不耐烦 喂喂 我可是你舅舅 过来帮我一下 竟然推三组四 要不是我帮忙 你还在你妈身边 天天挨打呢 红衣青年一脸不屑 你还说呢 你还知道 你是我舅舅 把我带到这乌鸦不拉屎 还带强烈封印的地方 你好意思 你信不信我二月二去剃光头 少年显然很是不满 这让红袍青年脸上 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你可是说是啊 带我去一个好地方玩 暗地里把我拖到这里来 说是搞什么变形计 这里的恐怖封印有多恐怖 你不知道吗 竟然让我的修为 回到娘胎里了 少年非常不满地说道 现在我年纪轻轻 就要被迫背上重担 一边上学 还要一边斩妖除魔积累功德 你说我冤不冤啊 少年一脸怒色 这少年不是别人 正是方杨的儿子方陈浩 要知道 他因为母亲 御用上古保胎密法 保护了他上百年 因此 他一出生就是百卖全通 有着金丹巅峰修为 因此 他受到地球封印之后 修为降低到了炼气期 经过了几年积累功德 才恢复到了朱基期 显然 如今的修为 还不如他在娘胎里强 方陈浩刚出生 还得到了月天涯前辈的赐福 因此 可以避开天杰 后来 虽然他修为已经进阶到了原音修为 甚至如今已经到了化神初期 但是依旧没有天杰 所以他如今有巨大的自主权 天杰他想渡就渡 不想渡就不渡 如此天道特权 让所有修士都羡慕不来的 虽然他有了这样的优势 不过他母亲穆清清 和舅舅穆红云 都知道此事会有着隐患 因为当初他出生的时候 只是一个婴儿 如果直接面对天杰 那将必死无疑 因此 月天涯前辈 才会赐予了他这个天道特权 不过如今 方陈浩已修炼了几百年 修为已然很高 而且受到了家里的庇佑 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 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穆清清也担心 毕竟修真就是逆天行 若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挫折 这样下去 反而会造成心性缺失 而且 方陈浩在盘须海影之中修炼多年 已然成了无人敢惹的小霸王 因此 他的母亲穆清清 和姑姑方月 也担心 他在成长方面出问题 以后成为一个嚣张跋扈的 顽固子弟 只因方杨在方陈浩小时候 就飞升仙剑 因此 舅舅穆红云 就成了带孩子专业户 有了他的长时间陪伴和教育 倒也让这孩子健康成长 只是孩子的心性成长 却一直是他们担心的隐患 这次他干脆想着 带着孩子出来闯荡一番 思来想去最后 还是选择了来到地球 当年陆红云和钱多多关系 听了钱多多教的很多 做网红的技巧 也让穆红云跃跃欲试 果然 穆红云才来地球没有几年 就成了红遍网络的ID 红云太子 成了知名的大网红 我看你积累功德 应该很顺利吧 用不了多久 就能直接进阶金丹了 穆红云笑道 舅舅 最近我发现 东吴窝国 好像真的有问题 他们的不少妖魔鬼怪 都开始往华下渗透 甚至听说他们 还想打算 将一些魔物炼制的液体 抛入大海 似乎是想要魔化全世界 红云听到这里面色 也有些凝重 这群家伙不知道 他们背后的那些老怪物 究竟是什么东西 似乎是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才不得不选择这样 穆红云不由地抱怨起来 这地球封印真是玄妙 对于外来修士 有着极强封印 但是对于这里的 土生土长的普通人和修士 却没有太大限制 应该是一个系统缺陷 穆红云很是无奈 这些古卧人 虽然是地球人族 但是却是多年长期 祭祀一些妖魔鬼怪 甚至期望打通 连接他信奉的 所谓高天元的通道 我觉得 那什么高天元神域 可能就是魔狱的一个部分 他们背后所图甚大 过了片刻 穆红云又恢复了 一脸玩世不恭的样子 尘儿 过几天我有好几场活动 过来当一下嘉宾吧 舅舅你 没看到我这几天忙吗 我可是都在干正经事 方尘昊一副不满的样子 像急了青春期的叛逆孩子 嗨嗨 这次我的好几个活动 都是公益的 直播的 有很多观众 别说了 来来来 一听到都是公益活动 方尘昊脸上就泛出了笑容 显然对这样的活动非常喜欢 要知道 这里可是地球 这里的天道 是有功德奖励的 只要在这里 惩恶扬善 都能得到天道功德的奖励 而且 穆红云的公益活动 一般都还会采用 电视直播的方式 受众会很大 若是做得好 一次性就能影响不少人 因此可以获得大量的功德 当年前多多 就通过做网络直播反诈骗 热心公益 扶威即困 做了很多好事 因此也积累到了不少功德 随后 少年模样的方尘昊 关闭了手机全息图像 处理好了现场 快速离开了这处街道 华夏国 海龙城 尖刀大厦 在这大厦顶部的豪华包间之中 三个身着古怪长袍 头戴诡异高帽的修饰 正面露凝重之色 他们身份 显然是古卧的阴阳师 山本君 这几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士神接连被击杀 而且一点消息 都没有传回来 帽子最高的那个 阴阳师面露不越说道 石原大人 我们还在调查 还没有结果 应该会很快就出来了 这个叫山本的 显得非常紧张 立即站起来 一阵如同驱虫如动一般的 不断鞠躬 华夏的大门派 还是不容小觑 一个叫龟田的阴阳师 眼神阴晴不定地说道 或许是蜀山 或者昆仑暗中出手了吧 不可能的 自从几百年前 蜀山派经过了一次整顿之后 这些蜀山派的人 都一直封山不出 很少在干涉俗世 虽然昆仑派 也派了很多人在俗世 但是我们的这次行事非常小心 绝对没有被发现 十元摇头说道 十元大人能这么肯定 龟田有些疑惑地问道 哼 我们在蜀山和昆仑的外门 都埋了探子 无论是蜀山 昆仑 还是平安司 天龙卫的人出手 我们应该会提前知道 十元一脸得意地说道 这次根据一些 世神毁灭前传送回来的信息看 似乎是一个少年散修出手的 十元眼中露出一丝杀意 缓缓说道 不过这样独狼一样的高手 最是让他们头疼 即便他们已经用了极多的方法 却依旧无法追查 这让他们心中越来越郁闷 就在此时 这个头戴高帽子 被称为十元大人的阴阳师 忽然面色一变 他的衣袖中又闪出一团火焰 只见他快速从衣袖中 拿出一张描绘着一个人面之珠的白色符露 此时白色符露已经开始燃烧 很快就化为烟雾 在空中形成了一些若有若无的虚拟 似乎是一个少年 以一箭长灵 直接放出了恐怖的火焰 让世神洛心腹化为灰烬的 整个过程在烟雾之中重现 随后就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又是哪个少年 竟然瞬间就诛杀了我的一个稀有世神 这叫十元的阴阳师面露凶狠之色 不行 必须让神功派出更多高手来 否则若是被他这样不停地杀下去 我们的计划怎么实行 十元面色变得铁青 而一旁的龟田君和山本君 则是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十元大人 您能追踪到这个少年吗 龟田君小心翼翼地问道 暂时还不能 不过只要我见到这个少年 或者他出现在我附近 我就能找出他 无论他如何改变形象 都能找出来 十元自信地说道 他的世神秘法 有一种附带的隐秘诅咒之术 只要诛杀了他的世神 就会被这种诡异的诅咒之力 暗中附着 让他能在短距离感应出来 十元大人的秘书真是厉害 恐怕就连袁家 平家 安家 都无法与您相比 龟田和山本一阵吹嘘 让十元有些反感 山本君 我们的计划要加快一点 根据高天元传来的诛神旨意 似乎高天元受到了什么攻击 十元面露优色说道 顿了顿十元继续说道 正是因为这个灾变 诛神决定降临我们本岛 到时候诸多诛神降临 在诛神的帮助下 我们就能将华夏所有的修士一网打尽 可是根据上古典籍 诛神若是来了这里 似乎会受到什么古怪的封印 龟田面露疑惑地问道 难道诛神找到了破解封印的办法 虽然我们的诛神无所不能 但是这里的封印实在是太恶毒了 诛神一时间还没有那么快破解 山本有些尴尬地回答道 你也不用太担心 诛神不是传授了我们 祭练士神和傀儡的方法吗 山本继续说道 运用士神就能很轻易地 绕开这里的封印 一样还是能发挥极为强大的力量 这次不一样 这次需要我们真正地接引 诛神降临 十元摇了摇头说道 比如我们可以找很多资质 比较高的华夏本土人 让他们作为容器 接纳诛神 十元眼中极为阴冷地说道 把他们的肉身作为容器 可以消除一些封印影响 至于他们的血 我更也有大用 我们可以运用魂迹与血迹的办法 十元接着继续认真道 因此 在此在诛神降临之前 我们必须拿到足够多的 纯洁灵魂和华夏人的鲜血 用这些东西 应该就能克制封印 华夏人据说是一个 叫女娲的上古大神 所创造的天赋种族 他们天生就有着灵根 好在这里灵力 已经被大宗门把持 让很多有灵根的人 无法修炼 不然 我们绝对不敢染指 人人都是修士的华夏国 十元露出贪婪之色 按照诛神指引 如果我们要尽快抓到 一百个灵根极为优秀的凡人 作为容器 至于他们的血 应该就可以铺出一条 通往高天原的神路 到时候 我就能迎接诛神降临 十元此时 眼神中尽是狂热之色 对了 接下来的日子还要顶住压力 向海洋之中大量投放 被诛神淬炼过的圣水 只要过几年时间 圣水的威力 就会覆盖所有的海洋 这颗星球 就会被我们的诛神奴役 说到这里 十元眼中尽是疯狂之色 是 我们一定尽快推进计划 迎接诛神降临 山本和龟田二人 立即站起来鞠躬道 十元显得非常满意 他从怀中 取出了好几张白色的符路 这些是神 你们先拿去 尽快找到一百个灵根 最佳的少年少女 十元说道 二人 接过白色符路 兴高采烈地离开了这个房间 等二人已经走远之后 十元忽然恭敬地向虚空问道 主人 你看出那少年 究竟是什么来路了吗 这时候 虚空之中 显现出了一个 只有炼气器的虚影 这个黑色虚影 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所掌握的隐秘秘术 简直非同小可 这少年似乎不一般 他的那长灵 似乎品质极高 骆星赋已经算是 实力高强的士神 在他手上 也没能坚持片刻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他应该只有助机器 这样的天才少年 用来做极品 那是再好不过 黑色虚影 显得非常兴奋 主人 骆星赋本来就是 我故意布置的诱饵 我已经在其身边 隐藏了不知火 世慕童子 荒川等强大的士神埋伏 只要那少年 不会空间挪一支术 他应该逃不过我的收信 石元孝道 希望如此 只要你好好完成了任务 打通高天元的血路 诸神一定赐予你 让你成为超越原家 平家 安家的绝对权贵 黑色虚影许诺道 一艘巨型飞艇 从姑苏起飞 这飞艇有反重力装置驱动 如同一艘会飞行的 大型飞行游船 极为豪华 这是从姑苏 飞往天府城的 飞艇旅游专线 飞艇很大 分为了好几层 除了客房之外 还有着丰富的娱乐设施 餐厅 酒吧 影院 游泳池在这艘飞艇上 应有尽有 因此深受游客欢迎 在飞艇的餐厅 通过巨大的落地闲窗 游客可以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观赏风景 餐厅中央 还有乐队在演奏优美的音乐 也有华丽的舞者 在餐厅中央的舞台上 翩翩起舞 此时 一个身着学生装的少年 背着书包 坐在闲窗边 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欣赏外面的风景 这位少年正是方陈浩 这些日子 他趁着假期出行 一边四处降妖伏魔 一边欣赏风景 过得很是惬意 一路行来 他一共诛杀了二十多个世神 让他的修为不断提升 忽然间 他的面色微微一变 看来那些世神 应该有一些秘法 能够定位我的位置 只是一瞬间 方陈浩面色恢复了正常 这样也好 就不用我到处去找他们算账了 可以坐等功德上门 方陈浩一挥手 服务人员立即走了过来 为他送来了菜单 他随手点了几样 这里的招牌菜品 然而 等这些菜品送上来之后 方陈浩却大失所望 都是些人造肉 和机械化培植的蔬菜 方陈浩摇了摇头 呢喃道 显然这些食物 让他感到索然无味 虽然地球这些年的发展比较好 但是这里的人 却丧失了很多了去 这些人工制造的食物 和嚼辣有什么区别 随后 方陈浩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的房间 位于仅次于超华豪华顶层 是他专门挑选的 一处电竞主题的豪华包间 虽然只有十来平方 但是应有尽有 还配备了较为高档的浴缸 通过闲窗 还可以看到 飞艇正在天空之中缓缓飞行 夜晚还能直接欣赏窗外的星空 虽然这样的飞艇 远远比不上法宝飞得快 但是能悠闲地欣赏风景 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方陈浩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可惜这样的旅程 实在是太贵了 方陈浩来到房间内的高级光脑面前 戴上了头盔 开始沉浸在游戏中 这次要不是方陈浩脸皮后 从他那便宜舅舅身上 敲到不少钱 以他一边旅行 一边打工的情况来看 根本无法消费 这样高档的出行方式 他虽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但是他留下的原神印记 还在暗中探查外界的情况 很快就获得了不少信息 看来这次来对付我的士神有不少 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动手 毕竟飞艇上还有众多的凡人 若是在这里打起来 恐怕就会有很多无辜的人 被牵连进来 丢掉性命 因为方陈浩表现得很淡定 以至于那些士神 反而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被发现 越发觉得 这次偷袭 将会是一个绝好的动手机会 入夜 浮空飞艇在虚空中 减慢速度 缓缓飞行 这样的速度 让飞艇上的人觉得平稳舒适 不少人都进入了梦乡 忽然 整个夜空中飘来了许多黑影 足足有上百 他们就在飞艇四周盘旋 似乎在等待什么命令一般 他们应该是想来个林外合 杀我个措手不及 正在飞艇上豪华包奸 玩着游戏的方陈浩 慢慢地拿下了头盔 既然如此 我也应该给他们一个惊喜 只见方陈浩拿出了一张符路 他将这符路往空中一抛 随即就化成了他的样子 然后拿起了头盔 呆滞地坐在了光脑前面 继续开始玩游戏 而方陈浩的身体 则瞬间消失在了房间之内 要知道 虽然方陈浩如今表现出来的修为 只有助击巅峰 但他可是实打实的化神七修士 而且 他从小就得到过许多传承 他父亲方杨 母亲穆青 姑姑方月 舅舅穆红云 都是修真界的大人物 他小时候就和钱多多 哈士奇这些大妖老魔一起鬼混 本是自然非同小可 虽然方陈浩来到地球之后 修为被封印 但是这几年 他不断地获取功德 已经解开了不少封印 因此 他此时已经能够使用 部分随身携带的储物法宝 虽然这些东西 在盘须海影 和炎木仙国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地球上 却都是西式珍宝 此时 在飞艇最上层的一处超豪华包厢 有三个长相稀奇古怪 穿着奇装衣服的三个侍神 正在这里秘密集会 其中一个是妖艳女子 名为不知火 还有一个是眼睛赤红 面目争鸣的侍神 此人被称为赤木童子 让人瞠目结舌的 是他的一只手 竟然完全魔化 散发浓烈黑色魔气 而在他对面的 是一个身着古窝族 传统服饰的蓝衣侍神 此人名为荒川 据说是古窝境内 一条河流的邪神 根据诅咒所散发出的气息 我们要找的那小子 就在不远处 不知火露出妖艺的笑容说道 那还等什么 让我们去将他撕成碎片吧 童子兴奋地说道 不得胡来 荒川面色阴沉说道 这小子实力非常不简单 否则也不会击杀我们这么多人 现在可是个好机会 赤木童子有些不满地说道 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又不要又不知道 要用多久才能找到他 你就是太过于激动了赤木 不知火一脸冷笑地说道 我们在上飞艇 之前已经传递了消息 主人已经有所安排 大批的援军就在附近 等到午夜的时候 动手也不错 到时候阴气最盛 我们的力量也最强 荒川认真地说道 好吧 我先回我的房间去等着 赤木一脸不屑地说道 我可不相信你会老是在房间待着 不知火露出笑容说道 听说你最喜欢挖美女的眼珠子 这次自从上飞艇的时候 你就一路跟踪了几个 估计他们已经被你抓到房间里了 哼 明知故问 赤木一脸不屑地说道 随即他就化为一道鬼虎 快速离开了这个包厢 当这个赤木是神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 这才发现 他房间里面 原本被捆着的三个女孩 已经不翼而飞 正当他愤怒之时 一道红色的长灵从天而降 快速将他包成了粽子 他本来想拥有法力挣脱 然而却越是挣扎越是收紧 让他根本无法逃脱 要知道 这红色长灵乃是张灵与河东联手 以广城堡路中对上古先弃 魂天灵的记载 苦心故意几年 用了不少天才地宝 才炼制而成的 因此 此物名为小魂天灵 即便放在修真界 那也是一件绝世奇宝 只是眨眼睛 小魂天灵 就让赤木童子 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方承号嘴角微微一弯 一拍小魂天灵 瞬间就将赤木童子 变化成了刺绣一样的图案 镌刻在了小魂天灵上 用这东西 来困住这些妖魔鬼怪 倒也让我省去了不少麻烦 方承号笑道 此时 方承号并没有直接将那赤木童子杀灭 毕竟若是这样做了 难免会打草惊蛇 引起其余弑神的警觉 而且他也一直在避免 扶空飞艇上的凡人受到伤害 因此打算 将这些弑神各个击破 随后 方承号打开了房间的柜子 三个女孩正在里面瑟瑟发抖 没事了 那个家伙已经被我收拾了 我带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方承号说道 谢谢你 谢谢你 三个女孩此时依旧在瑟瑟发抖 他们的眼睛都非常漂亮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被赤木童子所看上 方承号随后丢出了一张福禄 一股威风吹拂 三个女孩就感觉到身心安定了不少 没有刚才那种惊恐的表现 这是一道清新定神福 等到三个女孩状态恢复了 方承号随后就运用小魂天灵 将他们包裹起来 然后悄悄运用盾数离开了房间 并很快将他们各自 放回了自己所在房间 方承号还给了他们各自一张福禄 只要有这张 福禄就能隐秘身上的气息 不会被其他的妖魔鬼怪发现 做好这些之后 三道功德之力 悄然落到了方承号身上 因为只是救了普通的凡人 因此 他只是收获了少量的功德之力 不过这些功德之力的加持 也让他的封印得到了进一步松减 估计今日过后 收射外面所有的妖魔鬼怪 我应该能突破一些封印 恢复到金丹七 想到这些方承号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修为极高 但是很多功法秘书 必须要到金丹七 以后才能施展 因此这些日子 他常常有巧妇难为五米之炊的丹嘎 至于不知火 还有黄川两个侍神 就一直在飞艇最高处的 超豪华套房没有离开 似乎一直在商量一些 对付方承号的细节 也不知道那赤木什么时候 才能搞完他的事情 黄川此时已经隐隐有些不安 毕竟大战之前 赤木还为了自己的享受 去循环作乐 这让他心中很是不满 他这家伙 平时做事就磨磨蹭蹭的 让人心烦 不知火也抱怨道 看看时间 我们也应该动手 黄川之主说道 就在此时 门外有人敲门 是谁 不知火问道 尊贵的旅客 您好 这是特为贵宾 准备的鲜花美酒 是3077房间的贵宾定制的 一个年轻的客服人员 拿着一篮装满鲜花与美酒的精致果篮 来到了门外 3077号房间 看来是赤木那家伙 觉得不好意思 给我送来的宵夜 黄川道 哼 赤木那家伙 应该会还要折磨一下那些女孩 让我们稍安勿躁 不知火冷笑道 算了 让他进来吧 先喝一点血 算是我们的宵夜吧 黄川道 随后 不知火手一挥动 包厢的门自动打开 一阵妖风 就将那客服人员卷入了房间 瞬间 鲜花和美酒洒落一地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那年轻的客服人员 显然处于慌乱之中 哈哈 与美酒相比 我更喜欢享用你的血 不知火面露争鸣的笑容 他瞬间 就咬住了客服人员的颈动脉 然而却没有他想象的血脉膨胀 而是一股磅礴的灵力波动 哼 对一声 客服人员发生了一个小型爆炸 不知火的下巴被炸得粉碎 刚刚还极为漂亮的脸蛋 此时已经没有了下巴 浑身鲜血淋漓 犹如丧尸一般恐怖 与此同时 那客服人员身体迅速干扁 同时放出一阵呛人的毒烟 竟然是傀儡 黄川和不知火 受到毒烟的影响 立即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 黄川赶紧舞动手中的古怪折扇 瞬间一个诡异的水球 出现在他周围 将他保护在其中 至于不知火 他想化为火焰 逃离此处 就在此时 一条红色的长灵 直接从门外冲破大门 冲了进来 直接将它裹住 这小混天灵 就如一个巨大的红色舌头一样 瞬间将它缠绕 包裹在里面 随后 小混天灵上 传来了恐怖的镇压之力 只是片刻 他就化为了一道诡异的花纹 被封印在了小混天灵上面 那时神黄川 连续布置了几层防御 当混天灵向他轰来 通过这些防御 他争取了几夕时间 借此机会 他直接撞破弦窗 飞了出去 操控小混天灵的方程号 自然不肯放弃 小混天灵 就犹如一道赤色长红 直接伸出悬窗 向荒川追杀而去 此时外面正是深夜 就看见一个黑影 在天空中奔逃 他的身后 跟着长长的红灵 这一幕 宛如夜空中 出现了一幅诡异的 后线带印象派的画作一般 此时荒川大惊失色 他立即掏出几张白色 伏露捏碎 刹那间 天空中陡然出现了 密密麻麻的 世神黑影 这些黑影 如同风群一样 向方程号急速汇聚而来 一次性来了一百多个 太好了 见到眼前的恐怖场景 方程号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异常惊喜 搞不好 我今天能一口气 恢复到金丹中气 要知道 这些妖魔鬼怪越多 意味着他今天的收获就越多 想到这些 方程号的眼中 一阵热切 此时 似乎漫天的世神黑影 在夜色中 似乎就要结成一个 小魂天灵之中 小魂天灵 给我大 大 大 方程号大鹤几声 瞬间小魂天灵光芒大作 小魂天灵瞬间便大数十倍 化为了一条大河一样 开始在天空中澎湃翻滚 而且 小魂天灵竟然带着收射的作用 这些世神一靠近 就会被小魂天灵上面 发出的绚烂光芒困住 然后包裹 落到小魂天灵上面 化为符文图案 见到这个场面 黄川心头一惊 情报上不是说 这个少年的实力 最多只有助击期吗 看这个架势 恐怕普通金丹修士 都比不上马 黄川越想越害怕 他随即挥动手中折扇 瞬间四周 水属性法力汹涌澎湃 眨眼间 他身前出现了一个巨杀虚异 他立即踏上巨杀 瞬间巨杀破空而行 速度比一般的非洲 还要快上几分 与此同时 黄川不断晃动手中的折扇 一时间漫天的世神 在他操控下 开始掩护着他离开 哼 这小子实力太强了 不过他逃顿的速度 却越来越快 即便小混天灵威力强大 但是毕竟方承昊 如今修为被限制 一时间也被这些世神黑影所阻拦 眼看着荒川就要顿入黑暗 逃离出视线 方承昊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他一甩手腕上的那个手镯 这紫色手镯 瞬间就变成了三尺来长的大圈 此物叫天元宝镯 乃是天元王朝的至宝之一 威力不在普通仙气之下 这需要有着天元王朝血脉的修饰 才能使用 此物乃是方承昊的舅舅 受封天元皇太子之后 才得到的宝物 非常珍贵 此物与穆家老祖的星辰龙杖 和天元皇朝的传国玉玺一样 若是在天元王城 可以直接动用护国大阵 威力更是强大 此时 方承昊快速丢出了天元宝镯子 此物犹如闪电一样 快速向荒川砸去 荒川在慌忙之间 连续布置了树道护身静置 然而 在这宝镯的紫光面前 犹如土鸡娃狗一般 瞬间被砸开 当 对一生 荒川被打中脑门 瞬间就陷入了昏迷 方承昊随即用小混天灵一卷 将它封印在了小混天灵上面 而此时漫天的世神 不要命一般持续 向它冲击而来 不过方承昊此时 却没有了任何忌惮 今天不敢在飞艇上动手 是为了怕殃及无辜的凡人 此时在高空之上 自然再也没有了这些烦恼 方承昊本来就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主 当年在苍蓝星的时候 诸多骄龙作乱 它才几岁就敢带着哈士奇 和血连傀儡他们 一起去降妖伏魔 而如今 它早已是化神器的大修士 只是因为空间封印 让自己的修为 变得只有筑机巅峰 如此一来 它心中算是憋了一口闷气 此时总算是能发泄出来 只见它的小混天灵 越变越大 瞬间就遮天蔽玉 在漆黑的高空之中 犹如一个暗红色的沾纹板 不断地打捞着虚空中的黑色虚影 没过多久 它的小魂天灵上面 已经卷住了 不知道多少妖魔鬼怪 等收射这些妖魔鬼怪 我估计能获得一大笔的功德之力 方承昊心中甚是欢喜 此时 它们的浮空飞艇 已经距离天府城不远了 对了 这里已经靠近属山了 随即它眼神一动 显然有了算计 这次舅舅 已经把出现古卧国世神 这些妖魔鬼怪作乱的事情 汇报给了天龙卫和平安斯 然而这些部门 似乎根本没有收到消息一样 由此可见 它们内部已经混入了内鬼 干脆我这次就一口气捅破天算了 方承昊也是极其聪明的人 他估计着 古卧国的人 已经为了这次行动 暗中筹备了很多年 因此才能瞒过天龙卫 平安斯 若是 他按照相关规定 把这些妖魔鬼怪 上缴天龙卫 估计会被混入其中的内鬼所针对 有了这些打算 随即方承昊就拖着长长的小魂天灵 直接往距离天府城 只有几百里之外的鼠山 峨眉飞去 方承昊只是用了半个多时辰 就来到了鼠山峨眉上空 听前多多叔叔说 我爹之前将鼠山给端了 但是却留下了鼠山的根脉 成为了炎木仙国鼠山分舵 通过整顿 让当时已经烂到根里的鼠山派 焕然一新 方承昊心中回想道 当年我爹也不是为了断掉鼠山转城 他让自己的弟子 还有何家监督鼠山 当鼠山真的恢复成一个 名正年顺的正道门派的时候 就让鼠山派恢复传承 他们一改往日嚣张跋扈的作风 回归正道 经过了数百年的积累 鼠山派如今早已恢复了立派的初心 成为了中原修真界 名正言顺的泰山北斗 只是经过了之前的整治 让鼠山派的传承者 变得不再关心世俗 更成为了纯粹的修真门派 特别是他们收徒 也变得更加谨慎 让一些萧小之徒 无法进入宗门 从而借用宗门之势 谋取一己之私 方承昊围绕鼠山飞了一圈 见到整个鼠山气象万千 甚至萦绕着浩然正气 这让他心中放心了不少 虽然天地灵气几乎断绝 但是在鼠山派 却保留了上古灵脉 并以阵法禁锢住了灵气 估计地球的其他古老门派 都是这样做的吧 方承昊心中暗暴 而在鼠山的峨眉后山 他还发现了一处大阵 这大阵极为巧妙 若非他传承惊人 恐怕一时间也无法发现端倪 这就是鼠山派的两仪微臣阵马 方承昊随即小心翼翼地 就飞到了这两仪微臣阵的上空 随后 他展开小混天灵猛然一抖 瞬间诸多妖魔鬼怪弑神 就如同下饺子一样 往那大阵之中快速落去 这些弑神因为身上法力 还被小混天灵的力量所压制 因此 他们在空中完全就成了自由落地 他们纷纷往那两仪微臣大阵之中 狠狠杂去 嗡 随着第一个弑神魔影坠落阵中 瞬间两仪微臣阵 瞬间就被激活 开始自动运转起来 刹那间阴阳二气开始运转不息 方承昊远远观望大阵运行新生感悟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传说中的两仪微臣大阵 以混元仪器太清神符 做主镇灵宝 镇眼中混元仪器太清神符 不断变化出生死幻灭明慧六香 放出六香混元仪器 使得两仪微臣大阵 有了六香变化的玄机 玄妙非凡 因为蜀山派乃是以剑修立足的大派 因此大阵之中 还隐藏着许多剑气杀招 这些弑神魔影 刚刚落入大阵之中 就被冲天的剑一脚碎 此时 赤木童子 不知火 还有荒川等人 刚刚苏醒过来 就面临着恐怖的剑气 他们虽然也算是实力高强之辈 但是在 两仪微臣阵之中 就如同几只小蚂蚁一般 只是坚持了几个呼吸 就被撕扯成了碎片 不 主人救命 他们临死的时候 还想发出诅咒 却发现 整个大阵之中 带着极强的封印之力 他们的所有意识和力量 都如同落入了黑洞之中 根本无法从大阵之中逃出 据说 此阵有生死惠名幻灭六门 皆引先天阴阳二气 演化五行之力 一步行叉踏错 便当化为氢气 行神俱灭 虽然只是远远观察阵法变换 方承昊心中也是暗暗心惊 他可是知道自己的父亲方阳 曾经亲自闯阵 因此 对于父亲又多了几分佩服 随着大阵运转 这些古卧国的阴阳师 辛辛苦苦培养的士神 很快就被大阵搅碎 随后 一股股功德之力 从天而降 进入方承昊的身体 这些功德之力 化为一股股乱流 快速进入他体内的封印 很快 他的封印上出现了一些细小的裂缝 从裂缝之中 流出了越来越多的真元力 滋养他的肉身 很快 他身上气息 开始猛然暴涨了几倍 哈哈 终于恢复到了金丹七了 方承昊心中欢喜 随即他操控小魂天灵 化为一道流光追逐 远去的浮空飞艇 很快消失在了天空之中 然而 此时在两夷微城镇 守护的蜀山派内部洞天之中 此时却是警钟长鸣 嫡媳 嫡媳 众多蜀山派的高手 纷纷从闭关的洞府之中冲了出来 快速飞到蜀山派 宁闭崖前面的广场聚集 要知道 蜀山派每次被攻击到两夷微城镇 都意味着局势出现了极大变故 此时 蜀山掌门名为易兴玄 他乃是当年蜀山掌门 易长针的足中后辈 当年易长针带领蜀山派投靠方扬之后 方扬并没有为难他们 而是以怀柔政策 感怀蜀山众人 方扬还给了不少灵丹妙药 后来易长针顺利进阶化神 而后通过蜀山洞天的秘境 运用蜀山秘法 飞升灵界 当初蜀山派被方扬彻底打服了 并且对宗门进行了整顿 宗门风气早已大不一样 如今蜀山的修士 一个个淡薄名利 并以匡扶正义为己任 本来蜀山比昆仑底蕴浅薄 但是因为是剑修 实力提升很快 这让蜀山派众人 有了短时间超越昆仑的野望 以至于为了这个目标 开始不择手段 从而走上了邪路 如今 蜀山不再执着名利 反而找回了匡扶正义 一件明智的初心 已经恢复了往日 德高望重大派的气象 此时 蜀山掌门一心悬面带 愤怒之色道 究竟是何人敢袭击我蜀山派 而在场的几位蜀山派长老 一个个面露尴尬之色 显然他们都不太清楚 一心悬手一挥 两一微尘阵中的情况 以虚影的形式 被投放在虚空之中 众人正好见到了一个个是神魔影 被吸入了两一微尘阵之中 这些是神魔影 一个个身上散发出邪恶气息 因为两一微尘阵快速转动 他们根本无法逃脱 随后 阵法中散发出无数道剑气 瞬间这些魔头不断被绞碎 这样的场面 就如同一个巨大无比的绞肉机 这些魔头发出了尖锐 而绝望的叫声 见到这番惨烈的场面 蜀山派众多修士 一个个心头震动 是古窝国阴阳师的世神 一个长老 很快就看出了端倪 古窝的阴阳师 历来与中原不合 数次出手 曾经从高铁员出来 一个血连老魔非常厉害 据说最后 被昆仑派的克卿所消灭 没想到这古窝 还是亡我之心不死 一个蜀山长老 面色阴晴不定地说道 可是 为什么这么多世神所化的魔影 如同飞蛾扑火一样 来袭击我们蜀山派的 两夷微尘大阵呢 一个蜀山长老 很是疑惑 应该是对我们的一种 仇视和挑衅吧 一个长老分析道 此时一心悬面色阴沉地说道 无论如何 这些世神能直接杀到 我蜀山派的两夷微尘阵 而我们丝毫没有收到任何预警 这意味着 他们早已经渗透 进入了蜀山外门 此言一出 蜀山派的众多长老 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还好这次来的 只是一些飞蛾扑火的 低阶式神魔影 若是来的是 古窝的强大阴阳师 恐怕他们都打到了山门 自己这边都还不知道 掌管蜀山外门的 主侍弟子是谁 一心悬忽然问道 是见风李长天长老的大弟子 玉丰子师兄 一个执事弟子 立即上前说道 玉丰子何在 一心悬随即放出神念探查 这 玉丰子师兄 刚刚已经离开宗门 说是有长老命令 有急事 一个镇守山门的弟子 立即前来汇报道 哼 此子竟然离开 想必已经被那些魔头所收买 一心悬心头一震 直到事情非同小可 师兄 是我教徒无方 竟然交出了一个叛徒 原因期的长老李长天 立即出炼 他脸上净是惭愧之色 他鞠躬认错道 我立即去将此子抓回来问罪 说着 李长天就要来开宗 这时候 一心悬冷笑一声说道 立即封锁山门 任何人不得离开宗门 启动宗门领宝问心境 随着一玄心一声令下 以宁碧牙为中心 瞬间层层静置启动 蜀山派除了在外有两仪微城镇 这山内 洞天也有许多镇法 师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长天对于一玄心封锁宗门内部 显得非常不满 难道你不愿意 给我将功补过的机会吗 李长天质问道 哼 区区一个主侍弟子 能够蒙蔽整个宗门吗 一玄心冷笑道 蜀山乃是一个大宗门 虽然如今不怎么大肆干涉俗事 却也有极多信息来源渠道 而这些渠道 似乎对于古卧阴阳师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响应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众多蜀山长老 面色都露出惊恶之色 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李长天 让他面色越发不好看起来 就在此时 从宁碧崖之上的大殿之中 飞出了一个青铜古镜 这就是蜀山的知名宝物 问星镜 这东西是200年前蜀山的 前代掌门易长珍 在飞升临界之前 举全派之力炼制而成的宝物 因为当初蜀山派走错了方向 招收了很多心术不正 甚至野心勃勃的弟子 后来让宗门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因此 易长珍在飞升之前 感受蜀山前辈的创业艰难 和行建到匡扶正义的本心 为了让门下弟子 也做到恪守本心 匡扶正义 为此炼制了这面问星镜 有此物除了是一件防御灵宝 更大的作用就是 变正邪 石中间 如今门摸头上门 可能风云又将再起 这问星恐怕 谁都不能免俗了 随即他将问星镜 第一个照相了自己 刹那间 问星镜中金光四翼 问星镜的金光 落到了一玄星的身上 只见镜中出现了一团金色光芒 正气凛然 甚至还有七彩功德宝光 显然没有任何问题 随即他操控问星镜 又照相了其他几个蜀山长老 依旧是呈现出金光和正气 甚至还有几个长老身上 功德光芒比较强烈 而当问星镜的光芒 往李长天落下来的时候 此人大惊失色 立即开始飞速顿头 哼 一旋心冷喝一声 蜀山宁碧牙周围的阵法 出现了一阵波动 瞬间四周的空间静置 被陡然激活 想要破空而走得李长天 就被这里的阵法短时间困住 随后问星镜的金光落下来 只是金光一闪 瞬间问星镜之中 出现一团黑气 而黑气之中 又是否隐藏了 几种奇怪的气息 果然我蜀山派 已经被这些妖魔鬼怪 暗中入侵了 一旋心更是恼怒 他一抖衣袖 一道光芒从衣袖中闪耀而出 这乃是蜀山的一件 厉害宝物 名曰无形剑 这是一把透明的飞剑 用来斩杀敌人 无象无形 常常能出其不意 非常厉害 既然如此 我也不装了 李长天大笑一声 一样的自己 而且每一个李长天 都魔气纷飞 法力波动极为强悍 更让人气愤的是 这些分身 竟然开始向四周的 蜀山低接弟子动手 瞬间就有几个弟子 倒在血泊之中 虽然蜀山派 众多长老和弟子 已经有所准备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场面 也是有些措手不及 这是分身魔影之术 乃是窝国的秘法 一个名叫剑贤云的长老 一眼就认出了 李长天的秘法来源 与此同时 李长天的数个 倾传弟子身上 也魔气纷飞 爆发出阵阵邪气 就在此时 蜀山派的内部 阵法的几个节点 突然间出现了 几声猛烈的爆炸 不好 李长天的好几个弟子 都负责镇守宗门阵法 一个蜀山长老 见野鹤惊呼道 他乃是剑贤云的师弟 平日也 新剑道 不问世事 刹那间 蜀山派的数个阵法节点 开始不断摇晃 好家伙 竟然岂我蜀山如此 一玄星 此时已经怒不可遏 他大吼一声 手中的无形剑化为闪电 疯狂攻击 向了几个李长天的虚意 只是眨眼间 李长天的几个魔影 分身就被剑光绞碎 其他的蜀山长老见状 也立即开始行动 不断斩杀魔影 不过这魔影非常奇怪 即便被蜀山派的飞剑所斩断 他却能够以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很是厉害 这些魔影 除非是受到无形剑 还有其他灵宝级别飞剑的攻击 这才会将魔影完全击碎 无法复活 看来这些魔道中人 是仔细了解了我蜀山的功法 乃是针对我们所派出的魔头 剑贤云面色凝重道 师兄 我们二人联手 剑野鹤立即说道 随即二人联手 剑光相互融合 画出了一道剑云 里面云气飘散 剑光幻化了仙山 灵鹤 铺天盖地 往那些魔影笼罩而去 瞬间 好几个魔影灰飞烟面 然而 剑余的魔影 还在疯狂挣扎 不断分出新的魔影 感觉越杀越多一般 一玄星此时 面色铁青 他随即拿出一块绿色的玉龟 他将法力疯狂注入到玉龟之中 瞬间以宁碧亚为中心 荡漾起了一层层玄妙的灵力波动 这个灵力快速散播开来 将整个蜀山派的内部 洞天完全覆盖 在这股玄妙的灵力波动之下 不少魔影瞬间就被震杀 而且 还有很多隐藏在低阶 弟子体内的魔修 被这道能量扫过 很快就现出了原形 这是蜀山长眉祖师 留下的浮魔神光 这本来是保护蜀山派 不受外敌入侵的 没想到此时 竟然用于对付自己的内鬼 众多蜀山长老 此时脸上都有些惭愧之色 毕竟蜀山派这样的大派 竟然被这些妖魔鬼怪 混入了这么久 若非今日两一微尘阵受到攻击 他们恐怕还不会知道 蜀山已经被渗透成了筛子 好在现在情况为时不晚 蜀山派有数十个原因修饰 但是真正被魔头入侵的 却只有李长天一个人 因此此事对于蜀山派来说 算是及时止损 很快 隐藏在李长天肉身中的那个魔头 就被浮魔神光所找出来 而后一悬新的无形剑 则立即将这魔头的退路封死 众多蜀山弟子剑壮 也纷纷使用剑阵来对付这魔头 刹那间剑光漫天 犹如天降剑雨 虽然这魔头法力极高 所修的秘法 也是针对蜀山派的剑术 一时间剪的洞天内是鸡飞狗跳 然而 此地毕竟是蜀山内部核心的宁碧牙 乃是蜀山宗门重地 静止无数 因此没有蹦跌多久 这魔头就被众多剑修的飞剑 斩得原神俱灭 竟然只是一个魔头的分魂 剑贤云面色一遍说道 这魔头应该是找到了一些机会 暗中对李长天长老下手 然后纠战雀巢 使用秘法里带桃江 一悬新面色阴沉 毕竟一个宗门长老被轻易夺射 对于蜀山派来说 那是奇耻大辱 虽然魔头已经被诛杀 但是一悬心还没有停手 不断催动手中的玉龟 不断激发浮魔神光 这些灵力波动 一次次洗涤了宗门内部 将一些隐藏起来的魔念 纷纷击碎 直到过了小半个时辰 整个蜀山 宗门内部的魔气 魔念已经被肃清一空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真是想不到 我蜀山派 竟然因为一个魔头 而大动干戈 不得不清理整个宗门 剑贤云叹息道 当我们在明面处 见到一只蟑螂的时候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恐怕已经是遍地蟑螂 剑野鹤面色极为凝重地说道 我蜀山派如今 封山不问俗事已经多年 想不到竟然也被 这些老魔头如此针对 看来我们蜀山 再不想要伏魔 就要被蹬鼻子上脸了 一悬心眉头紧锁 显然 他已经猜测到 在外界无论是平安司 还是天龙卫 甚至其他的中云修真门派 包括昆仑 可能也已经被这些魔头渗透了 也罢 也罢 既然这些妖魔鬼怪 如此嚣张跋扈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客气了 一个名叫剑破鞋的蜀山长老 立即说道 他修炼伏魔剑道 降妖伏魔对于他增长修为 稳固道心颇有好处 掌门 现在应该立即 传令通知蜀山的外门弟子 以及昆仑 青城 空桐等仙家宗门 让他们立即做好防备 剑贤云立即说道 贤云师兄 此言诧异 剑破鞋摇了摇头说道 掌门 如果我们仅仅是传信通知诸多门派 恐怕这些消息 很快就会被已经渗透在这些宗门的魔头半路截获 根本发挥不了作用 反而会打草惊蛇 此言一出 众人不由的心头一寒 他们都知道 此言非常有道理 毕竟蜀山派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 正当众人都流露出苦思冥想之色时 剑破鞋继续说道 掌门师兄 既然魔道想要暗中搅魂天道修真门派 那我们唯有把水搅得更魂 才能发挥威能 此话怎讲 一悬心问道 我们干脆直接发出蜀山灭魔令 号令所有蜀山俗家弟子 来一场声势浩大的破魔之战 恐怕只有这样才能让其他门派引起重视 特别是昆仑 自从几百年前蜀山派被方阳整顿过一次之后 蜀山派就放弃了虚名 不再与昆仑争争风 这也让昆仑这些年坐稳了天下第一大派的位置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推测 昆仑山中也应该有长老级别的人物被魔头入侵 因此才能将这些魔头存在的秘密隐藏到如今 昭告天下 颁发蜀山灭魔令 就说发现了异常情况 蜀山被入侵 让天下修真门派立即引起重视 一悬心道 众多蜀山门人此时面有一样 毕竟被人杀上宗门 这事情不仅夸张 更是丢人 我知道 这样的命令一出 必然会引起天下诸多门派对于蜀山的耻笑 但是以如今情势来看 蜀山受点耻笑又如何呢 难道不应该受点耻笑吗 一悬心愤然道 众多蜀山长老听到此言 脸上都露出了惭愧之色 毕竟被魔头欺负上宗门 可是这些实力不高的异神魔影 为什么会贸然攻击我们两一微城镇 这岂不是自己暴露 打草惊蛇吗 剑野鹤此时心中也很是疑惑 不是这些魔影主动来攻击的 我通过镇法的监察法证发现 应当是有人刻意为之 是在为我们示警 一悬心探道 随后 蜀山派发出了一道又一道的 修真界传信御符 这些御符有对公文书 也由蜀山修士 与私人好友发出的信函 这些传信符 在天空中交织出华美的纹路 与此同时 蜀山的不少低阶的修士 拿出了光毛手机 开始发出信息 而在蜀山内部 一处信息化洞府之中 负责此处的直视 也开始在相关修真者网站 发布信息公告 而在蜀山派几百年 都没有更新的首页中 也出现了关于这次 蜀山抚摩保卫战的详细视频 不过这些视频 被刻意做了剪辑和渲染 仿佛除魔的高清大片一般 很快 这些讯息和视频 开始被疯狂转发 蜀山显然在发出灭魔令的同时 也发出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战 恐怕方承昊自己也没有想到 他这次搅浑水之后 为天下道门提了醒 也让古卧国修士的密谋 快速地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天下情势 彻底被他搅浑了 然而 这时候方扬他们 还暂时在邵氏山休养 虚陀罗汉与虚扬真仙 化身为一僧一道 常常去少林寺 与这里修行的和尚喝茶论道 过得很适充实 与此同时 他们得到了方扬赠送的功德宝珠 正在缓缓炼化宝珠 破解体内封印 而方扬也在筹划着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炼化九幽天魔的本源之珠 虽然方扬这些日子 炼化了诸多真仙真魔的本源珠 战果丰硕 但是面对有着金仙本源之力 九幽天魔 他还是陷入了惆怒之中 毕竟一位金仙七的老魔 实力非同小可 稍意不慎 方扬就有可能被其反噬而陨落 甚至整个清元仙府都会不保 然而 方扬不去动这本源珠 若是地球封印 被这老魔破解 恐怕到时候 方扬他们更会措手不及 到时候 不仅方扬他们难逃一劫 恐怕整个地球的生灵 都会被这老魔吐露 如此一来 方扬陷入了骑虎南下 进退两难的境地 不过方扬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主动练化 这九幽天魔的本源珠 此时 方扬的本体 正端坐在清元仙山 九色仙坛的附近 如今 清元仙府内部 四处都覆盖着功德宝光 虽然大部分的功德宝光 被方扬收集起来 让其在天空之中 形成了功德祥云 但是整个仙府 也受到了功德之力的滋养 显得意义生辉 那功德祥云 更是如同一座 悬在天空中的 巨大七彩高塔 非常玄妙 方扬此时 一边在修炼 一边在吸取天空之中的 功德宝光 与此同时 方扬的头顶 还悬着一大堆宝物 地号天书 窃天屠鹿 混元仙顶 悬元控水旗 乾坤精印 这些都是方扬近些年 获得的旗遇 这些东西 沐浴在浓厚的仙气 以及功德宝光之中 显得更加意义生辉 这些仙灵之宝 其实都有损坏 还好地号天书之中 记载了运用功德炼宝的秘法 可以用功德之力 能快速地恢复这些宝物 好在方扬这次 收拾了众多真仙 和真魔的分身 获得了海量的功德 否则还没有能力支撑 如此大的修复工程 更重要的是 方扬从地号天书中 获得的一些隐秘传承 其中就有运用这些功德之力 在体内又凝练出了一句 完全由七彩功德宝光 所组成的身体 功德精神术 方扬心中一阵欢喜 从地号天书中 他学来的炼制功德精神的秘法 还知道了此法的种种玄妙 相传这功德精神 乃是天道功德所凝聚而成的 一种身外化身极为玄妙 不但战力强大 而且还极能克制邪魔外道 而且若是功德精神受到伤害 敌人也会承担极大的因果 甚至会被天道所抛弃 如此一来 这就相当于是拥有了 天道加持的一件护身神器 可惜 以我如今的修为 宁炼出来的功德精神 最多能发挥十分之一二的效用 只能成为功德法香 算不得功德精神 方扬叹息道 但是即便如此 他的实力也是得到了突飞猛进 若是在对战之中 他施展出功德法香 他的修为会能瞬间再提升好几倍 当然这是需要不断 消耗大量法力的同时 也会消耗极多的功德之力 好在方扬这次储存了不少功德宝珠 因此 能够有足够的功德之力 以功消耗 以方扬现在的实力 即便只是大成巅峰 但是若是动用功德法香 则完全可以和一些仙界的普通仙人相比 有了这初步炼制的功德法香 我想 由此一仗后 在炼花那头九幽天魔的本元珠 应该会顺利不少 方扬之所以敢选择与这九幽老魔硬刚 这功德精神秘法 算是他的底牌之一 虽然方扬做了极多的准备 但是面对一头堪比金仙的老魔分身 他也丝毫没有太多的底气 对了 还有一件东西 方扬心念一动 他的元神 随即往青原仙山内部搜寻而去 在青原仙府内部 方扬还用仙府的法则之力 封印了一件宝物 随着他的神念探入 这件宝物随即也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此物正是一条青色的项链 上面灵光异矣散发出无穷无尽的生机 万古长青链 此物正是当年 黑水仙君赐给他女儿 赤眼骄膜保命护身至宝 此物并非黑水仙君所有 乃是他镇守的万古长青界所诞生至宝 当初月天涯前辈就对他说过 此物事关重大 让他一定要保护好这件宝物 因此 方扬为了避免走漏风声 因此不敢轻易动用此物 而是将其压制在青云仙府之中 这东西应该是被黑水仙君所私藏的 估计连他的顶头上司庙坛先帝 恐怕都不知道此物 方扬感受着这宝物的磅礴生机 深受震撼 这件宝物的威力方扬 可是见识过的 即便赤眼骄膜已经被击杀 但是因为有此物 依旧能快速复活 逆天而行 若非当时月天涯前辈出手 恐怕方扬他们 根本无法在黑水仙君手下活命 就在万古长青链的附近 法则之力 还封印着这一个光球 这光球犹如一颗小太阳 里面散发出纯白干净的光芒 这就是黑水仙君的金仙本源之珠 当年黑水仙君一大欺小 嚣张跋扈 逼得月天涯前辈不得不出手 最终 月天涯前辈一个巴掌 就将黑水仙君的分身 打成了金仙本源珠 而且将其中蕴含的元神之力 完全抹去 使其成为了纯洁的能量光球 这金仙本源光球蕴含的力量极为庞大 若非有仙斧的规则之力镇压 恐怕里面的能量已经一散而出了 月天涯前辈曾经说过 要等我们飞升仙界 才能汲取其中的金仙本源用来修炼 若是今日无法对抗那老魔 恐怕我不得不需要借用这金仙原力 来对付九幽天魔 想到这些方阳 随即开始运用清源仙斧的规则之力 建立一个空间能量输送通道 他已经盘算好了 若是这次真的无法对付那只老魔 就直接用黑水仙君留下的金仙本源之力 来直接对抗这个老魔头硬刚 随后几日 方阳和钱多多 以及众多草木精灵 都将状态调整到最佳阶段 与此同时 那二十多颗真仙 真魔的本源之珠 已经被方阳完全炼化 去除了其中的元神印记 此时 这些本源之珠 如同星辰一般 悬浮在清源仙斧的苍穹之上 方阳它们 则随时可以调动里面的真仙本源之力 与此同时 整个清源仙斧之中的规则之力 已被方阳调动起来 布置出一个层层叠叠的大阵 可以说 方阳这次为了对付那九幽天魔 已经集合了清源仙斧的所有资源 当然五星童子 也想测算了一番凶疾 但是毕竟 这次是测算一位金仙级别的老魔的凶疾 即便他测算天赋了得 但一时间 也得不出不了太多的信息 只能算出 此事非常凶险 做好了万全准备之后 方阳就开始了这次的伏魔之举 随后 方阳将法力快速注入到混源仙顶之中 刹那间仙顶之中光芒大盛 而在仙顶内部 种种灵力不断汹涌 里面封印着一颗头颅大小的黑色宝珠 这正是九幽天魔的本源之珠 万事俱备之后 方阳则开始一葫芦画瓢运用式仙虫 缓慢地消解九幽天魔的本源珠外层的紫色封印 然而就在本源珠封印减弱 还没有破碎的时候 瞬间方阳面色一变 他发现 那时仙虫已经完全不受他控制 开始迅速逃离混源仙顶 不好 这是天魔的控魂秘术 方阳心头大惊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老魔头如此厉害 隔着封印 就能够反向操控是仙虫的原神 若是这时仙虫到处乱飞 魔头的魔念还会不断分化 继而在仙府世界中留下天魔印记 若是方阳一个不小心 就会着了他的道 方阳心中大怒 不过他依旧保持了镇定 随后他面色一沉 激活了隐藏在 是仙虫胃囊之中的封印 瞬间 毒液在是仙虫体内快速蔓延 要知道这些毒液 可是用玄冥头皮屑所炼制的剧毒 其威力绝对非常可怕 方阳早就担心是仙虫出事 因此 每一只是仙虫体内 都被他下了类似的自毁禁止 估计那老魔也没有想到 方阳竟然有这么狠的后手 只是瞬间 恐怖的毒液澎湃而出 不到一息时间 这只是仙虫化为灰烬 还溢散出一阵可怕的毒烟 那一道附在是仙虫身 等魔头神念 也在这恐怖的毒液之下 烟消云散 方老板 还好你有所准备 没想到这老魔如此离开 甚至还没有打破封印 就能用魔念控制是仙虫 钱多多惊恶道 毕竟这老魔有着精先欺修为 即便是分身 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方阳警惕地说道 然而就在方阳稍微放松之时 忽然本源蜘蛛内部 陡然间涌出一道黑色魔光 咔嚓 一声 这道黑色的魔光 直接将那外层的封印 击碎了一个小孔 一个黑色魔影 卷着恐怖魔器 瞬间就将本源蜘蛛包裹了起来 刹那间魔器滔天 磅礴的魔头微压 让整个青园仙腑之中 一阵山摇地动 哈哈 想不到吧 这些日子 我已经积累了不少 破解这封印的秘法 即便你今日不用是仙虫 过不了 多久我也能逃出来 陡然之间 黑气之中 传来一阵嚣张的咆哮之声 此时 钱多多与众多草木之灵面露 震惊之色 因为看上去 这老魔似乎已经完全恢复 这样一来 他们必然会处于下风 形势危急 不过方阳面色如常 显然早就有此准备 他挥动手中的玄源控水旗 顿时玄冥这些日子炼制的毒液 快速将这头魔头所在的空间封印住 形成了以毒液的气泡 将它封印制住 而且 整个封印开始快速减小 陡然之间 魔器之中又射出一道魔光 快速就将这道毒液封印 瞬间又将毒液封印再次凝结 并且越来越多的毒液开始汇聚 不 得一声 那团黑色魔器 一坨强大的金仙本源之力 直接冲破了毒液的封印 即便这道黑气速度非常之快 而且威力强大 但是被毒液侵染之后 气息陡然降低了一两成 显然 即便以金仙本源之力 硬汉这个玄冥的毒液 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好强的毒液 竟然已经融会了毒道规则 若是将来继续成长下来 恐怕就在这整个仙界和真魔界 都将会是新一代的毒王 九幽天魔感受着这毒液的威力 也是心惊肉跳 不过他此时快速冲破毒液防御之后 已经冲破了方阳的第一层防御 然而 这个老魔头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从天空之中 陡然落下一道酝酿很久的犀利闪电 这闪电中带着天罚之威 让人汗毛树立 哗啦 一声惊雷想过 这道劫雷 直接披在了黑色魔器之上 瞬间让包裹九幽天魔本源的黑气 又减弱了至少两三成 怎么可能 在这个小空间世界里 他怎么可能操控劫雷 这里怎么会有世界的规则之力 九幽天魔此时心中 尽是震惊与疑惑 然而 九幽天魔还没有来得及 仔细推演其中的因果 天空中的雷劫之力 再次轰击而来 当我好欺负是吧 陡然之间 从那团黑色的魔器之中 猛然冲出了一道 威力强大的魔光 这道魔光威力极为恐怖 直接冲天起 直接杀入到劫云之中 嗡 嗡 随着一声声闷响 方阳释放出来的天道雷劫之力 竟然被这道魔光所击中 刹那间 在劫云之中 就发生了剧烈爆炸 与此同时 方阳瞬间就感觉到 自己头痛欲裂 显然是他操控 天道雷劫之力发动攻击 此时雷劫为魔光所迫 因此 他也受到了巨大的反噬之力 当然 频频施展着恐怖的魔光之术后 九幽天魔的本源之力 瞬间又减弱了几分 这件洞天法宝 实在太过玄妙 看来是一件品阶极高的鲜物 若是 我能将这小家伙击败 同时将此处动天魔化 恐怕将来 我成为新一代魔帝 也是止于可待 九幽天魔的魔念 快速扫过清源仙府 心中越发震惊起来 与此同时 他想到自己 若是能成功拿下方阳 所能获得的收获 心中不由得无比欢喜 此时 见到老魔轻易就破去了 自己的结余秘术 方阳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而是选择继续沉着应对 只见方阳心念一动 手一挥 天空中功德之力迅速凝结 只是电光火石之间 高空中就出现了 成千上万把 蕴含功德之力的 剑光虚影 这是在方阳 原本自创的 大混沌星辰剑上 注入了功德之力 所炼制成的 大混沌功德伏魔剑 只是几个呼吸 成千上万把 大混沌功德伏魔剑 开始快速凝结 这些剑光 似乎受到这里 规则之力的牵引 所有的剑光 也如同流星雨一般降落 随着方阳手一挥 漫天散发出 七色彩光的功德剑雨 从天而降 一时间光滑漫天 剑气挣腾 漫天剑光 如同陨星碎裂 从天空中快速俯冲 远远望去 颇有谁把太空敲粉碎 满天星斗落人间的 磅礴气势 要知道 如今方阳 掌控了清源仙辅 世界之中的规则 可以说 他在这里 就是世界意志 就是天道 因此 他只要稍价运作 就能调动这里的一切资源 只是眨眼间 这些蕴含功德之力的剑光 如同风群一样 疯狂向老魔所在的黑气 席卷而来 虽然九幽天魔实力高强 但是他在这里 与方阳作战的时候 就感觉到 这里的一草一木 空间法则 甚至是微风细雨 都在帮方阳 让他处处受到撤肘 真想不到 这小子 怎么能掌握到 这里的世界之力 这也太玄乎了 九幽天魔 此时心中又是嫉妒 又是愤怒 然而 更让他头疼的是 漫天的蕴含功德之力的剑雨 正如于打沙滩一般 向他冲来 他心意横 瞬间以本源柱为中心 疯狂催动自己的 金仙本源之力 刹那间 就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魔道黑气护照 随后他就听见 轰隆隆的声音 蕴含庞大功德之力的 金光剑雨 不断攻击到 这些防护照之上 瞬间就让 这里的魔器快速减退 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运用世界之力 配合功德之光 威力提升了许多 竟然能够快速地消磨 我本命魔光的守护之力 九游老魔 此时也开始越发慎重起来 他原本以为 只要自己能摆脱 那诡异的封印 就能轻松地解决 外界的低阶修饰 然而 他没有想到 方阳乃是修真界的一朵奇葩 在这仙浮世界 竟然能借用世界规则之力 与他斗得有来有回 若是我要有肉身 即便只是低阶的分身 也能够瞬间将这小子杀面 但是我如今只是原神之体 而且他又能操控着 这里的世界规则之力 实在是对我极为不利 九游老魔心中 开始有些着急了 然而 方阳似乎根本不给他反击的机会 不断操控世界规则之力 瞬间功德剑光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如同大雨倾盆一样 绵绵不绝 显然 方阳为了筹备这次 针对老魔的歼灭战 已经筹备了很久 此时 天空之中的功德庆云高塔 开始不断提供着 源源不绝的功德之力 而世界规则 就将这些功德之力 加持成了功德飞剑 这就如同高悬在天空之上的 一条自动功德飞剑流水线 随着方阳的操控 不断地袭击这头老魔 要知道 这头老魔虽然厉害 但毕竟他的力量 有穷尽的时候 反观方阳 他囤积了大量 天道赐予的功德金光 显然是有备而来 而且他操控的是 整个清源仙府的 世界规则威力 更是提升了不少 更不要说 穆灵儿和方阳的几个分身 正在联手 源源不断地 从仙界耗取仙灵之气 补充仙府 因此 方阳他们可以打持久战 而九幽老魔 打的是指出不尽的消耗战 绝对不行 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 我可能就会成为他的魔刀石 被他活活耗死 九幽天魔 越发警惕起来 拖下去对我极为不利 既然是生死之间 那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随即老魔立即发动秘术 借用金仙本源的魔刀之力 瞬间魔气快速暴涨 在蒸腾的魔气之中 立刻传出了强烈的魔道力量波动 只是片刻之后 一道魔影 分身从那魔气之中冲了出来 只见这魔影 分身高达四五丈 面目争鸣 漆黑的獠牙极为夸张 这个巨大的魔影 分身一出现 就将本源魔珠吞入体内保护起来 魔影法香 方阳从地号天书中 获取了不少上古修真界的信息 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魔影法香之术 这个魔影分身的修为 只有真仙气 不过即便如此 也让这头老魔 短时间有了临时肉身 而且胸威大增 当然 原本的老魔的精仙本源之力 瞬间就减弱了一半左右 显然老魔为了准备这个魔影法香 瞬间也消耗不少本源之力 方阳冷笑一声道 你都知道用身外法香我 难道不会吗 随即方阳衣袖一挥 从他体内也飞出一具法香 这法香也是有四五丈高 不过浑身散发出玄妙光芒 远远看去 身体如同七彩流离所造一般 功德精深 不对 只是粗制滥造的功德法香 九幽天魔的魔神法香先是一惊 不过随后就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这正是方阳运用大量的功德宝光之力 配合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 所炼制而成的功德精深 当然此时因为方阳炼制的还不算太久 因此 这具分身还算不得是功德精深 只能算是一件功德之力凝聚而成的法香 瞬间那魔头的虚影和方阳的功德法 像就在天空中各失手段 斗得难分难减 一时间魔气翻飞 仙气流散 功德之力与恐怖魔光在天空中相互交错 双方斗得难分难减 不过此时漫天的功德剑雨还在持续 这些功德剑雨落到魔神法香之上 对其带着极强的腐蚀作用 而落到了方阳的功德法香上 却能发挥加持作用 因此 双方只是斗了几个回合之后 就有了此消彼长的效果 真是卑鄙 竟然用这样的方法与我相斗 九幽天魔心中恼怒不已 这意味着 若是再僵持下去 局面对他就会越来越不利 就在此时 巨大的魔神法香眉心陡然裂开 一只诡异的树眼出现 方阳的功德法香见状知道不好 立即快速退走 虽然方阳速度已经很快了 但是那树眼中 还是快速射出了一道极为恐怖的魔光 呜 的一声低沉闷响过后 魔光瞬间击中了方阳的功德法香 他刚刚凝练不久的法香 竟然瞬间开始寸寸碎裂 哈哈 中了我的洞虚魔光 你就死吧 老魔疯狂吼道 法香被迫 方阳也受到反震 立即身受重伤 面色变得极为惨白 这魔头的魔眼威力真是恐怖 方阳面色阴晴不定起来 想来他最开始出其不意破坏封印之时 也是用的这魔眼之威 此时 方阳已然气息不畅 口中流出了一股股鲜血 方阳按道不好 与九幽天魔这样的高手对抗 稍有差池 就会万劫不复 随即他狂摧法力 配合功德剑光 发动猛烈攻击 趁此机会 他快速拿出了一个玉瓶 一口就吞服了里面的灵液 而后 一股澎湃的鲜力 在他体内运转 快速地 让他受伤的身体恢复生机 只是片刻 方阳所受到的内伤 竟然快速得到恢复 还好有所准备 否则这样的伤估剂 要养半年 方阳按道 咦 九幽天魔的法相见此一相 面色微微一变 此子竟然有太乙穷将 这老魔显然也是知道 太乙穷将是非常稀有的 补充元气和疗伤仙家灵药 当然 方阳服用的并非原将 而是经过稀释之后 再加入一些仙草炼制 而成的疗伤仙叶 此时九幽天魔的法相面色 有些阴晴不定起来 若是方阳还有大量的太乙穷将 那么 即便他能够短时间取胜 方阳也能够快速恢复 如此拖下去 他必然处于非常不利的状态 必须要速战速决 九幽天魔心头一横 只是刹那间 老魔的法相开始在手中 结出诡异的手印 而后他口中念出玄妙的秘咒 陡然间 在老魔法相附近的空间 开始轻微颤抖 只是几个呼吸 围绕在老魔法相身边的魔器 陡然暴涨数百倍 一道道魔器 开始滚滚翻飞 搅得仙斧世界一阵慌乱 更可怕的时候 魔器之中 如同伸出了万千条触手 当这些高达数千丈的触手 碰到地面的时候 因为清源仙斧地面上 已经凝联有一层功德宝光 这些功德宝光 立即开始反抗 与这些魔器相互缠斗起来 糟糕 这头老魔 恐怕想直接将自己的魔念 注入到仙山的地脉之中 借机涂抹魔化 整个清源仙斧 方阳作为这清源仙斧的 天道掌控者 很快就判断出了 这老魔的计划 心中也是陡然一惊 若是让这老魔头 真的将魔念注入到仙斧之中 那么要想去除 就千难万难 方阳立即调动 仙斧之中的功德之力 不断加强防护 哼 老魔见到方阳 想要继续抵挡 怒吼一声 魔器所幻化的触手 又不断变换 疯狂攻击着 功德之光的护照 我的天啊 这老魔实力太强了 钱多多惊恶道 如果不是方老板 财大气粗 运用功德之光 将整个清源仙斧 都覆盖过一次 恐怕老魔的魔念 就要残留入仙山世界之中了 见到魔头 不断变着花样发动攻击 方阳先是一阵手忙脚乱 不过心中很是清楚 如果被这老魔头 牵着鼻子走 恐怕自己的防线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佛门子珠 随我抚摸 方阳一声大喝 此时似乎方阳言出法随一般 几株在清源仙斧之中培养多年 年份已经超过千万年的佛门子珠 直接冲天起 这些佛门子珠 经过方阳多年培育 虽然因为仙斧世界规则不全 没有诞生灵智 但是却已经与仙斧世界的规则之力 相互融合 因此 这佛门子珠 才能够被方阳 用这里的天道之力所调动 这些佛门子珠 飞到高空之上 在天道之力的加持下 猛然碎裂 很快就衍生成了漫天的紫色 紫珠的竹叶化为了极为犀利的利剑 而竹枝则是如同漫天的强母一般 从天而降 刹那间 整片天空被染成了紫色 紫珠加持着功德宝光 开始对老魔头 法相及其散发出的恐怖魔器 发出了连绵不绝的轰击 很快 以老魔法相为中心 形成的魔器幻化的八爪鱼 就被斩得支离破碎 然而 方阳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一段对抗 丝毫不落下风 这惊仙气的老魔头 居然这么难缠 见到这一幕 方阳也不由得有些郁闷 可以说他今日为了对付这些老魔 已经将自己的底牌 用得差不多了 然而 即便他手段齐出 也只是能与老魔短时间 打成平手而已 最开始的时候 方阳还以为 通过使用拖延战术 应该就能让老魔头不断消耗 从而缓缓取胜 而现在看来 这老魔的实力 的确深不可测 远远超过方阳原本的想象 这时候 方阳再次拿出了悬缘控水旗 并不断挥动 刹那间 清缘仙抚世界中 出现了厚重的鸡羽云 随着方阳不断挥动 手中的悬缘控水旗 仙抚之中的仙灵之气 功德之光 还有从千万年年份的紫竹里 炸出来的紫金色竹笠叶 也开始相互交织 在鸡羽成云中快速融合 功德成语 紫竹浮魔 给我落 随着方阳运用手中的悬缘控水旗 往老魔所在的位置一指 刹那间 天空中出现狂风暴雨 而这些雨滴 并非普通的水滴 而是融入了各种浮魔力量 不仅呈现七彩宝 之色 又闪耀着紫金之光 显得极为圣洁 伴随着方阳的操控 天道中又形成的天道符文 也如同天花乱坠一般 与这功德之语相互融合 刹那间金光漫天 锐气万千 层层叠叠的浮魔之语 从天空之中落下 瞬间 充斥在仙府世界的魔器 骤然减弱 而老魔的天魔法相 在这些圣洁灵水的洗涤之下 也出现了残缺 这小猜真狠 竟然一口气 用出了这么多底约 要是将这些东西 兑换成仙玉 恐怕在仙剑 能轻易培养几个真线出来 九幽天魔的魔神法相 此时面色极为凝重 小子你虽然实力不弱 甚至能调动这里的规则之力 但那又如何 我乃是金仙 是不死不灭的金仙 即便我只有一丝 元神降临此地 一样是不死不灭 老魔不断诈呼着 若是普通修士听到他这样说 必然会产生一丝绝望的情绪 心中生出不少魔念 然而方阳却是面色如常 丝毫都没有受到老魔的影响 方阳的沉闻表现 让老魔暗暗心惊 这小子 竟然丝毫不被我的魔音所影响 恐怕他的来头非同小可 这九幽天魔 乃是老魔深算之辈 他妄图运用魔音秘术 影响方阳的神魂 借机在发动后手 若是修士不坚 在金仙弃老魔的神魂影响下 道心必然出现瑕疵 则即已被魔头承虚而入 无论是怎样精彩绝艳的低阶修士 当发现金仙本源不死不灭的本质之后 必然会无比绝望 老魔对于自己的心理战术 非常自信 这老魔却不知道 别人遇到金仙 恐怕会心生无比恐惧 再被他御用魔音秘术 可能就会落入他的圈套 然而 方阳可是亲眼见过金仙吃瘪的 深深知道 金仙修士所谓的金刚不坏 只是一句空话 并不是无懈可击 当年黑水仙君 乃是金仙之中的强者 才能受到先帝赏识 成为仙君 而他当时黑水仙君 也以为自己会不死不灭 但是他被月天牙前辈一巴掌 就打成了一坨金仙本源的场景 还时常在方阳脑海中回响 月天牙前辈的那一巴掌 让方阳印象无比深刻 甚至他还以此为蓝本 创立了绝招金天洞地一巴掌 自己还常常练习 希望有一天 能展现当年月前辈的名场面 可以说经过了这事情 方阳对于金仙不灭的所有传闻 怎么都不会再迷信了 管你是什么金仙还是银仙 如果实力足够强了 还不是依旧一巴掌拍死 方阳心中 显然有着更为广阔的认知 方阳与老魔又过了几招 他保持着气定神闲 这让九幽天魔心中暗暗惊叹起来 这小子怕是大能转世 或者背后有大神通者撑腰吧 想到这些 九幽天魔心中 反而生出了一丝畏惧 小子 你若放我离开 我们可以罢手 恩怨一笔勾销 九幽天魔道 若是你要一意孤行 我不介意发动一些后手 让你原神俱灭 方阳对于老魔的威胁 依旧不管不顾 继续推动自己所有的力量和底牌 不断地对着老魔 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漫天的混沌星辰功德剑 倾盘而下的功德金光 光芒圣洁的紫竹之夜 一剑剑在外界都是金氏害俗之物 在这里被方阳如同不要钱一样 一股脑轰了过来 此时的九幽天魔非常郁闷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小家伙实力不高 但是后手却一个连着一个 让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此时在那伏魔的功德暴雨之下 老魔的法香必无可避 只得勉励承受 经过了一阵功德之力的洗涤 此时已经显得颇为残破 你竟然想要回去我的魔神法香 这也让老魔不由得越来越愤怒 小家伙 想不到今日 竟被你逼迫到如此地步 若是我再不尽全力 恐怕还真有陨落在此的可能 既然如此 就让你试一试我天魔秘咒的厉害 随即老魔的法香 在空中开始做着恐怖的舞蹈 同时不断念动极为怪异的秘咒 刹那间魔气开始收敛 一股股魔鹰 在整个青云仙府之中回荡 方阳很快就感觉 这股魔念非常厉害 甚至在破坏着仙府世界的规则之力 让青云仙府与方阳的元神 产生了相互剥离的感觉 这是什么秘法 老魔的这个手段 让方阳心头大惊 方阳立即运转地号天书 瞬间天书中白光赤胜 瞬间让老魔的魔念快速退却 这才让方阳与仙府的规则之力 没受到破坏 即便如此 也让方阳惊出一身冷汗 差点就被这老魔釜底抽心了 方阳心中异常郁闷 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关门打狗 竟然差点被这老魔偷了架 趁此机会 老魔的法香 快速向方阳冲了过来 似乎想要将方阳一举击杀 方阳这次算是吃了小亏 他干脆调动空间法则之力 从深埋在清源仙府身处的 黑水仙君的那团本源珠之中 调动出了一丝金仙本源 在这股金仙本源之力 加持了几道功德剑光 直接往魔神法香轰击而去 哼 雕虫小剑 我连你功德剑语都不怕 岂能畏惧这些零碎剑光 老魔冷笑一声 他的魔神法香 挥动巨大的手掌 就往这些剑光拍去 在老魔看来 这一招必然就会将方阳 方阳的剑光直接将老魔法香的巨手动穿 而那法香的巨手绝对不是被针刺 而是直接开始溃散 甚至整个手臂都快速消退 无法再生 怎么可能 这是 这竟然是金仙之力 这小杂种竟然能调动金仙之力 九幽天魔的法香露出了惊恐之色 方阳并没有答话 而是继续抽取金仙本源 加持剑光 刹那间一道道剑光冲天起 在剑光之中 竟然有一道道淡淡的金色光滑 如此一来 方阳剑光对着老魔 就是疯狂攻击 让老魔的法香身上出现了数道伤口 而且因为方阳的剑光中 蕴含金仙本源之力 这压制着老魔法香自愈之力 很快巨大的魔神法香 就呈现出了缺胳膊少腿的窘境 竟然能如此轻易调动金仙之力 这小子 至少应该是个金仙转世 否则也不可能有此伏地动天 老魔心中暗暗心惊 老魔此时 先是被地球封印给压制的半死 又被方阳一阵祸害 此时已经算是强弩之末了 本来还寄希望于金仙本源之力 发动一些大神通秘书 然而 方阳竟然也同样掌握金仙本源之力 这让他所有的打算都有些徒劳 你想必也是金仙转世 估计都经过了仙魔大战 我们何必打胜打死呢 况且 我只是一句分身 你若杀灭我 必然惹来我本体的报复 要不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 老魔忽然说道 做什么交易 方阳虽然在答话 但是操控的蕴含金仙之力的功德见光 却丝毫不停 我有一个隐秘消息 关乎仙界仙帝传承 老魔满怀自信地说道 不知道有可有兴趣 此时 他已经将方阳看作了和他一样的金仙 因此以平倍相称 老魔觉得 这样的条件 绝对能让所有金仙为之趋之若鹜 然而没想到的是 方阳冷冷笑道 没兴趣 与此同时 他操控一道道蕴含金仙本源的功德见光 持续开始攻击 一时间 他的攻击连绵不绝 威势更是强大 若是方阳真的是金仙修为 对于如何进阶仙帝 恐怕还真会感兴趣 可惜 方阳如今顶天了 算是堪比仙界仙人修为 之上才是真仙 玄仙 而后才是金仙 方阳想要进阶成为金仙 实在是太过于久远 而且他更身怀四位仙帝的传承 只要稳扎稳打 借用清源仙府内源源不绝的资源 将来进阶也不是难事 因此 让人为之疯狂的东西 在方阳眼中 显得可有可无 方阳这样的表现 让老魔更觉得他深不可测 这个隐秘消息 与天道崩碎有关 如果掌握这个消息 才有可能在如今天道规则之下 进阶先帝 老魔带着诱惑的声音道 天道崩碎后的秘星 方阳心头一动 冷笑道 老魔说的话也能相信 哼 我只有一个条件 让我这魔道分身 能平安离开 老魔此时也非常无奈 若是我的分身陨落 我的金仙本源之力 也会损失三成以上 对我将来进阶魔地 将会极为不利 九幽天魔叹息道 放过你 你告诉我这个秘星 方阳似乎是在思考 哼 你这魔头最是阴险 要我如何姓名 你我都是金仙级大修士 举手投足 都能感悟天道规律 今日我们就以天道发下重视 老魔似乎找到救命稻草一般 哼 你本来就被我困住 只要我不惜消耗金仙本源力 一样可以将你磨死 到时候一样能获取消息 方阳一脸不屑道 看来 你是想要不死不休了 老魔的法相显得异常愤怒 并非我要与你死磕 这条件我无法接受 你乃是我的手下败将 谈条件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 不然我宁可本源之力耗尽 也要将你诛杀 而且 你的本源诛 我也可以拿去仙界妖宫 像仙界妖宫 倒有怕是在下界被封印了多年吧 三万年前 仙界与真魔界 已经签订了两界山之器 双方早已取消了相互屠杀的悬赏 老魔惊恶地说道 不过他也从方阳的 中听出了转机 随即 他也开始持续讨价还价 随后 老魔与方阳达成了协议 方阳要无条件释放他 而他将会提供那个上古秘星 与一套魔道地级功法 九幽魔地绝 当然 方阳不会傻到修炼魔道功法 而是他修炼窃天秘术 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先帝功法作为参考 才能让他对于天道的规律 有更多的掌控 随后 二人以元神之力 对天道发誓 在天道的见证下 完成了誓言 老魔觉得 毕竟都是精先修为 都能引动天道之力 而二人发誓的时候 的确也感受到了天道波动 似乎天道也被他们的意识所影响 发出轻轻的颤鸣 这老魔见到方阳与他共同发出的天道誓言 已经获得天道承认 魔神法相的嘴角微微上翘 似乎他对方阳也放心了不少 随即魔技之中 飞出一股魔道力量凝集而成的 九幽魔地绝 玉剑 而后老魔给方阳传音 说的正是一件恐怖的上古秘星 听得方阳面色越发凝重起来 正当方阳收取了魔道预警后 一指虚空 瞬间这里出现了一个通道 方阳点了点头 表示 这就是洞天的出口 老魔随后面露得意之色 当老魔快速接近出口 打算离开之时 忽然巨大的魔神法相陡然碎裂 一道魔光直接向方阳击事而来 你敢逆天行 破坏天道誓言 方阳惊恶道 不过他也早有准备 他身前出现了重重叠叠的空间 静置守护自己 我乃天魔 运用天魔解体秘法 可以逃过天道之间 显然九幽天魔能短时间 逃过天道誓言 估计是他的压箱敌本事 如今 我可以肆无忌惮对你出手 而你因为天道禁止 却哪有没办法 九幽天魔正在狂喜之时 忽然整个仙府世界 似乎处于愤怒之中 极为恐怖的劫雷 直接轰击而来 怎么可能有劫雷 老魔一时间 有些惊慌失措 此时 功德见光 恐怖劫雷 甚至空间之力 都开始疯狂攻击 你 你竟然也能做到言而无信 老魔此时目自欲裂 不过他也没有想到 有人竟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直接违背天道誓言 连他都需要通过天魔解体秘法 承受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才能短时间 抓到天道规则的漏洞 为什么 为什么能毫无代价地 违背天道誓言 老魔此时有点怀疑人生了 哈哈 忘了告诉你 在这里 我已经合道 在这里 我就是天道 方阳高傲地说道 劫雷之中 蕴含着惊仙法力 威力提升了很多倍 无上魔眼 给我洞穿一切 老魔知道 这次自己 恐怕已经极为危险 立即发动了压箱底的秘书 顿时本源之力中 显现出了一个竖眼 这正是洞虚魔眼 带着极为厉害的魔光 直接向方阳脑袋轰击而去 方阳想要躲闪 然而此时 却被这目光所蕴含的法则之力 封印了一般 根本无法移动 糟糕 被这目光轰重 恐怕真的要陨落 方阳心头大惊 这魔眼发出的恐怖魔光 轻易就将方阳的 所有防御禁止全部捅破 直接对着他眉心冲击而来 最恐怖的是 这魔光应该是 老魔压箱底的秘书 因此让方阳一点都无法反抗 就在这危机关头 陡然间清源仙府之中 陡然传来了剧烈的空间波动 那穆林儿的本体通天神木 一时间光芒璀璨 就在魔光即将轰击到 方阳本体的时候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虚空通道 那魔头树眼的恐怖魔光 直接射入了虚空通道之中 如此险之又险让方阳逃过一劫 不过似乎木林儿 承受了巨大的消耗 瞬间他的肉身 直接从天空中坠落 而他的本体通天神术 也因为消耗过大 开始枯萎 方阳心中大怒 疯狂调集空间法则之力 让身体摆脱了被控制的情况 此时 老魔剑自己最强一击 竟然被玄妙的空间神通所破 暗道不好 立即打算用魔光 打破这里的空间避障而逃 然而 方阳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 方阳猛然一动 用出了自己最后的手段 随着方阳疯狂催动法力 一个紫色的蒲团腾空而起 与此同时 黑水仙君的金仙本源 被快速抽取 方阳知道这古怪的蒲团非常玄妙 想要将其操控起来 极为困难 以至于方阳一直分心在催动此物 见到木林儿受伤 他更是疯狂消耗金仙本源 才让这蒲团发生了异变 刹那间 紫色蒲团之上 紫气蒸腾 灵灵的浮魔圣光 然而 这浮魔圣光威力 却是出奇的厉害 只是瞬间 就让老魔的护体魔器 开始纷纷破碎 很快 蒲团发出的紫色光芒 直接笼罩向九幽老魔 啊 这是浮魔圣光 古老的浮魔圣光 怎么可能 九幽天魔的虚影 疯狂惨嚎着 你 你是紫霄宫中客 老魔话还没有说完 漫天的黑气 以及本源之力 已经在紫色光芒中 被迅速削减 在紫色光芒中 漫天魔影完全消散 最终只留下了一颗 本源之珠 与此同时 他的这颗本源灵珠之中 此时竟然也变得清明透亮 再也没有半点黑色的魔器 只是让人意外的是 这九幽天魔的本源之珠里面 里面竟然还有留下了 一颗奇特的宝石 这宝石如同一颗眼珠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 能够看透一切的洞虚之眼 方阳心头一动 随即手一挥 将此物拿到了手中 要知道 方阳早就听过 洞虚之眼的威名 而他也曾经得到过 一个破阵之眼 如今得到了这颗洞虚之眼 而且 里面蕴含的九幽天魔的元神 已经被驱除 方阳将来把此物 炼制成属于自己的洞虚之眼 将不成问题 想到这些方阳 不由得心头一喜 据说这洞虚之眼极为神秘 据说可以看透万物 若是我能够将其融入自身 未来或许就可以进一步领悟 天道规则之力 想到这些方阳心中惊喜不已 与此同时 在与仙界相邻的真魔界的深处 黑色的 高塔冲天起 这里魔光闪耀 还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在黑塔顶部的阁楼之中 一个身材高大 斜气绕身的金仙正端坐在此地 这正是九幽天魔的本体 整个黑魔海的魔气 都往黑塔不断汇聚 磅礴的力量 被输送到九幽天魔的体内 就在此时 九幽天魔面色一变 从入定之中清醒 一股恐怖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整个黑色高塔 开始一阵摇晃 与此同时 黑色大海浪涌如山 九幽天魔 眼神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我的分身竟然陨落了 这怎么可能 只是去下界 根本就没有其他力量能伤害他 九幽天魔的本体 此时如同一个好奇宝宝 脑海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问号 紫霄宫中刻 怎么可能 九幽天魔此时读取着分身临死前 侥幸送来的一丝信息 这让他心头猛然一阵 亮节过去了 不知道多少万年 怎么可能还有紫霄宫中刻存世 我的金仙本源分身 究竟遭遇了什么 竟然如此被灭 连天魔解体秘法 都无法施展出来 九幽天魔的脸色 变得越来越难看起来 他自存 以他堪比金仙的修为 在真魔界 已经算是绝世高手 没想到他处心几率 派出自己的分身 竟然遭遇如此大败 我的分身 掌握天魔解体秘法 能超越天道因果 而且还带着看破一切的洞虚魔眼 此事太过诡异 老魔心中颇为不甘 看来 我只能凭借天赋神通 看看我分身陨落前看到的讯息 说着 老魔开始念动秘咒 陡然间以他为中心 所有事物运行 似乎都开始倒放一般 整个黑色大海的波涛 竟然也开始缩回去 此时 这九幽老魔 竟然短时间实现了时光回溯 只要我回溯时光 借用分身 就能看到因果 无论是谁 敢杀灭了我的分身 就必然会受到我无穷无尽的报复 此时九幽天魔怒气冲天 他已经下定决心 查明因果之后 即便是先帝 魔帝出手 他也会暗中报复 九幽老魔 就是使用这种回溯秘法 在与本源之力沟通 就能看到分身陨落前所见的景象 然而 忽然间 他的眼前出现了光芒 紫色的光芒 耀眼璀璨 而且无比神圣的光芒 这些光芒充斥在他眼中 甚至直接冲入他的脑海 这些全是紫色的浮魔神光 这光芒极为厉害 即便他的本体乃是金仙 也是仅仅一瞬间就受了伤 啊 浮魔神光 整个魔海之上 都传来了九幽天魔 这个金仙七老魔头的惨叫 老魔眼睛受到重创 疼得双手捂住眼睛 在大殿之中不断翻滚 瞬间 他身上的魔气变得极为混乱 整个魔塔也开始了疯狂震动 黑色的大海上 陡然升起了高达千丈的恐怖海啸 此时 在清源仙府之中 方芒快速飞向了木铃 木铃妹子 你没事吧 方芒没有细看 自己刚刚得到的九幽天魔的本源珠 和洞虚之眼 而是立即飞到下面 去查看木铃的伤情 我没事 只是由于消耗天赋神通过量 因此有点法力不知 木铃的声音显得很微弱 显然这次消耗对他来说 已经完全超过了其自身的承受 以至于完全力托 若是时间久了 估计会影响到他的根基 太危险了 这次要不是木铃运用天赋神通 将老魔的攻击转移 恐怕方老板这次就没命了 钱多多摇了摇尾巴 激动地说道 显然他现在心中还有些后怕 那老魔的洞虚魔眼 似乎炼制出了一种诡异的法则之力 在他发出魔眼光芒的时候 我感觉原神都被定住了一半 方阳想到老魔恐怖的力量 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种定住对手原神的秘法 方阳也是知道的 譬如真正的斩仙飞刀 就有这样的能力 只要斩仙飞刀一出 就能让敌人无法反抗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头颅被斩下 而那老魔的洞虚魔眼 似乎也有类似的力量 当然 这也是因为方阳的修为与他相比 相差太远才能如此 这老魔的攻击实在太恐怖了 对了 慕灵儿妹子 你是将他的攻击魔光 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方阳担心地问道 他有些担心 害怕慕灵儿直接将这些攻击力 转移到清云仙府外面的世界 要是这样 恐怕地球上很多生灵都会受到伤害 甚至被魔化 放心吧 方阳哥哥 慕灵儿笑道 我的空间传送秘法 虽然是天赋神通 却也不能到处乱传 只能传到我去过的地方 所以我选了一个好地 慕灵儿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道 好地方 钱多多和哈士奇都凑了上来问道 什么地方才是承受九幽天魔临死一击的好地方 见到众人疑惑的目光 慕灵儿又笑了笑才说道 你们别忘了 我们可是 刚从魔界的血海魔狱 传送到下界不久 我对于那里空间波动感受颇深 干脆就直接往那里传去了 慕灵儿脸上 竟是天真可爱的笑容 不过一旁的哈士奇和钱多多 此时都不由地吞了吞唾沫 要知道 那是金仙七修士 借用洞虚之眼 发出的恐怖攻击 他们已经可以想象出 魔界的血海魔狱 将会是怎么样的场景了 就在芳阳他们 惊恶于慕灵儿天赋神通的同时 此时魔界的血海魔狱 又是一番景象 芳阳他们 借用血海传送通道 逃往下界之后 随即将传送通道回去 让他们根本无法追踪而来 毕竟跨界于空间穿行极为玄妙 稍一不慎 就会迷失于无尽虚空 因此 几年前 九幽老魔带领着众多真仙真魔 开始在血海之中 大肆吐露血族修士 用来血迹的秘法 打通被芳阳他们 已经毁去的空间传送通道 如此一来 这些真仙老魔的 大肆在血魔界屠杀 让这里的魔羞和生灵 战战兢兢 而且九幽老魔 怕这里的魔头逃走 让他们没有足够血迹的材料 因此 还在这里布下了恐怖的封印阵法 让血魔界的生灵无法逃离 虽然九幽天魔 带着一群真仙真魔 已经离开血魔界 但是这处魔界 已经被祸害的 根本不适合修炼了 更可怕的是 众多魔修 甚至无法逃离这里 可以说 此时的血海魔狱 已经成了魔界的绝望孤岛 就在芳阳和九幽老魔大战的时候 血魔界剩下的魔道修士和魔兽 开始聚集到了 血魔界的一处血色高原 这里并不是什么 血魔界的什么宝地 而是一片荒芜之地 因为这里只有微弱的魔器 不适合魔道修士修炼 因此一直比较荒凉 然而 因为血魔界被祸害的天翻地覆 这里反而成了 众多魔修和魔兽的庇护所 这次血魔界大乱之后 我是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了 一个大成初期的老魔叹息道 他头上长着一只赤脚 因此 他也被称为赤脚老魔 此时 赤脚老魔想到 已经是乱七八糟的血海魔狱 不由地摇了摇头说道 好在我们见机得快 早早就逃到了这血色高原 否则也被真仙真魔拉去血迹 恐怕会死得很惨 一个大成七黑一老魔头叹息道 此魔名为鹰犯老魔 据说他是下界非生修士 来自古窝国 放心 放心 还好我们几百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下界的魔子魔孙 在不断帮我们寻找容器 到时候 我们就都可以挪一到那边去 一个满头白发的大成中期 老魔头笑道 此魔名为官乐老魔 他最擅长蛊惑人心 很早之前 他往下界传送魔念 从而开辟魔狱 借机培养自己的实力 你说的那些魔子魔孙 到底可不可靠 我们明明就在魔界 若是逃到了下界去 岂不是自甘堕落 赤脚老魔充满疑惑的问道 唉 这也是无奈之举 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堆仙界的真仙和真魔 在这里发动了大神通 搞得整个血魔界是翻天覆地 修炼的根基也被破坏殆尽 更可恶的是 他们还封锁了离开此地的通道 阴犯老魔叹息道 如今血魔界的地脉被人破坏 随时都有崩裂的危险 我们若是待在这血魔界 恐怕也没有多少好日子 惯乐老魔叹息道 如今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那些魔子魔孙进贡的魔体 奋出魔念 直接进入下界 将来可以通过其他地方 再次飞升到其他魔界去 当然 我们也可以 将那下界直接魔化 将下界的星球 炼制成我们的洞天 用不多少时间 等到血魔与地脉恢复 我们又可以安乐了 阴犯老魔道 似乎他将下界躲栽 当成了一场度假一般 听了这些话 聚集在血色高原上的数百老魔 不由得连连点头 然而 就在这几个老魔自以为得意的时候 忽然虚空之中 开出了一个通道 只是瞬间 这虚空通道之中射 出一道恐怖魔光 这道魔光威力 极为霸道 只听轰隆的一声 直接将血色高原 轰得四分五裂 高原都开始不断崩碎 坍塌 天啊 这是什么神通 太可怕 这血魔界真的没法带 众多老魔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更是哭天枪地 必须加快那些魔子魔孙的行动 我们要尽快逃离这脸 那代的阴犯老魔 和惯乐老魔 着急地说道 方阳他们 恐怕也怎么也没有想到 因为慕琳儿 将九幽天魔的攻击 转移到了血魔界 这样造成了血魔界 进一步破坏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些老魔头 一个个都开始想 加快速度逃离这里 这些老魔头口中的魔子魔孙 正是那古窝族的祖先 而古窝族口中 那神圣不可侵犯的 高天元神界 其实就是这片 血魔界的血色高原 估计血魔界的老魔头 要是听说了这些窝仔子 将血色高原当成神界 他们就算脸皮在后 估计也会为此羞愧一番 毕竟血色高原 只不过是血魔界最为荒芜 自然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仅剩的几条魔界灵脉 也就此断绝 甚至当场就有不少倒霉的老魔 隐恨在那魔光之下 这简直就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灌乐老魔叹息道 这魔光是怎么来的 太强了吧 赤脚老魔心惊胆战地问道 我看与当初 真仙真魔施展秘法时候 还要强大 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用来实验魔光的威力 灌乐老魔 此时身体都有些颤抖 毕竟刚才的那道魔光攻击的位置 距离他已经不远了 若是他运气不好 或者逃慢了 估计此时 他就已经被轰成了碎片 所以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要加快原来的计划 因范老魔道 血色高原 此时被九幽天魔恐怖的魔光 打得支离破碎 让这些老魔 更想加快速度 逃离血魔界 对 我们要离开 不惜一切代价 快点离开 我们要让那些魔子魔孙动作快一点 否则我们就危险了 几个老魔 很快达成了遗志 而那些古窝国的魔子魔孙 就成了他们离开血魔界的关键 而后众多老魔 在赤脚 因范 惯乐 三个大乘七老魔头的带领下 立即联手布置了一个魔阵 暂时稳住了血色高原的空间 让其没有继续崩塌 之后 他们拿出了事先准备的奇怪符禄 开始往符禄之中注入神念 通过血色高原上的古老阵台 他们将魔念如同圣旨一样 传递到下界去 一股股诡异的魔道波动 不断扩散开来 凡间 古窝国 复土山 复土山是古窝圣山 从古至今 接受着古窝人的祭祀和朝拜 据说复土山经过了神的祝福 早已成为了古窝诸神祝福人间的祭台 通过层层地脉 就能发现在复土山的地底深处 这里别有洞天 经过了古窝族修士的几千年的开凿 在复土山的内部 已经成了一个巨大且极为华美的地底宫殿 这里到处镌刻着菊花 并涂成金色 给人一眼就有一种菊花爆满山的密集恐惧之感 宫殿的中间 还突兀的有一个古老的祭台 祭台上时时刻刻 都有衣着华丽的巫女 在跳着祭祀之舞 这些巫女似乎有许多团队 不断轮换着跳舞 祭台一侧 身着白色衣服的阴阳师 正在用古老奇怪的乐器 在演奏着圣人的乐曲 他们手中的乐器也非常可怕 有人头人皮制作的小鼓 人骨制作的鼓锤 几骨制作的琵琶 这样诡异的场面 如同白鬼夜行 让人心中惊恶不已 在祭台下面 四周围绕着身着奇装异服的阴阳师 和一些形同鬼魅的侍者 他们在这里不断加持着祭祀的阵法 一时间阴风惨惨 寒气连连 这里似乎经过祭祀 一道道诡异的空间波动 与血魔界开始了共振 就在血色高原受到魔光攻击的时候 作为古卧族圣地的富土山也受到影响 发出了一阵阵震动 地震 地震了 乱说 慌什么 你们感觉到了吗 是神让空间开始颤抖 一个老阴阳师疯狂地嚎叫起来 前辈 似乎 真要大地震了 一个带着尖尖高帽的阴阳师 怯声声地说道 不要乱说 否则就把你丢入山中的岩浆池 我感觉到了 是高铁员的诛神在呼唤我们 诛神就要降临 哈哈 这个满头白发 头上带着冲天高帽的阴阳师 发出了疯狂的笑声 在这阴阳师身旁的祭台之上 正有一个身着古朴堂装的一位巫女在跳舞 估计爱跳舞的二哈 见到了这一幕也会心动 上去切磋一番武技 随着血色高原的诸多老魔 开始联手以秘法传递磨念之后 原本围绕在祭台四周的一群阴阳师 如同发了阳颠风一样 开始口吐白沫 并不断颤抖 是神将 一个老年阴阳师疯狂呼喊起来 是神将 哈哈 神有旨意来了 我们国必然大兴 一群没有受到神将影响的家伙 也开始手舞足蹈 疯狂庆祝起来 而祭台上跳舞的巫女更是兴奋 扭得如同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一般 若是哈士奇见到了 恐怕都会狗嘴掉地 生怕他转得如同电钻一样 直接把祭台钻一个大洞 在这种疯狂状态加持下 不少阴阳师 如同开了一场嗑药的party 半个时辰之后 一切戛然而止 确实是神的旨意 我收到了神的旨意 一个阴阳师高兴道 我也收到了 就在此时 祭台上面 一条条黑色的魔纹 从虚空中显现而出 飞入一些阴阳式的脑海 哈哈 我不仅收到了神的旨意 还得到了一套 阴魔夺射秘法 我也获得了 谢玉魔眼术 能快速分辨出 谁是自制好的容器 我获得了 阴鬼吞魂术 我的实力必然提升一大减 这些阴阳师修士 一个个都因为 收到了所谓的神域 而自豪不已 甚至开始炫耀着 神所赠送的秘法 似乎他们都成了 神眷顾的宠一般 当然 他们也一个个神情激动 开始传达着神的旨意 从而接引更多的高天元神灵 老阴阳师眼中含泪 脸上净是狂热之色 赶快进最快的速度 去找到足够的容器 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一切手段 一个个疯狂的命令 被下达了出去 中原 邵氏山 方阳的分身这些日子 与虚阳真仙 虚陀罗汉三人结伴 四处游历 方阳干脆穿着古汉服 与一僧一道 倒也显得毫不突兀了 他们三个 时常在邵氏山间 摆开凉席喝茶论道 虚阳和虚陀 多有真仙修为 与他们论道 让方阳受益良多 至于方阳的本体 则在清元仙府之中 收集九幽老魔 陨落后的海量功德 九幽天魔的分身辅助之后 以他精仙老魔的本源分身 天道悬赏 必然极为不凡 杀灭了这个老魔之后 天道功德的奖励 比之前一堆 真仙真魔的功德加起来 还多了十多倍 如此一来 清元仙府天空中的 功德沁云 又多了十多顶 一时间 功德之力 覆盖整个清元仙府 各种仙草 以及仙气 在功德光芒 所形成的海洋之中 不断被淬炼 从地号天书 到混元仙顶 从窃天屠戮 到玄园控水旗 和乾坤仙印 方阳的众多宝物 得到了功德滋养 力量也不断提升 地号天书之中 还曾经记载过 在上古时代 天道规则极为完善 天道为了护卫众生 会赐予天道功德 方阳心道 这功德妙用无穷 甚至可以用来炼制宝物 以至于一些 功德之力厚重的宝物 被称为后天功德之宝 威力堪比先天之宝 因此 修士都会遵守天道规则 继而让整个天道和谐共生 方阳回忆着上古先帝 对于古老天道的记载 心中感慨万千 似乎这功德 就如同上古时代 天道给众生发的工资一样 方阳不知不觉 将现代经济学理念 带入到了 对于上古天道的理解 工资发太多 引起功德通货膨胀 工资发不够 会引起功德通货紧缩 方阳心中开始了不断思考 但是无论怎么样 上古天道终究是崩塌了 用流行点的话说就是 天道它防了 天道它防了 也就意味着运行规则出了问题 原本维护众生利益的规则 被破坏掉 而天道规则 变成了股权 被众多大势力所占据 谁占据的天道规则之力多 谁的势力就强 即便在先界 也就能称王称霸 获得所谓先帝的名号 这次 九幽天魔的分身 与方阳做了交易 其中爆出的秘密 就与天道崩碎后 规则变化有关系 天道崩碎之后 先界大部分地方 已经失去了天道之力的掌控 而各大先帝 如同军阀一样 以自身的先帝领域之力 代替了天道 方阳回忆着老魔讲述内容 也就是说 天道衰微 这些所谓的先帝 就成了军阀势力 代替天道维护三界运转 当然与天道志工不同 他们所要做的 第一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方阳本体 一边练化着功德之力 一边思考着三界的局势变化 天道原本是 修仙世界广泛承认的规则 类似于法力 并通过天道雷伐这些手段 维护运行 而随着天道力量减弱 这样的运行体系 已经开始崩塌 方阳叹息了一声道 原本有着天道之力约束 无论是先人还是修真者 甚至凡人都会受到影响 众生会敬畏天道 有了对天道的敬畏 即便修士修为再强 先魔实力再高 也不会去屠戮苍生 毕竟天道雷杰之下 他们再强也会化为生死盗销 当然 方阳又到了当年 岳天涯前辈 遭到天道雷杰的时候 当时 岳前辈对于天道雷杰极为愤怒 甚至不断咒骂 说天道雷杰 已经成为了某些人的爪牙 甚至法力高强的岳天涯前辈 也不得不钻狗洞 逃避天道雷杰的追杀 当时方阳还并不理解 岳前辈为什么会如此 只是觉得好笑 如今随着他修为日益提升 对于天道的领悟也在突飞猛进 再加上从九幽天魔口中 得到的天道隐秘 他心中已经开始 明目了其中的因果 当然 有了九幽天魔分身 被诛杀获得的天道悬赏 方阳炼制功德精神的计划 也在稳步推行 等有了功德精神 以我如今先人进修为 实力应该得到进一步提升 甚至面对真仙修士 也未必落于下风 想到这些 方阳心中才稍微放心了一些 至于在吞天葫芦中的河东 诺破 张灵等人最近也颇为忙碌 因为方阳也给他们找了事情做 这还要从五行童子说起 这些日子 五行童子的本体 吸收了大量功德之力 因此结出了不少蕴含功德的五行果 这种类型宝物 已经可以称呼为五行功德果 这些蕴含功德的五行果 如果炼制成了身外化身 就能因其本身具功德之力 能免疫地球封印 当然 分身的修为 最高也不能超过炼虚期 如此一来 已经在吞天葫芦中 居家隔离很久的众人 立即开始炼制身外化身 几个月过去 他们终于也完成了炼制 走出了吞天葫芦世界 当然 最激动的还要算是河东 毕竟地球是他的故乡 没想到这次被人追杀之后 他和方阳 再次不得不逃遁回到这里 地球与数百年前相比 官府清明 官员清廉 老百姓安居乐业 不但山明水秀 环境越来越好 灵气显然也复苏了很多 看来这几百年来 华夏雾富民风 生活越来越好 河东想到家乡的变化 不由的心中很是感动 正当他们 还想四处游览的时候 方阳和河东身上 都有一个福禄开始不断颤动 是昆仑派的克清长老令牌 方阳和河东 面色俱视一变 这东西 还是方阳他们几百年前 来到地球的时候 在昆仑派火灵老道引荐下 成为了昆仑派的克清之后 获得的信物 难道昆仑派出了什么大事 当方阳眉头一变 他们很快 从里面获取了讯息 方阳和河东 几乎脸上都带着怒色 这古窝族胆子不小 竟然还敢全面入侵华夏 已经派出了诸多世神恶鬼 暗中渗透已经多年 到处掳掠 带有优质灵根的华夏孩子 方阳面色凝重 因为这样的行为 要么是为了收徒 要么就是运用魔道手段血迹 当年这事情 血魔界的高手 就曾经控制 黄龙王超的太子罗如斌 干过这事情 这些魔崽子竟然也爱作乱 我们正好去活动 活动 落魄此时已经手养多时了 他在吞天葫芦中 已经待了太久 手中的乌人脊 已经蠢蠢欲动了 这次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要知道 他修炼乌族传承 通过不断争斗 才能快速提升修为 因此 他听到有魔头作乱 自然是兴致盎然 同样 众人听了有魔头作乱 也都是一个个跃跃欲试 想要去降妖伏魔 而徐扬真仙和徐托罗汉 则也很是兴奋 这些日子 他们开始练化功德宝珠 短短几天时间之内 就从筑基期 进阶到了金丹期 他们毕竟都是真仙的分身 对于天道规则的领悟 也是颇深 这次用功德宝珠修炼 对他们的注意不小 但是他们的功德宝珠 是方阳送的 因此 他们也想亲自去做一些 除魔味道的善事 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天道赐予的功德 对了 我记得当年血连老魔 似乎就是通过血色高原的通道 来到古窝族的 河东忽然说道 当年的血连魔尊 就是在血魔狱得罪了仇家 混不下去 不得不通过血色高原通道 去古窝族 只是他们 似乎也知道 地球有着恐怖的封印 因此 他只是元神穿越而来 借机控制容器 以便通过炼制强大的弑神守护自己 不过 或许也是因为他作恶太多 即便他已经归附了方阳 喜心革面 却也因为作孽太多 没有逃过天道的惩罚 如今 他已经化为了一朵烈火红莲 没有了之前的灵智 按照这次的传心预检上的内容看 这次中原的修真各大门派 会开始一次集结 完成集结之后 所有修士将会开拔 前往围剿古卧族的阴阳师 河东道 我们正好可以去凑个热闹 钱多多很是开心地说道 不过我很好奇的是 各大中原的修真势力 会选择在什么地方集结 钱多多多问道 是我们都去过的地方 蜀山 方阳笑着说道 那还等什么 快去凑热闹啊 张灵也笑着说道 这些日子 他在吞天葫芦之中 还练制了不少 蕴含奇思妙想的仙气 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实战一番 随即众人一起进入了 虚空蜗牛 钱多多操控此物冲天起 当然 方阳还使用了太虚灵风 将虚空蜗牛完全隐秘起来 从中原邵氏山到蜀地 只有两千多里 方阳他们只是 过了片刻 就来到了蜀山上空 方阳他们 曾经还硬闯过蜀山的 两仪微城镇 如今再见到这蜀山大镇 众人还是忍不住一阵赞叹 这蜀山镇法 颇有上古之风 在下界来看 此镇已经几乎到了 下界的极限 徐阳真先说道 我在仙界的时候 曾经去过一次蜀山先宗 当时还有幸 见到了长眉仙军 方阳眉头一动道 长眉仙军 就是蜀山派的创派祖师 听说他修为极高 不错 这蜀山派在仙界 也是以降妖伏魔为己任的大门派 当年其门派的紫青双剑 就曾经斩杀过许多 真魔界的厉害魔头 徐陀罗汉说道 这些日子以来 方阳已经向两位真仙 了解了不少关于仙界的信息 这些信息 对于他将来飞升仙界 也将极有助力 就在此时 空中飞来了修真者的非洲 和高科技的浮空飞艇 他们都在往蜀山附近集结 显然都是 参加这次集会的大门派修士 显然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 地球修真界 已经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这时候 一艘巨大的浮空飞艇 快速接近此地 上面还有河东家族 东平集团的标识 那是 那是我河家后人 河东脸上露出了惊喜之色 他放出神念 很快穿透了浮空飞艇 他立即发现 里面有十多人 与他有着血脉联系 知道这些就是他的后辈子弟 而且他还发现 这些后辈子弟 修炼的功法中正平和 而且 人人身上都闪耀着功德宝光 显然这些河家的后辈 也传承河东当年 在炎木仙国提出的理念 与天道规则和谐共生 是守护这片星球的坚实力量 并得到了这里 天道规则的承认 这艘浮空飞艇之上 为首的修士 竟然已经有了化神修为 河东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他弟弟和平的孙子何静 当年见他的时候 还只是炼气低阶修士 如今已经到了化神期 河东心中很是欣慰 至于河东的弟弟和平 因为就一直在小灵界修炼 现在估计已经飞升灵界了 这时候又来了一艘浮空飞艇 飞艇上面有一个扣字旗帜 看来我的弟子也没有让我失望 方杨笑道 显然这是方杨弟子 寇正刚家族的飞艇 方杨神识一走 发现飞艇上 他的几个弟子都在一起 如今 修为最高的是 自己的女弟子若云熙 他乃是无露玄英体 如今已达到了化神巅峰修为 邹兵则是已经到了化神中期修为 而寇正刚 因为修炼的时间比较晚 资质也颇为一般 如今才刚刚进阶了化神期 至于格亚利 韩依依 杨素林 三个寄名弟子 如今修为也到了园英后期 这些弟子修行都算努力 在地球这样的地方 能有如此进步 也算是不错了 方杨心中颇为欣慰 随后昆仑派的修士 乘坐一艘古老非洲 快速靠近 昆仑派如今派出了一位化神巅峰修士 辈分极高 乃是当今昆仑派的太上长老 至于南海仙派 空铜派 清城派 众多修仙门派 也分别乘坐 比较古代的飞行灵舟 靠近此地 这些飞行器和浮空飞艇上面 都转刻了一些隐藏阵法 否则蜀山作为旅游圣地 突然出现这么多非洲的话 必然会引起凡人的恐慌 此时 蜀山派掌门一玄星 已经飞到高空之上 对着众多修士礼貌作一 虽然众多门派的修士 差不多都到了之后 一玄星他也没有打开阵法 让众多门派的修士 直接进入蜀山脉内部洞天 方阳他们隐藏在高空之上 见到一玄星如此 不由的面色微微一变 诸位道有 如今窝族阴阳师入侵 他们最擅长的 就是隐秘暗杀的秘书 常常李陶戴江 冒充我正到修士 我蜀山派的李长天长老 就被夺赦 为此我不得不防 一玄星叹道 不知道一掌门 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方阳的弟子寇正刚说道 寇正刚一直身怀正气 成为修真者以后 却也是如此 如今他修为高身之后 举手投足间 竟然自带一股浩然之气 见到弟子如此 方阳不由的心中 又是欣慰 又是泰然 而且 寇正刚虽然修为 不是阎木先派最高的 但是曾经在俗士为官 他心怀苍生 人情恋达 做事老道 老成持重 如今他已经成为了 阎木先派的掌门 处理此事并不算难 我鼠山派有炼制的 至宝问心境 可以变正邪 时中间 说着 一悬心微微一笑 他一挥手 一面大镜子 出现在了他身前 此宝一出 光芒四射 还散发着强大的原神波动 显然此物对于洞彻人心 应该有非常不俗的力量 听闻鼠山派 曾经经历过几次危机 鼠山的前辈高人 因此炼制这名问心境 我早就听闻了 此境之玄妙 今日得见 也是不须此行 昆仑派的那位太上长老 若有所思地说道 昆仑派的太上长老 名为刘云真人 他年高得少 修为又极高 因此 在中原各大先派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问心境 既然便是人心 那我今日必须要体验一番 一位老者笑着飞了过来 此人名为彭来子 是彭来先派的太上长老 彭来先派 一直在东海之上 占据着海外仙山 不过长期以来 彭来派一般都闭门修炼 很少过问世俗之事 因此 一般都不会在 中原修真者的聚会中出现 不过这次事情牵扯极大 说光乎中原先派的存亡 也不为过 因此 彭来派竟然也派出高手 前来参与这次修真界盛世 既然彭来子倒有想要体验 那就请吧 一悬心笑道 只见他操控手中的问心境 随即一照 刹那间 一股金色光芒 就射向了彭来子 瞬间 宝镜之中光滑灿烂 金光飘渺 似乎能照射出人心一般 老道我身正不怕影子外 一掌门可要照仔细了 彭来子一脸豁然地笑道 果然 问心境之中修世金光 没有半点杂志 彭来子倒有没有问题 一悬心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彭来子倒有都通过测试 我青城派的金鞭子 可不能落了属地门派的面子 一位身着锦袍的道人 也飞了出来 此人正是青城派的高手 名为金鞭子 他一直在青城山的金鞭崖上修炼 据说他曾得到了 仙人极乐童子的传承 实力非同小可 随后在问心境的照射下 同样与彭来子一样 依旧是一片金光 显得极为光明磊落 金鞭子倒有也没有问题 一悬心微笑着点头说道 在场的众多修世 见到了 越来越多的修世 通过问心境的检测 不由的心中松了一口气 那些古窝阴阳士虽然厉害 但是他们的图谋已经暴露 估计现在已经不敢在我中原 继续图谋不轨 一个年轻的修世猜测道 飞也 飞也 这古窝的妖人 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他们手段极端 做事不择手段 还真不知道 他们会有多少后手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就是 若是我们今日不经过检测 当攻击到古窝老巢的时候 忽然遇到有人反水 那我们就会陷入内外加工的困境 另一个修世认真地说道 这些日子以来 自从那群古寇族阴阳士的图谋 在鼠山派第一次被揭发出来之后 越来越多的门派也开始了自查 如此一来 也就出了不少内鬼 经过了众多仙门 这几个月的彻底调查 几乎可以 定窝扣阴阳师 他们预先在中原各大修真 先派安排的内鬼 此时几乎已经被铲除殆尽 当然 这个结论很快也被问心静所验证 越来越多的修士 通过了鼠山派问心静的检测 进入到了鼠山阵法之内 半个时辰之后 何家的修士 进入到了问心静的检测范围之内 随后问心静向何静 以及他身边的何家人照耀过去 忽然 问心静中出现了一阵变化 原本金光灿烂的宝静里面 开始泛出层层魔气 而且这些魔气开始不断变化 似乎有多种多样的形象 就如同善于伪装的世神一般 快看 有古怪 刚刚通过检测的修士 立即大声惊呼起来 什么 竟然被问心静看出了魔气 何家的修士 恐怕已经被夺射了吧 一个修士尖叫道 想不到这谷卧修士 竟然还有后手 还好鼠山派启动了问心静 否则我们到时候 都会被这些人面受心的家伙所暗害 这些修士一个个都开始拿出了法宝 进入战斗姿态 随后 原本就在何家附近的众多修士 立即远远退开 就如同看到瘟疫一样的眼神 开始嫌弃地远离何家的修士 此时 何静的脸上面色极为凝重 他认真的说道 一掌门 我可以保证我和某人绝对不是邪魔外道 是不是问心静出了问题 请你再次查一次 好好 可千万不能冤枉好人啊 说着 一悬心再次发动了问心宝静 刹那间流光一彩 曼妙飞长 随后 磅礴的金色光芒 快速将何静包裹起来 然而就在此时 一股股魔气 就从何静身上爆发出来 瞬间他 面色显得极为怪异 似乎在承受痛苦一般 大家快看是魔头 他是一个魔头变的 蓬莱派的蓬莱子大声吼道 一时间 众多修士立即退到了蜀山派这边 与何家人对峙 当然 此时众多门派修士 加在一起有近千人 而何家这次来的 就只有十几个修士 若是打起来 恐怕何家的人 今日会就此被消灭 真是想不到 古窝族竟然如此心狠手辣 已经将明镇华夏的何家给魔化了 一悬心此时脸上 带着震惊之色 在高空之上 众人隐藏在虚空蜗牛壳之中 将下方的所有情况 尽收眼底 何东见到这一幕 不由得气地捏紧了拳头 这时候 方阳的手搭在了何东的肩膀上 说道 孩子们的事 还要孩子们自己去决定 我们不能帮他们走太多的路 此时何家修士 已经成了众矢之地 被中原各大门派所孤立 唯一没有离开何家的 甚至还在靠近何家 浮空飞艇的 只有寇正刚所带领的 炎木仙派众人 此时问心宝镜发出的光芒 快速灼烧着何镜 此时 就连何家的人 也对他出现这种异想 避之不及 快速退后 在那金色光芒之中 何镜发出了一声声惨嚎 似乎非常惧怕这些宝光 最好蜀山有问心境 若是烧意不慎 恐怕我们今日 就会被这些魔道高手所暗算 一个来自武仪派的修士 面色凝重地说道 何家乃是中原旺族 当年还出了非常厉害的老祖宗 据说还在小灵界开辟了宗门 没想到如此修仙世家 竟然也被古窝入侵了 一个散修叹息道 这些古窝族阴险狠毒 暗地里不知道有多少阴招呢 干脆我们帮助蜀山一掌门 直接将这个古窝妖魔击杀吧 蓬莱子随即号召道 此时正是众人义愤填膺之时 立即就一呼百应 不少修士也打算立即出手 将伪装成何家的修士杀灭 以绝后患 虽然何境修为不俗 但是陡然间面对众多修士的合力为杀 估计必然会深陷险境 甚至直接陨落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候 扣正刚手一挥 他的手中出现了一把飞剑 飞剑上面不仅闪耀着星辰光芒 还散发出浩然正气 此剑一出 一股强大气息席卷整个空间 众多想要出手的修士 都被这强悍的气息所震慑 你是什么意思 蓬莱子面露愤然之色说道 哼 扣正刚冷哼一声 他一挥手中宝剑 刹那间星辰之力 与浩然正气相互融合 直接展现了问星镜 所发出的绚烂金光 这一剑正是方阳所自创的神通 大混沌星辰剑 只是扣正刚融入了自己的理解 将浩然正气融入这剑法之中 一时间 他的剑光之中正气凛然 大开大合 给人一种正大光明之感 此剑一出 磅礴的星辰之力与浩然正气 如同流星陨落一般 直接将问星镜的光芒击溃 刹那间 何镜就脱离了问星镜的掌控 落到了何家的浮空飞艇之上 哇呀 扣正刚 你什么意思 扣正刚 你们扣家和阎木仙派 也要支持邪魔吗 众多修士开始怒斥 哈哈 找到了 他们都是古卧族的内鬼 蓬莱子 一副怒急反笑的样子 飞也 我只是觉得 这次问星镜 似乎有古怪 扣正刚也认真地说道 哼 你是说鼠山的问星有古怪 还是在不择手段包庇魔头 青城山的金鞭子 也面露愤然之色说道 这炎木仙派 经常躲藏在小灵界 不知道有什么图谋 而近日又包庇魔道修士 恐怕将来必然会对我中原仙派不利 蓬莱子说道 众多门派都开始将炎木仙派 和何家孤立起来 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何静虽然没有再受到那问星宝镜的攻击 但是他身上却依旧散发出魔气 显然状态非常不好 快看 这个何家的掌权者 即便没有受到问星宝镜的攻击 自己也在不断释放魔气 不少人也发现了这个状况 铁正如山 大家赶快将此疗击杀 最好抽魂炼破 获取关于古窝修士的恶毒计划 蓬莱子立即说道 不错 绝对不能放过他 立即下手 抽魂炼破 有人带头之后 不少修士也纷纷复合 就要动手 谁敢 扣正刚大喝一声 他的声音中带着磅礴的浩然正气 就犹如九天落雷一般 瞬间就惊得重修士立即后退 哎 看来不仅是何家已经被魔头入侵了 这炎木仙派 怕也是被古窝的修士给夺射了 人群之中不少人开始扎呼不起来 一掌门 快点用你的问星镜 看一下这些炎木仙派的人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估计 他们早就被魔头附体了 就被整个修仙世界的所有势力所针对 要知道 众多修仙门派修士加在一起 有上千人 而何家和炎木仙派的修士 实力虽然高 但是人数却很少 加在一起也不到二十人 若是双方争斗起来 恐怕今日炎木仙派和何家 就会就此灭亡 如此一来 情势对于炎木仙派与何家都非常不利 扣掌门 我敬重炎木仙派 乃是近几百年来引领中原仙道的大派 也知道炎木仙派与何家关系匪浅 鼠山掌门一心悬缓缓缓说道 但是希望炎木仙派以天下正道为重 不要被妖魔鬼怪给欺骗了 此言一出 众多修士不由得都点了点头 更觉得鼠山派高峰亮节 若是炎木仙派再不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鼠山派也就不得不使用阵法了 一悬心一副内心悲痛的样子说道 如此一来 鼠山派与中原各大仙派立即结成了阵营 并且还要催动鼠山派的阵法 与炎木仙派对峙 哼 若云熙冷哼一声 身形一闪就来到了受伤的何镜身边 她的手搭在何镜身上 确实发现了磅礴的魔器 不过却发现这魔器似乎只是在外层 被她运用真原理一阵就散了 不过此时的何镜已经身受重伤 好狠毒的手段 若云熙如今不但修为是炎木仙门的大师姐 而且她乃是无露之体 修为颇为高明 瞬间就发现了何镜是被人所暗害 何镜道友竟然是被一种魔魂针所攻击 想不到那金光璀璨的问心镜作为掩护 竟然能下如此手段 若云熙面色阴沉地说道 若云熙冷冷笑道 堂堂鼠山竟然以问心镜为掩护 暗中下手 真是卑鄙 你什么意思 蓬莱子问道 这魔魂针应该是用阴魔兵精炼制的阴魔兵针 隐藏在问心镜的光芒中猛然偷袭 此时 若云熙面色凝重 立即给受伤的何镜为了一些解毒驱邪的丹药 哼 不要血口喷人 这里这么多修饰怎么没看见 而且 就算有魔针 你取出来 大家开看眼啊 蓬莱子道 若云熙冷笑道 这阴魔兵精乃是魔界之物 此物发出之后 又被问心镜的金光直接融化在了何道友的体内 反而呈现一种无计可寻之相 真是好歹毒的手段 更可恶的是 何道友因为在问心镜光之中 为了自证清白 根本就没有运用护身秘法和法宝 因此 才被人如此偷袭 若云熙道 听了若云熙的话 众人不由的心头一寒 若是他们真的也在那金光之中 毫无保留地等待查验的时候被人偷袭 情况必然也非常凶险 而且 何镜已经有化神七修为 别人一记偷袭 就变得毫无反抗之力 这样的实力 绝对超乎想象 众人不由地 纷纷看向了蜀山掌门一玄星 云熙仙子 莫要血口喷人 一玄星面色阴晴不定道 我蜀山乃是光明磊落的大派 岂能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 阴魔兵精不过是你信口开河的无稽之谈 而和道友身带魔气 乃是不争的事实 你这样说 恐怕才是颠倒黑白 一玄星道 若是你的话是真的 那么说 这里所有的道友 包括昆仑 蓬莱 清城等等众多中原仙门 都是在众目睽睽诬陷吗 都没有能力发现阴魔兵精吗 一玄星的话 将所有的修真门派拉来站台 故意挑拨 一下子就引起了 众多修士的不满 对啊 若是真有什么阴魔兵精 刚才怎么不说 现在却又跳出来瞎比比了 哼 他们与何家是一伙的 他们恐怕早就狼狈为奸了 见到何家败露 就想要出手相救 蓬莱子叫嚣道 在他带领下 中原各大仙派 对于炎木仙派和何家 都表现出了敌意 而昆仑派的流云真人 此时面色也非常不好看 毕竟蜀山派问心静的 妙用他也是早就听说 因此他也比较怀疑 是何静被妖人夺赦了 这几百年来 何家与炎木仙派 做了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他们建立基金会 扶贫寄困 帮助困难凡人 成奸除恶 还击杀了不少 危害一方的妖魔鬼怪 如今已经建立了 极高的威望 然而 若是何静被妖怪夺赦了 众多门派自然也不会 念及旧情 肯定会出手击杀 不会有丝毫留守 蜀山一悬心 你确定要颠倒黑白 为难我炎木仙派和何家 若芸心怒道 哼 大家来看看 这个妖女竟然威胁蜀山派 蓬莱子冷笑着吼道 蜀山乃天下剑修宗师 岂能被这妖女所胁迫 在她的鼓动之下 现场众多修士 对炎木仙派都投来了鄙视的眼神 仿佛在群朝炎木仙派 哼 你蜀山当初 不过是我炎木仙门的一个分洞 这才过了几百年了 竟然又敢翻水 好一个炎而有幸的蜀山 方阳的小弟子邹兵 此时也非常愤怒道 此言一出 众多门派面色一变 蜀山派对于这样的历史 自然闭口不提 而炎木仙派更是低调形式 时间久了之后 自然知道这事情的人 已经寥寥无几了 不过刘云真人这样修为 高且寿命悠长的修士 自然知道数百年前的蜀山之乱 当时蜀山被方阳他们攻破 直接灭了宗门 因此 很长一段时间 蜀山就成了炎木仙派的附庸 只是这几百年 蜀山派门风转变 不少被方阳下原神静止的高手 都飞升或是陨落 而且 炎木仙派重心还在小灵界 因此 也就让蜀山派自己发展下去了 众多修士 不由地看向了昆仑派刘云真人 他也不好说出此事 因此 他干脆闭口不言 也算是默认了这一事实 什么 蜀山当初是炎木仙派的附庸 不会吧 炎木仙派这么勇的吗 那昆仑 刘云真人听了这些话 不由得脸色也不好看 当初方阳他们 乃是昆仑克卿长老 炎木仙派与昆仑立来关系极好 一时间 刘云真人有些左右为难起来 当年炎木仙派出了几个高手 甚至和妖族联合 欺辱我蜀山 想不到今日 还想再来欺辱 而且还是在我们中原修仙门派集结 即将屠灭古卧族 那些邪门歪道的时候发难 一玄星用带着悲切的声音怒道 一时间 众多修真门派的修士 都被他感染起来 想不到道貌黯然的炎木仙派 竟然还曾经入侵蜀山 今日恐怕又想保护古卧的妖魔鬼怪吧 我蓬莱派今日与蜀山共进退 一定要抵挡所有魔头的反扑 蓬莱子立即表明了立场 随后 清城派的金鞭子 以及其他与蜀山关系 极好的门派 很快就表示 要与蜀山抱团 联手对抗炎木仙派与何家 一时间 双方剑拔弩张 摆出了马上就要开打的架势 诸位 此事尚不明确 不应该引发内斗 此时 昆仑派的刘云真人 面色越发凝重起来 他可是知道 炎木仙派有多么强大 不仅曾经出了方阳 河东 据说在小灵界 还有庞大的势力 甚至在遥远的辟林星域 也有强大的后台 因为方阳他们 曾经是昆仑的克卿长老 因此 刘云真人可是知道 炎木仙派的背后 甚至还建立了国家 势力之大 根本不会将区区 古沃族那点势力 看在眼里 若是今日真的打起来了 以炎木仙派的实力来说 他们虽然人少 却也不容易落败 到时候 中原先门两败俱伤之后 根本就在无力联手 对付古沃族修士了 因此 无论如何 刘云真人也打算 把事情压下去 让双方势力握手言和 诸位 请听我一言 刘云真人朗声道 他的声音 带着磅礴真人之威 气势瞬间就压下了 蜀山与炎木仙派 其余的中原先门 也不得不给昆仑的面子 我相信炎木仙派 我也相信蜀山 刘云真人道 我觉得 今日或许有什么误会 要不我来为炎木仙门担保 然后开一个悬赏 如何 开悬赏 众人不由的心中满是疑惑 刘云真人笑道 诸位别忘记了 这次我们来蜀山 是为了什么 我们是为了集结 一同去诛灭古沃族的阴阳师 怎么到现在 还没有出中原 就开始内斗了 此言一出 众人心头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这次集结 可谓是意义重大 然而出了这样的事情 还没有出门 就开始了内斗 这简直是在做青者 痛仇者快的事情 听了此言 不少人都点了点头 彭莱子冷笑道 然外必先安内 内奸不除 要是我们去了古沃的地盘 就会陷入腹背受敌 甚至被古沃修饰为奸 由我昆仑作宝 如何 刘云真人道 并非不信任昆仑 只是让我们与内奸 如何同仇敌开 彭莱子冷笑道 那何家修饰身上魔气缠身 却偏偏不处理 不去杀意警板 这岂不使天下诸多门派 无比失望 哼 想不到昆仑派自诩为正道魁首 今日竟然没有丝毫担当 连内奸都不敢铲除 我此欲与之为伍 金鞭子怒道 就是 若是我们贸然出征 队伍内有了内奸 都不去铲除 到了危机时刻 给我们被刺 岂不是送死 就是 昆仑如果要真的有担当 就不能让这些魔崽子 有丝毫机会 一时间 众多门派的修士群情激愤 纷纷怒斥昆仑 刘云真人 面色阴晴不定 眼中神光流转 心中叹道 看来还是小看古窝族了 他们应该是 留下了很多后手 中原门派成平日久 竟然被如此渗透 威仪 刘云真人望向若云熙 和寇正刚所在的方向 目光带着一丝愧疚 显然近日的局势 他已经无法掌控 他最多能做的 就是两不相帮 如今魔头竟然入侵中原 魔分四起 我提议鼠山派 带领我们中原各派 击杀何家的魔崽子 蓬莱子朗声道 既然昆仑 想要同流合乌 我们就跟随鼠山吧 就是 今日就跟随正道魁首鼠山派 养我中原先门的无上威严 一时间 众多门派群情激愤 当然 也有不少有狼子野心的人 蠢蠢欲动 他们知道 闫目先门和何家底蕴深厚 因此门中高手 才能在几百年内 有好几个进阶化神期 他们若是能趁着这机会 打打秋风 杀人越货 那是最好不过 岂然是众望所归 我也不好推辞 一玄星朗声笑道 我鼠山派 竟然必须站出来 弘扬正道 灭杀魔头 一玄星冷冷笑道 诸位道友 我今日 就启动鼠山两仪微臣大阵 诸位道友可愿意 助我鼠山一臂之力 自然愿意 蓬莱子立即吼道 早就看着炎目先派不顺眼了 他们几百年内 就出了如此多的化神 背后有魔头撑腰 也说不定 而后 清城派的金鞭子 也随即附和道 一时间 众多修士脸上 显露出了癫狂之色 显然刚才蓬莱子 故意点出炎目先派底蕴身后 自然是为了 激发出众多修士的贪念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皆为力往 中原先门想要诛灭谷窝 是因为他们派出诸多世神 算计各大先门 让各大先门 都有不小损失 这直接侵害 各方利益的事情 自然让各大先门 无法容忍 同样 此时各大先派 已经被贪欲所蒙蔽 想要对炎目先门下手 刘云真人想要劝解 却已经被群情激愤的 各大先门所裹挟 无法发挥调停的作用 一掌门 请您启动大阵 借用大阵之威 消灭炎目先派 一个修士建议道 一玄心眼中阴晴不定 随即手中挥动一个御符 瞬间鼠山大阵 蠢蠢欲动 竟敢对我炎目先门有企图 好的很 若云西面露韵色 她衣袖翻动 一柄白色的大伞 迅速出现在了她手中 白色伞面上 描绘着金色的符文 显得古朴而又神秘 这些符录 一共有365个 暗合周天星秀的排列 此物还是方阳 送给若云西的礼物 这宝伞 以周天星辰图为根基 炼制出的云西星罗伞 可以与星辰呼应 调动一些星辰之力 也是非凡之物 而且 此物经过她几百年祭练 并不断融入天才地宝 威力也提升了许多 此物一出 漫天的星光 从伞面上冲天起 一股股星辰之力 被从天空中接引下来 以宝伞为中心不断延展 形成了一个缩小版的 周天星辰大阵 将何家与炎目先门的众人 都守护起来 而若云西此时身上 缠绕着七色云霞障 让她在星光眼影中 犹如天女下凡一般 她修为高深 宝物非凡 一时间让众多修士哗然 若云西身边的邹兵也不怠慢 丢出了五色玄旗 一阵阵神光将他们守护起来 显然也是防御之宝 此时流云真人有些自责 若是她能放下昆仑的面皮 让这些大修士去对付古窝 恐怕就能真的 把那些魔崽子杀到灭绝 看来炎目先派 是要拼死 与我们相斗了 一玄星冷冷地说道 两夷微尘镇 起 此言一出 四周阵法空间变得极为犀利 要知道 此地乃是鼠山附近 自然也在两夷微尘镇的笼罩之下 这些不要脸的 竟然发动大阵 对付我徒弟 见到一切 芳阳气得 就要冲出虚空蜗牛去帮忙 此时 河东的手和钱多多那胖乎乎的爪子 不约而同地搭在了芳阳的肩膀上 与众心长地说道 孩子们的事 还要孩子们自己去决定 我们不能帮他们走太多的路 显然 这是刚才芳阳所用的原话 竟然被他们两个原封不动地挪用不说 而且反倒用到了芳阳的头上 这让芳阳有一种天道好轮回的感觉 在钱多多和河东的劝解之下 芳阳这才没有出手 而是静观其变 只见 在七色彩光之中 若芸汐少女的容颜变得圣洁无比 加上她本来就华美的容颜 似乎是仙子下凡一样 让人不得不为之而侧目 她手中的白色宝伞上面 闪耀着符露与星辰的光芒 让她显得越发神秘而美丽起来 若芸汐手中的芸汐星罗伞轻轻一展 陡然间 伞面上的符露开始发出光芒 365个符露与天上星宿 都有些遥相辉映映起来 一股股星辰之力被若芸汐聚拢 此时 蜀山大阵已经启动 刹那间见光闪耀 气势非凡 邹兵御用五色玄旗 围绕在若芸汐周围 认真道 师姐小心 据说这两仪微臣阵法的全名生死 惠明幻灭两仪微臣阵 是蜀山阵教之阵 此阵有生死惠明幻灭六门 皆引先天阴阳二气 演化五行之力 一步行岔踏错 便当化为清气 行神俱灭 当初 我听何东师叔说过 要破解此阵 需精心推延五行玄弓 方能自死门入 生门出 而在阵法之中 即便肉身兵结也是白费功夫 因为元神出不去 邹兵有些担心地说道 小师弟放心吧 这次我们再来之前 已经收到了预警 因此已然做了准备 我们并不需要直接破阵 只要坚持到元兵来了就好 若云熙笑道 显然成竹在胸 因为阎木仙派 将重心放在了小灵界 而且形势非常低调 以至于中原的仙门 除了昆仑和蜀山的前辈高人 根本就无法想到 其实力有多么强大 师姐 是谁给我们通风报信呢 邹兵有些不解道 我也不知道 对方的行踪很是诡秘 我曾经数次追查 却也没有发现端倪 只知道对方手段极高 不在你我之下 若云熙摇了摇头说道 竟然有这样的刀手 邹兵面露震惊之色 不过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却能确定是有非敌 若云熙认真的说道 因为之前古卧族的侍神 也曾经暗中 对我们的门下弟子下手多次 只是被这些人 暗中全部消灭 而且 他们还多次出言提醒 帮了我们不少 若云熙道 师姐 这些人能暗中帮我们多次 实力必然非凡 你猜到底是谁这样的实力呢 邹兵问道 我还暂时没有头绪 不过当初师尊和和师叔实力极高 或许当时 他们就留下了后手也不一定 若云熙道 顿了顿 他继续说道 师弟 如今师尊已经飞升多年 未来的事情 还要靠我们自己才行 只有我们自己成长起来 才能为宗门撑起一片天 此时的若云熙 自信地说道 他全力加持着宝伞 星辰之光闪耀在两一微尘阵之中 已然展现出了 独当一面宗师风范 嗯 师姐 我一定不断提升信心和实力 绝对不给宗门丢脸 邹兵认真地说道 师弟 你可不要妄自菲薄 这些年你心性敦厚 加上刻苦修炼 修为提升极快 而且根基深厚 将来或许有一天 我们这一辈里 你可能是第一个进阶练虚期 也说不定 若云熙鼓励他说道 此时 蜀山派两一微尘大阵 已经开始不断运转 漫天的剑光 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 阵法之中 五行之力运转不息 以往的阵法不同 这次还有近千名中原先门的修士 进入阵中 帮助蜀山派加持阵法 只有昆仑派保持了中立 没有进入大阵之中 刘云真人 此时面色极为凝重 他已经决定 若是炎目先派不敌 他再出手调和 毕竟 此地乃是蜀山阵法附近 即便是他 恐怕被困阵法 也不是蜀山对手 因为有了众多修士的联手 一时间阵法之中的剑光威力 更是被提升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另一边 若云西操控宝伞 将磅礴的真原力注入其中 让其散发出璀璨光滑 更调动周天星辰大阵 以星辰之力助阵 瞬间就抵挡住两一微尘阵的第一波攻击 而邹兵也运用五色玄骑 不断运转五行之力 希望找到破阵的诀窍 要知道 方阳他们都是阵法高手 这些后辈弟子自然也有了不弱的传承 在邹兵运用阵气操控下 在周天星辰大阵之中 还蕴含了一股五行之力 总能让鼠山阵法的威力减弱不少 有了邹兵在旁边辅助 若云西总能轻易地 抵挡住鼠山派的种种攻势 他们为了破我们鼠山阵法 应该是早有图谋 一玄星冷冷地说道 我们一力降实惠 就看他们顶不顶得住 我们中原县门的联手 彭莱子冷笑道 随后 在一玄星的联手之下 大阵之中 众人快速联手 不断输入真原力 瞬间阵法 威力大增 轰轰轰 大阵之中 射出了万道金光 直接冲向了若云西的 宝伞防御 显然 以他一人之力 绝对也无法抵挡 整个大阵的威力 片刻 若云西的星辰光照 已经被压制得极为稀薄 而他额头 已经出现了细密的汗水 显然此时 他已经是在勉力坚持 情况非常危险 快看 他们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我们家把劲啊 彭莱子大声笑道 这时候 一直站在浮空飞艇上面 照顾和静的寇正刚出手 只见他飞到天空之中 大声迎送起来 周天星辰之力 加持我身 大混沌周天星辰剑 出 显然 作为弟子寇正刚 也继承了方阳迎送咒法的那种 有点中二攻击方式 见到这一幕 何东 钱多多 张灵 诺婆他们 都情不自禁看向了方阳 方老板 你弟子口号 喊得挺标准的 传承嘛 就是这样的 方阳一阵尴尬地说道 此剑一出 瞬间就将星罗云西散 接引而来的星辰之力 全部整合了起来 剑光与星光融会合一 整个空间开始震荡起来 刹那间虚空之中 凝聚了一道巨剑虚影 虚影中 净是金色的星辰光芒 威势极为恐怖 好强的剑光 寇正刚这一出剑 就让阵法中的蜀山修士 和中原各大仙派的修士 为之震惊 陡然间 那大混沌星辰剑猛然展出 恐怖的剑影 如同流星一样 直接往蜀山两仪 微尘大阵之中 冲击而去 随后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在剑光与大阵相交的那一刹那 似乎这里的空间 都出现了坍缩一般 瞬间蜀山大阵之中的光芒 竟然未知一暗 阵法光照 竟然被这一剑 轰给不断震战 甚至出现了摇摇欲坠之招 如此剑光 恐怕就是传说中 闫目先派的那位方阳老祖 传下来的大混沌星辰剑法秘书 实在太过恐怖了 昆仑派的流云真人 见到这剑光也为之震撼 他可是知道 当年方阳老祖 他们有多么强大 能直接将桀骜不逊的蜀山 打得投降归附 甚至直接斩杀临界来的蜀山圣子 剑法似乎比蜀山派的所有剑法 都要高明啊 人群之中 不少人发出了阵阵惊悚 本来不少人就只是想来打秋风的 想趁乱谋取一些利益 并不是想要与高手拼命 此时 这些人见到了 阵慕仙派的强大实力 因此 一个个都有了打退唐谷的打算 然而 阵法已经被蜀山派操控 此时 他们即便想要离开阵法 却也无法做到 只能被阵法所裹挟 不断与阵慕仙派的人争斗 一时间 双方各施手段 剑光 保散 阵法灵光 五行灵光 在天空之中相互交错 不断征法 随着一阵又一阵的法力碰撞 在空中不断上演 四周的空间开始震荡 让围观的所有人 心中无比震撼 这阵慕仙派有如此手段 恐怕实力 不在蜀山和昆仑之下 有修士心中暗暗惊骇 对形势低调的阵慕仙派 不由得高看了几分 这个阵慕仙派 也太过奇怪了 区区只有几人 但是出手 竟然能对抗我们上千人 所加持的两仪威臣大战 他们区区几人 就敢抵挡我们这么多人 恐怕还有什么后手 一些修士 见到阵慕仙派的人如此强硬 心中不由得有些隐隐不安起来 来了后手又能怎么样 蜀山派的两仪威臣大战 乃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阵法 就算他们背后有恋须强者 要是赶来闯阵 还不是一样会陨落在这里 彭莱子冷笑着说道 显然 他对于蜀山派 传承数千年的护山大镇 非常有信心 他们区区一个阎牧仙派 竟然挑战我们中原所有门派 简直就是堂壁挡车 不自量力 青城派的金鞭子 也愤然说道 只要我等全力以赴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必然落败 彭莱子朗声笑道 到时候 谁击杀了这些魔头的代言人 战利品就是谁的 此言一出 的确挑动了众人的贪婪 这些修士又激动起来 配合着两仪威臣大镇 不断地施展秘法 果然在众多修士 其心合力联手之下 阵法威力提升了数倍 一道道恐怖的攻击 从阵法中冲出 化为一道道五彩斑斓的攻击术法 直接往若芸汐他们冲击而来 经过了几次阵法攻击之后 若芸汐他们的守护光照 已经快速减弱 很快就呈现了摇摇欲坠之势 这时候 无论若芸汐还是邹兵 寇正刚 他们的面色都非常不好看 不行 要是继续再这样下去 恐怕我们今日就要陨落在这里了 寇正刚面色凝重地说道 芸汐师姐 我们的援兵怎么还秒到 周边一边操控着五色玄骑骑 加持着防御阵法 一边着急地问道 然而就在此时 忽然若芸汐身上的一个储物袋中 发出一阵震动 若芸汐手一翻 一个玉剑出现在她的手中 玉剑之上光芒流转 显然是已经被人所激发 来了 我们的援兵很快就到 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再坚持片刻 若芸汐高兴地说道 随即她冲天起 手中饱散的光芒激发到最大 瞬间天空之中 星辰之力与她的饱散相互牵引 一股股磅礴的星光 从九天之上坠落而来 在这些光芒加持下 他们如同隐没在了光芒之中一般 这些星辰之力 很快再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照 将他们保护起来 竟然能如此迅速地 调用星辰之力作为防护 好诡异的秘书 竟然能调动天空星辰之力 在场的众人见到这一幕 不由地嘖嘖撑起起来 哼 不过是一些保命手段 但是在阵法 冲击之下 他们也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蓬莱子道 可是 他们如此负于顽抗 到底是为了什么 越来越多的修士 发现了不对劲 即便他能调动星光之力 又能怎样 却也不是无穷无尽的 而我们中原先派的 所有高手都在这边 只要齐心合力 用不了片刻 他们就要隐恨当场 蓬莱子冷冷笑道 而此时方阳河东他们 在高空的虚空蜗牛之中 突然他们的目光 往东边望去 神念延展 不由地露出笑容 原来他们早就有后哨 看来这些孩子们 是真的长大了 方阳心中很是欣慰 又过了半个钟时间 若云溪宝伞 连同星辰之力 所形成的守护禁制 已经被阵法冲击的七零八落 与此同时 邹兵的五色玄骑 也节节败退 似乎他们落败 也就是弹指之间了 然而就在此时 一阵阵强大的灵力 从西东边传来 片刻之后 就见东边飞来了一大片云雾 这片云雾之上 妖风烈烈 气势非凡 云雾之上 为首的乃是一个青年修士 这修士修为颇为不俗 到了化神出气 已经有如此成就 不愧是我钱多多的青传弟子 钱多多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笑容 方老板 何大哥 你们虽然弟子又多 子孙也很多 但是到了关键时候 还要靠我钱多多的弟子才行 看到了吗 我是不是教徒弟 很有一手 钱多多得意道 见到自己的徒弟给力 钱多多脸上流露出的得意之色 根本就抑制不住 此时 雷虎身后 还有两个修士 这两个修士修为不弱 都有着化神出气实力 不过这两个家伙的长相 有些奇形怪状 一个修士头上满脸长毛 另外一个修士头上长出一个大脚 他们两个 简直就在脸上写着 妖怪两个字 这两个修士 就是投靠万妖谷的 毛修士和脚修士 他们对方阳和钱多多极为崇拜 他们一直恪守着 大力熊天王飞升时的训诫 教好灵鸾山和炎木仙派 而后 小灵界之乱的时候 他们还想守护灵鸾山 但是因为实力不高 还差点被写进 此时 在雷虎他们三人身后 则是一大片的黑色云雾 这云雾极为厚重 里面散发出浓烈的妖族气息 方阳他们用神石一探查 就发现 这黑色妖云之中 有大量的猿鹰漆 和化神器的妖族修士 这正是炎木仙派 留在小灵界的底蕴 事件 是雷虎失殿 邹兵笑道 想不到 他们竟然来得这么快 可是这两一微尘 如同一个乌龟壳 他们怎么破阵呢 当年你年纪小 还不知道 咱们师尊当年 可是用了以阵破阵之法 直接攻破了两一微尘阵 大显阵到神威 想到师尊 恶云西脸上带着崇敬 我们今日也要以阵破阵 邹兵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看着 师姐今天掌控全局 说着 他快速收回了 自己的云西心罗伞 而此时 雷虎带着毛修士和脚修士 驾驭着妖风黑云 已经到了蜀山两一微尘在上空 有妖气 看来这炎木仙派 甚至与妖族修士勾结 不少修士 面色阴晴不定起来 他们纷纷看向了一玄星 心中隐隐有些担忧起来 哼 自古邪不胜正 就算找了一些妖魔鬼怪来帮忙 又能如何 彭莱子冷笑道 今日我们中原仙门 自当灭杀一切妖魔 对了 这些高阶 妖族修士身上的内丹 可是不俗之物 彭莱子显然还是用了老办法 不断激发着众多修士的贪欲 不过这样的招数用多了之后 难免效果不佳了 我与严慕仙派并无太大瓜葛 今日 今日我点仓派想要退出 希望一掌门打开阵法 让我们点仓派离开 点仓派的太上长老元英后期修士 苍朗真人说道 显然 他此时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他已经发现 估计严慕仙派与蜀山派 即将爆发规模空前的大战 他可不想被卷入这种级别的大战 有了点仓派起头 诸多门派也跟着起哄 要蜀山打开阵法 好逃离战场 哼 你们这时候是想反水吗 刚刚态度极为和蔼的一玄星 此时凶狠地说道 若是此时离开 必然需要打开阵法 外敌趁着这个机会 必然前来攻击 干出这事情的 必然是敌人派来的内鬼 说着 一玄星握住操控阵法的预检 轻轻一挥 一道道剑光 忽然冲向阵法内部的苍浪真人 苍浪真人 恐怕做梦也想不到 蜀山派竟然会直接拿他来杀鸡警侯 他立即丢出了数件护身宝物 然而在两夷微尘大阵所衍生的剑光之下 他的防御如同纸壶一般 仅仅一个呼吸 就已经被斩成了两半 原因都被绞碎了 如此手段 让中原各大门派不由得心中胆寒 他们这时才知道 自己已经被蜀山派所彻底裹挟 以至于骑虎南下了 就在此时 若芸熠御用秘法 激活自己的宝物 芸熠星罗伞 刹那间 宝伞碎裂 伞面化为一张阵图 飞向高空 要知道 这宝伞的散面 乃是以周天星辰图为根基链指出的 因此 可以与星辰呼应 调动一些星辰之力 也是非凡之物 经过了多年祭练 这散面 已经可以作为一张山寨版的周天星辰图了 而后 雷虎他们脚下的腰云破碎 里面飞出了三百多个猿银后期 甚至化神器的妖族高手 他们与若芸熠的山寨版周天星辰图 瞬间建立了联系 一个山寨版的周天星辰大阵 快速成形 以阵破阵 以周天星辰大阵 来破蜀山派的两仪 微臣大阵 邹兵瞬间就明白了师姐的计划 心中甚是欢喜 瞬间 天上星光璀璨 与大阵交相辉映 一股股周天星辰之力 快速落下 虽然以双方人数来看 蜀山派这边更多 但是炎木仙派这边 整体实力更强 而且非常齐心 蜀山派阵法之中的众人 大部分是被蜀山裹挟的 他们被迫参战 其实就是一盘散沙 一时间 周天星斗大阵 与蜀山派各有优劣 星光与剑光 相互在虚空中不断交错 双方斗得难分难舍 方阳他们 在太虚凌峰的隐蔽之下 暗中观察着战局 不时点评着自己弟子的得失 心中很是欣慰 不过片刻之后 钱多多面色微微一变 不对 这蜀山地脉 之中有了诡异的变化 恐怕有人想要自爆 两仪威尘大阵 钱多多乃是上古神兽寻宝雕 对于任何契机变换非常敏感 如今他继承了妖皇传承 对于契机的敏感程度 比方阳还要强大几分 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什么 自爆两仪威尘大阵 方阳也面露愤怒之色 要知道 此时蜀山派裹挟了 中原修真仙门在阵内 而自己弟子的周天星斗大阵在外 若是自爆 必然是两败俱伤 那么中原仙门恐怕会损失惨重 从此一蹶不振 我忍不了了 我要去捶死那些 暗地里干坏事的王八蛋 钱多多愤怒道 这时候 方阳和何东二人的手 都不约而同 揉了揉钱多多肥瘦的脑袋 语众心长地说道 孩子们的事 还要孩子们自己去决定 我们不能帮他们走太多的路 然而 钱多多却没有了丝毫淡定 怒道 你们清高 你们一个徒弟多 一个后辈子孙多 我就只有雷虎一个徒弟 玩完了就没有了 钱多多一愤填膺的吼道 谁打我徒弟 我挖他祖坟 说着钱多多就激动了 驾驭着虚空蜗牛 冲向了两一微尘大阵之中 都说方阳护短 没想到这钱多多护其短来 比方阳有过之而无不及 钱多多驾驭着虚空蜗牛 在太虚凌峰的隐秘下 很快就顿入了地脉之中 虽然地脉 也在两一微尘大阵的守护范围之内 然而虚空蜗牛 能与地脉融为一体 即便两一微尘大阵 在凡间属于最为顶级的大阵 却也根本无法监测到 一丝灵力波动 很快 方阳他们就沿着地底灵脉 逐渐进入了蜀山派内部动天 此时 蜀山派内部却也是乱象丛生 层层叠叠的士神魔影 配合众多魔兽 正在蜀山内部四处烧杀掳掠 蜀山弟子在剑贤云 剑野鹤 以及庶民长老的带领之下 正在快速抵挡这些魔影和魔兽 这些士神魔影实在太多了 剑贤云此时面露忧虑 虽然他们已经竭尽全力 但是此时也只是在勉励支撑而已 要知道 蜀山被如此大规模地入侵 必然有蜀山的高层也参与其中 而且 谋划一定极为深远歹毒 也不知道是什么厉害的魔头 竟然能直接将掌门师兄的元神给控制住了 这太匪一所思了 剑野鹤叹息道 要知道 蜀山掌门实力高强 道心坚固 要想将他元神控制住 绝对不是凡间的修饰可以做到 不行 我们必须冲出去 给天下所有的仙门修饰预警 否则他们会被困死在两仪微尘大阵之中 剑贤云怒道 这些魔头实在是太可恶了 暗中操控我们蜀山不说 还要将天下所有门派的高手吸引过来 然后以我蜀山的名义来坑杀 要是被他们成功了 我们蜀山派也没脸在中原仙门立足了 一个蜀山长老痛心疾首地说道 要知道 本来蜀山打算召集天下所有门派 去对付那些窝族魔头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被人利用 反倒成了这些魔头借机作乱的借口 当时李长天和掌门 恐怕都已经被魔头所控制 只是最后 李长天被推出来做了挡箭牌 让那魔头能进一步控制掌门 见贤云探道 贤云 也和二人也算是极为厉害 虽然当时就觉得 李长天被抓出来感觉有些太容易了 但是因为也没有多想 毕竟李长天很快就被众多修士联手击杀 而且宗门里所有人都经过了问星镜的探查 也没有发现问题 他们一时之间也没有疑心 不过现在看来 恐怕蜀山早已被魔头暗中入侵 那问星镜也被人动了手脚 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此时 当天下众多门派前来的时候 这些魔头又利用问星镜 继续做文章 让何家和炎木仙派 与天下众多盗门为敌 若是双方真的大战 到最后 恐怕必定会两败俱伤 中原各大仙门必然实力大损 根本不可能再组织有生力量 去剿灭古卧族的老巢 想到这些 剑贤云和剑野鹤 二人不由的心中懊悔不已 然而这些魔头布局 不知道用了多少年 显得非常老谋深算 让他们根本无力回天 他们也相信 这些魔头 不会只在蜀山派埋下的钉子 应该在其他门派也有许多后手 因此 众多门派即便已经开始全力清剿 但是这些魔头 因为已经开始筹划多年 绝对很难短时间肃清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我们杀出去 联合外面的昆仑等门派 一起对付那附身掌门的老魔头 希望能救回掌门 贤云也和二人带着剩余的蜀山高手 和蜀山弟子结成阵法 在漫天的黑云之中 开始与那些魔头相斗 不过这次来的魔影也非常厉害 在几个阴阳师带领下 成千上万的魔影开始化为阴风 在蜀山洞天内部搅动风云 芳阳他们再来到蜀山洞天内部之后 也很快发现了 里面正在经历大战 不过双方势均力敌 一时间蜀山派想要冲出去的打算 短时间难以做到 至于这些魔头虽然人多势众 不过蜀山众人 却能借用冻天的阵法以及地利 一时间双方也就僵持不下 芳阳他们也没有想出手的意思 而是继续往蜀山内部盾去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蜀山山脉数千丈之下 这里乃是地底灵脉汇聚之处 也就是蜀山两仪微尘大阵法的核心根基 我就是感应到这附近 似乎有隐秘的波动 因此判断蜀山阵法根基正在被破坏 钱多多认真地说道 如今钱多多修为高深 加上获得了妖黄的传承 激发了更多的天赋神通 而且他掌控的虚空蜗牛 对于地脉变化也非常敏感 因此他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了问题 他们以太虚凌峰这件仙器 发挥隐秘作用 很快就来到了地脉深处 他们发现了 这里竟然有三个魔头的分身 其中一个中年人模样 头上长着一只古怪的赤脚 另外一个浑身黑衣 裹得如同一个黑色的木乃衣 最后一个满头白发 戴着高帽子 身着阴阳师的兽医 这三人都散发出炼虚初期的修为 已经到了下界能承受的最高限度 不过方阳用元神探查一番之后就发现 他们并不是实体 而是一种傀儡 也就是 他们只有一些元神在这些身体里 然而组成身体的材料和能量 都是来源于地球 他们三人竟然在下界 能有炼虚修为 方阳面色一变 估计又是用的神秘血迹秘法 短时间 血迹了很多古卧的低阶修士 运用泄魔秘术 将他们的修为堆上去的 钱多多道 他对这些魔头可是恨之入骨 要知道 他的弟子雷虎正在外面拼死拼活 若是让这些魔头得逞 恐怕自己弟子不死也要中伤 钱多多正想着冲上去降妖伏魔 却被方阳阻止 方阳道 别着急 先听听他们想干什么 随即众人在太虚凌峰的掩护之下 很快就到了这三个魔头的附近 此时 三个老魔还为算计鼠山成功 而沾沾自喜 这次入侵鼠山 真的是太顺利了 赤脚老魔哈哈大笑道 哈哈 虽然鼠山派的前辈高人非常厉害 在地脉深处布置这个大阵 但是我们如今已经控制了鼠山掌门 让他打开通道 放我们进来 却也是不难 黑衣老魔一阵得意 不过我们也不能小看鼠山 据说他们抵御身后 那个戴着高帽 身着兽衣地修饰道 其实鼠山并不算最麻烦的 最麻烦应该是这里的古怪封印 黑衣老魔一脸不满地说道 无论修为多高 到了这里就会被封印修为 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好在我事先就传下了魔念 培养了一群魔子魔孙 那穿着兽衣的阴阳师得意地说道 有了这些魔子魔尊主动牺牲 自愿血迹 才有了这三具血魔傀儡 这血魔傀儡 因为都是由这星球本地人血迹而成的 避开了这里的封印 但是却非常脆弱 虽然看上去有恋虚修为 但是估计也就和化神巅峰差不多吧 赤脚脸上一脸不满地说道 你省省吧 如果没有这个方法 你贸然来到了这个奇怪的星球 估计你会被压制的 只有炼气气不到的修为 黑衣老魔摇头说道 你们也别说了 干正事要紧 这血魔傀儡的力量 用一分就少一分 还要尽快回到血池去补充 兽衣修士老魔道 放心 只要我们将这里的地脉引爆 不仅鼠山的修士会伤亡殆尽 就连中原各大修真门派的人 估计也会被消灭大半 从此以后 这颗星球将再也没有人能够对付我们了 赤脚老魔笑道 不错 而后将来我们再次飞升魔戒 就能轻易地绕开 已经支离破碎的血魔戒 黑衣老魔笑道 如此甚后 我们本来就已经到了大成期 只是被那些真仙真魔逼急了 不得不通过一些方式 绕开去魔戒而已 将来估计用不了多少年 我们就能飞升到真魔戒去 与那些真仙真魔一脚搞笑 兽衣老魔豪情万丈地说道 不过这鼠山派也不能小看 据说鼠山派在灵界还有根基 甚至在仙界 还出了一个惊仙期的厉害仙军 赤脚魔头正色道 那就太好了 如果我们直接覆灭鼠山 将来到了真魔戒去 一定会受到诸位魔菌的大家称赞 黑衣老魔头脸上露出笑容 其余老魔听了此言 也是一个个脸上笑开了花 不过 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这两一微尘大阵的核心根基之处 竟然有六枚仙界俘虏 以我们现在的功力 要想破坏这些东西 还要费一些手段 无妨无妨 我可是也有真魔之物 我用六七颗密魔岩 精再配合一些魔道法宝 再布置一个阵法加持威力 最多几个时辰就能够做到 兽医魔头非常得意地笑道 随后 这三个老魔头就各施手段 瞬间一道道魔光 就开始在地脉之中闪耀 这三个老魔配合默契 不断运用诡异的魔道手段 快速消磨着这里的仙法静置 一时间 整个两一微尘阵的内部 开始发出奇怪的震动 这样的震动非常轻微 就算是修真的高手 也无法短时间发现 然而钱多多因为灵觉惊人 很快就发现了 阵法根基在受到破坏 然而就在方阳 他们想要出手阻止的时候 忽然地脉之中 又有一阵玄妙的灵力波动 众人用神念探去 发现在须地脉之中 竟然有一只七彩凤凰的虚影 在施展着五行盾树 在地脉之中快速穿行而来 当然 这个凤凰虚影非常小心 其身上散放出一道神光 在外界覆盖 这样似乎就形成了一道 极其玄妙的屏障 将其所有的灵力波动 完全掩盖起来 而且还丝毫不影响其遁形的速度 这时 见到这一幕 方阳不由地呆了 他立即将神识 往那凤凰虚影之中探去 不由地摇头苦笑起来 因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大舅哥红云太子 穆红云和他的儿子方陈浩 怪了 我的大舅哥 不是带着我儿子 去了天元王朝吗 为什么会出现的这脸 方阳一脸猛逼 方阳以为穆红云是带了儿子 回到天元王朝 去领略风土人情 到外出走一走 看一看 避免方程号 这个小屁孩 在那盘须海影里面调皮捣蛋 然而 让他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不靠谱的大舅子 竟然带着自己的儿子 来到地球冒险 要知道 地球有着强大的风影 因此 他们来到地球之后 修为必然受到极大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 直接跌落到炼气期 这样的实力 在地球来说 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让方阳 稍微心中安慰的是 如今红云太子 穆红云身上 覆盖着功德宝光 显然做了不少 利益众生的事情 得到天道承认 而且他的修为 也恢复到了化神巅峰 不过红云太子 那一身辣眼睛的红色 配合海胆一样的发型 让方阳心里咯噔了一下 至于方阳的儿子方程号 如今修为 已经接近了金丹后期 其身上也灵光异矣 显然也做了不少好事 看到这一幕 方阳总算有些欣慰 可是 为什么我那大舅哥 不回自己的天元王朝 而跑到地球来了 方阳忽然想到当初 他们在飞升之前 钱多多与慕红云关系还挺好 钱多多这吃货 给慕红云和儿子方程号 讲了不少他在地球上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甚至当主播的事情 方阳不由的眼睛 望向了钱多多 钱多多脸上流露出 不易察觉的尴尬 然后用肥瘦的爪子 揉了揉肥瘦的大脸 然后一脸无所谓的说道 他要去干什么 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没说 让他来地球当主播 我可没说地球美食多 我可没说地球光怪路里很好玩 钱多多感觉和二哈相处久了 也学会了不打自招的绝技 方阳忽然想到 自己的大舅哥 堂堂天元王朝的皇太子 顶着海胆头 对着麦克风大吼 呦呦呦呦 我是MC红云太子 必须要给我面子 我来自天元王朝 没人比我更潮 我是飞天遁地的神仙 积累功德要奋勇争仙 火热心肠是我的王牌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舞台 呦呦呦 想到这些 方阳整个人都不好了 别管你大舅哥当不当网红 先对付这些魔头吧 钱多多一脸憨厚地转移着话题 此时河东面色凝重地道 这些魔头实在太可恶了 破坏了这里 必然会引起地脉异动 而后阵法根基破碎 接下来就会引起大爆炸 河东精通阵法 很快就想到了随之而来的后果 众人也知道 这里爆炸之后会是什么情况 不仅鼠山拍不保 甚至方圆数百里之内的很多凡人 也会在天崩地裂的灾难中殒命 他们都已经是魔界的高手了 竟然还如此不要面皮 派出分身来对付凡间的门派 诺破心中愤怒 不过听他们说 好像他们所在的那些地方 也受到了灾害 也不知道魔界最近怎么了 出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灾害 二哈本来就是魔界中人 他隐隐觉得 魔界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巨变 才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方老板 你大舅哥和你儿子 应该早就洞察了魔头的动向 并且一直在暗中出手 帮助天下众多仙门 河东这时候笑着说道 显然红云太子和方承浩 这几年应该已经知道了 古窝魔头的一些行动 因此 之前炎木仙派不断收到提示 估计就是他们暗中所为 然而 他们也没有想到 即便他们已经事先 让这些魔头的图谋提前曝光 然而这些魔头还依旧极为猖狂 甚至想要顺水推舟 借用鼠山派的事情 不一个局 把中原修真门派全部坑进去 了解到这些事情之后 红云太子和方承浩 自然也坐不住了 他们随即在暗中 通知了炎木仙派的若云熙 同时 自己也暗中出手 甚至追查到了这里 要知道 如今木仙派修炼有成 本身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炼虚期 而且他将自己的仙气七彩凤凰刀 也纪念完成 甚至因为他积累了很多功德 甚至让这宝刀 在功德保光的浸润中 不断得到加持 这一日 木仙派就是用此仙气 幻化出了七彩凤凰的虚影 将它们包裹起来 暗中遁入地脉之中 躲开了两仪微尘阵 从而直接进入到地脉深处 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果然在这里发现了三个老魔头 木仰云带着一丝兴奋地说道 舅舅怎么办 他们三个老魔头 看上去实力非常高强 虽然只是分身 但是都在练虚期 方承昊有些担忧地说道 那有什么办法 偷袭 然后一阵胖揍 木仰云一副不靠谱的样子说道 可是 舅舅虽然你也是练虚七强者 但是如今体内的封印 还没有完全解开 修为只有化神巅峰 若是你凭借凤凰刀 与他们相斗 也最多能对付其中一个 另外还有两个老魔头怎么办 显然方承昊的担忧不无道理 那有什么办法 木仰云摇头说道 要是你那老魔身算的老爹 在就好了 他一定来个暗中偷袭 就将这些老魔头统统消灭 方扬听到木仰云对自己的评价 也不由得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 这老舅带娃 还真有一点不靠谱啊 钱多多笑眯眯地说道 舅舅 你说他们 为什么没有收到地球封印啊 方扬昊显然对于这些老魔的手段 非常好奇 估计是想到了一些秘法 绕过了这里的天地规则 木仰云无奈地叹息道 因为这三具身体也不是肉身 而是一种魔界的傀儡秘书 因此 他们应该不能发挥出真实的恋虚实力 木仰云想了想 认真的说道 要是我修为再高一点就好 方扬昊叹道 他一出生就是金丹巅峰 而且他有月天牙前辈赐予的镜子真言 因此 能不用杜劫就能提升修为 当初他在苍蓝星和盘须海影中 更是受到家人庇佑 修为顺风顺水 轻轻松松就到了化神进阶 一辈子都没有觉得 修炼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 而他舅舅带他来到地球之后 才发现了这里的人修行艰难 虽然很多人都有极好的灵根 但是却因为灵气匮乏 无法修炼 这几年 他不断做功德 打开封印 一步步开始恢复修为 也更加懂得了修行不易 修为弥足珍贵 可以说 来地球的这几年 让他的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不用担心 他们这些老魔头 也受到了地球封印的影响 因此 他们只是让自己的元神 进入容器之中 然后再用低阶修士的祭祀 堆积出看似强大的修为 他们就如同法宝的气灵一般 就算他们三个联手 也未必打得过我 如果打不过怎么办 方承昊挠着头问道 嗨嗨 就算打不过 以你舅舅的七彩凤凰刀 化为凤凰逃命 他们也追不上 慕红云有些尴尬地说道 显然 他对于能否一口气 对付三个老魔头 还是有些没有底 此时那几个老魔头 正在疯狂攻击 两仪威尘阵的阵法根基 阵法身处的六枚仙符 已经开始不断晃动 毕竟这些仙符 被放置在这里 已经过去了数千年 里面蕴含的仙灵之气 已经开始衰竭 若是被他们不停地攻击 估计用不了多久 仙符就会破碎 而后就会被他们刻意引爆 要是两仪威尘大阵爆炸 不仅动天中的鼠山派 会屠戮殆尽 而在外面的 正在相斗的中原众仙门 与阎木仙派的星斗大阵 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可以说 若是让这些老魔头的计谋成功 自此中原修仙界 会被他们轻易地一网打尽 这些家伙竟然如此心肠黑 那我也就不给他们客气了 慕红云面露微笑 手一挥 刹那间一股磅礴的刀器 在他手中形成 瞬间这股刀器 就变换为长约数百丈的虚影 他对着那三个老魔头的后背 就直接劈斩而去 这一刀 蕴含着极强悍的磅礴的刀器 甚至泛出阵阵功德宝光 随着这些年 慕红云做了不少利益众生的事情 他身上功德宝光 也加持在了这七彩凤凰刀之上 瞬间凤凰的刀芒 与七彩功德宝光融为一体 光芒暴涨 刹那间 这一道刀光 犹如天外彩虹 裹着流星坠落一般 直接冲向了那三个魔头的后背 这三个魔头 正在拼命地破坏着两仪微尘大阵 根本就没有想到 猛然间竟有一道刀光突然袭来 这让他们差点措手不及 小心 那个头生赤脚的修饰面露大惊之色 随即他怒吼一声 口中喷出了一个黑色的磨顶来 这个黑色铜顶上 镌刻着玄妙魔纹 上下覆盖着浓厚的魔气 很快就变得犹如房屋大小 而且还散发出强大的气势 显然即便在魔界 也并非一件普通的宝物 瞬间就听着当 直接向他们三人斩来 兽医老魔见状 快速丢出描绘着五芒星的黑色符路 一股魔气幻化为了一株人面巨树 足足有数十丈高大 虽然这人面树 也只是抵挡了一击 就被凤凰刀光直接劈成两半 化为灰飞 不过这魔物似乎防御力非常强大 因此与刚刚那魔顶联手 减弱了一半刀光威力 因此 当慕红云的刀光落到这三人身前时 威力已经减弱了一半左右 不过那强大的威力 依旧将三个老魔头 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赶紧发动了全部的护体宝物 即便如此 他们三个老家伙 还是被强大的刀光轰得快速飞退 一个个呕出乌黑的魔血来 显然被慕红云的这一招偷袭 三个老魔头都身受重伤 可惜 没能将三个老魔直接砍死 慕红云叹息道 这一刀之后 慕红云身上的气息也减弱了不少 显然这一刀 已经是他最强的攻击了 要知道 以慕红云如今的修为 配合中品仙气七彩凤凰刀和功德之力 这一下猛然发出的这一刀 完全可以堪比 练须初期修士的权力一击 然而这些魔道修士 乃是从魔界偷渡而来的 身上还带有防御重宝 因此才能在消耗了那魔顶和弑神人面术之后 堪堪将慕红云的攻击抵挡住了 若非如此 以慕红云今日的攻击 足可以将这三个老魔一口气斩杀在此地 舅舅现在怎么办 方承昊不由得越发担忧起来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有舅舅在你放心吧 慕红云顶着海胆头 淡然地说道 似乎这几个老魔 在他眼里不足为绿一般 见到这一幕 方承昊不由得对自己的这个看似不靠谱的舅舅 更加敬忠了几分 竟敢偷袭我们 赤脚老魔心头大怒 他们三个老魔刚刚确实被吓了一大跳 因为这道剑光威力实在太过于强悍 然而 等他们回过神来 发现刚刚出招之人不过是化神巅峰修为 他们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但是对于一个化神巅峰修士 就敢偷袭他们 这让他们三个有种受了侮辱的感觉 三个老魔放弃 在继续攻击两翼微沉阵的根基 而是联手往慕红云他们这边冲了过来 老魔们配合极为默契 赤脚老魔冲在最前面 而那黑袍老魔和兽衣老魔紧随其后 三个老魔形成了一个品字形 此外 他们身上的磅礴魔器还相互勾连 一时间在地脉空间之中 引起了一阵阵恐怖的灵力威压 臭小子 做好防御 看舅舅今天大显身威 面对三个强敌 慕红云丝毫也不退让 带着七彩凤凰刀 以功德保光护住周身 然后就直接冲了上去 方承号不敢怠慢 立即将手中的天元宝镯拿在手中 瞬间宝镯飞在空中 散发出一道道光芒 化为一个光照将其保护在其中 有了这层防御 那些老魔散发出的漫天魔器 一时间也难以攻击到他 舅舅小心啊 方承号依旧有些担心的 只是眨眼之间 慕红云已经和三个老魔头斗在一起 三个老魔头组成了一个三才之阵 阵法中魔影变幻 不断腾膜翻飞 魔器不断向慕红云发动绵密的攻击 不过慕红云依旧保持淡定 手上凤凰刀的刀铃 换化为彩色凤凰 让其周身灵光异矣 同时不断挥舞凤尾 瞬间就将四周的魔器一扫而空 三个老魔与慕红云一交手 不由得暗自心惊 他们以魔器幻化出来的种种幻象 皆被慕红云一刀斩破 而且他这件仙气宝刀之中 蕴含着磅礴的功德之力 对他们三人所修炼的功法 都有极大克制 这个头发像海带一样的家伙 实力竟然这么强 赤脚老魔看到慕红云头上 如同海胆一样的发型 不由得心头一惊 难道这家伙是妖族来的高手吗 可是为什么身上一点妖气都没有 此人刀数极其高明 还好不是恋虚修为 否则我们三人都有可能被这家伙斩杀 黑袍老魔面色阴沉地说道 此人实力非凡 看他身上功德保光灿烂 应该是积累身后 衣着和发型非常奇特 搞不好是什么影视宗门的修饰 我们尽快拿出看家本领 将其杀灭 以免夜长梦多 身着兽衣的白发老魔道 随后三个老魔头与慕红云陷入苦战 此时 他们双方都暗自叫 在慕红云看来 以他一己之力 对付三个恋虚七老魔 已经显得非常危险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陨落 至于这三个老魔 也见到慕红云强悍刀法之时 心中更加担心起来 若是持续下去 他们三个傀儡之体 恐怕就会露馅了 毕竟他们三个的傀儡之体 是通过血迹之法 临时提升到恋虚七修为的 若是持续损耗 他们的修为会 肉眼可见地跌落下去 到时候 他们甚至有可能就不是慕红云的对手了 从而陨落在其恐怖的凤凰仙刀之下 这时候 那黑袍老魔 看向了躲藏在天元宝珠光滑笼罩的方程号 心里打起了坏主意 他竟然带了一个后背弟子来 我们一时间拿不下他 要不干脆 以他的后背弟子来要挟他 恋疑老魔婴冷地说道 是个好办法 这海胆头 实在太难缠了 赤脚老魔随即附和道